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十四分之一 作者宁航一 演播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六集 快到小姨家门口的时候 纪宁觉得自己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还隔着好几米的距离 房门又关着 她却好像已经闻到了一股腐蚀的气味 村长停下脚步 对纪宁的妈妈说 你真要进去看啊 打开门之后 那臭味可能谁都受不了 纪宁也劝道 妈 要不算了吧 对 别去看了 我让人去背棺材 直接把尸体装进去 下葬吧 村长再次建议 纪宁的妈妈似乎也有些迟疑 沉吟了片刻 我就进去看一眼 马上就出来 村长见她仍然坚持 只有无奈地挥了下手 你去看吧 门没锁 推开就行了 妈妈 妈妈朝门口走去 纪宁走上前来 妈 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别去 我自己去看一眼就行了 你就在这里等我吧 纪宁只有眼看着妈妈 走到了小姨的家门口 站立地把那扇木门推开 走了进去 这一次 她实实在在地闻到了那股 令人作呕的臭味 连村长也忍不住 转过身去 用手在鼻子前扇着风 纪宁想到妈妈此刻 竟然还能待在里面 心紧紧地揪了起来 大概半分钟之后 纪宁的妈妈 脸色铁青地 捂着嘴冲了出来 扑到门口的一棵大树旁 激烈地呕吐起来 纪宁赶紧过去 帮妈妈捶背 村长快步上前去 把房门带拢 狂吐了好一阵之后 纪宁的妈妈 又忍不住放声痛哭 住在周围的人都出来了 知道这是惠云的姐姐 都过来说着安慰的话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婶 也跟着抹眼泪 后来纪宁知道 她就是陈婶 妈妈过了好久 才慢慢平复下来 天色逐渐地低沉了 夜晚即将降临 村长有些着急地说 惠云她姐啊 别伤心了 还是赶紧办正事吧 天色再暗一些 就看不到上山的路了 纪宁的妈妈抬起头来 充满了哀伤 村长 我一天灵都没给我妹妹守 就把她给下葬了 村长焦急地拍了下腿 情况特殊啊 不能再按那套老规矩来了 现在正是一年中 最热的几天 而且尸体已经放了两天了 要是再等到明天早上 那臭味 我怕没人敢来帮着出丧了 纪宁说道 妈 听村长的吧 不能再拖了 妈妈木然地点了点头 村长见纪宁的妈妈答应了 赶紧张罗周围的人帮忙 让人去请村里负责丧葬的人 又叫陈婶去找人把棺材抬来 大家都忙活起来了 不过一会儿 一副黑色的棺材抬到了小姨家门口 帮忙下葬的人也都来齐了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过了 天色越来越暗 村长指挥几个男人到屋里去抬尸体 按她那吩咐 在场的人要站在两旁 让抬着尸体的人从中间走过 这就算是被死者送行了 纪宁和妈妈站在最前面 陈婶在他们身边小声地叮嘱 一会儿士气出来的时候 要低头默哀 不要发出什么声音 就算是想哭 那会儿也得忍着 不然的话 死者没法安心上路 纪宁和妈妈点头应语 这时候 纪宁听到里边几个人挪动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心里不禁紧张起来 分裂两旁的十几个人 全都安静了 一片肃穆 突然 一手与现场气氛 极不协调的欢快歌声响了起来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纪宁心中一惊 糟了 是自己的手机铃声 纪宁手忙脚乱 从裤兜里摸出手机 为了让铃声停下来 他赶紧按下了接听键 手机里传出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表哥 你们到大学那儿了吗 怎么没来个电话呀 纪宁愣住了 是逗逗打过来的 这突发的状况 令纪宁和妈妈惊恶不已 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 逗逗在电话里问道 表哥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们在干什么呢 纪宁愣愣地问道 逗逗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 是外婆告诉我的呀 她让我打给你 问问你们到了没有 这时候 几个人抬着尸体从屋里出来了 妈妈焦急地望向纪宁 纪宁完全慌神了 她麻木地握着手机 听到电话里逗逗屋子说道 表哥 我今天画了好几张画 一张是送给妈妈的 还有两张是送给外婆和姨妈的 尸体的脚出现在纪宁的视线中 在几个台诗人的空隙里 她看到死去的小姨的腿 腰和上身 慢慢地从她眼前经过 而这时候 小姨的儿子正在打电话 和自己闲聊 这是纪宁没经历过的诡异状况 她呆呆地驻立在原地 不知所措 而就在这时候 一件怪异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当小姨尸体的头部 经过纪宁眼前时 她骇然看到 那张煞白并开始腐败的脸 在谁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慢慢地转向了自己这边 一双瞪大的眼睛 直愣愣地盯着她 一瞬间 纪宁感到遍体深寒毛发直立 她啊的一声大叫出来 吓得魂不附体 身体因为恐惧而剧烈抖动 手机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所有人都望向她 妈妈惊诧地问她 怎么了 纪宁把身体转向一边 呼吸急促 头脑里嗡嗡作响 妈妈又问了一次 纪宁惊骇地望着母亲 正要开口说话 突然想起掉到地上的手机 还处于通话状态 赶紧把手机捡起来放到耳边 听到了痘痘的声音 表哥 你怎么了 纪宁尽量让自己那颗 狂跳的心平复下来 她吞了口唾沫 没什么 逗逗 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然后挂了电话 妈妈焦急地望着她 你刚才怎么了 纪宁环视一眼身边的人 发现大家都用诧异的目光 盯着自己 她没法告诉所有人 她刚才看到了什么 实际上 就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 这是怎么回事 她心里惊骇地猜想 难道是由于晃动 尸体的头朝这个方向搭了 可眼睛怎么会是睁开的呢 而且她分明感觉到 那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看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纪宁越想越渗得慌 感到毛骨怂了 村长走过来望着母子俩 没事吧 纪宁不想让所有人感染到恐惧的气氛 她摇着头说 没事 村长狐疑地打亮了她几眼 对纪宁的妈妈说 尸体已经装紧棺材了 上山吧 地我都找人看好了 妈妈点了下头 村长大喝一声起关 四个壮汉 抬起用麻绳拴好的棺材 朝山上进发 一行人跟在后边 走向了黑区区的山里 出丧结束 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 妈妈在小姨的坟头上哭干了最后一滴眼泪 众人劝慰许久之后 她才肯离去 这个小村子里 没有旅馆和饭店 村长说她家里有两间控房 可以让纪宁母子俩住 陈婶和好几个 跟小姨生前关系好的妇女不愿离去 说想再陪纪宁的妈妈一会儿 一群人就一起来到村长家里 村长的房子是自己修建的两层楼砖房 楼上楼下一共六个房间 大家聚集在客厅里 村长老婆忙着七茶倒水 纪宁的妈妈本来都控制住情绪了 结果在提包里拿纸巾的时候 看到妹妹留下的那张字条 眼泪又下来了 众人说着宽慰的话 她却摇头说道 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妹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怎么会自杀呢 大家都沉默了 纪宁的妈妈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众人 各位 你们都是我妹妹生前的好友 邻居 真的不知道我妹妹为什么会自杀吗 难道她在之前就一点征兆都没表现出来吗 大家都茫然地摇着头 过了半晨 陈婶难过地说 那天啊 会员说要把家里养的鸡全送给我 我要是多长个心眼就好了 但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嫌麻烦 不想养了 谁知道 哎 纪宁妈妈拉着陈婶的手说 陈婶 这事不怪你 我只是想弄清楚我妹妹自杀的真相 以后对豆豆和她外婆也好有个交代呀 陈婶为难地说 惠云她姐呀 我们这小山村里 谁家要出点什么事 保准全村人第二天就都知道了 但惠云为什么会自杀 我们是真的想不通啊 她之前一点都没让我们察觉到啊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说 是啊 不瞒你说 我们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全村人没一个知情的 连猜都没法猜呀 纪宁的妈妈失落地埋下头 这么说 惠云自杀的真相 就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客厅里又陷入了难堪的沉默 村长十岁大的小女儿 一直坐在旁边听着大人们的谈话 看到所有人都沉默了 她突然纳闷地说道 你们要是用那个方法的话 不就能知道真相了吗 纪宁一愣 诧异地望向这小女孩 妈妈也抬起头来问道 什么方法 小孩子懂什么 别在这乱插嘴 村长大声呵斥女儿 拍了她肩膀一下 到外边玩去 小女孩嘟着嘴出去了 蹲在门口的一个沙堆前玩 纪宁的妈妈问村长 村长 你女儿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嗨 小孩的话你还当真呢 肯定是看了什么童话故事 在这胡说呢 村长不以为然地说 纪宁的妈妈想了想 没再说话 接着屋里的人好像都不愿 再接着说这个话题 该说别的事情了 纪宁坐在靠近门的地方 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的小女孩 回想着她刚才说的那句话 直觉告诉她 这女孩并不是在胡说 她确实知道什么 纪宁在屋里待了一会儿 看到村长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她对妈妈说 我出去透透气啊 妈妈点了下头 纪宁朝门口走去 小女孩在沙堆前 用一根木棍画画 纪宁左右看了看 然后蹲在她身旁 小声地问道 小妹妹 你刚才说 有什么方法能知道真相 小女孩抬起头来 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纪宁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相信 纪宁肯定地说 小女孩望了屋里人一眼 其实她们也知道这个方法 这些本来就是大人们 讲给我听的 但她们现在却不想承认 有这种方法了 纪宁听糊涂了 到底什么意思呀 小女孩压低声音 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 你知道 什么叫灵媒诗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七集 纪宁愣了一下 她不确定 自己所理解的 和小女孩说的 是不是一回事 她试探着 你是说 那种可以和死去的人的 灵魂沟通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灵媒诗 能够让死者的灵魂 暂时附在自己 或别人的身上 小女孩凝视着她 听大人们说 我们这个村子 以前曾经有几个 厉害的灵媒诗 当有人想和死者 取得联系的时候 就会去找 这些灵媒诗帮忙 然后灵媒诗 就会告诉他们 比如 你们家老太爷的钱 藏在床下的左边 第三块砖下面 这一类的事 当然就帮了 他们的大忙了 纪宁有些吃惊 同时也十分感兴趣 这么厉害吗 那为什么刚才你说 大人们现在 不承认这种方法了 可能是现在 出了些冒牌货 他们根本就没有 通灵的本事 却自称是灵媒诗 目的只是为了骗钱 所以 渐渐的大家都不相信 这回事了 小女孩显得有些遗憾 不过很快 又睁大了眼睛 但听我同学的妈妈说 我们这里 以前那几个灵媒诗 可是真的 她以前亲身经历过 这种神奇的事呢 记宁私存着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要想知道 我小姨自杀的真相 可以请灵媒诗帮忙 没想到 小女孩摇起了头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真要这么做 可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我刚才说了呀 现在的很多灵媒诗 都是假冒的 想要找到一个真正的 可不容易 而且听我同学的妈妈说 我们村最厉害的 那个灵媒诗 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她在哪儿啊 可能已经死了 纪宁殴了一声 显得有些失望 小女孩像是看出了 纪宁的心思 靠近她手 大哥哥 别灰心 我告诉你一件事吧 纪宁 凝视着她 你要找的那个灵媒诗 虽然可能已经不在了 但是如果你能找到 她的后人 说不定也能帮你通灵 因为 她极为神秘地说 灵媒诗的体质 有时是可以遗传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一个家族里 出了一个真正的灵媒诗 那么她的后人 也可能会有通灵的本事 纪宁惊愕地望着这个 只有十岁的小女孩 瞠目结舌 她说话的口气 很明显比一般的小女孩 要早熟得多 而且 这些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小女孩笑了一下 听我同学的妈妈说的呀 我刚才说了 她以前亲身经历过这种事 所以 不是我知道的清楚 而是她知道的清楚 你好像一点都不怕 这些事情 有什么好怕的呀 我觉得很有趣呀 她眨着眼睛回答 真是个胆大 而又特别的女孩 纪宁在心中暗存 这时候 小女孩的母亲 走到门口来喊道 小灯啊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进来洗脸刷牙睡觉 女孩应了一声 朝右边的那间屋子跑去 纪宁也跟着站起来 回到中间的客厅 屋里的女人们 正跟纪宁的妈妈 聊着关于豆豆以后的事情 以后 豆豆就一直跟着你们住啊 一个大婶问 那当然了 她爹妈都没了 不跟着我们 跟着谁呀 纪宁的妈妈说 我回去就帮她办理转学 让她到城里来读书 一个瘦小的女人 迟疑着说 要是豆豆她爸 哪天又回来了 纪宁妈妈叹了口气 要是还能回来的话 早就回来了 不过 我也盼望着 有一天能出现奇迹 豆豆要是能有个爸爸的话 总比爹妈都没了强 有那天的话再说吧 陈婶伤感地说道 豆豆从小就没了爹 跟她妈相依为命 要是让她知道 妈妈也死了 不知道会有多难过 唉 这孩子怎么这么苦命 一屋的女人们 都长须短叹起来 有的还抹起了眼泪 但这回 纪宁的妈妈 却反而变得坚强了 她坚定地说 豆豆虽然遭遇了 这么多不幸的事 但以后 我们家就是她的家 我这个姨妈 会像亲妈一样对待她 不会让她少一点的爱 女人们都有些感动了 但这时候 纪宁注意到 坐在最右边角落的一个 三十多岁的短头发女人 表情和大家有些不一样 她张了张嘴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但最后还是没说出话来 脸上却挂着 惶恐不安的深情 纪宁皱了皱眉 她不知道 这个女人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怪异的深情 接近十一点钟的时候 一屋的大婶阿姨们 站起来告辞了 纪宁的妈妈 对她们说了 许多感谢的话 然后和纪宁 村长一起送她们出门 女人们再三 让母子俩留步 结果站在门外 又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这才纷纷离去 她们走的时候 纪宁特别注意了 那个三十多岁的 短头发女人 发现她回过头来 忘了妈妈好几次 又露出了那种 惶惶不安的表情 在一群女人中 显得十分的特殊 这个女人好像知道 些什么特别的事情 纪宁心中隐隐猜测 但是她为什么 忍住不说呢 纪宁母子俩 在村长家住了一晚 早上起来 村长贤惠的老婆 已经准备好了 一大桌丰盛的饭菜 妈妈觉得过意不去 村长解释说 在农村 早饭是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一顿 母子俩虽然不习惯 一大早吃这么多 大鱼大肉 但盛情难缺 每人都吃了一大碗饭 吃过早饭 妈妈说 事情处理完了 该回去了 村长夫妇一直送母子俩 到了村委会 妈妈向村长再三表示感谢 然后和纪宁朝村口的大陆走去 离开村长的家之前 纪宁专门跟村长的小女儿 那个叫小灯的女孩告别 小灯眨巴着那双大大的眼睛 纪宁感觉 她好像在用眼神提醒自己 别忘了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话 走了十多分钟 纪宁和妈妈看到村口的大陆了 这时候他们发现 路边站着一个人 好像是在等人 走近一些之后 纪宁看清那人是谁 心中一愣 是昨晚那个 欲言又止的短头发女人 妈妈也认出她来 说道 妹子 在这儿等人 昨天真是谢谢你们帮忙了 这女人两只手握在一起 显得有些局促 过了几秒之后 她开口说道 大姐 我是专门在这儿等你的 纪宁的妈妈一愣 等我 有什么事吗 短发女人又迟疑了好一阵 我猜 有些事情 你可能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表情 渐渐严峻起来 她试探着问 什么事啊 女人埋着头 本来 我昨天就想告诉你的 但是昨晚人太多了 有些不合适 所以我才一大早起来 等在这里 妈妈凝视着她 意识到她 接下来要说的 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大姐 到这边来 短发女人 把纪宁的妈妈 拉到一旁 低声在她耳边 说着什么 纪宁站在 离她们极米远的地方 完全听不见 她的声音 只是看到 妈妈的神情 在不断地 发生着变化 惊恶 惶恐 等着女人 说完的时候 她的脸色 都有些发白了 真的吗 有这种事 我以前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纪宁的妈妈一脸惊慌 低声问那女人 这件事 本来就没几个人知道 慧云说 她只告诉我一个人了 她不希望别人知道 那我该怎么办呢 妈妈显得有些害怕 女人摇着头说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注意点吧 我也只能提醒你一下 她们神秘的对话 只有最后这几句 让纪宁听到了 而这时候 那短发女人 已经埋着头朝回走了 剩下纪宁的妈妈 站在原地发呆 纪宁走到妈妈的身边 妈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妈妈把头扭到旁边 眼神闪烁 没说什么 怎么 这件事还要瞒着我呀 纪宁惊讶地问道 妈妈望着纪宁 不是要瞒着你 而是她跟我说的这些事 让我脑子一时有点乱 让我好好想一想 合适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纪宁盯着妈妈看了几秒 无奈地说 好吧 两个人走到公路边 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中巴车 母子俩坐上去 几十分钟后 到了县城的车站 买票上车 坐在大巴车上 纪宁和妈妈都望着窗外的风景发呆 就在纪宁产生倦意的时候 妈妈突然说道 纪宁 回家之后 你千万别让逗逗知道 她妈妈已经死了这事 纪宁转过头望着妈妈 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 嗯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纪宁觉得有些奇怪 妈 你为什么单单让我 不要让逗逗知道 外婆才是最该瞒的呀 妈妈不自然地说道 对 你外婆 当然也不能让她知道 不过 你记住 尤其不能让逗逗知道 纪宁想了想 妈 你想过没有 我们不可能瞒得了多久的 逗逗发现她妈妈很久都没跟她联系 肯定会问起来的 到时候怎么办呢 我知道 妈妈面色忧虑 但是 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几天瞒过去 这几天 为什么呀 纪宁愈发地好奇了 妈妈没有说话 顿了几秒 纪宁问道 妈 你说的这些话 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女人 告诉你的事情有关 妈妈皱起了眉头 有些烦躁地说 纪宁 别问了 反正就这么做吧 至于原因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纪宁望向窗外 不说话了 其实 她心里也很烦 除了小姨 这件事之外 还有另一件事情 也令她感到困扰 本来女友小凡 每天晚上都要跟自己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但自从那天去游乐场玩了之后 一连三帖 她都没有再跟自己联系过了 纪宁又想起了那天的事 小凡好像是在问了豆豆 什么问题之后 才出现那种怪异反应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跟豆豆会扯上什么关系呢 突然之间 纪宁产生一种奇怪的思绪 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都跟豆豆有关 那么 小姨的死 会不会也是因为豆豆呢 带着这些怪异的想法 纪宁望着窗外出神 渐渐地睡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八集 下午三点半 纪宁和妈妈回到了家里 爸爸还没下班 只有豆豆和外婆在家里 听见表哥和姨妈的声音 豆豆欢快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一下子扑到纪宁的身上 表哥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要等到明天呢 豆豆高兴地说 是啊 大学校园就那样 半天就看完了 妈妈朝楼上走去 纪宁啊 上楼跟外婆打个招呼 让她知道我们回来了 纪宁牵着豆豆 一起走到外婆的房间 外婆仍旧躺在床上 看上去精神状况不怎么好 但是看到纪宁和她妈妈回来 又强打起精神坐了起来 问他们那所大学情况怎么样 纪宁和妈妈急性发挥 瞎编了一通 外婆不懂这些 没听出什么破绽来 六点过 爸爸下班回来了 三个人心领神会 故意在外婆和豆豆面前 聊那所大学 装成什么事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 外婆坐上轮椅 一家人围在餐桌前吃晚饭 由于妈妈今天没去买菜 晚饭吃的有些简单 但因为有豆豆这颗开心果在 气氛显得其乐融融 纪宁和妈妈 这两天都在悲伤压抑中度过 好不容易有了些好心情 本来洋装的快乐 都像是变成真的了 没想到 这短暂的欢乐 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就被意想不到的惊骇所取代 豆豆吃着吃着饭 忽然想起了什么 表哥 昨天我跟你打电话 你怎么没说完就挂了呀 我还听到你在电话那边大叫一声 怎么了呀 纪宁一愣 昨天那恐怖的一幕 又浮现在了眼前 不禁令他浑身抽搐了一下 这时候他想了起来 昨天挂完电话之后 本来是想等心情平复之后 再打回去 编个理由解释一下 结果送葬回来 就完全把这事给忘了 外婆听到豆豆这么说 停下吃饭 望着纪宁问道 怎么回事啊 纪宁的脑筋急速地运转着 呃 没什么 昨天豆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正好在过马路 一辆低市开得太快了 吓了我一跳 没撞着吧 外婆急切地问 没有 撞着的话 今天就回不来了 你们呐 过马路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别三心二意的 电话来了 可以等会儿再接吗 外婆唠唠叨叨说了下去 纪宁连连点头 把这事糊弄了过去 豆豆放下筷子 跑到房间里去拿出一叠纸来 兴奋地拿给表哥和姨妈看 这是我昨天画的画 你们看画得好吗 纪宁的妈妈拿过一张来看 是用水粉颜料 画的一个大头娃娃 充满了儿童画的秩序 她扑齿一声笑出来了 这张是画的我呀 爸爸靠过来一看 点头说道 嗯 别说 跟你姨妈呀 还真有点像 豆豆说 姨妈 这张画我是送给你的 太好了 谢谢豆豆 纪宁的妈妈 笑着摸了摸豆豆的脑袋 这张不会是画的我吧 纪宁拿起一张画笑道 我有这么丑吗 这鼻孔都比星星还大了 豆豆红着脸说 你又没坐在我面前 我是凭想象画的吗 外婆呵呵笑着 你们就别刁难豆豆了 我觉得她画得蛮好 我把她送我那张啊 都收藏起来了 姬宁的妈妈赞扬道 豆豆画画啊 是挺有天赋的 说不定以后啊 能当画家呢 豆豆受到了表扬 满脸放光 她把一张画举起来 展示给大家看 这张是我画的妈妈 是我准备回去后 送给妈妈的礼物 纪宁和父母的表情 一下子凝固了 他们看到的这张画 是所有肖像里面画的 最用心细腻 也是最神似的一张 那活脱脱 就是豆豆的妈妈 正望着大家露出微笑 毕竟这是豆豆最熟悉 和在乎的人 话里面饱含着爱 但是她不知道 她已经永远不可能 见到妈妈了 纪宁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而她旁边的妈妈 几乎已经难以自视 紧紧地咬住嘴唇 拼命忍住 不让眼泪掉下来 豆豆见大家都愣在那里 纳闷地问道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我画得不好吗 啊 画得真好 纪宁的爸爸说 他想赶紧把话题岔开 伸手去拿豆豆手里 另外一碟背着的画 义父看看 这些画的是什么呀 豆豆把那叠画挪到身后 躲闪着说 没什么 这些就别看了 然后把刚才那些画 收起来盖在上面 拿到房间里去了 豆豆躲躲闪闪的态度 有些奇怪 但是大家的心思 这时候都没放在画上 豆豆出来后 继续吃饭 过了半晌 外婆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知道惠云最近怎么样了 他都好久没来看我了 纪宁的心被猛地击打了一下 爸妈也挣住了 一时之间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时候 豆豆说出了令人无比震惊的话 外婆 我妈妈好着呢 她昨天给我打电话 说过几天就来看你 纪宁暂时忘记了呼吸 什么 昨天 她和妈妈对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都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经济 他们拼命地克制着 外婆似乎没注意到 纪宁一家人的骇然神情 她点着头说 嗯 那就好 接下来 大家都没怎么说话 埋头吃饭 一个晚上 纪宁都在出神 妈妈也显得心不在焉 显然是在思考同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姨在三天前就死了 但是豆豆刚才却说 她昨晚接到了小姨的电话 是豆豆在说谎吗 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纪宁在心中不安地猜测着百思不得其解 纪宁悄悄观察豆豆 发现她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想试探着问一下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心里边堵得慌 晚上睡觉的时候 纪宁终于忍不住了 豆豆 你妈妈昨天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 豆豆穿着一件小背心和裤衩 躺在床上说 就是晚上啊 我跟妈妈说了 让她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 纪宁假装平静 她前两天晚上也给你打电话了 是啊 那她今天晚上怎么没打呀 还没到时间呢 纪宁一愣 没到时间 她瞄了一眼书桌上的电子钟 现在是十一点了 豆豆好像也有些不解 不知道怎么回事 妈妈这几天给我打电话的时间 都有点晚 都是在我睡觉之后才打的 大概什么时候 豆豆想了想 好像都是十二点 纪宁沉思了几秒 头脑里冒出一个想法 也许 豆豆是梦到妈妈给她打电话 但是 可能吗 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 这时候 豆豆开始问表哥 关于某个电脑游戏的问题 纪宁心不在焉的给她解释了一下 然后 关灯睡觉 不一会儿 俩人都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 迷迷糊糊之中 纪宁的耳边出现了一首 轻柔而熟悉的歌谣 歌谣重复地唱着这几句 纪宁响起来了 这是小姨唱的童谣 是豆豆的手机铃声 突然 她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豆豆的电话响了 喂 黑暗中 豆豆接起了电话 妈妈 睡在床铺另一头的纪宁 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感到毛骨悚然 妈妈 你怎么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呀 嗯 我睡了 豆豆迷迷糊糊地说 嗯 我今天很乖啊 妈妈 今天姨妈和纪宁表哥回来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 豆豆都没怎么开枪 似乎在安静地 听着电话里的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 豆豆低声说 好的妈妈 我知道了 嗯 晚安 豆豆挂了电话之后 纪宁看了一眼桌上的电子中 十二点零九分 看来电话真的是在十二点钟准时打过来的 纪宁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惊恶 她无法理解这种超乎现实的事情 却又难以压抵强烈的好奇心 她努力把恐惧吞咽下去 试探着问道 豆豆 是你妈妈给你打的电话吗 嗯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顿了几秒 豆豆说 纪宁表哥 我不能说 为什么呀 妈妈说 她晚上打电话跟我说的事 是我和她的秘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纪宁张着嘴无言以对 只感觉身子振振发冷 不一会儿 床的另一头传来豆豆轻微的憨声 但纪宁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她在心里思量了好一阵之后 再也按耐不住 决定立刻找父母商量一下 她无法独自面对 这恐怖的状况 纪宁悄悄地翻身下床 没有饶醒豆豆 她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摸黑上楼 来到父母的卧室跟前 本来 她以为父母已经睡了 打算轻声叫醒他们 没想到正要敲门的时候 听到里边传来父母的说话声 内容一下子把她吸引了 你说 那个女人说的如果是真的 我们怎么办呢 妈妈的声音 纪宁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他们正在谈论今天早上那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呀 我又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爸爸无奈的声音 顿了一下 我看 你也不要太在意了 那女人只是提醒我们一下罢了 不见得真的会发生什么呀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今天吃饭时你也听见了 豆豆说她妈妈这几天晚上 都在给她打电话 我当时听她这么说 立刻就想到了这事 简直太可怕了 房间里静默了片刻 也许豆豆是在说话 她想妈妈了 就说接到妈妈电话了 小孩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不对 她真的接到了电话 纪宁在门口几乎要喊出来了 她想马上推门进去 又想偷听一下父母的谈话 探知内见 妈妈不愿意告诉她的事情 但是又听了几分钟 她发现 父母的声音越来越小 她无法从那些断断续续的对话中 听出什么头绪来 只好放弃偷听 选择直接交谈 纪宁 轻轻地敲了敲房间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九集 谁啊 爸爸在里面问道 是我 进来吧 纪宁把门推开 看到父母都穿着睡衣 靠在床头 妈妈问道 纪宁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纪宁坐到一把椅子上 这么晚了 你们也没睡啊 妈妈和爸爸对视一眼 纪宁 你刚才不会是听到我们谈话了吧 我不是有意要偷听的 我是想上来找你们说些事 碰巧听到你们在谈话 不过 我也没听到几句 你想跟我们说什么呀 纪宁想了想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 豆豆说他这几天都接到了小姨 打给他的电话 但事实是 小姨在三天前就死了 我想问问 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 你爸爸认为啊 豆豆可能没说实话 他也许是因为 纪宁做了个手势 打断妈妈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父母床边 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说谎 你怎么知道啊 纪宁吸了口气 一字一顿地说 因为刚才 也就是十二点钟的时候 豆豆的手机响了 他真的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且就是他妈妈打过来的 妈妈捂住了嘴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爸爸也不由自主地张大嘴 好半天之后 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这是真的吗 这种时候 难道我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你真的听到声音了吗 我是说 你有没有听到电话里 传出人说话的声音 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呀 妈妈望着爸爸 你以为豆豆是在假装打电话呀 这怎么可能呢 他没理由这么做呀 纪宁说 首先 我听到了手机来电的铃声 也就是说 电话不是豆豆打过去的 而是他接到了电话 第二 虽然我睡在床的另一头 听不到手机里的人 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却能感觉得到 豆豆确实是在跟谁打电话 不是演戏 因为他的反应和语言 都很自然 七岁多的小孩 是演不出来这种戏的 爸爸有些不情愿地问道 那么 你有没有听到豆豆 在跟电话里的人 说些什么呀 纪宁摇了摇头 电话大概打了六七分钟 豆豆只说了几句话 其他时候 都是对方在说 而且中间有一段内容 豆豆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好像是在专心听着什么内容 妈妈噎紧了被子 你有没有问豆豆 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呀 问题就在这里 我问了 但豆豆说 他妈妈不让他把电话内容 告诉任何人 说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 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显得惊骇莫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豆豆为什么不愿意 告诉我们电话的内容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谜团布置着一个 豆豆还告诉我 他妈妈每天晚上 打电话来的时间 是固定的 都是凌晨十二点钟 我觉得 这也许有什么意义 啊 妈妈恐惧的低吟一声 豆豆果然 刚说到这里 他一下子意识到 纪宁就在身边 骤然停了下来 纪宁望着母亲 妈 你想说什么 豆豆果然怎么样 妈妈紧紧的抿着嘴 埋着头不说话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要瞒着我一些事情 难道你们还觉得 我是个小孩子吗 我还以为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帮你们 分享一些烦恼 也许我错了 片刻之后 爸爸说道 纪宁说得对啊 这件事 我们应该让他知道 妈妈抬起头来 望着儿子 纪宁 我不是想要瞒你什么 而是怕你知道了 这些事情后 会对豆豆产生异样的感觉 你知道 豆豆已经够可怜的了 我不希望你再对他产生距离感 或者排斥感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才会对豆豆产生距离感 实际上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还不够怪吗 他居然能接到死去的母亲的电话 恐怕我只有找到这些事情的解释和答案之后 才能安心和他待在一起 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妈妈沉默了十几秒 好吧 我把那个女人告诉我的事 讲给你听 据他说 这件事情 是豆豆妈妈 亲口告诉她的 纪宁聚敬会神 这是两年多前的事 当时 你小姨他们那个村子里 有一家人的老父亲 突然脑溢血死了 临死前一句话都没留下 她的子女们 为了财产和土地分配问题 去请了一个灵媒师来 希望借由她和老父亲王灵通话 灵媒师 你知道是什么吗 纪宁 我知道 纪宁假装平静地回答 但心里却猛地震动了一下 她想起了 那个叫小灯的女孩 跟自己说过的话 没想到 此刻妈妈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那个灵媒师答应 帮那家人通灵 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 她只是会一些通灵的方法 但并不能让死者灵魂 附到自己身上 必须找一个 有通灵体质的人来才行 她说 这种人 天生就有能够 和死去的人沟通的能力 只有借助于她 通灵才能够成功 妈妈说到这里 停了下来 似乎有些不愿再说下去了 但纪宁却隐隐猜到了 她张大了嘴 难道那灵媒师要找的那个 有通灵体质的人 对 就是豆豆 妈妈极不情愿地说了出来 然后呢 豆豆真的帮那家人通灵了吗 纪宁急切地问道 没有 虽然那家人拿了不少钱 来找你小姨 想借豆豆去帮下忙 但是借小姨不想让豆豆去做这种事情 就言辞拒绝了 最后 那家人只好幸幸而归 那次通灵 最后就没能做成 纪宁用手捏着下巴思索 那个灵媒师为什么会找上豆豆呢 她凭什么认为 豆豆有通灵的体质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她没有告诉我这些 她只是说 你小姨当时是因为实在憋不住了 才跟她说的这事 而且反复叮嘱过 让她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因为你小姨不希望 大家都知道豆豆 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纪宁听得有点急了 小姨怎么能这么轻信 那灵媒师的话 也许她根本就是胡说的呀 她说豆豆有通灵体质 豆豆就一定有嘛 小姨还不清楚自己儿子 说到这里她猛然打住 想起了目前所发生的事情 忽然有些明白了 难道小姨自己也知道 豆豆有这种能力 纪宁神情骇然地说了出来 本来那女人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有些惊诧和意外 并不是很详细 但是回到家之后 听豆豆说她昨天接到了她妈妈打来的电话 再加上你刚才告诉我们的 我开始觉得也许豆豆真的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妈妈恐惧地捂住了嘴 一阵冰冷的沉默持续了片刻 如果豆豆豆真有这种体质的话 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以前又没发生过谁死去这种事情 而且就算你小姨清楚 但她不告诉我们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纪宁的下额收紧了 突然那个叫小灯的女孩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此刻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她骤然抬起头来问道 有个问题 你们想到了吗 爸妈都望着她 什么问题呀 假如说 我们现在验证出了 豆豆真的有那种特殊的体质 或者说是能力 那么 当初那个灵媒师 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妈妈和爸爸对视一眼 露出错愕的深情 显然这个问题 他们之前都没有想过 沉默片刻之后 纪宁突兀地问道 我们家族里 以前有没有出过灵媒师 妈妈好像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呀 当然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怎么能肯定呢 纪宁对妈妈说 也许我们家族里 在好几代之前 出过一个灵媒师 只是你不知道呢 妈妈摇着头 我从来没听你外婆 外公 或者是祖奶奶提起过 这绝不可能 爸爸问道 纪宁 你怎么会这么想 纪宁 纪宁抿了下嘴 我在村长家住的时候 他的小女儿对我说 灵媒师的体质 有时是可以遗传的 如果一个家族 曾经出过一个真正的灵媒师 那么他的后人 就可能会遗传到这种通灵的能力 爸爸摆着头说 一个小女孩说的话 怎么可信呢 况且通灵这种事情 本来就没什么科学依据的呀 那发生在豆豆身上的事 该怎么解释 这个 我们再多观察几天 不要轻易下结论 这时候 妈妈的身体颤抖起来 脸色发白 豆豆 每天晚上都跟一个死去的人通电话 那么 她到底知不知道 她妈妈已经死了呢 这句话让纪宁的后背 窜起了一股良意 妈妈好像也被自己的话吓到了 爸爸问道 你想说什么 妈妈哆嗦着 我的意思是 如果那真是慧云的王灵 再跟儿子通话 那她会跟豆豆 说些什么呢 爸爸似乎仍然无法相信 会有这样的事情 她皱起了眉头 我们居然在这里探讨 一个死去的人 会说些什么样的话 这简直是太荒谬了 妈妈像是着了魔似的 非得追究这个问题 就算是 假设一下吧 你觉得她会跟豆豆说些什么 爸爸耸着肩膀 一些问候 关心的话吧 还能是什么呀 妈妈惶恐地说 如果只是这些普通的话 豆豆为什么说 她妈妈不让她把通话的内容告诉我们 还说这是个秘密 那你觉得她们会说些什么 纪宁打岔道 恐怕不是她们会说些什么 而是她会跟豆豆说些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们 豆豆接电话的中间六七分钟 几乎都是在听她妈妈说话 是啊 慧云会跟豆豆说些什么呢 妈妈愈发地害怕了 而豆豆 如果通过这些谈话 知道妈妈已经死了的话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纪宁听出妈妈的忧患 似乎有某种来源 妈 说到底 你究竟在惧怕什么呀 房间里的冷气已经关了 但妈妈却颤抖得更加厉害 她用被子紧紧掖住身体 犹豫了许久 才终于说出了她心中 隐藏最深的恐惧 村里那个女人告诉我 有通灵体质的人 不只是能和王灵沟通 甚至能把王灵召唤到身边来 令她长久地待在 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那女人提醒我 如果我们真的打算 一直让豆豆和我们住在一起 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当豆豆得知 她妈妈已经死了之后 有可能会凭本能 做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 纪宁和爸爸听完这番话 背皮发麻 寒毛直立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总不能让豆豆离开我们家吧 爸爸一脸不舒服地说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孩子太可怜了 这种念头 我们连想都不能想 我知道 但是那个女人提醒你的话 真是够渗人的 很容易给我们造成心理阴影 希望熬过这几天 会好一些 什么意思 那个女人说 死者死去的前七天 是最容易和通灵者接触的 所以她提醒我 要特别注意这几天 爸爸听到这里 有些忍不住了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居心 她跟你说这么多可怕的事 是想有意让我们家 变得人心惶惶吗 她只是善意地提醒我爸 她也是犹豫了很久 才决定告诉我的 事实上 她提醒我的状况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爸爸沉默不语了 过了一会儿 她缓缓地说道 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离奇诡异了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能和王灵沟通的人 妈妈把脸扭到一旁 我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我竟然还是没能 摆脱这些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十集 纪宁和爸爸惊讶地望着他 你以前就知道这些 妈妈望向他们 你们忘了吗 我小时候 也是生活在老家那个村子里的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村里有通灵这种习俗 我从小就很害怕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想方设法 想要离开那里 当时家里穷 我们两姐妹当中 只允许一个人 到镇上去读书 我就哭着闹着 非得要去 你外公和外婆 只好依了我 自那以后 我在镇上读小学 又到县城去读中学 后来到外地 就读大学 很少回老家去 就是因为 我一直都在躲着那个地方 纪宁第一次 听妈妈讲起这些往事 那小姨呢 她没有读书吗 妈妈悲哀地点了下头 她把读书的机会 让给了我 但是我知道 其实她也是 非常想去上学的 因为我每次的旧课本 她都会收集起来 一个人在家里自学 但是 你小姨却从来没有 埋怨过我半句 后来 我大学毕业 在城里找了工作 而你外公也去世了 外婆 就到城里来 和我们一起住 留下小姨一个人 在老家的农村 我长大后 想起当初的执拗和自私 一直觉得这辈子 亏欠了你小姨太多 本来想找个机会 好好补偿她一下 没想到 她居然就 说到这里 妈妈控制不住情绪 低声啜泣起来 爸爸劝道 别哭了 明天眼睛肿了的话 小心妈看出来 妈妈用技宁 递过来的纸巾 擦拭着眼泪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豆豆 当成自己的儿子 一样抚养大 但是 如果她真的有这种 特殊体质 我又会非常害怕 不敢和她接触 她焦虑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爸爸安慰道 你不用太在乎这个 也许发生在豆豆身上的怪事 不会持续多久 我们不要过分地担心 或者害怕 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那么糟的 但愿如此 妈妈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她望向儿子 纪宁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就像你说的 你是一个大人 该懂得怎么恰当地处理这些事情 不管豆豆有多么特殊 你都要记住 她是你最亲的弟弟 妈妈没有说表弟 而是说弟弟 纪宁听出了其中的意味 她点头说 妈妈 我明白 妈妈轻轻地焊手 爸爸看了一下时钟 对纪宁说道 都快凌晨一点了 回去睡吧 别再想这些事了 纪宁应了一声 离开父母的房间 沿着黑暗的室内楼梯下楼 纪宁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她悄悄地推开卧室门 摸索着走到床边 眼睛在这时候已经适应了黑暗 上床之前 纪宁自然而然地朝豆豆睡在那边望了一眼 想确定她是不是睡熟了 她侧身上床的动作停了下来 床的另一头 豆豆盖的凉背 瘪瘪的 没有人睡在那里 纪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黑暗里没看清楚 她俯身上前轻轻地把手压到被子上 触觉清楚地告诉她 豆豆的确没在床上 纪宁愣了两三秒 判断着这是怎么回事 豆豆到哪儿去了 上厕所 这是她最先想到的 事实上 除了上厕所之外 她也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了 纪宁坐在床边短暂地犹豫了片刻 觉得应该去证实一下 她轻手轻脚地朝卫生间走去 来到卫生间门口 纪宁看到门虚掩着没有关笼 里面透出了光线 她松了口气 看来豆豆真的是在上厕所 纪宁朝里边喊了一声 豆豆 你在里面吗 没有回应 她又问了一声 豆豆 你是不是在上厕所 等了几秒 还是没人答应 纪宁觉得有些奇怪了 她缓缓推开了卫生间的门 里面最小的一盏灯开着 光线有些昏暗 但是一眼就能看到 卫生间里面没有人 纪宁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豆豆没在这里 那她会到哪儿去呢 现在可是大半夜 就在纪宁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撇到了 左侧面的梳妆镜 她一下子震住 这是什么 纪宁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一步 她看到的东西 令她的胃紧缩了起来 一个圆形的红色的符号 或者说是一个符咒 就画在镜子上 这是什么时候画上去的 纪宁惊害地想 她能肯定 她在洗澡的时候 还没有这鬼东西 因为那时候她照了镜子 突然她想到 家里有这种绘画颜料的 只有一个人 豆豆要干什么 脑子里涌起的恐惧猜测 令纪宁几倍发冷 这红色的符号 代表着什么意思 当纪宁再次望过去的时候 感觉镜子上的红色符号 似乎具有某种魔力 虽然她感到害怕 却还是被吸引了过去 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 拖着身体走动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她已经站在镜子面前了 现在她看清楚了 这是一个由圆圈和看不懂的 怪异字符所组成的复杂图案 仿佛具有某种射人心魄的力量 纪宁盯着这个红色符号看久了 竟觉得心智变得有些难以控制 而就在这时候 她听到一种诡异的声音 头皮猛然攥紧了 一种连续而富有规律的声音 是谁在念叨这几句听不懂的话 纪宁渐渐听出来了 这是豆豆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纪宁感觉自己紧张得快要晕过去了 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 豆豆在哪儿 纪宁惊恐地转动着身子 在卫生间里左右四顾 无法寻觅到声音的来源 身体转回来的时候 她想用一只手撑住洗手台 却无意间把水龙头的开关压了下来 哗的一声 一股冷水从水管里喷涌而出 凉水溅到她脸上和手上 被这凉水一击 她突然有些清醒了 猛地回过头去盯着藏在帘子后的浴缸 没错 声音是从这后面发出来的 纪宁快步走过去 一把掀开隔水的塑料帘子 赫然看到豆豆蜷缩在浴缸里 纪宁正要开口喊她 忽然发现豆豆闭着眼睛 只有嘴唇一张一合 念出那种奇怪的咒语 她心中一惊 难道豆豆是在梦游 纪宁愁了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想把豆豆叫醒 却又想到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如果把正在梦游的人叫醒 有可能会把那人下出精神病 但是 如果不叫醒豆豆的话 她会持续这种害人的状态多久呢 对了 先把她抱到床上去 纪宁双手伸进浴缸 搂住豆豆的身体 把她抱了出来 转身朝回走 经过那面镜子的时候 她忍不住又忘了一眼 没想到这一眼 把她吓得心胆剧烈 魂飞魄散 在那个红色咒服的旁边 多出了一张人的脸 是小姨那张仓牌恐怖的脸 就像出丧那天一样 正正视着自己 纪宁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头发连根竖起 她想叫 却发现惊恐的尖叫 被憋在了喉咙里 使她发不出一点声音 也动弹不得 几秒钟之后 她才发了风势地抱着豆豆 狂奔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把豆豆放到床上之后 纪宁赶紧打开房间里的灯 这时候 豆豆已经没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了 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纪宁急促地呼吸着 把房门关拢锁好 然后钻进被子里 牙齿上下打架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感觉自己快要被吓疯了 房间里的灯所带来的光明 令纪宁惊激的心 在几分钟后稍微平复了一些 她想到 卫生间里的灯没关 镜子上还留有那皱符 明天一早 妈妈就会发现 她会吓坏的 但是 她实在是没有勇气 再回卫生间去处理这些了 一切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 这一晚 纪宁一直开着房间里的灯 在失眠和噩梦的交替下 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十一集 清晨七点 纪宁就从床上起来了 她没有忘记昨晚的事情 想趁大家都还没发现的时候 把卫生间镜子上的鬼东西擦掉 她不想吓着妈妈 不希望这个家里再增加更多恐惧的气氛 走出房间 纪宁看到妈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饭了 还是晚了一点 她暗暗地想到 同时心中一震 妈妈看到镜子上的符咒了吗 纪宁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妈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妈妈一边搅拌着鸡蛋液 一边叹着气说 唉 心里想着那些事 睡不着 纪宁通过妈妈的态度判断出来 她还没到卫生间去过 看来还不算值 你怎么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我是起来上厕所的 纪宁说完 钻进了厨房旁边的卫生间 关上门之后 她正打算找一张抹布擦掉镜子上的怪东西 抬眼望去 愣住了 镜子上干干净净 根本没有昨晚看到的红色咒服 纪宁走近了 瞪大眼睛仔细查看 发现镜子上真的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一时之间 她觉得脑子有点发梦 这是怎么回事 纪宁呆呆地站在那里 难道妈妈已经进来过把这鬼东西擦掉了 她不自觉地回过头去忘了一眼 不对 妈妈不可能处理得这么冷静 而且不动声色 这和她的性情不符 或者是痘痘把她擦掉的 可是痘痘现在还睡在床上 纪宁又想 也许是昨晚睡着之后 她悄悄地起来 过了一会儿 她甚至开始怀疑 昨晚那恐怖的经历 会不会是一个噩梦 但是很快又在心里否定了 那印象和触觉实在是太清晰了 一分多钟后 纪宁从里面出来 走到母亲的身边 妈 你早上到这里边去过吗 妈妈回头忘了一眼 没有啊 怎么了 呃 没什么 我觉得冲水的阀门有点松了 是吗 一会儿让你爸爸看看吧 妈妈不在意地说 纪宁回到房间 望着还在熟睡中的痘痘 实在想不透 这是怎么回事 八点半左右 一家人都起床了 洗漱完毕 坐在餐桌前吃早饭 痘痘表现得很正常 仿佛对昨晚的事情全然不知 纪宁通过大家的态度判断出来 这件事情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她打算把这件事压在心里 不说出来 尽管这样会让她觉得压抑和难受 但是纪宁知道 她别无选择 如果不想全家都卷进恐惧漩涡的话 她只能独自承受 直到上午十点钟 一个短信提醒了她 纪宁 你在家吗 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上网 是小凡发过来的 纪宁的精神一下子来了 这几天经历了这么多复杂诡异的事情 她几乎都忘了和女友联系 关键是 她不知道为什么 小凡也不跟她联系 现在收到她的短信 她几乎想立即飞出门去和她见面 你现在能出来吗 我想见你 可以 在哪 就在你家前边那家水吧 你知道的 我们常去那家 好 我现在就出来 一会儿见 发完这个短信 纪宁到客厅里对妈妈谎称 要去书店买几本教辅资料 妈妈同意了 临出门前 纪宁跟房间里的豆豆打了个招呼 豆豆在电脑前玩的游戏 跟表哥挥了下手 纪宁急不可耐的一路跑到和小凡约定的地点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小凡显然也很想见男友 他已经等候在那家水吧靠窗的一个位置了 纪宁走到小凡面前 气喘吁吁的坐下一头的喊 小凡淡淡一笑 你是跑过来的 纪宁短促的点了下头 女服务员走过来 问他们要点些什么 一杯柠檬茶 你呢 跟你一样 女服务员转身离开了 半分钟之后 端来了他们点的两杯饮料 纪宁用吸管搅动着喝了一半的柠檬茶 杯子里出现一个小小的漩涡 简直就跟纪宁现在的状况一样 短短几天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自己还坠入到了层层谜团之中 难以自拔 纪宁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偏偏小凡也不开枪 像是故意要等着男友先说话 纪宁终于问道 小凡 怎么这几天你都没有跟我联系 小凡立刻说 你也没有跟我联系 纪宁短暂的沉默了几秒 我们家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纪宁盯着小凡的脸看了半分钟 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 诡异恐怖的事情讲给他听 他很想找个人倾诉 但又怕说出来吓着女佣 心中十分矛盾 小凡感觉到这件事情 可能有些不一般 他试探着问道 怎么了 是很严重的事吗 嗯 纪宁沉默地应了一声 我不确定 是不是该告诉你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就告诉我 纪宁摇了摇头 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而是 这件事情太过怪异了 而且某些部分 可能超出了你 或者说是 一般人的认知范畴 我怕说出来之后 会吓着你 小凡在座椅上 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到底什么事啊 被你渲染得这么炫乎 不是我要故意渲染 纪宁赶紧解释 真的是这件事情 太离奇了 我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可怕的事 所以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 说吧 你约我出来 肯定就是打算要告诉我的 而我现在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想 我还不至于被你说的事情吓破胆 纪宁沉默了很久 好吧 我告诉你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纪宁详细地把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出来 他注意到 小凡的神态和表情 随着他所叙述的怪事 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他脸上的血色 像落潮的海水那样渐渐退去 眼睛越瞪越大 几乎快要脱离眼眶的束缚了 纪宁能感受到他有多么的害怕 但是很显然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只有硬着头皮 把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讲完 这时候 小凡的脸色已经惨白得如同一张白纸 他捂着嘴 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纪宁带着歉意说 对不起 真的把你吓到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进行任何加油添措 事实就是如此 小凡张着嘴足有半分钟之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带 这真是 太可怕了 我不敢相信 现实中 真的会有这种事情 而且 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准确地说 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纪宁悲哀地说道 如果你光是听到这件事 都感到害怕 那么我在经历这些事的时候 恐惧程度 就是你的数十倍 我感到害怕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到这件事情 竟然发生在你的身上 小凡不由自主 拉着男友的手 我知道 你肯定是吓坏了 纪宁感受到了温暖 他拍着女友的手 无法相信 自己竟然还能安慰别人 现在好多了 可是你以后 还得继续面对啊 小凡的声音 微微有些颤抖 我有什么办法呢 总不可能不回家住吧 纪宁沮丧地叹了口气 豆豆他 晚上真的会接到 他妈妈打过来的电话 千真万确 我就睡在他旁边 他会不会 只是在说梦话呀 不是 很遗憾不是 我听到了来电的铃声 纪宁无奈地说 小凡害怕地抱着肩膀 豆豆 到底知不知道 他的妈妈 已经死了 关键就在这里 纪宁像是早就忍不住了似的 急促地说道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觉得这里面 有些逻辑无法说通 什么意思 小凡困惑地问道 纪宁的双手 在他面前比划了一下 我们这样来想 这件事情 无非就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 豆豆不知道 他的妈妈已经死了 他认为 每天晚上 跟他打电话的母亲 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会跟母亲通灵呢 小凡张开嘴 有些明白了 通灵这种事情 是通灵者知道谁死了 才会想到和死者的亡灵沟通 如果豆豆根本就不知道 妈妈已经死了 他怎么会在卫生间 悄悄进行这种通灵仪式呢 小凡思寸着 你说 豆豆昨晚在卫生间做的事 像是在梦游一般 也许他做这些事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 只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 这种可能性 我昨天就想过了 豆豆会不会是因为有通灵体制 所以做出了一些出于本能和下意识的事 但是很快 我就意识到 这是不可能的 小凡望着纪宁 等待他继续往下说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画在镜子上的那个图案 非常的神秘 像是某种图腾 或者宗教符号 上面还有一些繁杂的字符 另外 豆豆口中念的那种咒语 也极富规律性 纪宁盯着小凡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是在乱说乱话 而是真的会某种通灵的方法 我不认为这些东西 是与生俱来的 就算他有通灵的体制 也不可能天生就会这些 你是说 有人教过他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涉及到第二种可能性 豆豆已经知道母亲死了 她是在有意识地帮母亲通灵 但是这样的话 有一点又说不过去了 一个七岁多的孩子 知道母亲自杀了 会装得像没事的人一样吗 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 况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啊 照你这么说 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太可能 那会是怎么回事呢 小凡不自觉皱起了眉头 吉宁拖着下巴想了几秒 我现在有一种大胆的猜想 是什么 我认为 豆豆做这些事 确实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这并不是出于他的本能 而是因为他受到了某种控制 吉宁拖着小凡的眼睛说 什么 你的意思是 豆豆 被什么给附身了 噓 吉宁把食指伸到嘴边 朝左右望了望 小点声 这些话让别人听到 会觉得我们不正常 小凡压低了声音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他被什么上了身 只是猜测而已 我不能确定 吉宁眉头紧簇 小凡显得十分害怕 紧紧抓住了胸前的衣襟 吉宁停顿了片刻 坦白地说 我认为 豆豆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有可能 就是被他自己的妈妈 赴了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十二集 小凡惊骇万分 你觉得 是你的小姨想通过儿子 把她的魂魄召唤回来 但是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她对这个世界 还有留恋的话 又怎么会自杀呢 我小姨的死 本身就是个谜 没有任何人知道 她为什么要自杀 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 她留下的遗书 也没人能看懂 这里面充满了谜团 小凡 小凡思索了半生 可是 还有个问题 就算真的是你小姨的灵魂 附到痘痘身上 令她做出了这些可怕的事情 有一点 又怎么解释呢 你小姨 怎么会这些通灵的方法呢 纪宁双手交叉 竖起了食指 我恰好认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痘痘为什么会具有通灵的体质 你想过没有 啊 小凡突然感觉像是被一股电流击中 你是说 其实你小姨她 就有通灵的能力 所以痘痘才会被遗传到这种体质 对 而且我根本就怀疑 我小姨曾经是个灵魂师 小凡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玄机她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妈妈和你家里的人 还有你小姨村里的人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妈妈和小姨 虽然是亲姐妹 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妈妈 从小就到外面读书去了 再加上后来 她就一直生活在城市里 所以对小姨的生活并不了解 那村里那些人呢 他们都不知道 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吗 村里那个女人说过 我小姨不希望别人知道 痘痘有通灵的体质 也就是说 她同样不希望别人知道 她有这种本事 想想看 如果她只进行过 为数极少的计次通灵 而且都是在隐瞒身份的情况下进行的 再加上痘痘出生之后 她不愿痘痘 沾染上这些事情 就彻底不做了 当然 就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小凡觉得自己完全听呆了 纪宁的这番分析 听起来就像是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 可她又不得不承认 这些猜想不但有一定的道理 而且极具可能性 天哪 如果一切真的是你说的那样 简直就是一部电影的剧情啊 这部电影正在上演 纪宁名神望向窗外 不过 我想我快看到她的结局了 小凡从纪宁的语气里 听出她似乎要有某种举动 不禁问道 你想干什么 纪宁 我有个计划 也许能揭开这所有的谜 纪宁说道 但显得不太肯定 不过 只是也许而已 什么样的计划 纪宁望着小凡有些局促 我现在不太想说 之后再告诉你结果吧 小凡焦躁地说 这么多你都告诉我了 为什么偏偏最后一点不说呢 你是有意 想让我睡不着觉吗 不是小凡 纪宁为难地说 我只是不确定 能不能成功 而且 也不知道结果究竟会怎么样 这些都不重要 我只要知道 你到底想怎么做 小凡凝视着她 无奈之下 纪宁只有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今天晚上 我打算跟豆豆睡在同一边 如果豆豆又接到她妈妈打来的电话 我就设法偷听她们谈话的内容 小凡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 你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我觉得 豆豆不愿意说出她们谈话的内容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形 如果我能探听到的话 也许 就能知道她们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 说不定还能得知我小姨自杀的真相 小凡显得有些着急 你为什么一定要探知 你小姨自杀的真相呢 纪宁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女佣 我当然想知道了 我们全家都想知道 不然的话 我们以后也不会安心的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小姨既然在遗书上都没有说明她自杀的原因 也许是有某种苦衷的呀 既然她不愿意让你们知道 你们就不要去探求了 纪宁望着小凡焦急的面旁 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为什么小凡此刻的态度 就好像她知道什么一样 小凡没有察觉到纪宁的心思 她拉着男友的手说 纪宁 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别去追究你小姨自杀的事了 过去的事 就让她过去吧 纪宁按耐住心中的疑惑 试探性的问道 你为什么要劝阻我做这事啊 小凡脱口而出 因为她不会希望你们知道的 说完这句话 小凡呆住了 好像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纪宁张口结舌的凝视着小凡 此刻她真是觉得诧异到了极点 本来她只是想向女友倾诉一下 压抑在心中那些古怪的事情 没想到事情竟然朝着更加古怪的方向发展了 本来跟这件事八杆子打不着的小凡 现在看起来像是知道某些内情 突然 纪宁又想起了几天前的下午 小凡问了逗逗一些问题之后 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反应 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小凡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小凡尴尬地望着纪宁 然后缓缓地埋下头无言以对 毫无疑问 我说准了 纪宁的心里暗暗吃惊 这时候 小凡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纪宁 也许我真知道一些事情 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 是有某种重要理由的 我绝不是有意要瞒你什么 真的 相信我 说完这番话 她镜子朝水坝的门口走去 头也不回 她又逃跑了 就像那天下午一样 纪宁望着小凡的背影 真是见鬼了 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好像隐藏着秘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用牙齿狠狠地咬断了吸管 离开这家水坝 纪宁发现已经是中午了 她打电话给妈妈 说不回家吃饭 然后在一家西式快餐店 随便点了一些东西吃 之后 纪宁到书店去买了两本数学习题集 作为回家后的交代 做完这些事情回到家里 已经接近两点钟了 纪宁知道爸妈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为了不吵醒他们 她用钥匙轻轻地打开门 不动声响地换上拖鞋 悄悄朝自己房间走去 纪宁一眼看见 痘痘背对着她 趴在书桌前专注地画着画 她还没有注意到表哥已经回来了 纪宁本想走过去叫她一声 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想起了镜子上画的那个红色符咒 她又想起来 那天吃饭的时候 痘痘拿了一叠画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下面背过来的几张画 她却躲躲藏藏地不拿出来 难不成 她是在练习画那个符咒 纪宁的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 她要去证实一下 捏手捏脚地走向了书桌 快要靠近痘痘了 马上就能看到那张画纸上的内容了 纪宁不自觉地伸长了脖子 就在这时候 痘痘像是突然感觉到什么一样 猛地回过头来望着彪哥 纪宁吓了一跳 而痘痘一把将桌上的画扯下来 贴在胸前问道 彪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刚回来 你是在偷看我画画吗 纪宁没想到痘痘竟然问得这么直接 愣了一下尴尬地说 没 没有啊 那你怎么悄悄地站在我背后啊 我想吓唬你 跟你闹着玩呢 纪宁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痘痘怀疑地忘了表哥几秒钟 然后低头看了一眼 盖在胸口的画 你看到我画的画了吗 表哥 没有 可是痘痘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画啊 那天我给你们看了呀 那只是一部分 后来我爸爸想看你手里的另一叠画 你就没让他看 痘痘低下头来 那些 都是画得不好的 是吗 画的是什么呀 纪宁盯着痘痘的眼睛 没什么 就是一般的画 痘痘搪塞到 抓起桌上 几张背着的画纸 把他们一起按在胸前 跑走了 纪宁真想从他手里硬抢过来 但是忍住了 他盯着桌子上的调色盘 看着里面的红色颜料 心中一阵发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十三集 晚上睡觉前 纪宁开始实施自己想好的计划 豆豆 你想不想听故事 好啊 豆豆兴奋地说 什么故事啊 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冒险类的 你会讲吗 表哥 豆豆期待地问 纪宁假装想了想 冒险类的故事 我想不起来 但是我会讲很有趣的童话故事 因为这一类故事 会让你睡得快一些 好吧 只要有趣就行了 豆豆挪着枕头 睡到里面去 给表哥 腾了个位子 出来 这正是我想要的 纪宁很自然地躺到 豆豆的身边 开始讲 故事的名字 叫做老鼠与公主 从前有一个国王 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很多王公大臣 向他求婚 但是国王 就是不肯把女儿 嫁出去 纪宁故意把语速 拖得很慢 再配合着平淡的语调 和低沉的声音 豆豆一开始 听得还很有兴趣 但是渐渐地 他的眼皮 开始撑不住了 纪宁看着 豆豆的眼睛 渐渐闭拢 直到听到 他发出轻微的憨声 才停止讲述故事 纪宁吐了口气 同时在自己手臂上 捏了两把 这故事几乎让他自己 都要睡着了 他看了一眼 桌子上的电子钟 现在是11点25分 半小时后 豆豆的电话 又会响起吗 纪宁的心情 忽然变得矛盾起来 这种既害怕 又期待的心情 让他浑身发产 纪宁的计划是这样的 如果一会儿 电话响了起来 他就假装睡着 同时竖起耳朵 偷听他们的谈话 他估算过 在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无法完全听清 手机里在说些什么 但起码能听出来 那是谁的声音 躺在床上紧张地 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 纪宁觉得时间 过得格外的漫长 他既要跟疲倦抗衡 又要和恐惧作战 真是比预想的辛苦得多 短短的十多分钟 对他而言 仿佛已经过了 好几个小时 十一点五十五 纪宁又看了一眼电子钟 快了 突然 他想到一件事 该死 他在心中骂道 我为什么之前没想到呢 逗逗已经睡着了 我为什么不找到他的手机 看看前面几晚上的来电号码 也许会有什么发现呢 纪宁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四处寻找着 心中砰砰直跳 还有五分钟 来得及吗 没有 周围都没看到 逗逗的手机 他甚至翻看了逗逗的裤兜 仍然没找到 纪宁焦急地想着 也许是太黑了 放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 但是他又不敢把灯打开 怕惊醒了逗逗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眼看就要到十二点钟了 他的额头上浸出了汗来 等等 冷静下来 别慌 逗逗知道他妈妈会打电话来 所以不会把手机 放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 应该就在他身边才对 纪宁慢慢地把身子 探到逗逗的枕边 用手摸索着 希望能够有所发现 但换来的还是失望 只有无可奈何地躺了下来 怪了 逗逗难道没把手机放在身边吗 不可能啊 纪宁疑惑地想到 这个手机被逗逗视为珍宝 平时一刻不离地揣在身上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会把它放在哪呢 就在这时 逗逗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 那首童谣又从某个地方钻了出来 声音有些小 像是被什么东西阻隔了一般 几秒钟之后 纪宁忽然明白了 他缓缓地把身体 偏向逗逗那个方向 然后闭上眼睛假装睡着 童谣唱了两段之后 逗逗醒了过来 他把手伸到枕头下 拿出了手机 喂 妈妈 纪宁脸声屏息 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了耳朵那里 逗逗 纪宁全身的毛孔一下子收紧了 听到手机里传出的这声细细的呼喊 他身体像是被瞬间冻僵了一般 天哪 真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而且就是小姨的声音 纪宁的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他强迫自己将恐惧压下 却发现这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他现在才意识到 有些事情只有到真正面对的那一刻 才能知道自己之前的想法 是多么的简单和不切实际 就像此刻一样 他努力地想去倾听手机里的声音 却发现自己的注意力 已经被吓得难以集中起来 再加上豆豆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 阻挡了声音的传播 结果纪宁除了那句豆豆之外 后面的内容一句没听见 但是他注意到 豆豆接电话的形式和上次是一样的 中间的几分钟 他一句话没说 完全是在倾听 电话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显得更加贵秘了 几分钟之后 豆豆终于说了一句话 纪宁表哥 他就睡在我身边呢 什么 怎么会问起了我呢 纪宁的心中一惊 豆豆回过头来望了一眼 看到表哥闭着眼睛 转过头对着电话轻声说道 嗯 他睡着了 接下来 豆豆又倾听了十几秒钟 然后说道 好的妈妈 晚安 就挂了电话 不一会儿 豆豆就又睡着了 睡在豆豆身边的纪宁 却难以入眠了 他不知道电话里的人 怎么会问起了自己 而且还关心他有没有睡着 他不认为 这是无意义的对话 但又实在是想不通 这意味着什么 脑子里混乱不堪 过了几分钟 纪宁感觉身边的豆豆从床上坐了起来 接着他看到豆豆翻过自己的身体 穿上拖鞋 朝门口走去 整个过程缓慢而机械 就像是在梦游一般 我的老天 纪宁自脚底冒起了一股寒意 他不会又要到厕所 去做那件可怕的事吧 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豆豆 你到哪儿去啊 豆豆没有理会 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阴冷的态度 让纪宁感到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 他知道豆豆要去干什么 纪宁的心脏砰砰狂跳着 我该怎么办 去阻止他吗 可是他又害怕 又发生那种恐怖的事情 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几分钟之后 纪宁鼓起勇气翻身下床 朝卫生间走去 这次他打开饭厅和走廊的灯 为自己装胆 正要走向卫生间 他却看到旁边书房的门虚掩着 从里面透出了一丝微光 豆豆在书房里 这次又在搞什么鬼 纪宁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才刚刚到书房门口 纪宁就听到里面 传出跟昨晚一样的声音 又是那种古怪的咒语 这声音是由不断重复的 一句话组成 像是有某种魔力一般 把纪宁吸了进去 书房的台灯开着 发出微弱的亮光 豆豆坐在书房正中间的地上 背对着纪宁 面前似乎摆着什么东西 纪宁慢慢地走了过去 靠近豆豆的时候 他看见了 在豆豆的面前 是一张由四张画 拼成的大纸 拼出的图案 赫然是昨晚 镜子上的那个红色符号 纪宁看到这个符号的刹那 莫名地被一股神秘力量所震撼 他原本是来阻止豆豆的 此时却呆呆地站在那里 动弹不得 他想喊 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无助和震惊之中 恐惧感在体内迅速地增长 然而最恐怖的事情 他并没有看到 在他身后的门外 此刻正站着一个黑色的人影 诡异莫名的氛围之中 忽然传来一个不协调的声音 书房的玻璃窗 被外面的风吹得哗啦作响 起风了 一阵凉风吹到纪宁的脸上 让他感觉清醒了许多 这股风从两扇窗户中间的空隙 窜进屋里 恰好把地上那四张纸 拼成的图案吹散了 仿佛也把一些 原本不应该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吹走了 豆豆这时候 停止念那古怪的咒语 身体晃了两下 倒在了地上 既您知道 表弟此时已经摆脱了控制 他把地上那四张 组成红色符号的纸捡起来 迅速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 然后抱起豆豆 朝卧室走去 又是一次这样的世界 纪宁疲惫地想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的惊悚时刻 结束了 他这样想着 精神渐渐松弛了下来 可是 他错了 他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了 这就是一个错误 把豆豆抱回房间 纪宁刚把豆豆放在床上 正准备把他朝里边挪一点 突然 在黑暗里看到 原先豆豆睡着的位置 此时横卧了一个人在上 准确地说 是一个黑色的人影 那人影的脸 面朝纪宁这边 纪宁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头发连根竖起 整个世界在他眼前摇晃打转 他跌跌撞撞地后退到墙边 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 同时按开了电灯的开关 啪的一声 顶灯亮了 床上的黑影瞬间消失 就像是个幻觉 但纪宁心中清楚 这不是幻觉那么简单 豆豆在刺眼的亮光 和表哥的惊叫声里 醒了过来 他揉着轻松的眼睛 看着惊恐万壮的表哥 站在墙边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表哥 你怎么了 纪宁咽了口唾沫 深吸了几口气 没什么 我做了个噩梦 可是你怎么站在墙边 别说了 豆豆 你得让我缓口气 纪宁想到 他走过去帮表弟 把梁被盖好 睡吧 豆豆不再说话 侧向另一边睡了 十几分钟后 纪宁抱着梁被 从房间里面出来 这个晚上 他只有在客厅的 沙发上过夜了 卧室那张床 他恐怕是再也不敢 睡上去了 今天是小姨死后的 第六天 第七天的时候 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呢 我快撑不住了 纪宁虚弱的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十四集 早晨 妈妈从楼上下来 看到儿子 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 纪宁醒了 从沙发上坐起来 妈妈从厨房 走过来问道 纪宁 你怎么睡到客厅来了 纪宁不想让妈妈 知道那些可怕的事 豆豆睡觉有点爱动 老是踢到我 我就到客厅来睡了 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 委屈你了儿子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总不能让你和豆豆 一直挤着睡 但是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去买一张新床的话 就暗示着豆豆将长期住在这里 你外婆一定会生疑的 所以 我知道妈妈 没关系 我就暂时睡沙发吧 其实挺舒服的 妈妈往豆豆睡的房间 看了一眼 压低了声音 这两天晚上 豆豆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纪宁的心里咯噔一下 为了不让母亲生疑 她假装平淡地说 没什么 豆豆晚上 还会接到她妈妈 打来的电话吗 这个纪宁没办法说谎 因为豆豆会说出来的 嗯 是的 她不情愿地说 妈妈露出惶恐的神色 天哪 这种怪事 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纪宁的心脏仿佛被 重重击打了一下 是啊 我究竟还要度过多少个 这种恐怖的夜晚 再这么下去 我会疯掉的 妈妈看到儿子神思恍惚 担心地问道 纪宁 你没事吧 嗯 没事 纪宁嫩嫩地说 嘴里不由自主地 冒出了一句话 明天就会结束了 什么 妈妈诧异地问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纪宁惊愕地说 她真的不知道 这句话就像是 从她的潜意识里冒出来的 我只是 有这种感觉 妈妈忘了纪宁好一会儿 希望如此吧 就又回到厨房去了 纪宁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试图理解刚才那一瞬间 自己为什么会说出 这样一句话来 真的是来源于 潜意识的想法吗 还是一种 难以言喻的预感 似乎从昨天晚上开始 她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第七帖 也就是明帖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是很不好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 对于每晚都饱受 恐惧折磨的她来说 任何有关结束现状的 微妙暗示 都会给她带来一丝 希望之光 今天早上 外婆坐着轮椅 和大家一起吃早饭 豆豆仍然是那么的 正常 仅仅是对于白天而言 她对于自己每天晚上 都会被短暂附身这事 显然是一无所知 表哥 你为什么要到客厅里去睡啊 豆豆拨着主鸡蛋壳 外婆和爸爸都望向纪宁 纪宁假装轻松的 用手指在豆豆的额头上 轻轻点了一下 还不是因为你啊 我怎么了 豆豆纳闷的问 你的小脚丫子 都蹬到我脸上来了 我只有躲开了 豆豆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的脚 没有蹬到你的脸上 是吗 你都睡着了 怎么会知道啊 本来 纪宁只是想逗逗她而已 没想到 豆豆竟然停下了拨鸡蛋 很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说 我好像知道我睡着之后的事 纪宁的心 一下子悬了起来 外婆笑着说道 豆豆 睡着之后 能做什么事啊 你说的是做梦吧 嗯 我记不清了 好像 我真的做了什么事 是有人教我这么做的 豆豆费力地思索着 然后挠了挠头 唉 想不起来了 那就别想了 只是一个梦 纪宁对她说道 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 豆豆 我给你的那个PSP游戏机 好玩吗 豆豆立刻兴奋地谈论起 关于掌上游戏机的话题 纪宁知道 真的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一点 她确信无疑 随着时间向明天逐渐过渡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事实上 整整一天 她都在焦躁不安和心神不宁中度过 几乎没办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 这种状况持续到晚上的时候 更加的明显 纪宁的眼睛盯着电视机 却没看进去任何内容 她像是患上了强迫症一样 不断地猜测着今天晚上 或者说明天凌晨的时候 究竟会出什么事 特别是 当她想到今天晚上 她不会和豆豆睡在一起 无法得知豆豆会做些什么 就更加觉得 这种想法不是毫无来由 可是 纪宁实在是没有勇气 再去面对那些恐怖的事情了 她已经脆弱的神经 无法再一次经受摧残 只有选择逃避 豆豆在房间里玩游戏机 外婆在厨房里清洗着她的假牙 纪宁又几乎一言不发 客厅里除了电视剧人物的 无聊对白之外 没有别的声音 妈妈像是忍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 刻意要找些事情来做 她从冰箱里取出半个西瓜 用榨汁机 榨西瓜汁 几分钟之后 妈妈在厨房喊道 豆豆 纪宁 来端西瓜汁喝 纪宁应了一声 并没有马上站起来 她现在没有心情喝东西 豆豆倒是飞快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她最喜欢喝冰镇果汁 过了一会儿 豆豆把自己那杯喝完了 端了一杯西瓜汁过来 递给纪宁 表哥 姨妈才榨的果汁 可好喝了 纪宁勉强笑了一下 接过果汁 谢谢 喝完了这杯冰镇果汁 纪宁觉得心情稍微放松了些 她到卫生间去洗了个澡 回到客厅的时候 电视已经关了 家人也都各自回了房间 大概是考虑到 纪宁要在沙发上睡的缘故 一天的紧张心情 令纪宁感到十分的疲倦 她裹上凉被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不管是不是真的要发生什么 今天晚上 她不想管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夜深人静的时候 啪的一声 客厅里的灯被关了 一个人影站在墙边 注视着熟睡的纪宁 迷迷灯灯 飘飘乎乎之间 纪宁置身一座黑暗森林 一切都显得虚幻缥缥 行走没有声音 触碰没有实感 这是哪儿啊 纪宁环顾着四周 黑压压的树林 好熟悉的感觉 她分明感觉到 这是她所经历过的 某个场景 哦 对了 这是安葬小姨的那片山林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真奇怪 她一点都不害怕 这时候 纪宁看到了 隐隐绰绰的树林中 一个人 正缓慢地朝自己走过来 越走越近 她渐渐看到她的脸了 诶 这不是小姨吗 她应该睡在这片土地里 怎么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呢 纪宁想走过去问问小姨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觉得这真是太荒诞了 我居然看到了一个死人 还想和她说话 几乎是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 她明白过来了 找到了解释这种荒诞场面的理由 这是一个梦 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小姨离她越来越近了 她看到了她的脸 苍白 无神 腮帮上有一块腐肉 在慢慢地往下掉 纪宁的呼吸紧促了 这不好玩 这不是那种带有幻想或浪漫色彩的美梦 而是一个噩梦 我得赶紧醒过来 在她完全靠过来之前 事实上 在她这么想的时候 小姨或者说那句腐尸 已经快到眼前了 而这时候 纪宁才想到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让自己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呢 她使劲地睁眼睛 但似乎只能控制梦中的自己 她想大声地呐喊 却发现尖叫被憋在了喉咙里 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她还能想到的 就是拼命地往后跑 但是双脚就像是被灌了牵一样 根本无法挪动 纪宁开始慌了 她惊恐地发现 在这个噩梦里 她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她无法控制 和摆脱这个恐怖的梦境 那双蜡白腐败的手 慢慢地抬起来 像藤蔓一样缠绕了过来 仿佛要把纪宁紧紧地孤住 随即 那张吊着腐肉的脸也贴了过来 纪宁吓得紧闭双眼 全身僵硬 而这时候 她的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语音 是前两天晚上听过的 豆豆所念诵的那段咒文 纪宁的心中惊骇到了极点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梦中也会听到这恐怖的声音 此种惊吓令纪宁变得清醒起来 她从来没有在梦中如此清醒过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梦 但就是没办法醒过来 她甚至能想到自己此刻的真实状况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紧闭双眼满脸痛苦 瑟瑟发抖 她唯一不明白的就是 既然都已经如此清醒了 为什么还是无法睁开眼 醒过来呢 一只像蛇一样冰凉的手 划过纪宁的脖子 她的后背产生了 被指甲所抠的痛楚 她甚至感觉到 那双手渐渐地陷入到 自己身体之中 在梦里 这具腐烂的尸体 似乎要和她融为一体 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她知道 这很不正常 这不是普通的噩梦 无论如何 我都要拼一下 她惊惧地想着 纪宁回头望了一眼 自己身后是一个万丈身崖 她很怕 即使是在梦里 她也非常害怕 坠落到这个黑暗的深渊之中 这深渊看起来 似乎仿佛直通地狱 但是 我不能就这样沉溺在 这恐怖的梦境之中 我得夺回自控力 拼了 既您咬紧牙关 向山崖下 奋力地一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十五集 东的一声 纪宁被疼痛所唤醒了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从沙发上滚落下来 但随即 他怀疑自己 是不是从一个噩梦 跌落到了另一个噩梦之中 在他的眼前 客厅的地板上 画着一个直径 足有一米的 巨大红色咒服 比他前两天晚上看到的 要大出好几倍 咒服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分别点着四根蜡烛 跳跃的烛光里 豆豆坐在正前方 闭着眼睛念诵咒语 脸上变换着的明暗色调 显得诡异莫名 巨宁很想从地上爬起来 再次阻止这一切 却发现身体绵软无力 行动困难 渐渐的 他的意识模糊起来 某些东西似乎 渐渐离他远去了 在巨宁失去意识的同时 豆豆停止了念诵 身体晃了两下 朝一边倒去 几秒钟之后 纪宁的父母 砰的推开房门 快步走了出来 刚才纪宁从沙发上摔下的声音 把他们惊醒了 当他们走到楼梯 从上面看到了 客厅里的惊人一幕 纪宁和豆豆都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地上是偌大的红色皱符 和燃烧着的蜡烛 纪宁的父母震惊的呆若目击 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惊呼一声之后 妈妈冲到儿子身边 摇晃着她的身体 大声地喊道 纪宁 纪宁 发生什么事了 剧烈的摇晃之中 纪宁苏醒过来 她微微地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的人 嘴唇颤动了几下 竟然冒出一句 姐 妈妈默然愣住了 纪宁 你叫我什么 姐 纪宁的语调听起来和平常不一样 像是换了一个人 姐 真的是你吗 妈妈回过头去 和同样张大嘴巴发愣的爸爸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脸上的神情 就像是生吞下了一只活老鼠 就在这时 被妈妈扶着坐起的纪宁 忽然呜咽一声 对着鞋前方凄厉地叫道 妈 你放过我吧 纪宁的父母大吃一惊 顺着儿子的眼光望过去 瞪大了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 外婆拄着拐杖 站在了楼梯上 此刻 她嘴唇掀动 身体颤抖 神情欺然地望着纪宁说道 慧宁 你就 这么不想见我吗 纪宁的妈妈望了一眼儿子 又望了一眼母亲 试图理解眼前的一切 但是她麻木的大脑 此时无法转动 只能惊骇地瞪大眼睛望着他们 外婆艰难地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走到纪宁的面前 对旁边的人视若无睹 而纪宁身埋着头 根本不敢直视面前的人 直到外婆说道 慧宁 我把你召回来 就是想让你亲口告诉我 你 为什么要自杀呀 妈 我有我的苦衷 我在留给姐的遗书上说了 我只想把这个秘密 带到坟墓中去 我只希望不要受到打扰 妈 求你不要逼问我了好吗 寄宁苦苦地哀求 你有什么苦衷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你 把我当妈了吗 外婆激动地声带发抖 慧宁 你是不是一直怪我 从小就偏袒你姐姐 我让她出去读书 然后又到城里来跟着她住 把你一个人留在农村 让你们孤儿寡母受苦 你一直都在恨我 对不对 不 不是这样的 纪宁捂着脸哭了起来 听到这里 纪宁的妈妈浑身蒙头起来 她走过去望着外婆 妈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慧琴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 慧云的亡灵 就附在纪宁的身上 妈妈恐惧地捂住了嘴 为什么 会这样 这件事 我瞒了你很多年 现在 该告诉你了 外婆凝视着她的大女儿 我是一个灵媒师 妈妈瞪着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着外婆 纪宁的爸爸也完全懵了 张着嘴 站在一旁 像石雕般 一动不动 我知道 你从小就害怕 这类灵异的事 我同意你出去读书 就是想让你离这些事 远一些 外婆缓缓地扭头望向纪宁 慧云在我身边 她是知道的 但是我让她不要告诉你 并吩咐身边的所有人 都瞒着你 所以 你一直不知道 后来 你在城里工作 定居 我就过来挨着你们住 慧云一直不理解 认为我是想到城里来过好日子 但实际上 你们两姐妹 谁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这件事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外婆的目光 一向纪宁 惧云啊 现在当着你姐姐的面 我告诉你吧 我当初选择到城里来 爱着你姐姐住的原因时 我发现 我有了一个继承 通灵体制的外孙 纪宁的妈妈惊恐的语无伦次 她剧烈地摇晃着脑袋 不 不会 你说的是 没错 就是纪宁 外婆的语调听起来 就像是某种宣判 在她几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孩子有这种能力 我知道 她是隔代遗传到了 我的通灵体制 当时那个年代 尤其是在老家那里 一个真正的灵媒师 是受到所有人尊重和敬仰的职业 我当时想 如果我能把纪宁 培养成继承人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外婆说到这里 埋下头去 神情无比的悲哀 但是后来 我发现我错了 时代在发展和进步 但也逐渐变得混乱 虚假 很多打着灵媒师幌子的骗子 玷污亵渎着这个行当 致使许多人 尤其是城市里的人 已经不再相信通灵这样的事 往日受人景仰的灵媒师 如今已沦为江湖术士 甚至江湖骗子的代名词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当然不可能让自己的孙子 再走这条路 外婆望着季宁说道 慧宇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当初并不是瞧不起你 不愿和你一起住 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季宁宁坐在地上抽叶着 擦着眼泪 妈妈凝望着眼前的人 那是她的儿子 但动作语调又像极了她那可怜的妹妹 她的头脑从没这么混乱过 觉得自己快要昏死过去了 忽然她想起了什么 妈 你是怎么知道 慧云已经死了呢 外婆发出了一声甘涩的苦笑 慧琴啊 你想瞒着我 是为我好 这我知道 但是你怎么瞒得住 我是个灵媒师啊 慧云死之前 我就感觉到了一些预兆 之后 我通过灵力感觉到 我的小女儿 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再加上后来 我略微地试探 你们的态度 把什么都暴露了 我强忍住悲伤 假装被你们蒙在鼓里 为什么你要这样 话说到一半 济宁的妈妈望着一边的豆豆 明白过来了 我跟你们想的一样 外婆的表情显得十分痛苦 我不忍心让豆豆知道 她妈妈自杀这样残酷的事 所以配合着你们 就是为了瞒住她 特别是 我那晚听到豆豆在电话里说 要她妈妈每晚都打电话给她 为了让豆豆安心 我在夜里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 假装成慧云的声音 你们不是一直都说 慧云的声音 跟我很像吗 纪宁的爸爸此刻抱着豆豆 惊恶无比 妈 那些电话 竟然是你打给豆豆的 你们给我买的手机 我一直没用 没想到在这件事上 派上了用场 我装作慧云跟豆豆打电话的时候 忽然想到 我老了 腿脚又不方便 但我也许可以在电话里催眠豆豆 借助她来向纪宁施展通灵术 我只需要在之前 做些准备就行了 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实在是想弄清楚 慧云为什么会走上绝路 说这些话的时候 外婆的呼吸逐渐困难起来 本来我不打算惊醒你们 只想利用豆豆 悄悄把纪宁引到某处 进行通灵 可惜前两次 因为一些意外因素 都失败了 今天晚上 是最后的机会 我不能再错过了 豆豆端给纪宁的那杯果汁里 我放了一颗安眠药进去 外婆说到这里 丢掉拐杖 扑到纪宁的身上 老泪纵横 慧云哪 妈把你召回来了 你还是不愿告诉我吗 也罢 我们到那个世界去 慢慢说吧 纪宁黄霍地抱着外婆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我老了 通灵这种事 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 这时 我最后一次通灵了 但是没关系 慧云 妈对不起你 只能陪你上路 来弥补你了 外婆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身体渐渐滑了下去 妈 纪宁的爸妈都跪下来 几只手一起扶住了外婆 纪宁更是哭得肝肠寸断 终于 她悲痛欲绝地说道 妈 不要 我不要你陪我 好吧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自杀 是因为得了一种可怕的病 豆豆的爸爸也是因为得了这种病 才会选择离开我们的 因为这种病是绝症 而且会传染 我不想连累豆豆 但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已经被传染上了 我甚至 无法面对豆豆 所以才会 是吗 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 外婆合上了眼睛 妖女啊 我们 一起走吧 不管怎么样 妈都陪着你 说完这句话 外婆的头彻底搭了下去 倒在纪宁的怀里 与此同时 纪宁的身体一阵抽搐 某些无形的东西 从她体内抽离出去 她抱着外婆 一起倒在了客厅的地板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十六集 整件事情 就是这样 之所以 现在记录下来 是因为直到今天 一些事情 才终于得出了结果 这件事 总算要 画上一个句号了 现在想起来 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已经意识到 不对劲了 只是当时 没有引起重视 也根本不可能想到 这小小的不对劲 竟然会是后面 那一连串 恐怖事件的开端 实际上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 自己的外婆 竟然就是 小灯口中那个 早就离开了的 最厉害的灵媒师 我也不可能想到 外婆竟然会偷偷 利用豆豆的绘画颜料 来画那些咒符 教豆豆咒语 并且用电话催眠豆豆 借她对我施法 而最令我感到意外的就是 我竟然才是那个 被遗传到了通灵体制的人 这实在是十分的讽刺 我之前怀疑豆豆有通灵体制 甚至怀疑小姨本身 但我居然没想到 跟他们有着同样血脉的我 也有这种可能 不幸的是 事实恰好如此 当然 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为什么我能在镜子 床上 或其他一些地方 看见小姨的亡灵 我只是在想 当时 我怎么就没意识到这一点呢 也许 我真是被瞎杀了 小姨自杀的原因 我感到非常悲哀 在老家那个仍然愚昧落后的小乡村里 如果有谁承认自己患上了艾滋 似乎就意味着 向所有人宣布 她是一个不检点的人 会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和鄙视 殊不知 在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中 共用注射器是很大的一类 当年 豆豆的爸爸为了贴补家用 秘密地去卖过血 她就是这样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当她意识到自己患上绝症的时候 选择的是默默离开 到某一个地方去迎接死亡 而几年之后 小姨在得知 自己也被感染上病毒之后 竟然和小姨父选择了同一条路 好像这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这些事情 我是后来从小凡那里听说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 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人或事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我早就该通过她父亲的职业 而联想到什么 小凡的父亲 是医院艾滋病专科的医生 最近生为了主任 他从医院的病例档案中 发现几年前矿石村 有一个男人被确诊患上了艾滋病 却没有进行任何治疗就走了 他由此想到 也许应该找到这男人的家人 检测一下他们是否被感染 从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 毫无疑问 那个男人就是豆豆的爸爸 而小凡的父亲到矿石村找到了小姨 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 并要求小姨去医院进行免费的检查 为了豆豆 小姨瞒着所有人 悄悄到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是悲哀而残酷的 他真的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发病的症状 小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害怕自己会把病毒 传染给朝夕相处的儿子 也害怕看到自己发病后的样子 更不知道村里的人知道这事之后 会怎么看待他 所以她要求小凡的父亲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小凡的父亲答应了他 但他没想到 几天之后 小姨就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 小凡告诉我 他爸爸在家里说起过这事 并提到矿石村这个姓徐的 悲惨家庭里 还有一个七岁大的男孩 尽管他感染的可能性较低 但也必须接受艾滋病检测 那天下午 小凡听到痘痘名字的时候 有些猜到了 回到家后 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证实 但是小凡的父亲反复叮嘱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必须尊重病人的隐私 所以直到几天前 小凡听到我在电话里说 我们已经知道小姨自杀 是因为她得了某种绝症后 她才把这一切告诉了我 因为她意识到 当她父亲来找我们 提出要痘痘接受艾滋病检测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知道的 关于痘痘 我不得不说 她比我们想象的 要坚强得多 从她得知妈妈已经去世 这个噩耗到现在 已经有20天了 痘痘现在的情绪和饮食 基本恢复了正常 只是 她现在没以前那么活泼了 变得沉默寡言 我们知道 她心中的伤痛 只能用时间和关爱 来慢慢地抚慰 外婆的坟墓 就埋在小姨的旁边 我们全家都觉得 这可能是外婆的心愿 外婆活着的时候 始终想念着老家的那片山林 现在 她可以常住在那儿了 还有她的小女儿 和她作伴 现在回过头来 想想我自己 有一件事 我有些不明白 如果我具有通灵体制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和我的家人 一直都没发觉呢 而外婆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更是一个谜了 也许 我猜想 我只能看到自己亲属的亡灵 算了 这种事情我不打算深究 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包括小凡 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 明天 我们会到外婆和小姨的坟上去 有一些消息 要告诉长眠于地下的他们 现在是晚上11点30 我得休息了 我想 这一定是我这辈子 写的最长的一篇日记 纪宁全家 连同豆豆一起 站在外婆和小姨的坟头前 白菊花和马蹄莲 分别摆在两个墓碑之上 说好了 今天谁都不许哭 纪宁和豆豆一起点头 爸爸对妈妈说 你来说吧 妈妈蹲下身去 轻声地呼唤着 妈 慧云 我们是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豆豆的最后一次检测结果出来了 她很健康 没有染上病毒 慧云 你可以安心了 我们会把豆豆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抚养长大 妈妈的声音哽咽了 哎 说好了的 爸爸在一旁提醒 妈妈缓缓站起来 捂着发红的鼻子 豆豆 给你了 爸爸拍着豆豆的肩膀 豆豆手里捧着两张画 是她之前不愿让人看到 失败多次之后 才终于成功完成的全家福 她把画 分别平铺在两座坟前 用两块石头压住 妈妈 外婆 你看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呢 你们不会孤独的 她没有哭 脸上全是泪 在山头上默默站了好久 他们沿着崎岖小路下山 走到山脚下一阵风 从后面吹过 刮到寄宁的后颈窝中 她不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 她的神情凝固了 脚步停了下来 妈妈转身问道 寄宁 怎么了 没什么 寄宁深深地凝望着那远方的山头 只是掠过脸旁的风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十七集 在莱克讲述故事的过程中 没有出现一丝的停顿或者错误 他有条不紊地将这个令人发怵的故事 娓娓道来 最后的结局也出人意料 令人回味悠长 整个过程进展得太过顺利 反倒让人怀疑起 他之前说过的话 这个叫灵媒的故事 真是你刚才即兴创作的 北斗最先发问 显然有些不大相信 我说了 不完全是即兴创作 我想好了故事的大框架 只有中间的一些具体情景 和最后的结尾是即兴创作的 即便是这样 也很了不起了 龙马说道 克里斯说的没错 你确实不是泛泛之辈 莱克皱了下眉头 他不确定龙马说的这句话 是在夸奖还是针对他 龙马看出了莱克的困扰 连忙解释说 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是真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棒 那么我们开始打分吧 一样的评分流程 最后莱克的故事得到了9.0分 成为目前最高的分数 但他并没有流露出欣喜之情 似乎只要能够在不犯规的情况下 顺利进行游戏 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南天把莱克的分数记录下来 莱克讲故事的语速相对较慢 现在已经接近11点了 暗火作为下一个讲故事的人 显得有些压力 他到柜子里拿了一些食物和水 说明天白天就不下来了 要在房间里专心准备他的故事 众人完成了今晚的工作 纷纷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这个晚上看起来 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就要这样平淡地度过了 南天躺在床上 思索着一个问题 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 莱克讲的这个故事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犯规 他既没有和以前讲的那三个故事雷同 也没有和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撞车 这样看来 莱克真的想出了一个避免犯规的方法 难道后面的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躲过一劫吗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性 主办者显然是不会令自己犯规的 这个念头刚一产生 南天又轻轻摇着头把他否决了 莱克现在是第四个讲故事的人 如果唯独他没有犯规 而其他人都犯规了的话 那未免显得太可疑了 这不符合那个狡猾主办者的风格 不过 南天又想到 现在还不能判断 后面讲故事的人是不是会犯规 也许这个游戏越进行到后面 大家就会越小心谨慎 事态的发展是无法预料的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想着想着 南天感到困倦了 他合上眼睛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所改造后的废弃监狱 显然修建在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每到夜里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虽然每个房间都比较隔音 但这种超乎寻常的安静 却仍然能把一些声音 带进他们的耳朵 南天一开始是没有听到这声音的 他睡得很熟 后来声音变大了 才把他从睡梦里拖拽出来 有人在走动 或者是跑步 南天仔细地辨别着 听出这声音来自楼下大厅 南天警觉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竖起耳朵又仔细倾听了一阵 没错 是人的脚步是十快十慢 如果这声音出现在一家健身房里 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慢跑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之下 却显得十分的诡异 一连串的问题 迅速在南天的头脑里冒了出来 是谁 谁会半夜三更到楼下去走动或者跑动 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天小心谨慎地从床上下来 慢慢地靠近屋门 他把耳朵紧贴在门上 声音愈发地清洗了 真的是有人在楼下绕着圈跑步 或者是原地跑步 南天搞不清这是什么状况 他觉得有些可笑 当前这种情形下 谁还有雅兴锻炼身体 就算是也不该深更半夜出来跑 这样一想 他觉得有些不寻常 恐惧感油然而生 南天很想立刻把门推开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他害怕这是一个陷阱 害怕自己的冒失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跑步声戛然而止 南天心中一颤 接下来的好几分钟里 他再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南天回到床上 思索着这件不寻常的事情 他心绪复杂 既为没有打开门 看个究竟而感到懊恼 又安慰自己 也许待在房间里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最后 他认为 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 毕竟这个地方还有12个人 听到这声音的 显然不会只有他一个 等到明天早上去问问大家 也许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天清晨 南天很早就起床了 想起昨晚的怪事 他睡已全无 看了眼时间 现在才七点不到 但他已经按耐不住了 把房门打开 走了出去 在二楼上 他看到楼下已经有几个人 在大厅里了 这些人起来的比他更早 这使南天立刻想到 他们早起的原因 也许正是在谈论昨晚的事情 果不其然 南天刚刚下楼 沙家就快步向他迎了过来 问道 南天 你昨晚有没有听到 那奇怪的脚步声 南天点了点头 沙家嘀呼了一声 回过头去 对其他几个人说 南天也听到了 南天走过去问道 你们都听到了 莱克最先点头 接着徐文 沙家和戈特 也纷纷表示 自己听到了夜里的脚步声 南天注意到 站在这里的 还有夏侯申和荒木舟 他们俩人没有表态 他问道 夏侯先生 荒木老师 你们听到了吗 夏侯申说 我没听到什么夜里的怪声 倒是听到他们几个人清早的议论声 所以才从楼上下来的 南天望向荒木舟 您呢 荒木老师 荒木舟眼睛望着别处 傲慢地说道 那么明显的声音 我当然是听到了 不过 我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也许只是有人夜里睡不着 出来走动而已 总之现在人还没到齐 等剩下那些人起床之后 自然就清楚了 说实话 荒木舟老师 我可不这么认为 戈特说 昨晚那个声音怪就怪在 本来是一阵十快十慢的脚步声 突然一下 就什么声音都没了 后来也没有再发出声音 假如是有人出来走动 那这个人走了一阵之后 总是应该回房间去的 怎么会突然停下来呢 我当时的感觉是 那个人 就像是一下在原地站住 就没有再动一下 实在是诡异到了极点 那有可能是错觉 或者是一种假象 年轻人 别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南天问道 你们都没有出门看看 是怎么回事吗 沙家说 我有些害怕 不敢出门来看 戈特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不管有没有听到什么声响 我都绝不可能在夜里打开房门 住在这种鬼地方 遭遇这样的诡异世界 假如还不学会自保 那就太不明智了 徐文和莱克低着头不说话 看得出来 他们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时候 从楼上又走下来一个人 克里斯 很显然 他也是听到了昨晚那脚步声的 他直接问道 你们认为 那脚步声是怎么回事 南天摊了下手 不知道 你觉得呢 克里斯望着面前的几个人 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道 我觉得 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理由的 不管昨晚是谁在下面走动 都肯定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 绝不会是 无意义的行为 也许是觉得 克里斯的看法和自己不同 荒木舟挖苦道 哼 听起来 你也不敢打开门来看 只能做些猜测而已 克里斯平静地说 我不用打开门来看 都能知道 外面肯定没人 克里斯语出惊人 几个人都瞪大眼睛望着他 南天问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外面没人的话 那我们听到的脚步声 是哪来的 克里斯淡淡笑了一下 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 弄出这个声音的人 必定是出于某种原因 而故意让我们听到的 既然如此 他当然不会轻易被我们发现 也不会承认 昨晚出来走动的人就是他 那不就等于是没有人吗 你认为 弄出这个声音的人 十有八九 就是那个主办者 克里斯笑而不答 总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荒木舟冷冷地说道 很快就能验证你说的对不对了 小天才 现在 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八个人 南天 荒木舟 夏侯申 莱克 哥特 沙迦 徐文和克里斯 除了夏侯申一人是没有听到那声音的 其他七个人都听到了 八点过后 楼上陆续下来几个人 分别是 白京 千秋和龙马 一问他们 全都表示没听到那声音 最后一个下来的是北斗 看来他的瞌睡最大 听到沙迦问他 他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 我肯定是听不到的 别说是什么脚步声 只要我睡着了 炸雷都不能把我吵醒 现在 人基本上都聚集齐了 果然如克里斯猜测的那样 没有一个人承认 昨晚出来走动过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徐文费解地说道 如果每个人都没出来走动过 那昨晚的脚步声 到底是谁发出来的 我一开始就说了 这样问是没什么意义的 就像推理小说中 大侦探问 是谁杀了公爵夫人 难道会有人举手回答 是我吗 你的意思是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在撒谎 莱克说 克里斯耸了下肩膀 表示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别忘了 还差一个人 暗火还在房间里没下来 荒木舟说道 他昨天说 要在房间里专心想故事 白天就不下来了 千秋说 别去问他了 没意义的 克里斯说道 再说了 就算是他 他也不会承认 这么一说 大家都有些沮丧 徐文惶惑地说 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大家面面相去 确实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始终让人不安 也许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克里斯低沉地说 似乎有种期待 到了晚上 众人按时急聚在大厅里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等到六点五时 暗火还没从楼上下来 白天说道 暗火是怎么回事 他有手表吗 我们要不要去叫他一声 我去 北斗刚一表态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 迟疑了 正在这个时候 夏侯申看到 暗火房间的门打开了 说道 不必了 暗火匆匆地从楼上下来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看上去有些激动 他告诉众人 一个绝妙的故事 拜这个特殊环境所赐 我用今天一天的时间 想出了一个迄今为止 我自己最满意的故事 那真是太好了 千秋充满期待地望着暗火 显得很有兴趣 暗火不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故事的名字叫做 新房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十八集 第五天晚上的故事 新房客 清晨六点就接到下属 打来的电话 霍文知道 准没好事 出什么事了 他用头和肩膀 夹着手机 已经在穿裤子了 头儿 又有新的受害上了 你还是直接到现场来看吧 地址是 风树大道五十三号 提醒一句啊 最好别吃早饭 霍文心中一沉 知道是什么案件了 他暗骂了一声该死 挂了电话 迅速往身上套着上衣 睡在床上的妻子翻过身来 轻声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霍文不希望妻子 知道这些令人发指的案件 他穿好衣服 俯下身在妻子的额头上 亲吻一下 你睡吧 作为刑侦队长的妻子 他了解丈夫的工作 并不多问 半小时后 霍文驾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现在还是清晨 天蒙蒙亮 空气中笼罩着浓重的雾气 街道上没什么人 一辆警车停在街边 里面一个身着便服的年轻警察 看到霍文的车开过来之后 立刻从警车上下来 迎了过去 桃儿 你终于来了 年轻警察趴在霍文的车窗上 现场我们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分钟 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好奇 还好现在街上人不多呢 把无关的人全都疏散开 霍文从车里钻出来 重重地关上车门 别让周围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已经这么做了 年轻警察领着霍文朝前方走去 这回发现的是哪一部分 霍文急步行走 面色阴沉 小腿和一部分内脏 年轻警察做出一个 极不舒服的表情 真是太恶心了 两个人绕过停靠在路边的警车 从丰树大道拐进一条小街 前面十米远的地方 三个便服警察 围守在一个长方形垃圾箱旁边 看到霍文来了 一起叫道 队长 霍文点了下头 被肢解的尸体在哪 一个警察指了一下 垃圾箱旁边的黑色塑料袋 这里面 霍文正要用手撩开塑料袋 年轻警察快步上前 桃儿 你还是别用手碰的好 他递给队长一根塑料小棍 霍文接过来 用小棍挑开黑色垃圾袋 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那模糊的血肉令人作呕 他用小棍拨动着被砍成数节的残肢 没错 是人的小腿部分 从脚来看 极有可能又是个女人 两节小腿被分别砍成了四段 还有肝脏和一节小肠 霍文的眉头拧成了一股麻绳 他直起身子 把塑料小棍丢进垃圾箱里 谁最先发现的 负责清理垃圾的环卫工人 他在把垃圾装上垃圾车的时候 这包东西散开了 不用说 他吓得魂都飞了 那个环卫工人呢 已经送到局里去路口供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年轻警察耸了耸肩膀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霍文吐了口气 指着地上那包残肢 对一名警察说道 把这些带回局里 交给检验科 戴着手套的警察 把黑色垃圾袋拴紧 提起来 霍队 还有什么要办的 霍文对那三名警察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我和叶磊谈谈 是 三名警察带着黑色垃圾袋 朝警车走去 霍文对那个叫叶磊的 年轻警察说 你上我的车 坐在队长的车里 叶磊掏出一包烟来 递给霍文 霍文忘了他一眼 心领神会的结果一致 叶磊用火机 帮队长把烟点着 自己却不愁 这包烟 他是专门为队长准备的 他知道队长的妻子 在让他戒烟 但是他也知道 队长遇到头痛的重大案件时 是离不开那口烟的 霍文深深地吸了一口 吐出青色的烟雾 那个环卫工人 录完口供之后 你记得叮嘱他 这件事情 不要说出去 你就说 这关乎到他的安全问题 会不会吓到他 要的就是吓到他 不然的话 这些人不会引起重视 还是会把消息传播出去 你害怕 像上次发现被肢解的上神 那个沉练的老头一样 招来媒体关注 叶磊望着队长 霍文宁望着车窗外的马路 行人逐渐增多了 这件事情 不能再扩大了 尤其是 那些接触过此事 和看过报纸的人 如果知道这起案件 一直没结束的话 会引起极大的恐慌 是啊 连续三个月了 被肢解的尸体 陆续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 还好每次我们的动作都很快 及时赶到处理了 否则造成的恶劣影响 简直不堪设想 目前是第几次 叶磊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笔记本 翻开查看 第六次 我这账本记得很详细 头儿 你看看吧 货文接过这个小本子 看到上面记载的六次抛尸记录 心中阵阵发紧 三月二日 铜湾路垃圾箱 两只手臂及部分内脏 三月十六日 竹竿巷垃圾房 大腿部分 三月二十八日 和平桥洞下 小腿及部分内脏 四月九日 滨江路垃圾箱 胸腹部 四月二十五日 巨箱饭店后门 垃圾堆放地 肩颈部及被硫酸腐蚀的头部 今天 五月二十九日 蜂树大道侧面 水牛街垃圾箱 小腿及部分内脏 叶磊跟着队长一起 看着这一连串的抛尸记录 不由得火从心起 这个该千刀万剐的疯子 像玩游戏一样 把尸体切割成若干部分 再分批丢棋 分明是在戏弄我们警察 霍文望着年轻气盛的叶磊 你觉得他是个疯子 是在戏弄我们 不 我可不这么认为 依我看 这个凶手恐怕是我从今二十年以来 碰到的最狡猾和危险的惯犯 他用手指敲打着叶磊的小笔记本 从你记录的这六次抛尸过程来看 我们起码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叶磊冷静下来 细听队长的分析 第一 凶手杀人之后 抛完一具尸体的过程 长达近两个月 而且尸体并未腐烂 可见 他把尸体做了冷冻处理 再分批处理 第二 他把尸体肢解后 分五次 丢弃在不同的地方 每次只需要一个垃圾袋 就能装完 这正是其狡猾的地方 因为这样目标不大 可以掩人耳目 甚至令我们警察无从方法 我们总不可能监视 全是每一个丢垃圾的人 第三 前面五次的残肢组合起来 刚好合成一个人 一个女人的尸体 这一点 检验科已经鉴定过了 而今天这起事件 意味着又有一个人被杀死 而且是这具尸体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说 后面至少还有四次抛尸事件 霍文眉头紧簇 微微汗手 听我说完 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具尸体的第一部分出现 是三月二日 而最后一部分出现 是四月二十五日 近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五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晶贴 第二具尸体才出现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叶雷转动着眼珠 第一具尸体抛完到晶贴 中间隔了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 在这期间 凶手可能正在和第二个被害者接触 对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如果这个凶手 是个无目的杀人的单纯变态杀手 那么他的对象 就应该是随机的 而且这种类型的凶手 犯案往往具有连续性 这样的话 第一个受害者和第二个受害者之间 不应该隔这么长的时间 而现在的情况表明 两名受害人遇害的间隔时间 起码有三个月 这说明 在这三个月里 凶手可能和第二个被害者之间 处于经常接触的状态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 才杀了他 对 一些凶手 有预谋的和被害人接触 达到某种目的之后 再将其杀害 也许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来框定一些嫌疑对象 嗯 不过别忘了 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只是这种可能性 为我们破案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桃儿 具体你是怎么想的呀 霍文竖起了一根指头 我们这样来想 现在凶手已经杀了第二个人 接下来只是分批抛尸而已 而现在 恐怕他又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我们要在他再次下手之前 把他给揪出来 叶磊皱起了眉毛 可是 尸体的脸部被毁容了 我们又没有接到相应的报案 连受害者身份都无法确定 破案的切入点 在什么地方呢 霍文老道的一笑 哼 你说的这番话 恰好就说出了破案的切入点 叶磊一愣 想想看 为什么有人被杀 我们却没接到有人失踪的报案 这说明了什么 啊 被害者可能是外地人或流动人口 没错 凶手多半是了解被害者的情况 知道 就算这个人消失 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才会选择对其下手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这个凶手 的确是一个非常狡猾 和有预谋的危险角色 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莽夫 如果我们不及时阻止的话 惨案 也许会一直发生下去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注意力重点 放在外来人口上面 叶磊攥紧了拳头 具体方案 回局里再定吧 霍文发动汽车 缓缓地开出了丰树街 街对面的一家早餐店 一个坐在窗边的人 冷冷地看着警察的车 远离自己的视线 这个人浑身像触电一般 颤抖了一下 真爽 离得这么近 欣赏我导演的戏 由警察来演出 真是一种享受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我就在他们身边 想到这里 那苏麻的快感 又变及了全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十九集 于凯琳打开电脑 发现自己在网上 发布的求租房信息 有人回复了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地址 太好了 他一分钟都不想再等 立即拨通了那电话号码 房东是个女人 于凯琳和他简短说了几句 女房东不愿在电话里多说 表示具体情况 可以见面之后细谈 这也正是于凯琳希望的 他迫切地想要看房子 挂了电话之后 于凯琳把房东的电话和地址 抄在一张纸条上 然后关掉笔记本电脑 把它塞到装满衣物的皮箱里 出门之前 于凯琳回头望了一眼 这个曾经带给他温情 现在却只剩心伤的单身公寓 再见了 李欣 你没我了 出租车在市区一条 不太热闹的街道上 停了下来 于凯琳看了一眼 纸条上的地址 没错 就是这儿 他从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取出皮箱 把箱子的轮子放下来 拖着他朝纸条上所写的巷子走去 四跳向十一号 一栋二单元 二楼 于凯琳对照地址 他现在已经站在楼下了 还好 皮箱里多数是一些衣物 不算太沉 他两只手一起拎着箱子上楼 拐过楼梯口 快到二楼走廊的时候 于凯琳听到走廊上 有人在大声说话 他探头朝斜前方望去 看到走廊上一对男女 站在一间房屋的门口 正和屋里的女主人在争执什么 怎么可能这么贵啊 打扮入室的年轻女人尖声说道 现在租房的行情 我们都了解 就是市中心最好地段的房子 也不可能租这个家呀 一个冷漠的声音 我的房子 要租多少钱由我定 你们要是嫌贵的话 就请便吧 于凯琳看不到这个说话的女人 她站在房间内 但是于凯琳从声音听出来 这好像就是之前跟自己通过电话的人 难道在我之前 还有人约了来看房子 于凯琳心中暗存 他们嫌贵 到底要多少钱一个月 站在门口的高个子男人犹豫着 少五百元吧 我们最多接受这个价 四千块钱一个月 实在是太贵了 什么 四千块一个月 一个一居室的担家啊 于凯琳大吃一惊 这个房东是不是疯了 他以为这是哪啊 西湖边啊 还是海景公寓啊 或者他把房子装修成了总统套房 不讲价 那冰冷的声音说 要不你们去问问别的出租房吧 他好像想要关门了 我们走吧 年轻女人觉得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这附近没有房源了 房子都租完了 于凯琳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而此刻 那男人似乎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他站在门口沉思着 然后咬了咬牙 好吧 我们先租一个月 女房东好几秒没有说话 似乎他也没想到 这男人居然会答应下来 片刻之后 他说道 好吧 先预交半年的房租 什么 半年 高个子男人惊讶地叫嚷 这么高的租金 你要我们一次性付给你两万四 就是这样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说过 是按季度来交房租的 年轻女人怒斥道 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沉寂了一刻 于凯琳听到女房东说 好了 我不想再说了 这房子我不租了 我也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想租给我们 年轻女人尖酸地说 你就等着那个傻瓜 来租你这套破房子吧 说着 他拉起男友的手 怒气冲冲地 朝楼梯走过来 经过于凯琳身边的时候 他们和他对视了一夜 于凯琳望着这对气急败坏的男女 在心里说道 没必要去碰病 趁早走吧 他正要拎着皮箱 转身下楼 女房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看到于凯琳问了一声 你是来租房子的吗 于凯琳回过头来 看到了刚才指纹其声的女房东 四十岁左右 小眼睛塌鼻梁 脸颊上遍布雀斑 发型老气的像八十年代老电影里的人物 此刻 他穿着一身松垮肥大的身侧套裙 搭拉着脸 以一种审视的目光盯着自己 于凯琳看到这个女房东 心里多少有些明白 刚才那对男女为何会有此遭遇 这种古板女人 一看就知道 是那种不好打交道的人 呃 我不租了 你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女房东听出了于凯琳的声音 呃 对 于凯琳有些尴尬 但是 我付不起这房租啊 女房东没有理会于凯琳说的话 她走近过来 凝视着于凯琳 你不是本地人 对吗 于凯琳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是的 你养宠物吗 会很吵的那种 她分明指的就是狗 却不明说出来 不 我从不养任何宠物 我养我自己都有困难 你喜欢邀约人聚会吗 不 我是外地人 没几个朋友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习惯 于凯琳一愣 你指什么 比如说 晚上熬夜上网 白天睡觉什么的 于凯琳摇了摇头 我是那种典型的上班族 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 不属于我 女房东微微点头 像是对于凯琳的回答很满意 最后问道 你有男朋友吗 于凯琳张着嘴 难以置信的轻声一笑 对不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或者说 这跟我租个房子有关系吗 这话他刚才就想说了 他只是租个房子而已 不想接受向警察查案般的审问 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 像你这样的美人 身边肯定不乏追求者 随便问问而已 于凯琳发现 他还凝视着自己 显然还没有放弃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没有男朋友 他有些不痛快的回答 事实上 我刚和男朋友分手 这句话 没有说出来 女房东听到这回答 不知出于何种心态 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 房子我租给你了 真感谢你啊 可是我刚才说了 我付不起这么贵的房租 一千五一个月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于凯琳怀疑自己的耳朵 多少钱 我说 一千五百元一个月 把房子租给你 女房东放慢语速 又说了一遍 于凯琳惊讶地张大了嘴 可是 刚才那两个人四千元一个月 你都没租给他们 女房东摆了下手 别提那两个人了 老实说吧 我不喜欢他们 所以故意抬高价格 刁难他们 他顿了一下 我觉得 租房子这种事情 也是要随缘的 如果租给了不投机的人 以后相处起来 一定会不愉快 还不如不租呢 相处起来 于凯琳没懂 我们会住在一起吗 女房东指着身后两间房子 这一层的两套单间房 都是我的 我自己住左边那间 右边那间就用于出租 所以说 房子租出去后 我们就等于成了邻居 见面和接触的时间 会很多的 啊 是这样 于凯琳点头表示明白了 那么 你要租吗 呃 当然 可是 我没有办法一次性付半年的房租 没关系 按季度来就行了 再加一千元的保证金 怎么样 于凯琳在心中迅速地计算了一下 五千五百元 现在自己一共只有六千多元 不过还有半个月 就要发工资了 好 我租了 女房东展露出和蔼的笑容 和起初对待那对男女时 判若两人 你都不看看房子吗 于凯琳这才想起最重要的事 她刚才只顾着关心房租了 哦 是啊 我连这个都忘了 来吧 我想你不会失望的 女房东微笑着 帮她提起了皮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集 这套一居室的房子 大概三十多平米 是那种典型的出租屋样式 不分客厅和卧室 就一间整屋 加上卫生间厨房 屋内合理地摆放着床 书桌 衣柜 沙发和茶几 还有电视机 壁挂空调和冰箱 整体感觉就像是一间宾馆里的套房 装修和家具虽不算华美 却显得实用大方 屋子收拾得干净清爽 显示女房东是一个爱整洁的人 能在接近市区中心 特别是离上班地点很近的位置 租到这样一间房子 于凯琳觉得很满意 怎么样 可以吗 女房东问道 嗯 不错 于凯琳一边点着头 一边到卫生间去看了一眼 瓷砖和卫浴设备 都擦得亮增增的 很多地方就像新的一样 每次租房的人走后 我都会彻底打扫一遍 尤其是床上用品 全都洗过并消毒 你可以放心 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 你只要带衣服过来就能住了 真是太好了 于凯琳满意地望着女房东 正如你说的那样 我就是要找这种 只带衣服就能住的房子 她拍了拍自己的皮箱 你瞧 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这么说 你今天就要住进来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欢迎你成为这里的新房客 那么 我现在就付租金吧 哦 对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伟隽 你就叫我隽姐吧 你呢 于凯琳 他伸出手续 和女房东礼貌地握了一下 倩姐 以后要请你多照顾了 嗯 好的 没问题 伟隽 流露出一种 异乎寻常的兴奋和喜悦 她甚至仗红了脸 于凯琳仿佛从她的眼中看到了某种期待 她心中隐隐生奇 不知道这种期待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 于凯琳付了五千五百元钱 和女房东签好了租房合同 办妥租房手续 伟隽 向于凯琳简单说明了一下 热水器和燃气灶的使用方法 以及屋内电器的一些注意事项 把房间钥匙交给于凯琳之后 她就到隔壁去了 伟隽走了之后 于凯琳长长的吐了口气 仰面躺到床上 刚洗过的床单摸起来干爽舒服 还有一股洗涤过的清香 床垫也柔软舒适 尽管如此 于凯琳却无法轻松 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住过 之所以这样是逼不得已的 于凯琳在心中想 等离心回到公寓 发现自己不辞而别 她会怎么样呢 对了 她肯定会给自己打电话 想到这里 她把手机摸出来 关机 今晚 她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特别是离心 躺在床上小气了半个多小时 于凯琳坐起来 她打开皮箱 把衣服拿出来 一件一件地挂在衣柜里 然后把笔记本电脑 和一些随身用品 摆放到相应的地方 做完这些事情 于凯琳看了下手表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她考虑着 是否应该出去吃晚饭 眼光却落在桌上的一盒 方便面上 那是她几天前 在超市买的 算了 今天身心俱疲 实在是不想出门 晚饭就将就着吃它吧 于凯琳到厨房去 用水壶烧了半壶水 刚要揭开方便面的纸盖 外面传来敲门声 她走到门口 把门打开 看到尾眷端着一盘香喷喷 热腾腾的 肥肠土豆盖浇饭 站在门口 还没有吃饭吧 女房东问道 嗯 今天有点累 我懒得出去吃 正要泡方便面呢 尾眷摇着头说 这可不行 方便面那种东西 怎么能当晚饭呢 既没营养 又不管饱 她把肥肠土豆盖浇饭 递到于凯琳的面前 尝尝我的手艺吧 不管怎么说 应该比方便面强 于凯琳有些惊讶地问道 这个 是给我的 是啊 要不我端过来干什么呀 可是 这怎么好意思呢 于凯琳不适应 刚一住进来 就接受人家的食物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反正我一个人 还不是要做来吃吗 多做一份 只是顺便嘛 维眷亲切地说 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 别客气 那就谢谢了 眷姐 于凯琳感激地 接过盖交饭 顺便说道 进来坐会儿吧 维眷很高兴地说 好啊 于凯琳把盖交饭端到茶几上 维眷很期待地望着她 尝一口 看看味道如何 肯定很好吃 光是看着都让我有食欲 说着 于凯琳拿起盘子上的不锈钢小勺 舀了一勺送进嘴里 她咀嚼着 希望按照预期那样 做出很好吃的样子 却发现很难做到 这盖交饭外表好看 闻着也香 但是一吃到嘴里 才发现有股说不出的怪味 酱汁甜味过重 和肥肠一点都不搭 米饭有些加生 咬起来很不舒服 最重要的是 肥肠像是洗得不怎么彻底 有股隐隐的臭味 使它有些作呕 为了不至于失礼 于凯琳竭力控制住 自己的面部表情 不露出很难吃的样子 维眷见于凯琳吃了一口之后 一言不发 问道 怎么样 好吃吗 呃 于凯琳尽了最大的努力 来做出礼节性的回应 还不错 是吗 维眷欣喜地说 这是我今天开创的新做法 在酱汁里加了蜂蜜和一点果汁 我很喜欢吃甜的 我就知道 除了我之外 还会有人喜欢这口味的 于凯琳有些想吐 天哪 她的味觉怎么会这么奇怪 而且 难道她看不出来 我是在说客套话吗 维眷确实像是 没察觉到于凯琳的心思 她催促道 快吃吧 凉了的话 就不好吃了 反正已经够不好吃了 于凯琳心里想 表面上还是咬了一块土豆 送到嘴里 还好 这土豆勉强还能吃 维眷一直盯着于凯琳吃饭 像是很享受自己的作品 被人分享 但是于凯琳实在是没法 再继续吃下去了 她借着聊天转移着维眷 对这盘饭的注意力 借姐 你刚才说 你一个人住 你的家人呢 维眷沉引了一下 我没有家人 于凯琳一愣 借姐 你没结婚 她觉得很奇怪 这个年龄的女人 按理说小孩都该读中学了 嗯 维眷的脸沉了下来 很明显不想谈这个话题 于凯琳知趣的收口了 房间里的气氛僵了一阵 维眷又转成一副笑脸 其实吧 我喜欢一个人住 也适应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身边能有个说说话 谈谈心的人 不一定非得是男人 说实话 我把这间房子租出来 除了有份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想 也许能和房客做个朋友 你知道 我没有工作 无法结识同事或更多的人 所以 这是我唯一的交朋友的途径 说到这里 维眷的脸有些红了 嗯 当然 你和我不同 你有工作 有很多和人接触的机会 身边不会缺少朋友 我的这种愿望 对你来说也许很可笑 不 于凯琳真诚地望着维眷 我完全理解 你也知道 我是外地来的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工作 时常感觉无法真正融入到本地人之中 再加上公司里的同事之间 有时为了个人利益 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很难找到一个真心朋友 我虽然每天跟很多人接触 却经常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维眷拉住于凯琳的手 你说的太对了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一份纯真的友谊 比黄金还要珍贵 如果 我是说 假如你不讨厌我这个人的话 也许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于凯琳立刻说道 卷姐 我当然愿意和你做朋友了 你租了房子给我 等于是帮了我 而且 她看了一眼那盘盖交贩 你的热情 让我感觉到 你真是一个好人 维眷显得备受感动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具备善解人意 真诚待人的好品质 于凯琳不好意思的一笑 卷姐 你过奖了 维眷似乎因为交了新朋友 而格外激动 脸都涨红了 态度更显热情 你快吃吧 如果不够的话 我那边还有 于凯琳赶紧说道 够了够了 卷姐 我吃得慢 一会儿吃完之后 我把盘子给你送过去吧 好 那我过去了 维眷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 她又回过头来 说了一句 能和你交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是 于凯琳微笑着说 维眷点了下头 离开了 于凯琳坐回沙发上 出了会儿神 然后把剩下的盖焦饭 全倒在了厕所的下水道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一集 晚上 于凯琳打开 笔记本电脑上网 QQ上面 离心的头像 急促地闪动着 代表她焦急地 想和女友去的联系 但是于凯琳根本懒得 点开来看 她能猜到 一定是一系列 道歉的话 可惜的是 这些话语 已经无法打动她了 她被伤得太深了 于凯琳狠下心来 把离心丢进了 黑名单里 手机在之前 也关机了 离心现在失去了 和她的所有联系手段 于凯琳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 暗示离心 同时也是告诉自己 她和她之间 已经彻底决裂了 QQ上的 另一个头像 闪动起来 是公司的同事 孟小雪 一个比于凯琳 还要小两岁的 湖北女孩 跟于凯琳一样 她也是外地人 由于两个人 年龄相仿 加上孟小雪 这个人没什么心机 人又很仗义 于凯琳和她关系很好 她是于凯琳 在公司里 唯一的朋友 此刻 孟小雪在线上问道 凯琳姐 今天你电话 怎么打不通啊 于凯琳回复 我搬出来住了 手机暂时关机了 跟离心吵架了 不是吵架这么简单 我和她彻底分手了 孟小雪发了一个 表示惊讶的表情 出了什么事啊 一言难尽 讲给我听听吧 小雪 我现在有些心烦 不大想说这事 以后再告诉你吧 好吧 对了 你搬到哪了 离公司很近 就在米市街的四跳巷 以后请你来玩 好啊 房子还不错吧 嗯 很好 房东是个独身女人 挺热情的 而且她觉得和我挺投缘 那就好 凯琳姐 你一个人在外面可要留意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把门窗锁好 注意安全 于凯琳身体里 躺过一阵暖流 知道了 谢谢你小雪 我今天有些累了 就先下了 明天公司见 好的凯琳姐 再见 于凯琳退出了QQ 关闭了电脑 她从书桌抽屉里 拿出一本日记簿 这是于凯琳多年的习惯 她每天都会把生活的点滴 和种种快乐悲伤 记录下来 就像跟一个 无所不谈的归中密友 倾诉中场 金铁 她记录下了租房的整个过程 油冷变热的女房东 还有她那糟糕的 肥肠土豆盖交番 写完之后 于凯琳把日记本放回抽屉 从衣柜里拿出一套内衣 走进了卫生间 于凯琳站在热气 鼓鼓翻腾的淋浴花洒下 闭着眼睛 任由那许多股细小的水柱 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真脏 她意识到 离心也许在东窗事发之前 就已经背着自己 做过那种事了 这意味着 她把她也变脏了 想到这里 于凯琳的身体 一阵抽搐 她希望清水 能把自己冲刷干净 也能把她记忆中 关于离心的那一部分 彻底清洗 该死的 我为什么还在想着她 我不是已经下决心 和她断绝了吗 就算不用努力 我也该忘掉 那个肮脏的男人 这时候 她突然听到 外面房间里 传出一个声响 好像是某种 碰撞的声音 于凯琳的心 一下子收紧了 不由自主地抱住身体 恐惧地睁大眼睛 什么声音 外面不可能有人 我锁好了门的 于凯琳关掉淋浴花洒 卫生间里 骤然安静下来 她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 却没有再听到 什么声响 是我听错了 还是错觉 于凯琳思寸着 不管怎么样 我要出去确认一下 她用一张大浴巾 裹住身体 轻手轻脚地 走出卫生间 警觉地扫视着房间里 并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 于凯琳忽然 想到一种可能性 也许这房子里 有老鼠 为了确认 她在房间的 各个角落里 寻找起来 于凯琳从小胆子 比一般的女生 稍大一些 不害怕蛇虫 鼠蚁这一类的东西 整间屋子都看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 老鼠或老鼠洞 于凯琳猜想 这鬼东西 可能躲在某个暗处了 她首先想到的是床下 于凯琳在床前跪下来 头试探着身下去查看 但床底下太黑了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她直起身子 看到旁边的桌子上 有一盏台灯 她把台灯打开 将它拿到床下照明 这一回 床底下一览无疑了 几秒钟之后 于凯琳确定老鼠 没有藏在床下 就在她准备 把台灯拿起来的时候 无意间在床脚下 发现了一个闪光的小东西 她把那东西摸出来 惊愕地发现 居然是一只钻石耳锥 于凯琳通过这耳锥 精致地做工 和镶在上面那颗 钻石的质感 和亮度判断 这是一只价值不菲的 钻石耳锥 当然 她曾经是一对 其中的一只 遗失在这床脚下了 于凯琳立刻想到 这可能是上一个 住在这儿的房客 而且显然是个女人 遗失在这里的 当然 也有可能是 女房东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 她打算找女房东问问 于凯琳穿好衣服 拿着这只钻石耳锥 来到隔壁门前敲门 几秒钟之后 维卷打开门问道 凯琳 有什么事吗 于凯琳将那 闪闪发光的小东西 放在掌心 摊开来给女房东看 卷姐 我在房间的床下 找到了一只钻石耳锥 想问问 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啊 维卷看到那钻石耳锥 脸色骤然发生了 一些微妙的变化 好像感到非常的意外 好一会儿之后 她答道 嗯 不是我的 那么 肯定是住在这儿的 上一个房客丢失的了 于凯琳说道 卷姐 她没有回来找过吗 维卷知悟着 没有 也许 她不知道自己丢了耳锥 于凯琳愣了一下 哦 卷姐 那我把她交给你吧 嗯 好 如果她回来找的话 我就交还给她 好的 那我过去了 回到房间里 于凯琳把门锁好 然后坐在床上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维卷那一瞬间 变现出的 不自然的表情 她注意到了 而且 她还发现了一些 不合逻辑的小细节 维卷说 那女房客不知道 自己丢失了耳锥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呀 因为这种贴身的东西 弄丢以后 很快就会发现 怎么会不知道呢 而且 这么昂贵的东西 怎么会有人丢失之后 竟然都不寻找 就搬走了 况且 这耳锥掉落的地方 并不是非常隐蔽 就在床脚边而已 还有一点 心思缜密的 于凯琳也发现了 维卷说 如果她回来找的话 我就交还给她 这话表面上 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仔细一想 就会觉得不对 那女房客 在这里租过房子 难道作为房东来说 会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如果维卷 想把这耳锥还给她的话 何须等女房客 想起来之后找呢 直接打电话 让她回来取 不就行了吗 于凯琳用手 拖着下巴 思索着 种种迹象表明 维卷显然在某些方面 没有说实话 她对自己有所隐瞒 但令她困惑的是 这件小事 为什么会令维卷 显得紧张不安呢 这只耳锥对她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突然 于凯琳头脑中 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难道 那女房客 是遇到了某种突发事件 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遗失这只耳锥的 而她本人 没有机会得知 这个想法 令于凯琳莫名打了个寒净 她晃了晃脑袋 想把这怪异的想法 从头脑里甩出去 她对自己说 别胡思乱想了 这不是侦探小说里 那些戏剧化的剧情 实际上 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 这个房间里曾住过一个 马达哈的女人 也许她真的没意识到 自己的耳锥掉在了床下 又或者是 她回来找过一次 但是女房东告诉她 房间已经打扫过了 没发现什么耳锥 所以当维眷看到这耳锥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才会感到非常意外 这样的话 就一切都能解释了 于凯琳看了下时间 已经十点半了 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 她不想再纠缠这事了 于是换上睡衣 上床睡觉 其实 人在遇到某些事情后的 第一直觉 往往是很准的 很多天之后 于凯琳才意识到这一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二集 星期一 于凯琳到自己所在的 室内设计公司上班 忙忙碌碌整个半天 到了中午 她叫上孟小雪一起 到外面的餐馆吃饭 刚走到公司楼下 于凯琳看到了 等候在门口的男人 她围之一愣 挽着孟小雪的胳膊 就朝反方向走 守候在门口的 黎心已经看到女友了 她快步走上前来 喊道 凯琳 于凯琳没有理她 挽着孟小雪 快步走向公司 另一个门 黎心跑到他们跟前 接住去路 带着尴尬的深情说 凯琳 我想 跟你谈一谈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凯琳冷冷地说 头扭到一边 黎心对孟小雪说道 小雪 你让我和凯琳 单独谈几分钟 好吗 孟小雪还没来得及 说话呢 于凯琳已经替她回答了 不行 我们现在要去吃饭 你让开 孟小雪被夹在中间 有些难看 她说道 凯琳姐 黎心都到这来了 你还是跟她谈谈吧 我先去吃饭了啊 说着 一个人走了 于凯琳觉得有些事情 说透也好 免得黎心一直纠缠 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你要说什么就快说吧 我没多少时间 黎心望了一眼周围 来来往往的人 从他们身边经过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凯琳 我们到一个 安静的地方去说吧 于凯琳 静自朝门口走去 黎心紧跟其后 走到公司楼下一处 相对安静的角落 于凯琳转过身来 就在这说吧 凯琳 你昨天怎么能 不辞而别呢 你知道吗 我给你打了 无数个电话 甚至满大街的找你 失去了你 我简直寝食难安 于凯琳做了一个 让她打住的手势 如果你来就是说这些的 那我没工夫听了 说着就要离开 黎心赶紧用身体挡住她 凯琳 别急着走 她咬着嘴唇 眉头紧簇 我知道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伤了你的心 你要和我分手 我无话可说 我来找你 并不是奢望你能原谅我 或者是要求你回心转意 我只是 担心你突然赌气离开 会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 听着 于凯琳正色道 第一 我不是在赌气 我不是十多岁的小姑娘 还要玩这些巴西 第二 既然你也知道 我和你分手已成定局 那就应该和我保持距离 我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是 我明白 但是我来找你 是为了提醒你一些事情 凯琳 你知道吗 我现在非常担心你的安全 于凯琳 邪逆着她 什么意思 离心面露忧色 你没有看前段时间的报纸吗 我们是最近发生了可怕的杀人碎尸案 警察在堆放垃圾的地方 发现了部分被肢解的尸体 而且报纸上猜测说 遇害的可能是个单身的外地女人 凯琳 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了吧 你现在离开我 一个人到外面去住 实在太不是时候了 于凯琳眯起眼睛望着离心 你跟我说这些 不会是让我回去 继续和你住在一起吧 离心局促地搓着手掌 凯琳 我不是为了劝你回去 才跟你说这些的 更不是故意想吓唬你 只是 现在情况特殊 我的意思是 你回来住 然后你睡床 我睡沙发 这样 起码比你一个人在外面住 要安全一些 你是说 咱们虽然分手了 但还是可以住在一起 彼此之间互不干涉 井水不犯河水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凯琳 我真的没别的想法 只是不希望你因为和我分手 而陷入 够了 离心 别说这些幼稚可笑的话了 你觉得你的提议现实吗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离心瞪大了眼睛 幼稚可笑 凯琳 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提议 但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 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吗 哼 我只是在想 报纸上每天报道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 难道我都该认为 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然了 你也知道 这种事情不是必然会发生的 可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而且你难道不觉得吗 你现在的状况 跟那个受害者几乎一样 单身 外地女人 这就值得你引起重视了 于凯琳沉默了片刻 好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注意的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这你就不用管了 于凯琳冷漠地说 总之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是小孩 我知道怎么保护我自己 离心叹了口气 好吧 希望你保重 顿了顿 他抬起头来 直视着于凯琳 凯琳 虽然这番话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但我还是想再说一遍 你是我唯一爱的女人 至于我做的那件 对不起你的事 只是一时犯糊涂而已 看见于凯琳要张口说什么 他立刻抢在他前面说道 我不是要你原谅我 只是希望你知道 虽然我们现在分手了 但我还是爱着你 而且不会放弃你的 你有拒绝我的权利 我也有再次追求你的权利 你可以说我脸皮厚 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说完这番话 他转身就走 留下于凯琳一个人 张口结舌地站在原地 下午下班之后 于凯琳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了晚饭 之后在周围的步行街 散了半个小时的步 再回到租房子的地点 刚从楼梯走上二楼 于凯琳发现 围卷守在门口 像是在等着他回来一样 而围卷看到于凯琳之后 立刻笑逐颜开 凯琳回来了 吃饭没有啊 吃了 卷姐 于凯琳微笑着回应 你也吃了吧 吃过了 围卷见于凯琳拿出钥匙 准备开门 连忙说道 到我这边来坐会儿吧 喝杯茶 啊 这 来吧 围卷拉住于凯琳的手 晚上一个人多无聊啊 过来聊会儿天吧 好吧 于凯琳只有答应 坐在碎花图案的 布衣沙发上 于凯琳环视 这个房间的布局 整体来说 跟他那边是差不多的 只有一些家具的摆放位置 略有不同 围卷端着一个茶盘 从厨房里出来 拖着的除了两杯茶之外 旁边还有两个 盖着盖子的方形瓷杯 我这里只有清茶 你喝得惯吧 围卷坐下来 端了一杯茶给于凯琳 嗯 我喜欢清茶 于凯琳看着玻璃杯中 嫩绿色的茶叶 再闻了闻 鸟鸟升起的茶香 赞叹道 好茶 不满你说 这茶确实是 名贵的好茶叶 泡出来的 不是用来招待客人 我自己还舍不得喝呢 那我可得好好品一品啊 于凯琳俯下身子 轻轻吹拂着 冒着热气的茶水 正想喝一口呢 围卷在一旁问道 你是加红糖 还是奶油啊 什么 于凯琳以为自己听错了 清茶里加糖 和奶油 是啊 没试过吧 我发明的新喝法 围卷挑了下眉毛 于凯琳怀疑地望着她 判断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围卷笑着把两个 方形慈悲的盖子揭开 于凯琳看到里面 分别装着深褐色的红糖 和乳白色的奶油 围卷拿起茶盘上的 一个金属小勺 再次问道 你加哪一个呀 呃 谢谢 两样都不加 我就这么喝吧 于凯琳摇着头说 试一下吧 我保证你会品尝到 一种奇妙的美味 恐怕我昨天就已经 领教过这种奇妙的美味了 于凯琳心中想到 这回她实在是不敢恭维了 眷姐 我真的不认为 清茶适合跟红糖奶油配在一起 清茶本来讲究的就是清新淡雅 那种微微的甘苦味才是她的特点 加了糖和奶油之后 也许会变得不伦不类啊 于凯琳只有说实话 微卷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你又没试过 怎么知道不好喝呢 我能想象得出来那个味道啊 微卷摇着头说 想象是不能代替真实感触的 你只有试了之后才能做出客观评价 想想看 咖啡里既然能加巧克力和奶油 为什么清茶就不行呢 因为清茶是很东方化的东西啊 它跟那些东西不搭调啊 于凯琳耸着肩膀 半开玩笑的说 娟姐 你不能把一杯清茶 变成摩卡咖啡啊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任何事情 都要有创新精神 否则就不会有进步了 咱们试试看吧 于凯琳忽然觉得有些烦了 只是喝杯茶而已 自己居然要费尽唇舌解释 这么大一通道理 而且自己再三表明了态度 她为什么还要这么执拗呢 想到这里 她的口气生硬起来 娟姐 我就喝纯的清茶 什么都不加 这样吧 我加红糖 你加奶油 维卷擅作主张地 用金属小勺 咬了一大块奶油 到于凯琳的茶杯里 又倒了些红糖 在自己的茶里 咱们看看 谁那杯的味道好一些 于凯琳惊讶地张大了嘴 天哪 她居然如此抢人所难 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意见 维卷喝了一口自己那杯茶 赞叹道 嗯 我就知道口感一定很好 凯琳 你也喝喝看吧 真的不错 于凯琳觉得她简直是在强迫自己 她没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 倩姐 对不起啊 我有些累 想回去了 维卷盯着被于凯琳关拢的房门 面色阴冷 于凯琳回到自己那边 把胯包往沙发上一甩 然后躺到床上 深吸口气 再缓缓地吐出来 回想着刚才的事 于凯琳忽然觉得 自己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 可是 她怎么能这么强迫别人呢 请人喝茶 还要逼迫别人 照她的意愿 去尝试那些怪异 甚至是恶心的口味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转念一想 也许维卷只是太热情过度了 生活中有一类人就是这样 他们会强行对你付出 或给予帮助 认为这是一番好意 却忽略了 尊重别人同样重要 否则就会为别人带来困扰 也许 维卷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于凯琳又想到 维卷没有工作 又没有家人的陪伴 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 她太无聊了 才会想要尝试各种古怪的口味 只为等着自己这个新朋友 下班回来之后 分享这些 她自认为的奇妙美味 可能她的期待太大了 才会如此的坚持 但是自己却完全不给面子 一口没喝就走了 实际上 那加了奶油的茶 味道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啊 想到这里 于凯琳有些后悔 她真觉得自己刚才的态度 太过失礼 甚至可能伤了维卷的心 她决定明天见到维卷的时候 要跟她好好的道个歉 于凯琳按照惯例 写了篇日记 怀着愧疚的心情 她到卫生间去洗了个澡 之后上网看了部电影 渐渐的困倦了 就关闭电脑睡觉 躺在床上 于凯琳又想起了喝茶的事 心中的内疚不安 困扰着她 令她难以入眠 静谧的黑夜里 于凯琳渐渐听到隔壁 传来一种低沉而持久的声音 听起来 就像是有人在原地慢跑 她仔细聆听 没错 是运动鞋踩踏木地板 所产生的声音 时快时慢 不太规律 表示跑步的人 在变换着跑步节奏 隔壁的声音如此的明显 显然意味着这房子的隔音效果 很不好 于凯琳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她纳闷的想 围眷怎么会这么晚在家中原地跑步呢 如果是锻炼身体的话 时间也太不恰当了吧 虽然这声音并不大 不至于构成噪声 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听来 总是让人心烦 于凯琳心中期待着 跑步声尽快结束 但她没想到的是 这声音 居然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睡觉之前跑步 于凯琳呼了口气 这房东的怪癖 真是太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三集 早上 于凯琳出门的时候 判断维眷应该起床了 她走过去 轻轻地敲了敲隔壁的房门 过了好一会儿 维眷才打开房门 看见于凯琳之后 她笑着说道 早上好啊 凯琳 早上好 倦姐 我没打扰你睡觉吧 没有 我一向都是早起的 有事吗 嗯 没什么 倦姐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于凯琳带着愧疚的表情说 什么事啊 维眷好像一点都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道歉呢 就是昨晚的事啊 我想了想 我真是太固执了 你一番好意请我喝茶 我却没有领情 维眷望着于凯琳 好像过了许久才理解她的意思 她大笑起来 原来就为这个呀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别放在心上啊 有什么呀 于凯琳也笑了起来 倦姐 你没生我的气就好 维眷称怪的轻轻打了于凯琳的肩膀一下 我哪有你想得那么小气 咱们是邻居 又是朋友 应该互相理解嘛 是 你说得太对了 那 倦姐 我上班去了 哎 好 哎对了 你吃早饭没有啊 我正在蒸包子呢 你拿两个去吃吧 不用了 倦姐 我买了面包和牛奶 刚才吃过了 于凯琳冲着维眷挥了挥手 朝楼梯走去 走了啊 拜拜 维眷也冲着于凯琳挥挥手 目送着她走下楼 然后她转身回到屋里 把门关上 她走进厨房 继续着刚才正在做的事情 用抹布把案板上剩下的血迹擦掉 接着又把菜刀上的血污冲洗干净 案板旁边的一个大碗中 装着一碗肉丁 那是包子馅剩下的材料 维眷把冒着热气的蒸锅揭开 里面有六七个大包子 她用筷子把包子夹起来 放在一个盘子里 冷却一阵之后 她用手拿起一个包子 送到嘴里咬了一口 细细品味 过了十几秒 她缓缓地摇头 把包子丢进了垃圾桶 随后 她端起灶台上那一大碗肉丁 走进卫生间里 把这些肉丁全倒在了下水道 放水冲了好几分钟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显得很失望 于凯琳来到公司 刚走到自己的工作位置 愣住了 在她办公桌上 摆放着一大束包装精美 胶艳玉滴的黄玫瑰 旁边的女同事见她来了 羡慕地说 于凯琳 你男朋友可真好啊 一大早就送花过来了 多浪漫呢 于凯琳冲她淡淡地笑了一下 然后把花拿起来 看了看挂在上面的卡片 只是轻轻一撇 就把那卡片揉成了一团 随即 这束玫瑰花 被插在了公司楼道的垃圾箱里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于凯琳害怕那烦人的家伙 又会出现在大门口 她直接拉着孟小雪 走后门的通道 坐在一家小餐馆里 于凯琳和孟小雪 点了一荤两素一汤 然后聊着天 等待上菜 真是可惜了 孟小雪摇着头 不无遗憾地说 什么可惜了 那束黄玫瑰啊 这么美的花 就被你装饰垃圾箱了 于凯琳笑着说 早知道你喜欢 就送给你带回家去了 算了吧 那等于是我接受了 离心送的花呀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于凯琳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小雪 你以后 别在我面前提离心了 孟小雪望着她 凯琳姐 你和她到底怎么了 我就问着一次 以后我都不提她了 于凯琳沉默良久 她背着我 跟别的女人 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 孟小雪气呼呼地说 男人都这个样 朝三暮四 东窗事发后 又想尽办法来弥补 以求挽回你的心 实际上 谁知道是不是虚情假意啊 于凯琳沉默不语 似乎孟小雪的话 触碰到了她心中的痛楚 心直口快的孟小雪 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赶紧话锋一转 安慰道 不过 男人嘛 总有犯糊涂的时候 如果她能知错就改 保证没有下回 原谅她一次 也是可以考虑的呀 我从离心的行动来看 她可能真的是下定决心 痛改前非了 于凯琳打断孟小雪的话 别说了 小雪 你不知道具体情况 她不是跟一般的女人来往 而是 说到这里 她无法继续下去 抬手捂住了嘴 脸上露出极度厌恶的表情 孟小雪感觉是有蹊跷 试探着问道 是什么呀 于凯琳把头扭到一边 深吸了口气 算了 我真的不想讲了 小雪 你也别再问了 语气很强硬 没有商量的余地 孟小雪虽然很想探知 但是又不好勉强 只有作罢 这时候 他们点的菜上来了 在碗里添上饭之后 两个人开始进餐 吃到一半的时候 于凯琳忽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对了 小雪 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 最近发生了杀人碎尸案呢 孟小雪差点被嘴里的那块肉给噎住 凯琳姐 你能不能别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事 对不起 本来我昨天就想问你的 结果后来给妈忘了 孟小雪放下筷子 用纸巾擦了下嘴 你是从哪知道的呀 报纸上 于凯琳摇了摇头 不 是昨天 离心告诉我的 她想以此为由 叫我回去继续跟她住在一起 但是我不怎么相信 觉得她可能是唬我的 怎么 真有这样的事啊 孟小雪 目光低垂 片刻之后 抬起头来凝视着于凯琳 凯琳姐 其实你租房子那天 我就想告诉你这事 但是我又害怕吓着你 所以就没明说 只是提醒你注意安全 你早就知道了 于凯琳诧异地问 这事我之前怎么完全没听说呀 我也是听租房子那一个朋友说的 他是在另一个朋友家的报纸上看到的 但这件事 也许是受到了政府或警方的控制 据说报道这起事件的那期报纸 在当天就被全部回收了 然后网上 与此相关的消息和帖子 也被全部删除 也许是害怕引起市民恐慌 或者是 对我们市的形象 造成不良影响 于凯琳呆滞地说 难怪我完全不知道呢 突然又急切地问道 听说被杀的是一个外地单身女人 这是真的吗 孟小雪想了想 这我倒是没有听说 不过确实有可能 于凯琳捂住嘴露出恐惧的深情 孟小雪说 凯琳姐 我听说警察现在还没能抓到凶手 而且报纸上说 这个凶手有持续作案的可能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我觉得 你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住 真是挺让人不放心的 要不 你忍一口气 听离心的 回他那去住吧 于凯琳断然摇头 那不可能 这样的话 不是郑重他下怀了吗 他告诉我这件事 就是这个目的 我才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得逞呢 孟小雪凝视着于凯琳轻轻一笑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还是爱他的 于凯琳的心 好像被真刺了一下 隐隐抽痛 但是他立刻矢口否认 别胡说 我是下定决心和他分手的 绝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人的心态 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改变的 况且有些人虽然可恶 但你真正失去了他 又会觉得 好了小雪 别说这些了 于凯琳截断话头 用手势示意孟小雪 别再说下去了 孟小雪耸了一下肩膀 转移了话题 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啊 房子还是挺好的 房租也合理 可你毕竟是一个人啊 不像我 和朋友之间彼此还能有个照应 孟小雪现在是和几个认识的朋友 一起合租的房子 相对于凯琳来说 近况要稍好一些 我有什么办法呀 于凯琳叹了口气 沉吟一下 不过 我也不能完全算是一个人 起码还有房东住在旁边当邻居 必要是也能互相照应一下吧 就是你说的那个 四十多岁还没结婚的老姑娘 孟小雪忍不住有些想笑 她这个人怎么样啊 还好吧 挺热情的 就是吃东西的口味有些古怪 而且 有些时候有点热情过度了 于凯琳把昨晚在维眷家喝茶的经过 讲给孟小雪听 啊 她也太抢人所难了吧 孟小雪皱起眉来 她怎么能逼着别人 尝试那些奇怪的口味呢 算了 后来我想了一下 她也没恶意的 她是把我当成朋友 才会这样吧 和这种人当朋友 我可受不了 孟小雪吐着舌头说 沉默片刻 于凯琳说 对了 我发现 她好像还有一些怪癖 什么怪癖啊 昨天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听到隔壁传来跑步的声音 一直跑了半个多小时呢 睡觉之前跑步 孟小雪诧异的张大了嘴 那样会令神经兴奋啊 还睡得着吗 可不是吗 我也这么想 谁会在这么晚的时候跑步啊 你没问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问 我觉得这是人家的事 我管不着啊 我又没让你去干涉她 你不是说她很想跟你做朋友吗 你就以朋友的身份去跟她说呀 睡前运动 对健康非但无益 反而有害啊 这样就可以很自然地跟她聊这事了 还是你会出主意啊 下次我就这么跟她说 孟小雪望着没吃完的饭菜 你看 好好地一顿中午饭 我们却在说这些话题 现在还吃得下吗 怪我啊 下次我请你吃顿好的 于凯琳笑着说 招呼服务员 买单 两个人离开小餐馆 在路上默默走了好几分钟 彼此都没说话 似乎在想着什么新事 忽然 孟小雪突兀地说道 凯琳姐 我觉得你隔壁那个女房东 也许不是个普通人 于凯琳停下脚步 什么意思 她不是普通人 是什么人 我的意思是 她可能是那种 有些不太正常的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呀 你想啊 她四十多岁 还不结婚 喜欢那些怪异的口味 还逼着别人尝试 大晚上的跑步 这些事情 都显得她有些不正常啊 于凯琳思索着说 我觉得 没你说得这么严重吧 我还没有觉得她 有怪到不正常这种地步 反正我提醒你一点啊 这种有着古怪嗜好的 独身老姑娘 往往都有些偏执倾向 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如果你没惹到她 可能还好 但如果有一天 你冒犯了她 说不定 她就会做出一些 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 于凯琳这时想起了 刚去租房子的时候 围倦对那对男女冷落冰霜 但面对自己时 很快又变得热情无比 前后态度的转变真的很大 她忽然有些不安起来 小雪 你可别说这些话来吓我呀 孟小雪显得有些为难 凯琳姐 其实我也知道 你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住 又跟这个房东当邻居 本来是不该说这些话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可是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呀 而且你不知道 我的直觉比一般人要准得多呢 好了 别说这些了 于凯琳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总之 我会注意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四集 在于凯琳看来 维眷每天的生活 相当的枯燥乏味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有着属于自己的乐趣 现在 他就开始寻找这种乐趣了 维眷哼着字边的小曲 悠闲地从抽屉里 拿出一串钥匙 套在手指上甩动着 然后走出家门 来到过道上 他安静下来 左右四顾 确认没人之后 他走到于凯琳 现在住的那间房子面前 用钥匙打开了门 进入屋内 他轻轻地将门关拢 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到了 他可以尽情地窥探 房客的隐私 首先 他走到衣柜面前 把柜门拉开 欣赏着里面的各种衣物 嗯 这些衣服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他微微地摇着头 显得有些失望 但是很快 一些内衣引起了他的注意 令他精神为之一正 这女人在内衣方面的品位 还是挺不错的 他想到 嗯 这套淡紫色蕾丝边的内衣就蛮适合我 我干嘛不试试 他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下来 任由它们散落在地上 自己一丝不挂 他丝毫不觉得羞耻 将另一个女人贴身的内衣内裤 套到自己的身体上 然后低着头满意地欣赏着 甚至在屋里转起圈来 十多分钟之后 他才不舍得把这套内衣脱下来 把他们小心地放回原位 然后尝试另一套私质睡衣 半个多小时之后 衣柜门关上了 他深信 经过自己小心谨慎的还原之后 福尔摩斯都很难发现 这些衣物被人动过 接下来第二个项目 维卷走到书桌前 将没有上锁的抽屉打开 本来他只想寻找一些 与房主私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物件 以此来推断房主的一些生活细节 并产生出与此相关的 富有戏剧性的联想 但是他惊喜地发现 这抽屉里居然躺着一个日记本 这简直是太好了 对于偷窥者来说 日记本无异于是最好的礼物 维卷几乎是急不可待的 把日记本翻开 像吸毒者找上了上等冰毒一样兴奋 翻了几页 他露出失望的神色 原本他打算像阅读一本厚厚的书籍那样 慢慢品味 没想到的是 这是个新日记本 上面居然只写了两篇日记 就是从租房子那天才开始写的 维卷并不知道 于凯林为了能彻底忘记离心 将以前的那个 记载着往日情的日记本 给烧掉了 虽然和期待不符 但仅有这两篇日记的内容 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5月28日的日记 今天真是不可思议 我居然只花1500元每月 就租到了市中心的房子 我根本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本来还以为要先在旅馆里将就着呢 房子很不错 干净卫生 到了晚上也很安静 女房东人很好 非常热情 她招待我吃她自己做的 肥肠土豆盖浇饭 虽然味道有些怪怪的 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她说 希望能跟我做朋友 我又何尝不是呢 对于我这样一个 独居在外的单身女人来说 能有一个邻居作为好朋友 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看到这里 维俊脸上展露出 无比舒畅的表情 显得极为满足 她翻了一页 继续聘毒 5月29日的日记 今天她来找了我 以一个荒谬绝伦的理由 竟厚颜无耻地要求我回去 和她继续住在一起 我现在光是看到她都觉得恶心 她居然还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简直太可笑了 这一段 维俊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只是猜测 这是一对男女的情感纠葛 她接着往下看 虽然我感到很惊讶 倦姐怎么能逼着我去喝 那些奇怪口味的茶呢 但是 我想她只是太热情了而已 而我竟然因为一时难以接受 就毫不领情地离开了 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 我不知道有没有伤了倦姐的心 我决定明天跟她好好道个歉 真希望倦姐 没有太生我的气 哦 小可怜 维俊喃喃地说 露出怜惜的表情 把日记本合拢 将她谨慎地放回原位 她舒了口气 感到非常的满意和充实 如果不是害怕碰倒了这里的一些东西 她简直想翩翩起舞 哦 对了 还有最重要的事呢 我得检查一下那个 维俊走进卫生间把灯打开 她靠近淋浴器侧面的那面大镜子 几乎把鼻子贴在上面仔细观察 然后心满意足地点了下头 非常好 不会有人看出一丝破绽 于凯琳以前都是盼着早些下班 但是金铁 她第一次希望在单位待的时间久一些 今天中午和孟小雪谈论的那些话题 真的有点吓到她了 她甚至有些后悔 自己一个人出来租房子住 也因此她更恨离心了 如果不是她做了那种肮脏的事情 她又怎么会处于如此近况呢 下班的时候 于凯琳终于忍不住了 她拉住了正准备离开的孟小雪 小雪 今天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陪我住一晚上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孟小雪一愣 但是立刻明白了 凯琳姐 是不是我们今天中午说的那些 吓到你了 于凯琳无法逞强 只有点头 孟小雪想了想 我去陪你住一晚倒是可以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我总不能每天都去陪你睡吧 我不会让你每天都陪我的 主要是今天刚说了这些 我特别害怕 过几天就会好一些了 孟小雪叹了口气 唉 你这是何苦啊 人家离心要保护你 你又不肯 却找我陪你一起住 好了好了啊 我说过别提她的 你就说陪不陪吧 于凯琳烦躁地说 陪陪 今天我就当一回三陪吧 孟小雪做了个鬼脸 但条件是 你得请我吃牛排 贵丫头 撑死你 于凯琳称怪道 玄机露出了笑眼 两个女人到西餐厅 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然后又去逛了附近 才开张的大商场 两个人各收获了一件衣服 孟小雪还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 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 于凯琳心中的恐惧感 被渐渐驱散了 回到租房子那里 已经是九点过了 孟小雪进屋之后 在整间屋子里转了一圈 这房子是挺不错的 干净也比较清净 1500确实划算 可惜就是只有一间屋子 要是像你租的房子那样 是一套大房子的话 就可以和别人合租了 合租也有很多弊端的呀 孟小雪坐到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比如说 共用卫生间 有时候你想上厕所 偏偏又有人站着 急死人了 于凯琳倒了杯水 端过来 递给孟小雪 我现在觉得这些 都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 这倒是啊 一个人单独住 到了夜里 挺让人发怵的 孟小雪喝了口水 把杯子放到了茶几上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闲聊了一会儿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这么晚了 谁会来找你呀 孟小雪问道 还会是谁啊 就是那个女房东呗 于凯琳压低声音 这下你可以看看她了 她站起来 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果不其然 围卷站在门口 手里又端着一盘 黄灿灿的油炸食物 笑容满面的 对于凯琳说道 凯琳 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看 我又做了些油炸饼 带几个你来尝尝 哎呀 卷姐 这怎么好意思呢 经常都吃你的东西 客气什么呀 咱们是邻居 又是朋友嘛 围卷把盘子 递给于凯琳 还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呢 于凯琳简单客套了一句之后 就不推却了 把盘子接过来 那真是谢谢了 卷姐 进来坐会儿吧 好啊 我一天待在家里都闷死了 也想跟你聊会儿天 正说着话走进屋来 围卷一下子看到了 坐在沙发上的孟小雪 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 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原来 你这里还有客人呢 她望着孟小雪 冷冷地说了一句 于凯琳赶紧介绍 是啊 她是我公司的同事 叫孟小雪 孟小雪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过来主动伸出手 你是卷姐吧 你好 围卷打亮了她这夜 又望着她伸出来的手 好半天才伸出手来 几乎是轻轻地 跟她碰了一下 就缩了回来 于凯琳招呼道 卷姐 坐吧 我给你倒杯水 不必了 围卷面无表情地说 既然你有朋友在这儿 那我就不打扰了吧 没关系啊 卷姐 我们又没什么事 可以一起聊会儿天吗 改天吧 围卷摆了下手 转身拉开房门 出去了 于凯琳端着一盘油炸饼 呆呆地站在原地 然后茫然地望向了孟小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二十五集 孟小雪重新坐到沙发上 用手指轻轻地按着嘴 然后摇着头 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吃笑 于凯琳坐到她身边 把装着油炸饼的盘子 放到茶几上 尴尬地说 我真没想到 她竟然会这样 她这算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不懂啊 她本来笑嘻嘻地 要进来和你聊天 看到我之后 态度大变 孟小雪思寸着 她显然是冲我来的呀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于凯琳感到难以理解 她又不认识你 没理由讨厌或排斥你 孟小雪凝视着于凯琳 我中午就跟你分析了 她可能有些不正常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这种人的心态和想法 跟一般人不同 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 去判断她的举动 那你觉得 她这是怎么回事啊 孟小雪低头思索 半晌后抬起头来 我看她刚才的表现 就像是在吃醋一样 什么 于凯琳感到啼笑皆非 吃醋 我们都是女人 她吃什么醋啊 孟小雪摆了下手 不是那种意义的吃醋 我的意思是 像她这种身举简出 性格孤僻的单身老姑娘 在看待某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的偏执 比如说 她希望她是你唯一的朋友 而不愿你再结交别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如她所愿的话 她就会很生气 于凯琳听孟小雪这么一说 想起来了 租房子的第一帖 微卷说 她没有多少和别人接触的机会 希望能和自己成为好朋友 而当时自己顺着她的意思说 有种孤独感 身边也没什么朋友 难道她现在看到自己 和孟小雪在一起 竟然会把这当成一种背叛 待了半晌 于凯琳乐乐的说 确实 有你说的这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你最好和她保持距离 孟小雪严峻地说 对这种性情乖僻 喜怒无常的人 只能敬而远之 于凯琳望着那盘油炸饼 为难地说 可是 并不是我要主动和她接触啊 你瞧 她不时就会送上一些食物 小点心之类的 来让我品尝 我如果不接受 她又会觉得我不领情 但接受的话 那不就意味着和她的关系近了吗 孟小雪也望向那黄灿灿的油饼 不禁扑持一笑 不知道这回的油炸饼 又会是什么怪口味 要不 咱们一人尝一个 孟小雪和她对视几秒 憋着笑说 好吧 我还真有点好奇 于凯琳从盘子里拿起两个饼子 递了一个给孟小雪 两个人盯着那油饼看了几秒 同时咬了一口 孟小雪细细地咀嚼着 我觉得 这味道还好吧 没有太难吃啊 确实 于凯琳说 比较起那天的肥肠盖焦饭 和加了奶油的清茶来说 这个味道还算是正常的 就是油太多了点 吃起来有点闷 孟小雪又咬了一口 看到了油饼里包的肉馅 还有 这个肉的味道怪怪的 我怎么吃不出来是什么肉啊 嗯 肉微微的有点腥味 可能是羊肉吧 不像 孟小雪摇着头说 羊肉的颜色没这么红 可要说是牛肉的话 口感又不对 这时候 于凯琳已经停止吃油炸饼了 孟小雪说道 这肉 不会是不新鲜吧 我也不知道呀 算了 咱们别吃了 孟小雪把剩下的油饼放回盘子里 不管肉是不是真有问题 反正心里已经不舒服了 于凯琳望着那满满一盘油饼 犯了难 还有这么多 怎么办呢 孟小雪说 倒掉呗 这种来历不明的肉做成的油饼 吃了之后 不定会出什么问题呢 他端起盘子 走到垃圾桶旁踩住开关 把整盘油炸饼全都倒了进去 啊 于凯琳觉得 毕竟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有些不忍 但还没来得及阻止 就已经被倒掉了 只好作罢 孟小雪的一只手上沾满了油 对于凯琳说道 我先洗澡了 好 我给你找条睡裙吧 孟小雪接过于凯琳 递给她的一条粉色睡裙 走进了卫生间 维卷回到自己那边 带着满脸韵色 重重地坐到沙发上 双手交叉 几分钟之后 他拿起遥控器 把电视打开 一个形象猥琐的老男人 在主持一档娱乐节目 看得他恶心 其实也不怪这电视节目 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令他心生厌恶 他用力地按了一下 遥控器的电源键 把电视关闭 把遥控器狠狠地丢到一旁 他讨厌自己的安排 被人破坏 却又无处发泄 这种有气无处撒的滋味 令他无比地烦躁 突然 维卷想到一个问题 那女人只是来玩一会儿的吗 她今晚不会是要住在这里吧 她们的关系有这么亲密吗 她不是说她没什么朋友吗 耍我呀 她越想越生气了 两排牙齿咯咯地磨蹭起来 胸中一团无名火 在熊熊地燃烧 我得确定一下 她想到朝卫生间走去 维卷这边的卫生间 和于凯林那边的卫生间 只有一墙之隔 这种结构本来修房子的时候 不是这样 后来经过了维卷的亲手改造 这是她的一个重大秘密 曾经住在这儿的房客 无一人知晓 维卷走到卫生间的墙边 拉开面前的壁柜 将用作掩饰和遮掌的各种沐浴露 洗发液拿开 露出一块被横板隔断的透明玻璃 从这块玻璃看过去 于凯林那边的卫生间一览无遗 而从那边看的话 是一块大镜子 这块特殊的单面透光玻璃 像一张宽幅大纸 书写并记录着维卷 无数次卑劣的偷窥经历 几乎每一晚 维卷都会定时守在这里 像欣赏电影一样 把对面卫生间里的人的一举一动 尽收眼底 获得莫名的满足和变态的快感 前面几晚上 于凯林一成不变的洗澡动作 她有些看够了 今晚正好换个新鲜的 她开始期待 孟小雪今晚能留下来了 她没有失望 十多分钟之后 孟小雪拿着一条粉色睡裙 走进了卫生间 维卷的情绪变得亢奋起来 呼吸也开始急促了 我要看看这婊子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全都展现出来吧 最好一丝都不要保留 在维卷的注视下 孟小雪脱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 露出年轻而性感的动体 她走到淋浴器下 悬开开关 花洒里喷出树骨细小的水流 待水温调节合适之后 孟小雪闭上眼睛 站在花洒下 温暖的水流从她头顶倾斜而下 从上而下地冲洗着她 孟小雪用手指梳理着披肩长发 然后用手抹掉眼前的水 拿起旁边一个玻璃小台子上的洗发乳 挤了一些在手心 抹在头发上 开始洗头 围卷看了几分钟 有些失望 孟小雪洗澡的过程平淡乏味 没有她期盼的某些精彩看点 渐渐的 那边浴室的雾气是镜面模糊起来 令她不怎么看得清了 但是 她并不打算放弃 把脸凑近了一些 睁大眼睛 像是非要看出个名堂不可 突然 那一边的孟小雪像是猛的感觉到了什么 她显然一惊 然后双手护住上身 惶恐的左右张望 围卷也感到惊恶无比 这种偷窥她进行过无数次了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任何破绽 但是孟小雪此刻的表情 好像她察觉到了什么 难道 这女人发现了这个秘密 围卷往后退了一步 不可能啊 她怎么发现得了呢 围卷的心脏 怦怦的狂跳着 她继续注视着特殊玻璃的另一边 紧张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孟小雪左右四顾 却没把目光锁定在镜子上 可见她并不知道蹊跷所在 但她确实感觉到了异样 关掉了淋浴 匆忙的套上睡裙奔逃出去 围卷迅速的把沐浴露 洗发液装回原处 挡住玻璃 然后把碧桂关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与活死人 第二十六集 于凯琳正在沙发上翻着一本杂志 看见孟小雪神色惊慌的 从卫生间冲了出来 诧异的问道 你怎么了 孟小雪坐到于凯琳的身边 脸色苍白 呼吸短促 好一阵之后 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我刚才感觉 卫生间里 好像有人 这句话把于凯琳吓得浑身一抖 后背窜起一股凉气 什么 他把杂志一丢 惊骇地捂住了嘴 我正洗着澡呢 忽然感觉到一股视线 好像有人在偷看 于凯琳恐惧地缩紧身体 你看到人了 他在哪里偷窥啊 没有 但是我能感觉得到 于凯琳有些怀疑地望着孟小雪 感觉 这种东西可信吗 孟小雪焦急地说 当然可惜 我告诉过你的 我的直觉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于凯琳迟疑了片刻 那我们一起去卫生间看看吧 孟小雪咽了口唾沫 壮着胆子点了点头 两个人互相挽着手臂 站立地慢慢靠近卫生间 推开门 这狭小的空间一览无余 于凯琳看了下上方通风的小窗子 此刻外面只有一片漆黑 他说 如果有人要偷窥的话 只能是从这个小窗户里 可这里是二楼啊 怎么可能有人爬这么高啊 孟小雪答不出话来 死死地咬着下嘴唇 小雪 你是不是产生错觉了 孟小雪警觉地站在卫生间里 刚才那异样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他吐了口气 扯了于凯琳一下 咱们回客厅去吧 重新坐下来 孟小雪凝视着于凯琳的眼睛 凯琳姐 你听我说 在我八岁那年 一天傍晚 我在院子里跟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耍 本来玩得很开心 忽然感觉心里烦躁不安 异常难受 竟不由自主地大哭了起来 我妈妈以为我受了欺负 出来质问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 当时他们都懵了 包括我自己在内 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无论大家怎么劝 我都哭个不停 结果半小时之后 妈妈接到交警打来的电话 他们说 我爸爸开的出租车 在半个小时前 和一辆公交车相撞 他当场就死亡了 说到这里 孟小雪躺下了眼泪 于凯琳既惊讶又难过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只有挽住了小雪的肩膀 孟小雪深呼吸一口 把眼泪擦干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凯琳姐 我说出来 不是想让你跟着我一起伤心 而是想告诉你 我说自己的直觉比一般人强 是有根据的 于凯琳感慨道 我以前只在书上 或电影里看过这样的事 没想到 这种事现实里真的存在 而且在我身上 还发生过不止一次 当然 不一定都是人死这样的事 有时候只是一些小事 比如迷路之后 选择哪条路 才是正确的之类 但是 这些事都应验了 我的第六感 确实比普通人要强一些 第六感 没错 你不知道吗 第六感 其实就是我们潜意识的能力 是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只是大多数人的第六感 都比较弱 所以感觉不到而已 但是我 恰好就是那种 第六感比较强的人 所以能凭直觉 感知到一些 别人无法洞察到的事情 比如说 你刚才感觉到 有视线在注视你 就是第六感的表现 孟小雪默默地点了下头 小雪 你告诉我这些 到底是想说明什么呀 于凯琳忧心忡忡地问 孟小雪望着好友 沉默了好一阵 才开口说道 凯琳姐 我觉得 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有问题 于凯琳心中骇然 惶惶地问道 有什么问题呀 具体不知道 但总有种 让人很不安心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 感觉到的呀 一进门 就有这种感觉吗 不 孟小雪埋头沉思着 刚进门的时候 感觉并不明显 就是从那个 倦姐来过之后 再加上 后来在卫生间里 说到这里 孟小雪猛然抬头 对了 我这种异样的感觉 就是从那女房东来拜访过之后才出现的 也许 并不是房子有问题 而是这个女房东有问题 于凯琳想起孟小雪白天跟自己说过的话 你好像一直都怀疑她有问题 孟小雪睁大眼睛说 不 我中午跟你说的那些话 只是不确定的推测而已 但今晚见过她的面 并在这里设身处地 待了这么久之后 我这种感觉异常的强烈 于凯琳问道 你到底觉得她有什么问题 孟小雪眉头紧簇 这个 我不好妄加判断 但是我敢肯定 在她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 于凯琳抬头仰望天花板 神情枉然 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秘密 你想说的是隐私吧 孟小雪说的 况且就算我们藏着秘密 但不会对他人造成任何威胁 可这个女房东就很难说了 你认为她会是危险人物 这样说也太夸张了吧 就算她性格孤僻 脾气古怪 但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 孟小雪表示 无可奉告地耸了下肩膀 显然她也不敢肯定 沉默的空气持续了一阵 孟小雪说道 凯琳姐 为了保险起见 你别住这儿了 换个地方租房子吧 于凯琳叹息道 哪有这么容易重新租房子呀 这附近的房子撬着呢 早就租完了 再说了 我已经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没钱再租别的房子了 要不 你想个理由 让她把房租退给你 我能想出什么理由啊 于凯琳十分的为难 这房子又没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你让我怎么开得了口啊 孟小雪思索了好一阵 也没想出什么合适的理由来 觉得这事确实不好办 于凯琳说 算了小雪 别费着心思了 总之你跟我说的这些 我会引起重视的 大不了我处处小心谨慎 不招惹她就行了 孟小雪犹豫着说 凯琳姐 你别怪我又提起离析啊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她肯真心和你道歉 你不妨就医了她 回她那里去住吧 这一次 于凯琳没有坚决的反对 她咬着嘴唇撕亮了好久 没有说话 接着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别的话题 渐渐地从惶恐不安的情绪中 走了出来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 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 睡觉之前 于凯琳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详细地记录在了日记里 公司楼道的垃圾箱里 又插上了一束娇媚动人的线花 这次是淡紫色的杨菊梗 于凯琳真希望 离心不要再做这些无用功了 她做过的那些事 怎么可能是几束鲜花就能挽回的 实在是浪费时间 白费心思 也让这本该盛开在美丽花蒲中的鲜花 摆错了地方 就像她此刻表错了情的爱慕一样 没有丝毫意义 她不无遗憾地想到 上午十点过的时候 于凯琳的手机响了 她一看号码 是家里打过来的 她一边接听电话 一边走到楼道里 喂 妈 有什么事吗 电话里传出了母亲焦虑的声音 凯琳 你爸病了 于凯琳心头一紧 什么病啊 最近她老是头晕胸闷 全身无力 我昨天陪她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说她的心脏出了问题 好像是得了一种叫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病 这病严重吗 于凯琳问 她没听说过这病的名字 医生说 这是比较严重的病 必须马上安装心脏起泊器 否则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母亲的声音 有些哽咽起来 那就听医生的呀 赶紧做手术 安装心脏起泊器呀 于凯琳焦急地说道 凯琳 你知道 我们去年买了房子 家里的钱全花光了 还欠了亲戚十万块钱 现在我们手头只凑得出一万多块 做手术不够啊 医生说这手术 需要多少钱 光是心脏起泊器 就要两万多 再加上手术费 医药费什么的 要好几万呢 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钱呢 母亲呜咽起来 于凯琳握着手机发愣 心中阵阵抽搐 凯琳 你那现在有钱吗 我 于凯琳说不出话来 她恨自己怎么如此没用 在父母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竟然一点钱都拿不出来 母亲见女儿沉默不语 明白了 立刻安慰道 没关系凯琳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妈会想办法的 妈 你能想什么办法呀 一阵沉默之后 母亲低沉地说 实在不行 只有把房子卖了呗 于凯琳着急了 这不行啊 房子卖了 你们住哪啊 可是你爸的病 也不能不医啊 于凯琳焦躁地私寸着 对母亲说道 妈 这样 你们手头不是有一万多吗 我再给你们寄一万元过来 剩下的钱 你们找亲戚朋友先借着 把这个难关挨过去 千万别卖房子 知道吗 你有一万元吗 母亲了解女儿 如果有钱的话 刚才她就已经这么说了 这你就别管了 我会想办法的 总之 就按我说的这么办吧 母亲犹豫了片刻 好吧 这两天我就把钱汇过来 妈 你别着急啊 于凯琳又说了一些安慰母亲的话 挂断电话之后 她心急如焚 话说出来倒是容易 可是到哪去凑着一万元呢 她能想到的 只有借助于自己唯一的朋友 孟小雪 中午吃饭的时候 于凯琳把父亲得病的事 告诉了孟小雪 还没等她把借钱的话说出口 聪明的孟小雪 已经猜到她的意思了 凯琳姐 你说吧 需要多少钱 孟小雪直爽地问道 小雪 你现在有钱吗 看你借多少 一万 孟小雪想了想 凯琳姐 你知道 咱们工资都差不多 你没法存得起钱来 我也一样 我之所以手里还有些余钱 是因为我妈妈 给我寄了些 用于应急的钱 现在 这钱就先借给你应急咯 于凯琳感激地紧紧抓住 孟小雪的手 小雪 真是太感谢你了 后面几个月 我一定省吃俭用 尽快把钱还给你 那倒不用 你迟一些还给我也没关系 可是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 我手里没有一万元啊 只能借给你五千 啊 那还有五千怎么办呢 于凯琳的神情又低落了 孟小雪说 离心呢 于凯琳咬着嘴唇不说话 眉头紧簇 凯琳姐 我觉得这种非常时候 你就别再顾及面子了 既然离心肯低头认错 你就给她个台阶下吧 这个时候要她帮你的话 她会万死不辞的 于凯琳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 我也想过她 但是我跟她住在一起这么久 太了解她这个人了 她是典型的月光族 每个月的工资 能到月底就不错了 这件事 就算她想帮我 只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孟小雪沉默了 好一会儿之后 她望着于凯琳说 我倒是想到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昨晚我们不是还在说 如果要让你那个房东 退余下的房租的话 没有合适理由吗 现在这种状况 不就是最名正言顺的理由吗 于凯琳眼睛一亮 对啊 我就说父亲生了重病 一方面要用钱 另一方面 我也要回老家照顾他 这样就可以要求他退房租了 剩下的五千块就有了 但随即 她的眼神又暗淡下来 可这样的话 我住哪儿啊 我没钱再租房子了呀 你可以到离心那儿去呀 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暂时到我那里去挤一下 嗯 就这么办 小雪 你真是太好了 逐一拿定 于凯琳感觉心中如释重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七集 晚上 于凯琳敲开了围卷的门 凯琳 有事吗 围卷站在门口问道 嗯 于凯琳露出了为难的样子 围卷打量了他几秒 进来坐吧 于凯琳坐下来之后 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 卷姐 今天上午 我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说我爸 他详细地把父亲生病的情况叙述了出来 并特别强调了自己和家中都没钱的事实 哦 这样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围卷问 其实心中有些猜到了 卷姐 现在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只有暂时不租房子 把钱寄给家里 多少有点帮助 你是想让我把房租退给你啊 于凯琳窘迫地点着头 又赶紧补充道 呃 怎么解决 我只有到同事租的房子那儿 去挤着他住一阵了 就是昨晚那个叫孟小雪的吗 于凯琳轻轻地点头 他隐隐感觉到围卷有些不快 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答应自己的要求 心中忐忑不安 围卷从沙发上站起来 在房间里来回夺了几步 然后走到柜子前 打开柜门 当着于凯琳的面 拉开了柜子中间的一层抽屉 拿了五千块钱现金出来 喏 拿着吧 围卷把钱递给了于凯琳 数一下 不用了卷姐 于凯琳感激地接过钱来 感谢你能答应我这不情之请 这几天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明天早上就搬走 到时候再来跟你道别 看到于凯琳准准备站起来 围卷坐到他的旁边 等一下 我可没说这钱是退给你的房租啊 于凯琳一愣 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围卷望着他 我说过了 我把你当成朋友 现在你有困难 我怎么能眼看着你陷入困境呢 你去和朋友挤着住 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 这钱就算是我借给你的 你还是继续住在这里吧 于凯琳完全没想到 围卷竟然会这样 一时因恶然而合不拢嘴 两久之后他才说道 卷姐 这样怎么好意思呢 围卷用手势打断他的话 如果你也把我当朋友的话 就别推辞了 于凯琳的心中暖哄哄的 感动不已 他点了点头 把钱放到皮包里 随即说道 卷姐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哦 对了 我打张欠条给你吧 说着 就要从包里摸出纸笔 围卷按住他的手 别写了 又不是多大的数 我相信你 于凯琳的身心 都快被洋溢出来的 暖意所融化了 他满脸通红地说 卷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能遇到你这样的好人 我真是 太幸运了 围卷笑着说 别说这些了 朋友们 有困难的时候 就该互相帮助 于凯琳站起来 卷姐 那我就过去了 真的很感谢你 围卷微笑着 送他到门口 房门关拢之后 屋内的女人嘴角 扶起了一丝 捉摸不透的浅笑 于凯琳回到自己那边 打开皮包 把钱数了一遍 没错 五千元整 太好了 事情竟然比想象的 要顺利得多 不但在一天之内 凑到了一万元 还避免了被迫 想离心屈服的难堪局面 于凯琳躺在床上 长长地舒了口气 这时候 他想起之前 对围卷的种种猜忌和误解 简直觉得脸红心燥 愧疚难当 为了平衡自己的心理 同时也是出于 对围卷的感激 他决定 这个周末 请围卷吃一顿饭 好好回报一下女房东 不 是新朋友 六月四日 星期六 市公安局 叶雷刚办完一个案子 从外面回来 大汗淋漓 还没来得及 坐下喝口水 队长霍文就迎面 向他走过来 招了下手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哎 要命啊 叶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不会马上就又有新任务了吧 走进队长的办公室 叶雷坐到霍文对面的 一把皮椅上问道 队长 有什么吩咐啊 这几天 你那里还是没有接到 失踪人口的报案吗 没有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杀人碎尸案的被害人 确实是外地人 或流动人口 叶雷想了想 可是 就算是外地来的人 也不可能和周遭的人 完全没有联系 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的话 难道和他有过接触的人 就不觉得奇怪吗 霍文双手交叉 手肘撑在桌面上 目光如炬 我分析 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 被害者是没有工作 或拘无定所的流动人口 由于他没有固定接触对象 所以在失踪之后 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叶雷点了点头 继续听着队长的分析 第二种情况是 被害者是有工作和固定居所的 但凶手在将其杀害前 使用了某种方法 使得周遭的人认为 被害者只是暂时离去 而不是永远消失 所以才知道现在也没人来报案 叶雷用手捏着下巴 队长 你的意思是 凶手可能制造出了一种 被害人是离开本地 或者变换居住地点的假象 来迷惑众人 这种可能性很大 第二个受害者的第一部分 出现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九日 现在已经过去七天了 第二部分残职 还没有被抛出来 队长 你想说什么呀 霍文沉默良久 我在想 这个凶手到底是根据什么 来决定抛尸日期的呢 仅仅是随机的吗 总不会 抛尸还要看心情吧 叶雷半开玩笑地说 霍文严峻地注视着他 说不定 真的是你说的这样 叶雷撤掉了脸上的笑意 换成严肃的表情 我上次就分析了 这种变态杀手的心理 和正常人不同 杀人碎尸对他来说 不一定意味着毁尸灭迹 而可能只是一种娱乐 或者是发泄 这当然和凶手的情绪相关 当他情绪稳定的时候 也许做这种事情的欲望 就会低一些 而当他心情不差 或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想做这些事情 来发泄 或是寻求刺激 队长 你的意思是 凶手之所以过了七天 都没有把第二具尸体的 另外一部分丢弃出来 是因为他这几天的心情 还不错 只是有这种可能 总之 这段时间 仍然要加强夜晚 尤其是对小街小巷的巡逻 还有 密切关注与外来人口 接触频繁的人 不能掉以轻心 绝对不能再出现 第三个受害者 是 夜雷站起来 行了一个警理 今天下午 于凯林到超市 去买了一堆食材和水果 还有餐具 他上午跟围卷说了 晚上要请他吃饭 围卷显得很高兴 新鲜的牛外脊肉 鸡 胡萝卜 洋葱和紫甘蓝 还有红酒和各种调味品 以及餐后的水果西瓜 于凯林轻点着 自己所买的东西 嗯 都齐了 他拎着这一大包的食材 回到租房子的地点 看了下时间 已经四点钟了 可以开始准备了 六点钟 围卷从隔壁过来 他一进门 就赞叹道 嗯 好香啊 于凯林笑着说 我正在坐 等一下 让我猜猜看 围卷用手势截断 于凯林的话 用嗅觉刺探着 房屋里飘逸的香味 是烤鸡对吗 啊 于凯林惊讶地说 是的 娟姐 你的鼻子真厉害 这不算什么 经常做饭的人 对各种香味都很熟悉了 马上就好了 娟姐 你先坐会儿 看会儿电视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 我都准备好了 只等你一过来 就可以煎牛排了 围卷笑着说 看起来 你是准备请我吃西餐 于凯林不好意思地说 中国菜太复杂了 我不怎么会做 西餐相对要简单一些 西餐就很好 那我就等着品尝你的手艺了 哦 顺便说一下 我的牛排要六成熟 好的 二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用餐了 于凯林转身到厨房去忙碌了 围卷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然后坐在沙发上 随手翻着一本时装杂志 六点半 于凯林把做好的蔬菜沙拉 黑胡椒牛排和蜜汁烤鸡 端上了餐桌 再摆上两个高角玻璃酒杯 倒上红酒 餐桌是一张铺上了桌布的折叠小方桌 这样一些东西就把桌子整个都沾满了 围卷走过来 看着一桌像模像样的西餐 赞赏道 真没想到你这么会做菜 看起来就跟西餐厅里的一样呢 见笑了 卷姐 实际上我就只会做这几个菜而已 于凯林招呼道 请坐吧 两个人相对而坐 于凯林端起酒杯 卷姐 我敬你一杯 感谢你 感谢的话就别再说了 围卷端起酒杯 你这么客气 咱们都会很拘束的 像朋友一样 轻松地吃饭聊天 好吗 于凯林一笑 好的 两个人一起喝了一口杯中的红酒 先尝尝牛排吧 这个要趁热吃 好的 我尝一尝 围卷用餐刀切下一小块牛肉 用叉子送到嘴里 嗯 很好吃 嫩 而且肉汁丰富 和你口味就好 于凯林又用餐刀 从整只烤鸡上割下一只鸡腿 放到围卷面前的一个空盘子里 再尝尝这个吧 卷姐 围卷用两个手指 轻轻捏起鸡腿来咬了一口 连连点头 这个更好吃 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事实上 于凯林确实是头起所好 做的这道蜜汁烤鸡 他知道围卷喜欢吃带甜味的东西 此刻 他见客人吃得很满意 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高兴地说 你喜欢吃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还担心 手艺不到家呢 嗯 围卷很享受地闭上眼睛 细细品味 不只是好吃 我简直迷上这味道了 你能教我怎么做这种烤鸡吗 很简单 用微波炉就能做了 你买了微波炉 嗯 我一个人吃饭 用微波炉方便一些 你教我吧 是怎么做的呀 首先先把肌腹掏空 用牙签把鸡肉表面 扎上很多个小孔 再把盐 胡椒粉 辣椒粉 和麦芽糖浆 均匀地涂抹在鸡的内外 于凯琳细致地讲述着 烤鸡的制作过程 微卷眼睛一眨不眨 显得很有兴趣 讲完之后 微卷点着头 表示懂了 你是怎么会做这道菜的呢 微卷好奇地问道 我以前买了一本食谱 自己在家里试着做出来的 太好了 微卷欣喜地说 你知道我很喜欢研究做各种美食 没想到你也喜欢 以后咱们可以多交流 嗯 是啊 于凯琳 礼貌地答应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二十八集 接着 两个人又随意地聊着一些女人间的话题 不论谈论什么 于凯琳都尽量顺着微卷的意思说 他看得出来 他这次请客是相当成功的 微卷满脸红光 显得情绪极佳 进餐到一半的时候 微卷把杯里的红酒喝完了 于凯琳要给他倒酒 但是他摆了摆手 我今天很开心 想尽兴一些 喝这个酒 有点不带劲 于凯琳显出抱歉的样子 对不起啊 卷姐 我只买了这一瓶酒 微卷竖起食指 摆了两下 你等着 起身之后走出房门 一分钟之后 他拿着一瓶白酒回来了 怎么样 换成喝这个吧 微卷重新落座 晃了晃那瓶酒 啊 吃西餐喝白酒 不大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 相信我 烈酒适合于任何场合 微卷把瓶盖打开 给自己倒了大半杯的白酒 问于凯琳 你也来点 我就喝红酒好了 于凯琳握住酒杯 杯底还剩了浅浅的一层酒 微卷扬了扬眉毛 我这可是一瓶好酒呀 你真的不品一口 我不怎么会喝白酒 就当是陪我喝一点吧 微卷用恳切的眼神望着于凯琳 少喝点 于凯琳不好再推辞了 只有答应 将杯中剩下的那一点红酒喝完 把杯子递了过去 微卷很高兴的 在于凯琳的杯中倒了半杯白酒 他把杯子递给于凯琳 然后端起自己的酒杯 这次 换我敬你一杯 于凯琳双手拖住杯子 惭愧地说 倦姐 都是我在承蒙你的照顾 还是应该我敬你才对 微卷摇着头说 不 我也要感谢你 你让我真的有种交了个好朋友的感觉 不像以前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 说到这里 她话音戛然而止 正了正 张开的嘴唇颤动一下 像是意识到失言了 于凯琳不由地好奇问道 以前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 怎么了 没什么 微卷恢复了正常神情 她只是有些表里不一 虚伪不识而已 算了 不说她了 她举起酒杯 为我们的友谊 干杯 于凯琳把杯子迎过去碰撞了一下 虽然说的是干杯 但于凯琳只是淡淡抿了一口 她不适应白酒那浓烈刺激的烧酌感 但是反观微卷 竟然真的把大半杯的白酒一饮而尽了 微卷喝完之后 望着于凯琳的杯子 你怎么没喝呀 我 我真的不怎么喝得惯白酒 你看 我这么大一杯都干了 你总要喝一半吧 要不然可是看不起我哟 微卷半开玩笑地说 于凯琳无奈 只有硬着头皮把杯中的酒喝了一半 被火辣的酒劲呛得直皱眉头 哎 这就对了 微卷满意地说 好了 剩下的我也不劝你了 慢慢喝吧 今晚你就把杯子里那一点喝完就行了 说着 往自己杯子里又倒了大半杯 于凯琳很少喝酒 尤其是度数这么高的白酒 他本来就没什么酒量 再加上喝杂了 之前又没吃什么东西 渐渐地 他觉得头晕目眩起来 胃也有些难受 本来还能勉强跟微卷说着话 后来就什么都听不清了 晕乎乎地用手掌撑着头 昏昏欲睡 忽然 他一阵反胃 之前吃进去的韭菜猛地涌到了喉咙 呼之欲出 赶紧用手捂住嘴 亮腔着冲向了卫生间 哟 不好 微卷知道于凯琳要吐 赶紧放下酒杯快步走过去扶住他 到了卫生间的洗手池 于凯琳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微卷在旁边帮他轻轻地拍着背 吐了一阵之后 肚子里空了 人也清醒了许多 于凯琳捧了几把凉水漱口 又把毛巾浸湿 洗了把冷水脸 终于感觉好多了 微卷扶着他坐到外面的沙发上 于凯琳头仰铐在沙发靠背上 微卷倒了杯温水过来 于凯琳接过来喝了 微卷问道 怎么样 现在要舒服些了吧 嗯 于凯琳脸颊肺红 卷姐 真不好意思 让你也没胃口了吧 哪儿啊 还不是怪我 硬要你喝白酒 唉 早知道你这么不能喝的话 我就不劝你喝了 我很少喝白酒的 看得出来 才这点酒 就把你撂趴下了 于凯琳勉强支撑着 想要站起来 冰箱里有西瓜 我去切一下 你坐着 我来吧 微卷按着于凯琳的肩膀 站起来朝冰箱走去 一会儿 微卷端着切好的西瓜 从厨房里出来了 于凯琳胃里火烧火燎 正好想吃一些冰凉爽口的 来震一下 接连吃了好几块西瓜 现在 于凯琳的胃里舒服多了 只是头还有些晕 她说 还好明天是星期天 要不然的话 我这状况 怕是起不来上班了 没这么夸张 你从来没醉过吧 睡一晚上就好了 对了 这么久了 我还不知道 你在哪家公司上班呢 一家室内装潢设计公司 就在这附近 于凯琳从旁边的皮包里 摸出一张名片 双手递给了维卷 哟 原来你是个高级设计师啊 真不简单 维卷看着名片上的介绍 睁大了眼睛 什么呀 还不就是给老板打工的呀 于凯琳自嘲地笑了一下 维卷望着名片 又望了望于凯琳那张俊俏的脸蛋 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 有件事我真是想不通啊 像你这样的美人 又是高级白领 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于凯琳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 亮汪汪的眼睛里掠过一丝黯淡的光 维卷捕捉到了这一微妙的表情 心里立刻清楚了七八分 对别人隐私的叹之欲 像手指甲在他的心尖轻轻挠动 令他心痒难耐 他试探着问道 你不是没有男朋友 而是跟他闹矛盾了吧 于凯琳本来是不想说起这些事情的 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他忽然产生出了一种 强烈的想向人倾诉的欲望 压抑许久的惆怅 心酸和愤懑一起涌上心头 话已经到了嘴边 不吐不快了 是的 我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 但我们之所以分手 不是普通恋人闹矛盾这么简单的 维卷听到他开始说 就完全放心了 他知道 所有想要清楚新事的人 只要一开了口 就不可能听得下来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以关切的口吻问道 于凯琳背靠着沙发靠垫 眼睛望着对面的墙壁出神 显然陷入了回忆 本来我们的感情很好 虽然我们从认识到相处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 但我却认为这就是我生命中的男人 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 所以义无反顾地把身体交给了他 并住到他那里去 和他同居 我很爱他 理所当然地以为 我在他心中也是唯一 直到一个多星期前 我才发现我有多么天真 出什么事了 那天就跟今天一样 也是周末 我本该休息的 但公司有个紧急任务 要求我们几个设计师加班 我就在公司一直加班到晚上 期间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让他晚饭不要等我 并说我可能回去得有点晚 他说 本来是想跟我一起去看电影 现在只好一个人去了 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愧疚 一心想着早点回去陪他 接近晚上十点的时候 我跟同事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本打算立刻回家 但同事提议去吃宵夜 我也确实饿了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 在路过一条街的时候 我无意间朝旁边一条 黑暗狭窄的小巷望了一眼 竟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你男朋友 他在那里做什么 维倦神情专注地问 于凯琳紧紧咬住下嘴唇 接下来的回忆 令他痛苦不堪 他和一个染着一头金发的 浓妆艳抹的女人抱在一起 不顾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糟糕 只因那里有一个垃圾桶 可以作为遮挡 就和那女人不知廉耻地 互相抚摸拥吻 那女人穿着一身艳俗的衣服 腿上套着网状的黑色连裤袜 脚下是品位低下的厚点高跟鞋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你觉得他是妓女 你认为你男朋友在跟妓女乱搞 于凯琳苦笑一声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事实摆在眼前 再明显不过 你当时有没有走过去当场质问他 没有 他们靠在墙边他背对着我 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脸 只是认出了他穿的衣服 我当时心中还残留了一丝侥幸 希望这只是一个和他有着相似背影的男人 我仍然幻想着这不是他 那你是怎么确定的呢 我躲到一侧摸出手机打他的电话 当听到他的手机铃声 从那阴暗的小巷传出来时 我整个人如同掉进了冰窖 所有的精气神也在刹那间灰飞烟灭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立刻挂断手机 带着屈辱和愤怒一路哭着跑回了家 后来呢 他回来之后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他还有解释的余地吗 他明白我看到了一切 撒谎和辩解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只有跪在我面前 说他只是一时的孤独寂寞 才忍不住去沾染那种女人 他祈求我能原谅他的一时糊涂 这么说 他承认他找的是妓女 是 他说 正因为那是妓女 所以他对她们不会有丝毫的感情 他只是肉身有些出轨 但内心却是忠于我一个人的 别相信他的鬼话 维卷突然咆哮起来怒不可遏 这些挨牵刀的卑鄙下流的臭男人 比印钩里的老鼠还要肮脏下贱 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同情 应该去死 吓到地狱十八层去被恶毁 碎尸万段 于凯琳正正地望着突然暴怒的围卷 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应就会如此机灵 于凯琳被他倾尽暴露 面目猙獰的模样 吓得瞠目结舌 最后几分酒劲全被吓醒了 卷姐 你怎么了 他小心地问道 围卷望着于凯琳 仿佛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他调整着情绪 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 哦 没什么 只是你想的这些事 令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他说着 仍然喘着粗气 难道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嗯 但是我不想回忆了 也不想说出来 于凯琳赶紧说道 没关系 卷姐 我知道这些事情是非常令人心伤的 你不愿说的话就别去回想了 最好是忘了这些事 起码 我就是这么做的 围卷扭过头来望着他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离开他搬到这来住的 是的 那他后来有没有来找过你 来过 他厚颜无耻地说 不会放弃追求我 还希望我能回去继续和他住在一起 但我告诉他 这不可能了 我对他已经死心了 你真的对他死心了 于凯琳短暂地迟疑了一两秒 是的 我觉得他既然会做出这种行为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就像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样 而且这件事真的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我觉得他不论是身体还是内心 都变得肮脏了 围卷盯视着于凯琳 微微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就该这样 房间里静默了一阵 两个女人都找不到说话的内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二十九集 为了化解沉闷的气氛 于凯琳招呼围卷 卷姐 吃西瓜呀 不吃了 我回去了 围卷站起来 望着背盘狼籍的餐桌 要不要 我帮你收拾一下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于凯琳摆着手说 那好吧 围卷端起茶几上 装西瓜皮的塑料盘 垃圾我帮你带出去丢一下 西瓜皮留在垃圾桶里 会招苍蝇的 那谢谢了 卷姐 围卷端着塑料盘 走到垃圾桶旁 用脚踩开桶盖 正要把西瓜皮倒进去 忽然看到了垃圾桶里的一样东西 本来已经平和的脸色 一下子又沉了下来 于凯琳看到围卷脸色骤变 一脸不悦 觉得有些奇怪 走过来问道 怎么了 卷姐 同时朝垃圾桶里望去 他心中大呼一声 天哪 垃圾桶里留着几个围卷送来的油炸饼 那天孟小雪倒掉之后 自己就彻底忘记这件事了 于凯琳尴尬极了 局促地解释 卷姐 真不好意思啊 油炸饼 我本来觉得挺好吃的 但是有些太油腻了 我就 没什么 维卷冷冷地说 算我自作多情 于凯琳面红耳吃 不 卷姐 不是这样的 维卷把装着西瓜皮的塑料盘 递给于凯琳 然后蹲下来 双手竟然伸进垃圾桶 把那几个油炸饼捡了起来 于凯琳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错愕不已 卷姐 你这是干什么 维卷瞥了他一眼 阴沉地说 没什么呀 你不吃 我就拿去喂狗 免得浪费了多可惜呀 这句冷冰冰的风凉话 就像一根冰锥 狠狠地扎进了于凯琳的心 围卷招呼也不打一个 拿着那几个油炸饼 拉开门出去了 于凯琳全身像瘫软了一样 缓缓地顺着墙边滑了下去 神情呆滞地坐在地板上 一动不动 许久之后 他用手捂住脸乌液起来 顺着脸颊默默流淌下的泪水中 包含着他的寒心 后悔 歉疚和委屈 他怎么都没想到 本来一切都处理得还算好 自己小心谨慎才苦苦营造出的和谐气氛 却在最后一刻烟消云散了 他从来没有体验过 如此强烈的挫败感 此刻 只有日记本才是他最忠实可靠的朋友 他能包容和理解自己的所有苦衷 于凯琳含着泪水 把自己心中的委屈和心酸记录了下来 收拾完餐具杯盘 他身心俱疲 只想好好地洗个热水澡 然后上床休息 于凯琳站在热气腾腾的淋浴花洒下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隔着一块布里 一双怨毒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这晚睡着之后 他又听到隔壁传来跑步声 时间还是十一点半 声音比上次更大一些 表明他跑得很重 于凯琳骤骤然想起 上一次听到跑步声的那天晚上 他拒绝了喝违眷的茶 而这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难道在屋里跑步 意味着他在生气 而这是否代表着什么不好的事情 于凯琳忽然感到全身发冷 对于流浪汉来说 想要吃一顿真正意义的早饭 是很困难的 早晨 人们急不穿梭于各条大街小巷 目的是上班或上学 根本没有闲暇去关注街边的一个老乞丐 当然就更谈不上施舍 要想从垃圾箱里捡到他们吃剩的早餐 一般得九点半过后才行 本来老流浪汉清楚他的早饭时间 但问题是 他昨天一整天都没能吃到什么东西 所以尽管现在才清晨五点过 他已经饿得两眼发花了 他必须碰碰运气 即使希望渺茫 但他还是期待着 能在某一个垃圾箱里 翻出一些昨天残留的食物出来 老流浪汉沿着大街 接连翻找了两个垃圾箱 结果是一无所获 垃圾箱显然已经被昨夜的某个拾荒者 提前光顾过了 不但没有能吃的东西 就连能卖点钱的塑料瓶包装袋都没有 他沮丧极了 内心的失落却像催化剂一样 令饥饿感急剧膨胀 他必须继续下去 走过两条街之后 老流浪汉来到一个小型菜市场 再过一个多小时 这里就会热闹起来 他认为 这种地方总是会残留下一些食物的 但是 该死的 市场管理员雇佣的清洁工 居然把这里打扫得像滑冰厂一样干净 简直不给我们这种人留点活路 他想 还好 那边有个小垃圾库 希望没有被同行洗劫干净 至少有点变质的豆制皮 或过期的零食也好 他祈祷着 走过去在一大堆垃圾里翻着起来 他看到一个蓝色的小塑料袋 扎好的 里边装着一些椭圆状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他抓过来 把口袋打开 什么 他的眼睛都瞪大了 油炸饼 而且看起来还很新鲜 对于他来说 新鲜就是没有发霉或者发臭 这意外的收获令老流浪汉兴奋不已 在快要饿婚的时候 找到这种东西 简直就像是快要溺水的人 突然发现一块浮沫一样 他抓起一个 咬了一大口 真香 满嘴是油 狼吞虎咽的把第一个油炸饼吞下肚子 他感觉好多了 第二个 他才开始细细品尝起味道 嗯 仔细一吃 这肉的味道有些怪怪的 吃不出来是什么肉做的 也许是有些变质的缘故 不过仍然很香 而且管饱 这就够了 他才不在乎呢 肠胃早就练就的铜墙铁壁 百毒不侵了 一连吃了三个油炸饼 老流浪汉的肚子填饱了 看了一下 塑料袋里还剩四个 太好了 中午饭 甚至下午茶都有着落了 他心满意足的把口袋系好 准备打包带走 这时候 他注意到 在这个小垃圾库的里端 还有另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 鼓鼓囊囊的 我今天的运气好 他想着 看看这一包又是什么 也许又是一个惊喜啊 他钻进垃圾库 把那袋东西提了出来 把口袋打开的时候 有种刮奖券般的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在口袋敞开之后就立刻消失了 换成了疑虑和困惑 这些血红色的是什么呀 看起来像是一些内脏 是猪下水吗 他正猜测着 眼睛忽然接触到口袋里的一样东西 身体立刻像遭到电击一样 剧烈的颤动起来 老天哪 这是人的手 他看清楚了 吓得怪叫一声猛的把那袋东西甩开 部分内脏和一只手 从里边散落出来 老流浪汉惊恐不已 害得双腿发软 一屁股坐到地上 连滚带爬的向后挪动身体 刚好撞到了路过这的菜市场管理员 那管理员正要到市场上去 被老乞丐撞了一下 刚想开口骂人 顺着老乞丐的目光望过去 看到了地上那只人手和散落出来的内脏 他啊的惊叫一声 吓得目瞪口呆 愣了几秒之后 他快速的掏出手机 拨通了报警电话 叶雷蹲在地上 戴着手套的手 把黑色塑料袋撩开 仔细观察了一阵 站起来对货文说道 涛儿初步判断 是第二个受害者的两只手和手臂 以及脾脏肾脏 货文面色冷峻 神色凝重 他微微地点了下头 把正午交给检验科吧 叶雷将黑色塑料袋扎紧之后 交给旁边一个警察 那警察把这袋残肢带走了 货文转身望着报案的菜市场管理员 是你最先发现的吗 不是我 那中年男人连连摆手 指着蜷缩在一旁的老流浪汉 是他 货文英损般的目光射向了 蹲在地上的老乞丐 老流浪汉抬起头来 目光恰好和刑警队长相遇 被那射人的气魄震撼得打了个冷颤 他赶忙慌乱的辩解 警官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在这个垃圾库里找东西吃 没想到竟然翻到这样一包东西出来 货文望着手足无措 惶恐不安的老乞丐 心中十分清楚 这可怜的人不可能与杀人碎尸案有关系 只是一个发现者而已 他调整着自己的面部表情 将沈氏的目光收敛起来 说道 你不用紧张 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 我不会为难你 老流浪汉不住地点着头 这包东西是放在垃圾库里面 还是外面 是在里面 很里面 我是钻进去才拿出来的 货文点了下头 你是一个人发现这包东西的 当时这垃圾库附近 还有没有别的人 老流浪汉想了想 苦着张脸说 好像没别的人了 当时太早了 街上都还没几个人呢 就是说 你来到这的时候 没看到有人丢垃圾 是的 看来这袋残肢 应该是凶手 昨天晚上丢弃在这儿的 货文思寸着 又问 你为什么会来翻这儿的垃圾 我肚子饿了 想在垃圾堆里 找点能吃的东西 先给我找到了一袋油炸饼 我吃了几个 想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结果就看到了 这个鼓鼓囊囊的大袋子 没想到一打开 居然是 老流浪汉又露出惊恐的神色 货文扫是周围的地上 哪有什么油炸饼啊 老流浪汉赶紧把刚才 吓得丢在一边的 那半袋油炸饼捡起来 双手捧给面前的 刑警队长看 就是这个 货文晃了一眼 对那脏乎乎的油炸饼 并没有细看 他只是想知道 老乞丐有没有说实话而已 现在他觉得 没什么好问的了 转身对一个年轻的警察说 你把这个老乞丐 带回局里去做个笔录 然后把他送到 就近的收容所去 老流浪汉 有些紧张地问道 警官 你们不会是要 把我关起来吧 不是要关你 收容所里有吃有做 比你在街上 讨饭强多了 年轻警察对老流浪汉说 跟我走吧 老流浪汉 欢天喜地地 跟着年轻警察 上了警车 货文和叶雷坐到警车里 叶雷掏出小本子 一边记录 一边念叨 六月五日 星期日 第二个受害者的第二部分 被丢弃在 离析菜市场旁边的垃圾库 两只手和手臂 及部分内脏 货文双手搭在方向盘上 眉头紧粗 昨天我们还在思索 凶手下一次抛尸的事件 今天就出现了 他自嘲地呲笑了一声 就像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不想让我们失望一样 叶雷看着手中的小本子 距离上一次抛尸 间隔了八天 他望向了队长 头儿 按你的分析 昨天这个凶手 大概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货文目光低垂 没有说话 好一阵过后 他问道 调查有进展了没有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对象 情报科提供了一些单身居住 曾经或现在与外地单身女人 有来往的人的资料 叶雷从一个黑色皮包里 拿出一叠纸 递给货文 但这只是一部分 无法将所有这种类型的人 都统计出来 数目太庞大了 货文一张一张地翻看着 这些纸上印着情报科列出的 具有犯罪可能性的人的照片 名字 年龄 职业等基本资料 货文挨着把这几十页纸 全部看完 问道 怎么全是男的呀 也许情报科认为 会做杀人抛尸这种事的 男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货文不满地晃着脑袋 这可不一定 他们太主观异端了 而且缺乏经验 1987年 美国俄海俄州著名的 连环杀人分尸案 就是一个妇女所为 我一会儿去叫他们把符合这种条件的女人也列出来 这一堆人里面有没有重点排查对象 有 叶雷把身子倾过来 翻找着 从一堆纸里选出了大约十张出来 这几个人曾经多次和外地单身女人交往 其中一些还和外地单身女人同居过 好 重点关注这几个人 同时让情报科继续统计可疑对象 是 货文狠狠地咬着牙手 我还不相信了 这只残忍的狐狸 会一直不露尾巴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语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三十集 六月六日 星期一的上午 瞅准于凯林上班之后 围卷迫不及待地用钥匙打开隔壁房门 来到于凯林这边 他早就按捺不住了 自从上次偷看于凯林的日记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再次光顾 经过这么几天 日记的内容应该添加了不少 这回 他可以在这边度过一个充实的上午了 他直接来到书桌旁 把抽屉打开 拿出了于凯林的日记本 正要翻开来看 他瞅见了桌上放着的红酒 就是前天晚上 于凯林请他吃饭时喝剩下的那瓶红酒 围卷注意到 酒还剩了大半瓶 他想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欣赏隐私 是不是更有情绪呢 可是酒少了的话 于凯林会不会发现呢 斟酌了好几秒 他判断出来 如果只到一小杯的话 是不会有人觉察到的 除非之前用刻度纸量过 但谁又会这么做呢 围卷悠然地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玻璃酒杯 倒了半杯红酒 然后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快乐之旅 启程了 他翻开日记本 接着上次的开始看 5月30日的日记 今天中午 我问起小雪最近发生的杀人碎尸案的事 没想到他居然知道 看来 离心并没有骗我 围卷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小雪告诉我 警察现在还没有抓到凶手 而且报纸上说 这个凶手有持续作案的可能 他觉得我一个人住在外面不安全 劝我忍口气 回到离心那里去住 可是 我心中还是无法释怀 围卷眯起眼睛 凝神摒弃 后来 我们谈起了我昨晚听到隔壁传来跑步声的事 小雪认为 围卷可能有些不正常 她说这种有古怪嗜好的独身老姑娘 往往都有些偏执倾向 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虽然我觉得 她有些言过其实 但这些话 确实令我感到不安 看到这些内容 围卷的下额咬紧了 竭力压下自己的愤怒 继续往下感 晚上 小雪到租房子的地方来陪我住 她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竟然怀疑里面有人偷窥 但我们走进去 却没发现有人 小雪坚持说 她的直觉比一般人要强 还说这套房子和房东有问题 她再次劝我别住在这儿了 回到离心的身边去 我的心里很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叫孟小雪的婊子 围卷又惊又怒 她仗红了脸 牙齿磨得咯咯作响 气得浑身都颤抖起来 忘记了自己手里正端着一杯酒 结果杯子一清洗 洒了一点红酒在日记本上 围卷大惊失色 心中暗叫不妙 她赶紧走到茶几旁边 扯了几张抽纸 把日记本上的红酒吸掉擦干 但是红酒的颜色 浸进了日记本里 并且把纸张变皱了 围卷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糟了 她想到 于凯林可能会发现的 而且只需要稍加联想 就能猜到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呢 她焦急起来 我总不能把这日记本丢掉吧 这样不是更加明显吗 现在 只能期望酒的颜色变淡之后 她会注意不到 或者是她直接翻过这一页 围卷坠坠不安地暗寸着 脸色渐渐地沉静下来 不再焦躁 实在不行 酒 于凯林今天在公司加了晚班 回到住所之后 已经接近十点钟了 她精疲力尽 只想快些洗澡睡觉 但是多年的老习惯 又逼使她拿出了日记本 围卷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于凯林翻到某一页的时候 忽然看到左下角的纸发皱了 而且还染了些淡淡的红色 她疑惑地把那叶纸靠近鼻子 闻到了红酒的气味 她呆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日记本上 怎么会有红酒的痕迹呢 她清楚地记得 星期六那天晚上喝过红酒之后 她就再没有碰过那瓶酒 而昨天晚上写日记的时候 这一页还是好好的 想着想着 于凯林的身体颤抖起来 她意识到 有人进了自己的房间 偷看了她的日记 而能做到这件事的人 只可能是 天哪 于凯林捂住了嘴 她这样做有多久了 难道她把我日记上的内容 全都看过了 于凯林赶紧把写过的日记 快速浏览了一遍 想到这些内容 可能已经被维卷所知晓 她感到不寒而栗 而让她更加恐惧的是 她不知道维卷 还在她的房间里干了些什么 现在 于凯林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 孟小雪是对的 这个女房东确实不正常 这个地方 恐怕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之后 于凯林和孟小雪 漫步到一个广场 在一张休闲木椅上坐下来 于凯林把日记的事 告诉了孟小雪 孟小雪十分的震惊 同时显得有些激动 怎么样 现在证实我说的话了吧 我就告诉你 那个女房东有问题 你检查没有 没丢什么东西吧 于凯林摇头 没有 我现在又没什么钱 那屋里的家具本来就是她的 能丢什么呀 孟小雪思索了一阵说 那她就是那种有脱窥屁的人 以窥探别人的隐私来获得某种快感 这种人的心理严重的不正常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于凯林忧虑地问 别在那里住了呗 她有这种怪癖 你还敢挨着她住啊 我也不想再住在那了 可是怎么让她退房租呢 你就拿着日记本 去找她当面对质 她肯定没话说呀 可我有什么证据证明 日记本上的酒计 就是她造成的呢 她完全可以不承认 说是我自己弄的 孟小雪想了想 确实 你要真跟她闹翻的话 对你不利 可不是吗 我现在还欠着她五千块钱呢 她要是一怒之下让我还钱 我哪有钱给她呀 要不 你把房门换把锁 这样她就进不来了 这个我也想过 但这样一来 不就摆明了是怎么回事吗 这和跟她明说 有什么区别呀 孟小雪叹了口气 照你这么说 就不好办了呀 要不我怎么找你商量呢 就是因为我没主意呀 于凯琳为难地说 主要是我借了她的钱 就受到牵制了 孟小雪沉默了一阵 难难地说 这个女房东 奇怪的地方太多了 四十多岁了不结婚 喜欢怪异的口味 夜晚在家里跑步 还有偷窥别人隐私的 特殊癖好 看来 我担心的事情 不是没有可能 于凯琳纳闷地问道 小雪 你担心什么事啊 孟小雪望着于凯琳 犹豫了半生 咽了口唾沫 凯琳姐 我说出来 你可能会害怕 于凯琳不安地望着她 你说吧 我觉得 这个女房东 也许跟报纸上 报道的那起 杀人碎尸案有关系 于凯琳啊得嘀呼一声 煞石吓得脸都白了 她惊恐地捂住了嘴 小雪 你可别吓我呀 我当然不是故意想要吓你 其实 那天在你那里住了一晚上之后 我就产生这个想法了 但就是害怕吓着你 所以才一直没跟你说 今天听到你说 那房东趁你不在的时候 到你屋里去偷看日记 再加上我那天晚上 一些设身处地的感受 我觉得她越来越可疑了 也许她真的 别说了 小雪 于凯琳害怕的双手交叉 抱住了手臂 孟小雪见于凯琳怕得厉害 安慰她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可能没这么严重吧 可如果是真的呢 那我 岂不是危险极了 凯琳姐 你还是住到离心那儿去吧 于凯琳郁闷地说 这几天 她都没来找过我了 也许是我那天 对她说的话太决绝了 她大概觉得和我 已经没希望了 如果她不来找我的话 要我主动联系她 我做不到 孟小雪叹了口气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死要面子啊 不是面子的问题 我有我的原则 于凯琳不想继续说 关于离心的话题 小雪 你帮我想想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孟小雪沉思了许久 有了 我给你想了一个 既可以摆脱她 又能要回房租的办法 说来听听 于凯琳急切地说 孟小雪凝视着她 首先你不动声色 假装没有发现日记的事 然后你去买一个 微型的针孔摄像头 安装在你房间的某个角落 如果那个房东 再偷偷到你房间来 那么针孔摄像头 就会把她的行为摄录下来 你把这个资料交给警方 就能控告她侵犯隐私 这样的话 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要求她退还你的房租了 说不定还能获得一笔赔偿金 赔偿金我就不要了 只要能拿回房租 离开那里 我就心满意足了 于凯琳顿了一下 迟疑地说 你说的这个办法 真的有用吗 相信我 这种有偷窥屁的人 绝不会只犯偶尔一次 他一定会再次到你屋里去的 说不定 他已经去过很多次 只是这次才让你发现而已 孟小雪略微停顿 补充道 我可不是胡乱猜测的 想想看 他竟然在你的房间里 边偷看日记 边喝红酒 可见有多么胆大妄为 肆无忌惮 就凭这一点 就能判断出 他是个老手 以前住在那儿的房客 恐怕都是他的窥视对象 于凯琳打了个冷静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承认 孟小雪分析的很有道理 怎么样 你要用我这个办法试试吗 于凯琳略微考虑 点了下头 哪里有卖针孔摄像头的呀 电脑城里都有卖啊 孟小雪朝街道一侧望去 这附近不就有一家 挺大的电脑城吗 于凯琳从长椅上站起来 那我们现在就去卖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一集 两个人来到电脑城 找到一家专卖电脑配件 和摄露器材的店铺 孟小雪帮于凯琳问道 老板 你们这里有微型的 针孔摄像头吗 四十多岁的男老板 忘了他们一眼 你们买来干什么 我们开了家服装店 想买来当监控 孟小雪瞎编了个理由 哦 那行 主要是公安局打了招呼 要我们卖这些特殊商品的时候 问清楚买主的用途 不能用来做不合法的事情 于凯琳和孟小雪 迅速的彼此看了一眼 男老板问道 你们要高级点的 还是普通点的 要便宜的 于凯琳说 男老板应了一声 从身后的货柜里 拿出一个 机身只有火柴盒的一半 那么大的 微型摄像头出来 于凯琳和孟小雪 凑近了仔细观看 这小玩意儿的镜头只有圆珠笔芯那么细 整体是黑色的 如果安在某个角落的话 极难被发现 这个多少钱 店主又拿出一堆小东西出来 加上无线接收器 装在电脑上的采集卡 和接收器专用电源适配器 一共五百六 啊 这么贵啊 于凯琳不禁择舌 这还贵啊 我给你拿的都是最便宜的了 可不可以再便宜点啊 我们以后还会来照顾你生意的 孟小雪说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以五百二十元成交 男老板教了他们使用方法 包括怎么安装针孔摄像头 接收器怎么连接电脑 如何把视频信号 转存在电脑里等等 两个人走出电脑城 于凯琳叹息道 唉 看着都没钱了 还要花五百多买这个玩意儿 希望真能派上用场 等着瞧吧 会有用的 孟小雪自信的说 于凯琳看了下手表 现在是中午一点过 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说 我们回公司去 休息一会儿吧 孟小雪点了下头 两个人刚走了几步 于凯琳皮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你好 于凯琳接了电话 请问 是于凯琳女士吗 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 你是 电话里的人 跟于凯琳说了 接近一分钟 孟小雪在一旁观察到 于凯琳渐张大了嘴 露出意外而惊恶的表情 好一阵之后 他呢呢的说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孟小雪问 怎么了 谁打的 于凯琳神情有些恍惚 他张着嘴愣了好一阵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什么事啊 于凯琳望着孟小雪 刚才的电话是医院打过来的 说围卷刚才出车祸了 啊 怎么回事啊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那医生只说他头部受伤 现在处于轻度昏迷 需要做个小手术 还要进行全身检查 估计不是很严重 他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呢 他说围卷身上没带什么钱 却在他上衣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我的名片 问我是不是他的朋友 让我送点钱过去 于凯琳茫然地问 你说我现在去吗 孟小雪想了想 去啊 当然得去了 这样的话 表明你没有产生怀疑 还把他当作朋友 会使围卷 放松对你的警惕 我们的计划 才容易成功啊 于凯琳沉吟了片刻 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但立刻又犯了难 可是我哪有钱带过去啊 到了那再说吧 总之要表示你对他的关心 孟小雪问 哪家医院啊 四医院 离这不远 我们打车过去吧 孟小雪抬手招了一辆低时 两个人一起钻了进去 车子急速地朝医院市区 赶到四医院 于凯琳和孟小雪通过询问 来到急救室门口 孟小雪停下脚步 我就不进去了吧 在这儿等你 于凯琳想了想 好 走进急救室 于凯琳在第二张病床上 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围卷 他闭着眼睛 额头上经过了 简单的止血处理 脸上有一些风干了的血迹 于凯琳走上前去 对斧在病床前检查 围卷手臂的男医生说 医生 你好 我是围卷的朋友 于凯琳 哦 你来了 戴眼镜的男医生 直起身子 冲他点了下头 他怎么出的车祸呀 伤得严重吗 也不知道有什么急事 在车辆行驶的时候 横传马路 男医生带着责备的口吻 还好那辆面包车的司机 及时踩了刹车 撞得才没那么厉害 我初步检查了一下 头部有四厘米的窗口 需要缝针 另外胳膊擦伤 算是幸运的了 伤得不重 啊 那就好 你是他的朋友吧 伤者现在还没交医药费呢 你去帮他交一下 我马上安排手术 呃 要交多少钱 先交三千块吧 啊 要这么多呀 男医生望着他 这还算多呀 手术费和医药费 以及做CT全身检查的费用 还有后期观察和治疗的费用 三千块 只是预付的而已 于凯琳尴尴尬地说 呃 我知道 我不是贤贵 只是 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那你去银行取吧 我不是身上没有 而是 根本就没这么多钱 于凯琳更加窘迫了 男医生摊了下手 那你说怎么办吧 我们医院有规定 要交费之后才能手术啊 这时候 躺在病床上的维倦 哼了一声 他刚才就已经从昏迷状态中 清醒过来 听到了医生和于凯琳的对话 他抬了下手 虚弱地喊了一声 凯琳 于凯琳靠近他俯下身子 面露关切地说 倦姐 你醒了 没事吧 嗯 还好 维倦有气无力地说 我听到你们说的了 我知道你没钱 这样吧 你到我家里去 帮我拿五千块过来 好吗 于凯琳愣了一下 这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这是在帮我的忙啊 维倦从皮带扣上取下钥匙 递给于凯琳 钱就放在衣柜中间 那个小抽屉里 你知道的 我上次借钱给你的时候 就是从那里拿到的 于凯琳只有接过钥匙 好 那我马上去呢 正要离开 围倦抓住于凯琳的手说 凯琳 你是我的朋友 我信任你 你快去快回 别耽搁时间哦 等候在门口的 孟小雪 一直在聆听他们的对话 听到维倦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心头震动了一下 于凯琳望着维倦 点头说 我知道了 倦姐 然后快步走出了急救室 在门口和孟小雪会合 两个人沿着走廊 步出医院 于凯琳说 维倦让我帮她回去 不用说了 我在门口都听到了 孟小雪说 然后直视着于凯琳 她最后跟你说了一句话 你有没有听出来什么 于凯琳神情枉然 她说 让我快去快回 别耽搁时间 这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了 你没听出来吗 这句话 是带有某种暗示性的 于凯琳望着她 你想想看 维倦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并不是十分紧急 她为什么还要特别叮嘱你 别耽搁时间 显然你不太可能 故意在路上耽搁什么时间 而唯一有可能 耽搁时间的地方 就是在她家里 啊 你是说 维倦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暗示我不要在她家里 待太久 依我看 是暗示你不要碰她家里的 其他东西 孟小雪眯起眼睛 这说明 在她家里 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本来就不会碰她家里 其他东西啊 于凯琳说着 脸有些发烫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 那当然 但是 你忘了我们对她的怀疑吗 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难道 你要我搜查她的家 我可做不出来这种事啊 孟小雪把头偏向一边 叹道 唉 你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于凯琳说 我们别站在这说话了 我既然答应了她 就只能快些帮她把钱拿过来 不然的话 上班要迟到了 一句话提醒了孟小雪 她说 对 是得抓紧时间 我陪你打个车去吧 两个人赶紧招了一辆 停在医院门口的出租车 赶往围圈的住所 于凯琳用围圈的钥匙打开房门 静止走到衣柜前 把柜门打开 拉开中间的小抽屉 发现里面有一叠现金 她数了五千元 把钱放进自己皮包的那层 把衣柜关好之后 对孟小雪说道 我们走吧 孟小雪看着围圈的房间 无比遗憾地说 我们真的要放弃 这么好的机会吗 这种机会可能只有一次 等她出了医院 就不可能搜查到她的房间了 小雪 我们不是警察 没有权利搜查别人的房间 再说了 围圈是个心思很缜密的人 如果我们翻动了她的东西 改变了一些东西摆放的位置 或者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话 她肯定会发现的 所以 还是别打这种主意的好 孟小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唉 好吧 那算了 两个人正要离开 孟小雪忽然叫了一声 啊 我们怎么把那个东西给忘了 于凯琳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什么东西啊 你刚才才买的 微型针孔摄像头啊 于凯琳一愣 随即一惊 你想做什么 听我说 如果你想知道 围圈到底和杀人碎尸案 有没有关系 这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天赐良机 你与其把微型摄像头 安在你自己的房间里 还不如安在她的家里 这样的话 你只要连接电脑 就能看到她这边的情况 等于洞悉了她的所有秘密 不 不行 于凯琳接连摇着头 本来我怪她侵犯了我的隐私 如果我这么做 那岂不是更变本加厉 侵犯了她的隐私 这是违法的呀 我知道 但是你要自保 这是迫不得已 孟小雪抓住于凯琳的手臂 你想过没有 她既然能趁你不在的时候 到你那边去 就能在你熟睡后 或者是毫无防备的过去 如果她当真包藏祸心的话 你就死定了 所以你明白了吗 现在不是当证人君子的时候 为了保命 你必须确定 她到底是不是我们怀疑的那种人 孟小雪的一番话 把于凯琳吓得脸色苍白 后背发冷 她恐惧地睁大眼睛 不知如何是好 孟小雪看了一下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没时间犹豫了 快到上班时间了 你把真恐摄像头拿出来 我帮你安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我们要快 在这里待久了 违眷会起疑的 于凯琳还在犹豫不决 孟小雪急了 索性把她的皮包抓过来 拿出里面的真恐摄像头说道 这件事我来做 责任我来承担 她抬起头来环顾周围 发现窗框的颜色 和真恐摄像头的颜色 极为接近 而且还有深色的窗帘 当掩饰 如果安在那里的话 围卷根本不可能注意得到 选定了地方 孟小雪赶紧抬了一张椅子 到窗边 踩在上面 按照卖摄像头 老板教的方法 把这小东西 安在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孟小雪用纸巾 把椅子擦干净 对发呆的余凯琳说道 行了 我们走吧 余凯琳一脸的不安 小雪 我真的觉得 这样有点 好了 别再说了 快走吧 等围卷从医院回来之后 所有的一切 就真相大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二集 这几天在公司里 于凯琳一直有些心神不宁 他后悔了 一想到 安装在围卷房间里的 针孔摄像头 他就浑身不自在 感觉自己好像扮演了一个 可耻的偷窥者的角色 那黑色的卫星摄像头 不像是能帮到自己的工具 反倒像是埋藏在他心头的 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因为围卷的返回 而爆发 尽管于凯琳在心中 反复劝慰自己 围卷回来后 也不会轻易发现 但他就是忍不住担心和惧怕 作贼心虚的心理 始终困扰着他 可惜的是 他已经无法把那颗定时炸弹 取回来了 正如孟小雪所说 那是唯一一次 单独进入围卷房里的机会 星期五的中午 于凯琳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再次看到了 等候在门口的离心 这几天 离心没有再送花来了 好像他隐约猜到了 那些美丽鲜花的可悲归宿 这次他选择亲自前来 令他欣喜的是 他发现于凯琳看到自己之后 并没有像上几次那样 掉头就走 这让他看见了事情的转机 离心快步迎了上去 笑容满面地说 凯琳 下班了 面对这样一句废话 于凯琳淡淡地恩了一声 表情没有以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们一起去吃顿饭吧 离心恳切地邀请道 其实于凯琳几乎想要答应了 但下意识里的矜持和积蓄多日的排斥感 却比他想象中更加顽固 令他不由自主地说道 不用了 你有什么事吗 离心顿了顿 并不坚持 他说 还是我上次提过的那件事 我真心希望你能不济浅血 到我那里去住 凯琳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你知道吗 前几天警方又在某处发现了被肢解的尸体 听我朋友说 好像是在一个菜市场的垃圾库里 凯琳 你没有意识到 你自己的处境有多么令人担心 于凯琳咬着嘴唇不说话 其实他在心里思量过 如果离心再次找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话 他会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离心看到他这次没有断然拒绝 知道于凯琳已经有了回心转移的念头 赶紧不失时机地说 凯琳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了 如果我没做到的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于凯琳打断离心的毒事 这不是他想要的 别说这些 你的提议让我仔细考虑一下吧 但是我要先说清楚 就算我答应搬到你那里去住 也只是以一个房客的身份而已 并不意味着 我们又恢复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和你各住一个房间 互不干涉 我每个月会付房租给你 离心心中狂喜 于凯琳的这种妥协 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他立刻答应下来 好的好的 只要你肯过来 什么都依你的意思 只是 你要尽快考虑 你知道 你多在外面待一天 都让我牵肠挂肚 彻也难免 于凯琳翻了下眼睛 懒得听这些肉麻的话 他静止朝前面走去 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 下个星期之前 我会答复你的 离心心中一默 今天是星期五了 下周之前不就意味着两天之内吗 他兴奋的脸颊发红 几乎要跳起来 于凯琳下午下班后回到住所 发现隔壁的房门打开着 他心中咯噔一声 知道维卷回来了 他立刻想到了 那个微型针孔摄像头 助人紧张起来 维卷大概听到了于凯琳的脚步声 他从屋内走出来 冲于凯琳笑道 回来了凯琳 啊 卷姐 你出院了 于凯琳尽量压制住紧张的心情 他看到维卷的额头上有缝针的疤痕 被搭下来的头发遮挡了一些 并不是很明显 是啊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 别客气 卷姐 你做过全身检查了吧 于凯琳说着客套话 嗯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就等着两个星期后去拆线了 他指了一下额头上的伤 没事就好 那我过去了 嗯 凯琳 为卷教主正要用钥匙开门的于凯琳 你看我这个人 你帮我拿钱那天 我都忘了告诉你 我的冰箱里有饮料 你当时一定渴了吧 可以拿出来喝呀 于凯琳愣了一下 随即说道 哦 没关系的 卷姐 我当时也没那么渴 哎呀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那天 你没打开冰箱来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喝的吗 于凯琳本来有些诧异 不知道为卷为什么老是纠缠冰箱里的饮料什么的 这时候忽然明白了 她望着为卷说 卷姐 我没有打开过你的冰箱 或者是碰别的任何东西 我在衣柜的抽屉里拿了钱之后 就直接赶到医院去了 围卷显得尴尬起来 你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想让你别客气而已 于凯琳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淡然道 没什么事了吧 卷姐 我进屋了 哎 好的 于凯琳进屋之后 把房门锁好 然后坐到沙发上 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本来 她感到有些愤文 认为为卷居然怀疑自己动过她的东西 但是很快 就冷静下来 意识到为卷旁敲侧击询问的问题 必定是有所含义 冰箱 于凯琳心中意读 她为什么特别在乎 冰箱有没有被人打开来看过 难道冰箱里藏着什么隐秘 这个念头 引起了她的某种恐怖联想 她猛然想起来 维卷的冰箱很大 这显然有些不合情理 她一个人生活 用得着这么大的冰箱吗 于凯琳 坠坠不安地猜测私寸 忽然想起 自己根本没必要在这里下猜疑 她明明就有途径 接触真相 于凯琳的目光移到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早在前两天 她就尝试着接收到了 针孔摄像头传来的视频图像 现在只要打开电脑 就能看到维卷那边的状况 于凯琳瞅瞅了几分钟之后 走到书桌前 按开了笔记本电脑的开关 经过简单的操作 她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隔壁的俯视场景 以及维卷的身影 于凯琳观察到 维卷正在收拾餐桌上的碗盘 显然她才吃过晚饭 第一次窥视别人 于凯琳感到脸红心跳 紧张不已 虽然她知道维卷不可能发现 却还是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而且还有种负罪感 大概看了十分钟左右 于凯琳把监视视频关闭了 维卷吃过饭之后 就坐在沙发上砍书 根本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于凯琳忽然觉得 自己有些无聊和卑鄙 她在心中暗中责怪自己 然后上网浏览新闻 没有再打开监视视频 11点 于凯琳到卫生间洗了个澡 准备睡觉 本来按照惯例 睡前要写日记 但是想到 维卷可能会偷看自己的日记 她没有把日记本拿出来 睡了之后没多久 于凯琳听到隔壁 传来跑步的声音 她感到奇怪 维卷才出了车祸 按道理身体应该休息一段时间才对 居然刚一出院 就进行剧烈活动 这样合适吗 于凯琳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太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维卷夜里跑步之谜 一直困扰着她 现在答案该揭晓了 于凯琳下床打开电脑 屏幕上出现了隔壁的情景 什么 她凑近了电脑屏幕 揉了揉眼 怀疑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出了问题 维卷的房间里亮着灯 跑步的声音一直持续 但房子里却根本没有人 于凯琳惊愕地 几乎暂停了呼吸 头脑里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维卷并没有在房间里跑步 那么这跑步声 是从哪来的呢 于凯琳愣了好一阵之后 眼睛在维卷的房间里搜索 突然 她看到放在桌上的一样东西 煞事件什么都明白了 桌子上 放着一个录音机 于凯琳深吸一口气 原来 维卷每次夜晚跑步 都是一个假箱 她用录音机播放 早就录好的跑步声 这很明显地衍生出一个问题 她人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要做这种演示呢 直觉告诉于凯琳 这里面一定是大有问题 不能再犹豫了 于凯琳的心脏砰砰乱跳 必须离开这里 搬到离心那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三集 第二天一大早 于凯琳就起床了 她昨天晚上根本就没睡好 恐惧和担忧令她无法安稳 一些事情也在困扰着她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 维卷很显然是在做着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可是到底跟杀人碎尸案有没有关系 仅仅通过现在了解的情况 似乎无法做出判断 第二 自己要搬到离心那里去的话 怎么跟维卷说呢 自己欠着她五千块钱 现在提出来要搬走 她会统一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 于凯琳想过要报警 可是又觉得没有确凿证据 害怕只是误会一场 而第二个问题 她感到十分的为难 现在她不在乎维卷 肯不肯退房租这样的小事 她担心的是 如果激怒了维卷 而她又真是那种人的话 会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思来想去 于凯琳最后决定 暂时不让维卷知道 自己要搬走的事情 今天下午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搬走 剩下的事情 和离心或者孟小雪 商量之后再说 拿定主意 她用手机拨通了离心的电话 离心很快就接了 显然是因为看到来电 显示是于凯琳 她的口气里 透出了兴奋和期待 凯琳 你决定要搬过来了吧 于凯琳低沉的恩了一声 太好了 电话那头的离心 欣喜的难以形容 我准备一桌好菜迎接你 我们就在家里吃好吗 先别说这个 我在这边又买了些东西 一个人拿不了 你中午十一点过的时候 能来帮我拿一下吗 地址是 米市街的四跳巷 十一号 一栋二单元 二楼 本来 于凯琳认为离心会想都不想 一口答应 因为这是一个 献殷勤的好机会 但出乎意料的 离心好几秒没有开枪 半赏过后 才嫩嫩的说道 凯琳 我很想来帮你拿东西 可是 恐怕不行 我今天 有点事 于凯琳完全没想到 离心居然会拒绝她的要求 而且理由如此拙劣 你刚才不是还说 要在家里准备一桌好菜吗 怎么现在又有事了 呃 我 我是才想起来的 回答的很是窘迫 于凯琳心中虽有不满 但想到自己和离心 本来就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也不便发作 语气冷淡的说 那算了吧 我自己办 对了房东 你那儿的房租是多少 离心听出来 于凯琳是在说气话 她略微犹豫了一下说 要不 我还是来帮你拿吧 算了吧 你别勉强 于凯琳没好气的说 不 让我想想 中午 应该可以的 好吧 那就这样 我收拾东西了 挂了电话 于凯琳从床底下拿出大皮箱 把衣服 日常用品等物件装了进去 去厨房看了一下 新买的微波炉 餐具 和剩下的食物等等 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需要几个大口袋来装 她看了下时间 现在是上午九点 于凯琳在心中计划着 先去外面逛一阵 买几个购物袋 吃了中午饭之后就回来 那时候 离心也差不多该到了 之所以等到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搬走 是因为于凯琳知道 维眷吃过午饭之后 一般都会睡会儿午觉 那个时候走 是最不容易被她察觉的 于凯琳缓缓地打开房门 走出去之后 轻轻地把房门带楼 她看了一眼围卷那边 房门是关着的 很好 她静悄悄地沿着楼梯走下去 离开了 中午十二点半 离心比预定的时间 提早半个小时来了 她站在二楼的走廊上 望见关着的两个房门 想了一会儿 摸出手机 给于凯琳发了条短信 凯琳 你在屋里吗 我现在就在你门口 但不知道是哪一间 短信很快回复了 我在外面吃饭 半小时内回来 你等着 离心拿着手机站在走廊 犹豫了片刻 决定先下楼去 就在这时候 围卷的房门打开了 她看到了正欲离去的离心 围卷凝视了离心一阵 你是来找于凯琳的吗 离心被她打量得有些不自在 张着嘴没说话 到我这边来等吧 围卷偏了下脑袋 指向自己的房子 离心略微迟疑 点了下头走了进去 围卷望着离心进屋 然后把头探出去 确定走廊上没有别的人 一刹呢 她的眼里略过一丝阴冷的光 她背对着离心 把门紧紧的锁好 接近一点钟的时候 于凯琳拎着几个购物袋回来了 刚才在楼下 她没看到离心 本来以为上楼来 会看到她等在走廊上 不想也没看到人 她有些诧异的左右 四顾了一番 确定离心没在这里 怪了 她明明发短信说已经过来了 现在又跑到哪里去了 于凯琳用钥匙打开门 把购物袋甩到床上 然后打离心的手机 彩灵里的歌曲重复了好几遍 离心都没有接电话 于凯琳越发觉得奇怪了 一切显得那么不合常理 她心中隐隐约约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 难道离心出什么事了 突然 于凯琳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离心到这里之后 也许试着敲了房门 见没有人开门之后 她才发了那条短信 而她的这些行为 有可能引起了违眷的注意 难不成 她现在在违眷那边 于凯琳心中暗叫不妙 如果违眷问起离心来这的目的 而离心告诉了她的话 自己偷偷搬走的想法 就不可能实现了 不过 于凯琳又想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也没关系 反正离心在这里 不如就对违眷直言相告 她和离心两个人 也不会怕她一个 想到这里 于凯琳离开自己这边 来到隔壁门前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 违眷才把房门打开 她问道 凯琳 什么事 倦姐 我想问问 刚才有没有一个男的来找我 违眷一副茫然的样子 不知道啊 我一直在屋里 于凯琳相当的吃惊 你是说 你没有听到我那边 有敲门的声音 没听到啊 怎么 你跟谁约好了吗 呃 是啊 一个朋友 不会是你的前男友吧 于凯琳不知道违眷怎么一猜就准 心中暗暗的吃惊 只有回答 是的 你们和好了 呃 没有 他只是过来找我有点事 违眷说 可能 可能他还没来吧 你过去等他一会儿 说不定他就来了 于凯琳神思枉然的点了下头 本打算过去了 忽然发现 违眷跟自己说话 我看过去的过程 违眷跟自己说话的过程里 一直堵在门口 就像是怕他会进去一样 于凯琳心中一颤 该不会 对了 娟姐 于凯琳的头脑急速地运转着 我这个月的工资快发了 那个钱 我先还你两千元吧 他一边说着话 左手一边 故作随意地慢慢滑进裤包 摸索着 摁下了手机的重拨键 他今天只跟违眷一个人 打过电话 不着急 等你全部凑齐 再还给我也不迟 还有什么事吗 违眷说着 想要关门 没什么事了 娟姐 那我过去了 就在这时 房间里突然传出一阵 细微的手机音乐铃声 围眷一愣 表情骤然显得紧张起来 于凯琳心脏 像是被重重击打了一下 表面上却装作 什么都没听到 同时 悄悄按了挂断键 里面的手机铃声 戛然而止 娟姐 不打扰了 于凯琳假装平静地说 转身走进自己那边 维眷望着于凯琳离开的背影 又扭头望了望屋里 低头沉思 眉头渐渐紧皱 似乎若有所误 于凯琳把房门锁好 心脏砰砰狂跳 他已经确定 离心就在维眷的房子里 他现在究竟处于何种状况 他必须马上得知 快一点 快一点 于凯琳焦急地看着 笔记本电脑的开机画面 希望能立刻转换成 隔壁房间的画面 他在心中祈祷着 希望离心还是安全的 他只要确认这一点就行了 然后立刻报警 于凯琳的手在不住地发抖 电脑启动之后 他焦急地把画面调整到了监控视频 却因为心慌意乱进行了一系列的误操作 他把电脑上储存的昨晚的视频播放了出来 屏幕上 围卷正在吃着晚饭 于凯琳本来就不怎么熟练 现在又慌乱不已 一时竟忘了怎么把视频调换成及时监控状态 他焦急地把视频快进 几乎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 然而就在这时 他猛然注意到了画面上的变化 停止快进 屏幕上快速运动着的围卷 变回了正常速度 于凯琳之所以停止快进 仔细观看 是因为他看到了围卷打开了电冰箱 他特别注意了视频上显示的时间 10点15分 也就是围卷伪装跑步的一个多小时前 围卷从冰箱的冷冻室里 取出一个包裹着好几层塑料布的大口袋 然后慢慢地把那几层塑料布撕开 这里面会是什么 于凯琳屏住了呼吸 终于他看见了 塑料布全部扯开之后 围卷从那大口袋里拿出一个冰冻的人头出来 然后朝厨房走去 于凯琳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 眼前出现了一层红木 胃部的剧烈收缩和阵阵眩晕感让他想吐 现在之前一切可怕的猜想全都得到了证实 他终于知道 自己这十几天以来一直在和什么人相处 于凯琳全身颤抖地摸出手机 他已经用不着证实现在围卷那边的情况 更不敢想象离心是否已经遭到了与那颗冰冻头颅的主人同样的命运 他只希望还来得及 在警察赶来之前 离心还留有一命 可是 就在他那哆嗦的手指 还没来得及拨出报警电话之前 门外传来围卷的敲门声 凯琳 开一下门 我有事情找你 于凯琳下的一斗 手机从手中掉落下来 啪的一下摔到地上 他立刻把手机捡了起来 想继续拨打报警电话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他听到了围卷 用钥匙旋转房门的声音 天哪 他居然要 直接闯进来 难道他发现了 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也许是之前离心的 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 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于凯琳惊恐的 几乎要晕过去 这时候 围卷已经把房门推开了 于凯琳突然想起来 电脑屏幕上 还播放着监控视频 他飞快地冲过去 一下子把笔记本电脑的盖子 压了下来 围卷跨进门来 刚好看见于凯琳 惊慌失措的手在电脑前 双手压在笔记本电脑上 你在干什么 他冷冷地问 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没 没干什么 于凯琳紧紧地压住 笔记本的盖子 没有意识到 这是在预盖弥彰 围卷盯着于凯琳的电脑 眼珠子转了几圈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慢慢地靠近过来 你 该不会是 没 没有 于凯琳的脚都有些软了 紧张得快要呕吐出来 他呼吸短促 惊骇地摇晃着脑袋 围卷粗暴地一把将于凯琳推开 然后揭开笔记本电脑的盖子 赫然看到了屏幕上自己的影像 刚好是他捧着一颗人头 到厨房里去的画面 围卷大惊失色 他转过头去 看到于凯琳正在拨电话 他的脸瞬间变得无比的疯狂 猙獰可怖 他尖叫道 你这个婊子 然后猛地向于凯琳扑了过去 于凯琳惊叫一声 被比他粗壮的围卷暗倒在地 手机甩了出去 围卷压在他的身上 用尽力气扇了于凯琳两个耳光 把于凯琳打得眼冒金星 接着他掐住于凯琳的脖子 像疯狗一样的咆哮道 你这个贱货 我对你这么好 把你当朋友 还借钱给你 你却偷偷算计我 你在我的房间里 按摄像头号收集证据 把它交给警察对吗 还好我及时发现 否则的话 已经让你得逞了 看来你也跟之前那些贱女人一样 不是好东西 你们都该被碎尸万段 于凯琳被紧紧地卡住脖子 无法呼吸 他使劲地挣扎 双手在围卷的脸上 胡乱地抓着 却只能把她抓伤 无法摆脱这恐无有力的女人的前置 眼看着就要窒息而亡了 在这紧要关头 他双手拼命地想要搜寻到 周围一些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 却什么都没触碰到 千钧一发之际 于凯琳突然集中生智 他把右腿全去到右手能够触碰到的地方 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 求生的欲望逼迫出他惊人的力量 他把鞋跟对准围卷的太阳穴 猛地击打了过去 啊的一声惨叫 围卷身子朝左边一偏 昏倒在地 于凯琳双手护住咽喉 大口喘息着 惊魂未定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看着不省人事的围卷 估计他太阳穴挨了这一记重击 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了 他没有时间害怕或是犹豫 目前最关键的是 必须立刻到围卷那边去 确定离心的生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宁航一 演播张瑜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三十四季 于凯琳推开围卷的房门 跌跌撞撞地闯了进去 他没有在屋子里看见离心 猜想他也许是在厨房或卫生间里 他祈求上天 不要让他赶过去看到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厨房里没有 于凯琳提心吊胆地推开卫生间的门 赫然看到离心昏倒在地 双手被绳子反绑在身后一根管道上 双腿也被捆绑着 嘴里堵着一条毛巾 头顶上有血迹 似乎被重物击打过 于凯琳慌乱地把离心扶起来 将他嘴里的毛巾扯掉 用力地摇晃着他 大声地喊道 离心 离心 离心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面前的于凯琳 似乎用了好一会儿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凯琳 是你吗 对 是我 于凯琳抚摸着离心的脸 此刻已经完全抛开了对他的责怪 流露出来的只有爱意 你怎么样 没事吧 离心咧了一下嘴 我的头 有些痛 那个女人 是个疯子 我在门口等你 她把我骗进来 然后趁我不备将我打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于凯琳流着泪说 她确实是个疯子 她就是杀人碎尸案的凶手 离心紧张地问道 她呢 现在在哪儿 刚才她闯进我的房间 想要杀我 我跟她搏斗 用高跟鞋把她打婚了 做得好凯琳 快帮我把绳子解开 离心赞许地望着她 于凯琳先把反绑住离心双手的绳子解开 然后和离心一起解开了她脚上的绳子 离心的手脚都有些发麻了 过了好一阵才勉强站起来 于凯琳望着离心头顶上的伤口 你的伤怎么样 还痛吗 有点痛 不过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我们得赶快报警 对 不过得先过去看看那个疯女人 离心谨慎地说 你确定 她真的昏死过去了吗 应该是 离心抓着于凯琳的手 两个人一起朝隔壁走去 来到隔壁房间 于凯琳指着刚才围卷昏倒的地方说 就在那儿 话还没说完 她就呆住了 地板上的围卷不见了 于凯琳骤然紧张起来 惊骇地自语 她 她到哪里去了 回过头来 她骇然发现 围卷从门的背后闪现出来 手中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朝离心刺了过去 小心 于凯琳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 离心似乎有所预料 在于凯琳示警之前 就猛地转过身来 刚好抓住围卷举着刀的手臂 刀尖几乎在她眼珠前停了下来 围卷的两只手被离心紧紧抓住 两个人互相使力 僵持了好几秒 突然 她张开嘴 一口咬向离心的鼻子 离心痛得大叫一声 朝后仰去 倒在地上 围卷趁机扑了上去 双手举起尖刀猛刺下去 生死关头 离心顾不得疼痛 再次抓住围卷的手腕 截住刀势 但是她没想到 这疯女人发起狂烈 力气竟然比男人还大 那把尖刀眼看着 就要压向她的咽喉了 于凯琳站在旁边 慌乱的手足无措 当看到围卷渐渐占了上风 而离心快要支撑不住时 她焦急地扫射着周围 酒瓶 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那瓶红酒 飞奔过去抄起了酒瓶 用尽全力朝围卷的头部抡了过去 哐的一声 酒瓶应声而碎 围卷的动作骤然停滞 身体摇晃了两下 手里的刀掉落到地板上 然后咚的一声倒了下去 这一级 比起先前高跟鞋那一下 要重上好几倍 离心喘着粗气从地上站起来 满头大汗 为刚才的惊血感到心有余悸 离心 你怎么样 于凯林奔到离心的身边 看见她的鼻子上有一圈牙印 而且渗出了血 离心摸了下鼻子 疼得呲牙咧嘴 她强忍着说道 没事 于凯林望着地上的围卷 困惑地说 她为什么 看起来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 因为她是个疯子 没有道理可言 离心说着突然蹲下身去 捡起那把刀猛地插向围卷的心脏 只见围卷身体一抖 脑袋向上一直 双眼外突 嘴角躺出了纤细 几秒钟之后 她的头搭了到一侧 死去了 啊 于凯林惊恐地捂住嘴 你为什么要把她杀了呀 她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通知警察来抓捕她就行了呀 离心丢掉了刀 按着于凯林的肩膀说 凯林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也看到了 这个女人既疯狂又彪悍 如果我们不把她彻底解决的话 恐怕警察还没赶到这里 她又会醒过来和我们拼命的 于凯林一时无言以对 她看见倒在地上 却仍然瞪着眼睛的围倦 显得有些害怕 离心靠拢过去仔细查看一番 松了口气 放心吧 她活不过来了 于凯林的手机 在刚才与围倦的搏斗中 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 她对离心说 你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好 可是 离心低头思索 凯林 警察来了之后 我们怎么向他们解释 这个被杀死的女人呢 只能说是 在正当防卫下杀死了她 于凯林停顿了一下 你不用担心 我能向警察证明 她就是杀人碎尸案的凶手 离心有些惊讶地望着于凯林 你怎么证明 于凯林走到笔记本电脑前 指着屏幕上的画面说 我几天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 在她屋里安了一个微型针口摄像头 现在播放的是昨天晚上的画面 离心盯着电脑屏幕 画面上怎么没人呢 刚才我看到 她从冰箱里 拿了一个人头出来 她打了个寒净 现在不知道 是在厨房里 还是已经出去了 这段视频你没有看完的吗 你昨天晚上没看 没有 我昨晚看了一会儿 开始很平常 我就没有继续看下去了 后来十一点过 听到跑步的声音 又起来看了一次 但那时候 她可能已经出去了 恰好都没有看到 她取出尸体这一段 离心凝神注视着电脑屏幕 忽然把视频关闭 然后以迅疾的速度 把这段视频彻底删除 你 你干什么 于凯琳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段视频 是能证明违券是 杀人碎尸案凶手的 最好证据 你干嘛删除了呀 离心扭头望着于凯琳手 凯琳 你知道吗 私人取证 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 而且 你在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安装针孔摄像头的行为 本来就是违法的 所以 这段视频 不能交给警方 可是 这是特殊情况呀 于凯琳感到难以接受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对离心说的 好吧 那就听你的 你帮我到他那边去 把针孔摄像头取下来吧 就按在窗框上面 好 我马上去取 离心朝那边走去 等我回来之后 咱们就报警 于凯琳点了下头 看着离心走过去后 他迅速的坐到电脑前 打开了电脑上 另一个本地磁盘 F盘 昨天晚上 他在睡觉之前 把所有的监控视频 全都复制 保存在了F盘里 离心刚才的举动 太令人生疑了 于凯琳想到 似乎他害怕别人 看到这段监控视频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马上要弄清楚 他找到了刚才 被离心删除的 昨天晚上的视频 把它点开播放 然后按着快进阶 视频快速地播放着 很快到了 维卷从冰箱里 取出尸体那一段 于凯琳屏住呼吸 心脏狂跳 继续往下看 维卷进厨房之后 画面上好一阵 都没有人出现 过了一会儿 维卷从厨房里出来 走到门口 把房门打开 于凯琳的眼睛 接触到门口 出现的那个人的刹那 全身的血液 在瞬间凝固了 他的眼睛 瞪大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 双手紧紧地捂住了嘴 天哪 门口出现的人是离心 于凯琳的脑子里 像有一千只蜜蜂 在嗡嗡乱飞 绕得他混乱不堪 几乎失去了 理解一切事情的能力 这是怎么回事 离心昨天晚上来找过维卷 他们是什么关系 屏幕上的画面继续播放着 维卷从厨房里拎住一个黑色塑料袋 又把一个大购物袋交给离心 离心把大购物袋敞开 让维卷把黑色塑料袋放进去 然后两个人把茶几上的一些水果 撒在购物袋上面 离心拎着那购物袋 看起来就像是刚从超市满载而归 他们在一起处理尸体 当于凯琳看懂这个画面之后 整个世界都开始摇晃打转起来 过度的惊骇和恐惧 是于凯琳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好一阵之后 他才猛然想起了什么 他仓皇地把视频关闭 但扭过头去赫然看到 离心已经站在他的背后了 啊 于凯琳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由自主地朝墙边退去 后背一阵阵地发冷 他像是看一条毒蛇那样 盯视着离心 凯琳 你竟然把视频保存了下来 离心说着 神情有些悲哀 你全都看到了是吗 于凯琳的喉咙 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这时候 他注意到离心的一只手 背在身后 似乎拎着一个小塑料口袋 他的恐惧更甚了 离心注意到了于凯琳的眼神 他把那个塑料口袋 提到面前来 叹了口气 本来我是打算 悄悄把这包东西丢掉的 我想 警察来了之后 在围卷那边搜出这些东西 也许会引起你的怀疑 但是现在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就没必要瞒你了 说着 他把口袋里的东西抖了出来 洒落在地上的 是一顶金色假发 和一双黑色的网状丝袜 还有一些口红眼影之类的化妆品 这些东西 唤起了于凯琳的某种回忆 他摇了摇头 试图理解眼前的一切 却发现自己的脑袋 像是生了秀一样 转动不起来了 黎心迅速地转身 把房门关好 低沉地说道 凯琳 事到如今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 相信我 不要把我和 维眷那样的疯子 混为一谈 于凯琳 怀疑地凝视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瑜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五集 其实 我是这里的第一个房客 当时我还没有单位分给我的那套单身公寓 就在这里租房子中 那时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是一个外地女孩 交往一年多后 我渐渐发现她的性格有着严重的缺陷 过于幼稚和理想化 终于有一天 我们俩又因为一件小事而吵得不可开脚 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向她提出了分手 我没想到的是 她像发了疯一样 要跟我拼命 我躲进卫生间 她却挥着刀冲了进来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想杀我 还是只想吓吓我 我只知道我确实吓坏了 结果是 我在自保的时候失手杀了她 于凯琳惧怕地望着理性 无法判断她说的是真还是假 当我发现她没气了的时候 吓得手足无措 而那时候 我根本没料到 我有一个偷窥狂女房东 发生在卫生间里的命案 全被隔着一块特殊玻璃的她 尽收眼底 在我惶恐地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从隔壁过来了 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神色 维眷告诉我 她可以帮我处理这个女人的尸体 而条件就是 要我当她的地下情人 我当时慌乱不堪 几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只希望她能让这具尸体赶快消失 并帮我保守秘密 接下来 她所做的事比我想象中更加疯狂 她把尸体肢解 然后分成好几个部分 冷冻在冰箱里不定期地抛尸 她的手段令人发指 但的确高明 警察一直都没抓到她 不 严格地说 是我们 于凯林强忍住不让自己呕吐出来 你一直配合着她抛尸 对 是她强迫我的 你知道 我不可能拒绝 只有听任她的安排 我猜想维眷以前就有杀人的经历 否则的话不可能如此老道和狡猾 她化妆成另一副样子 然后和我装成逛街的情侣 提着装有尸体的购物袋 若无其事地在街上漫步 走到某个没有人的小街小巷 她就取出装尸体的口袋 扔进垃圾箱里 像丢一块香蕉皮那样轻松随意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你每次都和她一起去抛尸 于凯林颤里地问道 不 为了不让警方怀疑 她变换着抛尸的方式 有时是我们两人一起 有时是她自己一个人 但是她不信任我 从来没让我一个人丢过 维眷的可怕之处在于 她可以拎着装尸体的购物袋 或提包在街上走好几十分钟 而且不慌不忙闲停信步 就算警察从她身边经过 也根本不可能想到她口袋里装着什么 我觉得 她是在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 对于她来说 这种事情有着无与伦比的快乐 于凯林的位移阵阵地抽搐 她强忍着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不适 本来我以为 那具尸体处理完之后 就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我没想到 维眷竟然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了 这种病态的快感 我从这里搬出去之后 她就在网上搜寻求租房子的 外地单身女人 结果 又一个女人成为了牺牲品 就是在你之前 租这个房子的人 于凯林颤抖着问道 她把房子租给这个女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她 黎心摇着头迷茫地说 好像 不完全是 我不了解这可怕女人的心理 她一开始 好像是想跟那女人交朋友的 但我不知道 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之后 她就动了杀机 于凯林的后背不断地泛起良意 她回忆起自己和维眷相处的一些片段 心中大概猜到了七八分 黎心靠近于凯林一节 露出无奈而悲哀的神色 凯林 现在你能理解了吧 我之所以和这种可怕的女人混在一起 被她操控 完全是因为我有把柄捏在她手里 我是被逼无奈的呀 我心中真正爱的人 只有你一个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背叛你的事 那天晚上 其实我不是在跟妓女优惠 而是 你们正在那条小巷里抛尸 没想到恰好被我撞到了 于凯林恐惧地望着她 是的 当时我看到你走过来 心中十分的惶恐 我害怕你认出我来 也害怕你会怀疑我夜里在这小巷里做什么 只有立刻亲吻为倦 借此挡住我和她的脸 假装成在和别的女人优惠 离心露出傲丧的表情 但是我没想到 你还是认出了我 并气得在第二天不辞而别 随后 事情朝着更加戏剧化的方向发展 你在网上留的求租房信息被围券盯上了 而且你真的搬到这里来住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情况 所以我来找你 希望你能回我那里居住 就是想让你离开这里 凯林 我是真的为你好啊 于凯林难以置信地望着离心 你现在说这些话 不会是还想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离心呆呆地愣了半声 垂下头说 不 我已经不敢再做这种奢望了 凯林 我刚才说的全都是实话 我现在只希望你能放我一马 不要让警察知道 这件事情和我有关 这不可能 于凯林断然道 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就必须承担责任 离心哀求道 凯林 你就这么狠心吗 你要亲手把我交给警察 然后眼睁睁看着我被判处死刑吗 于凯林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好一阵之后说道 假如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 那你就只是过失杀人和协同犯罪而已 应该不至于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但牢狱之灾总是不可避免的呀 那是你应有的下场 于凯林正色道 离心 你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希望你不要继续错下去 离心凝视着于凯林 他们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 终于离心垂下头来说 你说的对 是到了该面对我所犯下的罪孽的时候 于凯林突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毕竟这是他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他的泪水从眼眶中滚落下来 如果 你肯真心忏悔 好好服刑的话 也许 我会等你的 离心惊喜地抬起头来 真的吗凯林 你说的是真的 嗯 真的 于凯林深深地点着头 离心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这样的话 我就没什么遗憾和不舍了 他掏出手机递给了于凯林 打报警电话吧 于凯林接过电话 心中突然有些感动 他望着离心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 然后拨打报警电话 然而就在他把手机键盘解锁刚刚按好数字还没来得及拨打出去的时候一根皮带套到他的脖子上并迅速地勒紧 凯林 原谅我 离心的手向两边拉扯着皮带 我爱你 真的很爱你 但我不能让你毁了我 于凯林的双手扣住皮带 却没法减弱那股要夺取他生命的力量 他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声音 白皙的脸憋成了酱紫色 眼看着就要窒息了 突然 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 一个年轻的警察举着手枪大喝的 住手 否则开枪了 离心大惊失色赶紧松了手 于凯林猛地回过气来 捂着脖子不住地干渴 跨进鬼门关的一条腿 又收了回来 叶雷逼近了离心命令道 双手抱在头上 蹲下去 其实不用他下这道命令 离心已经下得脚都软了 自然而然就瘫软了下去 于凯林虚弱地挪动脚步 走到叶雷的身边 回头瞥了离心一眼 目光令着卑鄙的男人不寒而栗 叶雷用手铐把离心靠在床脚边 摸出手机打通了队长电话 头儿 案子有结果了 那个叫离心的男人 果然和杀人碎尸案有关 太好了 电话那头的霍文兴奋地喊道 在哪里 我马上过来 叶雷告知队长弟弟挂了电话 他望着于凯林笑了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很凑巧 我怎么会刚好在你要被杀害的时候赶到了 于凯林困惑地望着这个年轻英俊的警察 叶雷指着离心说道 这个男人是警方确立了怀疑对象之一 这段时间我们警方一直都在对他进行监视 可惜的是 昨天晚上因为一个任务 我们恰好放弃了对他的监视 否则的话 昨晚可能就已经抓到他了 今天早上在一个垃圾场里 又发现了一部分碎尸 我们立刻对怀疑对象进行密切监视 我刚好负责跟踪这家伙 他上楼来之后 我发现他许久没下来 猜想可能发生了什么 等我来到这个门前时 在门口听到了你和他的对话 感谢这套不格音的房子 才让我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于凯林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 这警察为什么会及时救了自己 而今天早上发现的碎尸 毫无疑问 那就是围倦昨晚跑步时做的事情 十多分钟之后 霍文带着两名警察赶到这里 在围倦的冰箱里 剩下的两部分尸体被找到了 于凯林将作为证据的监视视频 提供给了警察 鉴于他协助破案有功 霍文没有追究 他私自安装摄像头的事情 本案主犯已死 从犯被捕 终于宣告侦破 几天之后 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碎尸案 终于不再躲躲藏藏 遮遮掩掩 他的告破 使得案件堂而皇之地 登上了本地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只是 人们不会想到 在他们惊骇地谈论着 这起可怕事件的时候 他们口中那位 经过化名的女主角 已经消失在他们的视野范围 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座 留给他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记忆的城市 这个带着心寒和战力的单身女人 辞去了工作 和唯一的好友告别之后 坐上了清晨最早的一班特快列车 他躺在卧铺车厢 感觉真的好累 他厌倦了当一个异地的房客 他要回到那个充满着亲情 温暖和关爱的地方去 在那里 他不用去猜忌和怀疑 身体和心灵 能得到彻底的放松 如果他现在还剩一丝精力的话 他只想做一件事 告诉所有人 我现在要回的地方 不再是一个住所 而是我的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三十六集 暗火的故事讲完了 实际上 他在讲的过程中就有所察觉 听众的表情 看起来不太对劲 他们的眼睛越瞪越大 有的甚至就是瞠目结舌 现在他终于可以问了 你们怎么了 为什么都瞪着我 其实 听故事的人也和讲述者一样 几乎想在中途就打断故事 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出于礼节或者惊讶 他们都没有开口 况且 开口也迟了 现在 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有好几个人 几乎是同时教导 暗火 你的故事犯规了 暗火的脸骤然变色 本来他还以为 他们出现这种表情 是听他的惊悚故事 过于投入 现在这句话 犹如汗雷轰顶 令他震惊的 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阵 他才骇然问道 你们说的 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犯规了 千秋显得有些焦急 你难道没听到 早上我们在谈论什么吗 说的就是你故事中 出现的内容啊 龙马提醒千秋 你忘了 早上 其实是整个白天 暗火都没有下楼来 千秋啊的叫了一声 看来他昨晚 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戈特说 暗火看了他们一阵 突然大吼 别在那里打雅弥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故事犯规了 冷静一点 暗火 南天对他说道 是这样的 昨天夜里 我们起码有七个人 都听到大厅里 有跑步的声音 那脚步声十快十慢 然后突然停止 正好和你刚才所讲的 那个故事的桥段相似 暗火脸色蜡白 张口结舌 眼睛几乎都要瞪裂了 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告诉我 你整个白天都没有下来 临近七点钟的时候 才走出房门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 告诉你什么 沙家无奈地说 再说了 我们怎么会想到 你的故事 刚好会和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类似呢 终于说到重点了 一个年轻而冷静的声音 来自克里斯 为什么暗火的故事 会和现实状况 出现惊人的重合 我想 你们不会认为 这是巧合吧 没错 这不可能是巧合 莱克汉言道 现在看来 昨晚的事情 简直就是为了陷害暗火 才发生的一样 真是见鬼了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些说不通 克里斯说 我们十三个人里 有七个人 听到了那声音 另外六个人 则表示没有听到 假如是有人 要故意陷害暗火的话 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 那个人怎么知道 暗火的故事里 会出现同样的情景 第二 如果暗火在昨晚 听到了那个声音的话 显然就不会在故事里 设定这样的情景 那个人怎么能肯定 暗火一定听不到呢 照你这么说 不是有人在 故意陷害暗火 但你又说 绝不会是巧合 那我就想 听听你的分析了 你认为这是 怎么回事 小天才 荒木舟挑衅的 望着克里斯 克里斯 转动着眼中问道 暗火 你睡觉睡得沉吗 一般吧 暗火神不守舍的说 显得焦虑不安 如果声音比较大的话 我应该能听到 你故事中的角色 会在晚上慢跑 或者说制造出慢跑的声音 你是怎么想到 这种情节的 听到克里斯这么问 暗火突然张大了嘴 像是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事 对了 我会想出这样的情景 是因为受到了 昨晚做的那个梦的启发 克里斯 深夜里跑步 好像就是我自己 你做的梦 醒来之后都能够记得起 绝大多数的内容 基本上都能 你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吗 我是说 你以前会不会把梦境中的内容 写成小说 有过 实际上 这算是我的一个特殊习惯 由于我总是能够清楚 记得梦境的内容 而我又时常会做一些 能够提供我灵感的梦 所以我的好几部小说 都是这样创作完成的 克里斯微微点着头 顿了几秒之后 他问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问题 你以前 有过梦游的经历吗 暗火 实际上是所有人 都大吃了一惊 暗火惊害得无以复加 你 你这么问的意思是 你认为昨天晚上是我 克里斯凝视着暗火的眼睛 你认为呢 有这种可能性吗 不可能 我从来没有梦游过 暗火大叫道 大厅里沉寂了几秒 夏猴身干咳了一声 嗯 我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有些人在正常情况下 不会梦游 但如果身处某种特殊环境 或者是遭遇到某些特殊状况 也许就会梦游 而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暗火有些恼怒的回应 我有没有梦游 我自己清楚 问题是 你怎么能如此确定 你没有梦游呢 龙马说道 据我所知 梦游的人 除非被惊醒 否则都不知道自己梦游过 暗火微微的张了张嘴 显得欲言又止 他眉头皱拢 紧紧咬着下嘴唇 似乎内心在激烈的挣扎着什么 好一阵过后 他才缓慢的吐出一句话来 实际上 我如此清楚自己绝对没有梦游 是因为 有人能帮我证明这一点 这话令大家都为之一愣 北斗好奇的问道 谁能证明 暗火沉默了 他的眼光迅速在众人中扫尸一遍 显然是在暗中搜索和观察那个 能为他做证明的人 但是那个人却没有站出来 而暗火也没有进一步指出那人是谁 毫无疑问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 大概过了一分钟 千秋打破了沉默 我看 既然暗火不愿说 我们就别追究这事了 他说自己没有梦游 那就是没有吧 白晶辞笑道 这就奇怪了 我们所有人都不承认 昨晚下楼来走动 总不会是闹鬼吧 有人在搞鬼还差不多 龙马说道 我们当中很明显 有人没说实话 其实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就算真的闹鬼 也并不奇怪 夏侯身不以为然的手 沙家抱着肩膀 哆嗦了一下 夏侯先生 别说这种话呀 本来就够瘆人的了 除了他之外 另外几个人也露出了恐惧不安的神情 暗火突然站起来说道 我要回房间去休息一下 这个故事我们还没平分呢 南天提醒他 算了吧 不用打分了 暗火丢下一句话 静止上了楼 看得出来 他现在没有心思 关心这个问题 众人目送他离开 之后也都散了 这件事现在只能不了了之了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疑和离奇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又增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犯规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七集 深夜 暗火不安地在屋内夺步 违反游戏规则 令他神经紧绷 难以入眠 一些想不通的问题 也始终困扰着他 昨天晚上 他和某个人在一起 这件事 只有他和那个人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 他认为这里面可能有诈 那个人接近他 会不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也许 就是为了陷害他 但是 他紧皱着眉头 不由自主地摇起头来 这不可能啊 自己和那个人 大半夜都在一起 假如真的有人 在深夜出来走动的话 显然不会是 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难不成 真的是我在梦游 他怀疑起自己来了 但随即又想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不可能不知道啊 该死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焦急地抓耳挠腮 为这些琢磨不透的事情 感到烦躁不安 然而 就在这时 他听到楼下传来一阵 轻微的脚步声 他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 全身的寒毛连根竖起 他迅速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昨晚那个在楼下走动的人 的确不是自己 那么 那个人是谁呢 现在 答案就在门外 那脚步声 现在还在 只要打开门出去 就能立刻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同时也能向其他人证明 自己确实没有梦游 暗火紧张的心脏狂跳 他告诉自己 必须冷静下来 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这暗夜里恐怖的脚步声 听起来就像是 幽魂在引人步入地狱 充满危险的气息 和死亡的信号 现在如果出去 有可能揭开谜底 也有可能命丧荒权 没有多少犹豫的时间 暗火心里清楚 这脚步声不会持续太久 最后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豁出去了 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 他也必须弄清楚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房门颤抖着被打开 那声音愈加的明显 就像是一记一记的重锤 敲击着暗火的心脏 现在他明显的能判断出来 脚步声就在楼下 准确的说 就在自己所占位置的 正下方 暗火打开的房间 透露出微弱的光 多少把漆黑的大厅 照亮了一些 暗火的眼睛 也逐渐适应了黑暗 他警觉的环顾四周 没有看到 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 从房间里出来 这些胆小鬼 他在心中骂道 眼睛紧盯着楼下 然而那个发出脚步声的人 就像是在跟他捉迷藏一样 就是躲在正下方 不现身 暗火既焦急又恐惧 却无可奈何 突然 他听到那脚步声的方向 发生了一些改变 似乎再朝楼梯走了 他的心钻紧 自己房间所在的位置 刚好就在右侧楼梯口的旁边 现在那恐怖的脚步声 正在朝他靠拢 一步一步 那声音越来越近了 暗火惊恐地判断着 再过最多十秒钟 那个人就会从楼梯口 出现在自己面前 暗火从来没有像此刻 这样紧张过 他拼命地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叫喊 或者呕吐出来 他甚至想立刻狂奔回房间 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 但恐怕已经迟了 他因为剧烈的恐惧 而全身贪软 几乎无法调动自己的身体 就在那个人马上就要现身的时候 脚步声 骤然停止 暗火的心脏 也暂时停止了跳动 几秒钟之后 那脚步声再次响起 听起来 好像是在朝反方向走 暗火完全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还保持着思考能力的话 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那个声音感觉到了楼梯口有人 他不愿意在自己面前暴露身份 所以才掉头往回走 暗火没有勇气追过去看 反而是松了口气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快步走到二楼走廊中间 向下方望去 他没有判断错 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那个下楼的人 而他所看到的恐怕是一生中最诡诀的画面 一个背对着他的人 垂着脑袋在黑夜里缓慢的向前行走 当走到一处完全黑暗的角落时 脚步声停止了 那个人就像鬼魂一样消失了 暗火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一刻也不能再待在这个恐怖的走廊里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在命令他 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个暂时的庇护所 暗火把房门锁好 仍感到心有余悸 他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好几分钟过去之后 他才终于停止了打寒净 重新夺回了自控力和思考能力 他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中出现的那个人 假设说 那不是一个鬼魂的话 也是一个比鬼魂好不到哪儿去的恐怖怪人 就像弗兰肯斯坦或歌剧院怪人那样的角色 除非到了最后灭亡的一刻 否则绝不会正面现身 这是这些人的共通点 所以 没有看到 或者说看清他的面貌 并不是自己的错 不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他在黑暗中虽然连那个人的性别也无法判断 但是却看见了他穿的衣服的款式 那个人穿着一件衬衣 衣领是立起来的 暗火能确定这一点 是因为他从背后看不到那人的脖子 只看得到立起来的衣领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了 第二天一早 暗火下来的比谁都早 尽管昨晚没有睡好 眼睛布满了血丝 但他却精神十足 信念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尤其是能活下去和重获自由的信念 更是无与伦比的精神力 他能支撑一个人 在逆境中做任何事情 悬疑作家们陆续起床了 他们从楼上下来 到一楼大厅来拿早餐 令暗火感到奇怪的是 竟然没有人提到 昨晚那恐怖的脚步声的事 该死的 难道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听到 他忐忑起来 还好 哥特的出现让暗火松了口气 你们昨晚听到了吗 他慌慌张张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那个神秘的脚步声 又出现了 现在大厅里已经有十个人了 这些人 除了暗火之外 全都在摇头 夏侯申说 为什么我一次都听不到 你们说的这鬼声音呢 昨晚那声音 比前天晚上小 如果睡得沉的话 也许就听不到 但是我敢保证 他是出现了的 我就是那个睡得死的人 北斗遗憾地说 真是可惜 我也一次都没听到 不然我一定会打开门来 看个究竟 哥特大概认为 北斗这话是在讥讽他胆小 有些不悦地说的 你是没有听到 所以不知道那怪声音 在深更半夜里听起来 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要是你胆子够大的话 今天晚上就守在这一楼大厅里 看看究竟是谁在高贵 我猜他今晚还会出现 北斗不说话了 南天昨天晚上 也没有听到那奇怪的脚步声 他本以为这种事情 只会出现一次 没料到竟然还会持续发生 现在他和好几个人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描向了暗火 显然他们没有忘记 那个关于梦游的假想 暗火的心中 自然是十分的清楚 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众人 那个在深夜走动的人 不可能是他 因为他昨晚打开门 看到了那个人 还记住了那人的某个特征 正因为如此 他选择保持沉默 相对于喜庆众人 对他的怀疑和猜测 他有着更重要的目的 此刻 他假装没有看到 他们那询问和质疑的目光 故作随意地绕开 像是要到柜子那里 去拿东西吃 实际上 他是绕到每个人的身后 观察他们的背影和衣服 从刚才起 他就开始这么做了 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他没有发现 任何人的衣服 和他昨晚看到的 那个神秘夜行人相似 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从昨晚看到 那个人的衣服之后 他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穿这件衣服的人 他一定见过 所以他敢肯定 这个人 就在他们中间 然而 令暗火感到无比沮丧的是 他的细心观察 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六点半 所有人的背影和衣服 都被他暗中 查看了好几十遍 他仍然没能找出那个人 但是他心中那种熟悉感 却更加的明显了 他愈发感到 这个人就在身边 却就是无法肯定是谁 这种感觉 简直令他抓狂 七点钟到了 暗火还是无法判定 只有暂时放弃 和大家围坐在一起 今天晚上的游戏 开始了 龙马是今晚的主角 他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像一个经验十足的 演讲者一样 端视着众人 露出自信的微笑 他的这种态度 让在场的众位作家 很明显地感觉到 他接下来要讲的 一定是一个 异常精彩的故事 希望我的故事 能带给诸位某种启示 龙马以这句话 作为开场白 我写的每一本书 创作的每一个故事 都希望人们能更多地 关注故事 所要表达的深意 你指的是 哪方面的启示 白晶好奇地问 听了就知道了 龙马神秘的一笑 让人琢磨不透 我开始讲了 故事的名字叫做 火死人法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三十八集 第六天晚上的故事 火死人法案 2030年4月8日 复活节当天 美国亚特兰大使 数万人聚集在国会大厦 前方的街道上 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 人们高举各种标牌和横幅 高声呐喊 要求州政府 恢复个人 自主变成 火死人的权利 同一天 可能是受到亚特兰大的 冲击和影响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和捷克的布拉格广场 也史无前例的 在同一世界 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些人 显然不是什么游客 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 牌子上写着 我的身体自己做主 让火死人到我们中间来 我是火死人 把我带走等等 2030年5月1日 要求政府拟定顺应民意的 火死人法案的万人大游行 再次在各地爆发 这次的规模是全球性的 莫斯科红场 布宜诺斯爱丽丝五月广场 东京新宿大街 纽约时代广场 香港维多利亚港 哥本哈根国王新广场 圣地亚哥宪法广场 范围几乎覆盖了全世界 除了民众的游行之外 一些世界著名的组织 包括宗教领导人 也纷纷抢占各自的位置 范蒂冈 在历史上的科学争论中 总是站错方向 这次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表意见 只是说 教皇很快会就此问题 发表讲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圣地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 和伊斯兰教徒 居然在这一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 两种宗教的代表 在不同场合宣称 如果火死人 是上帝指引我们的方向 那我们就应该顺从上帝的安排 此后 一个印度教的领导 在加尔各达宣称 拥护西方宗教 所表示出的态度 他的发言被国外媒体指出 有可能来源于 印度国内的一些压力 因为在新德里 孟买和班加罗尔 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 民众的呼声 除了要求设立 火死人法案之外 还要求政府将隔离关押的 火死人释放 游行者披着袍子 举着蜡烛 还有些跪在地上 喊着口号 火死人是我们的亲人 他们要回家 鉴于各地民众施加的压力 和各派宗教 所表示出的明显倾向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 民众要给政府一些时间 毕竟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系 到全人类的重大法案 不是这么轻易 就能做出决定的 需要经过多方的协商 很显然 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这是我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和法律学家的儿子 我多少继承了一些 理性分析事物的能力 这是我能坐在这里 平静叙述这些疯狂事情的原因 尽管我的语气听起来 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老成 但是我声明 我才17岁 是一个高二学生 我生活在 用我朋友冯伦的话说 丧尸时代 活死人 也有人称为丧尸 比如冯伦这种丧尸迷 这种新事物 是在大概五年前出现的 那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 享受着愉快的暑假 一天傍晚 我在家里的电视上 看到一则新闻报道 说墨西哥的一个城市 马德拉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病毒 这种病毒在将人致死后 居然能在几个小时内 使那人神奇的活过来 尽管从生理学上来说 那不能算是一个活人了 因为他心跳停止 脑活动也终止 已经不具备任何的生命体征 但恐怖的是 他却能下地走动 并做出一些简单的动作 医院的工作人员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怪事 全都吓得惊恐万分 一筹莫展 最后 这个神奇复活的病人 被医院隔离关闭了起来 等待医学院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由于染上这种病毒的状况 跟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出现的 活死人类似 所以墨西哥的那家医院 将这种病毒命名为 活死人病毒 英文称为索拉难病毒 一直沿用至今 这则新闻的内容大致如此 你可以想象 它带给我 以及全世界数亿看到 这则新闻的人怎样的震撼 但是震惊远不止如此 真正令世界为之疯狂的 是接下来一连串的新闻事件 几乎在几天之内 美国 中国 坦桑尼亚 韩国 埃及 澳大利亚 德国 等等各个国家的不同地区 纷纷发现了这种奇特的病例 似乎一瞬间 病毒就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而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病毒能在几天内 跨越五大洲 甚至跑遍全球 这种现象只能证明一点 丧失病毒并非是从 墨西哥传播扩散开来 而是同时滋生于世界各地 至于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直到现在都是个谜 显然在这件事的初起 世界一片惊骇和恐慌 就像历史上的数次瘟疫一样 人们惩惶惩恐 唯恐避之不及 宗教信仰者宣称 审判日终于来临 活死人的出现 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终极惩罚 但是 令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是 大概半年之后 事情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 接连发生的集体事件 使人们开始渐渐觉得 活死人病毒 也许不是上帝的惩罚 而有可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 第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是 瑞典皇家科学院 公布了他们研究六个月的结果 研究报告表示 索拉难病毒的感染方式为 血液和体液传播 也就是说 只要和活死人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接触 是不会被感染的 而重要的一点是 活死人不会像恐怖电影所描述的那样 袭击人类 然后把更多的人变成他们的同类 这类电影中的经典设定 纯属想象里过于发达 根据科学家们长达半年 与活死人的密切接触 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具备危险性的 甚至 报告中以一种明显戏谑的口吻声称 和他们在一起 可能比和一般的人类相处更加的安全 他们就像小动物一样温顺 另外 这项对活死人的研究中 透露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这些细节成为人们重新看待活死人的关键 第一 活死人身体内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是无用的 这意味着一个活死人不用进食也能存活 第二 活死人不会表现出任何人类生活中的物质需求 可以被视作一种完完全全自给自足的生物 第三 活死人没有痛觉 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疾病和痛苦的侵扰 第四 活死人并非像刚开始出现时 人们认为的那样 完全没有脑活动和思维 事实上 他们的大脑 保留了一些和低等动物相似的思考 使他们能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 比如他们在被呼唤的时候 会做出转身等简单动作 本来 我猜想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初衷 是想消除人们 对于活死人 以及索拉难病毒的恐慌 但是一些人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一种极端的理解 他们认为 活死人的出现 从某种角度实现了人类一直以来的三大梦想 一 长生不老 二 不用吃饭也能活 三 摆脱痛苦 于是 大概在索拉难病毒出现的一年之后 世界迎来了第一个主动变成活死人的人 突尼斯的一个艾滋病患者 因为无法忍受绝症对身体和心灵带来的双重折磨 加上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 主动接触到一个患有索拉难病毒的女人 与其发生性行为之后 她成功地感染上了丧尸病毒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艾滋病患者变成了活死人 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转换成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据媒体的跟踪报道 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 她还活得好好的 这件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和这个突尼斯人有着类似遭遇的人 似乎获得了某种启示 与其忍受生命中的种种痛苦 不如以这种方式解脱 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永生 新的一批主动变成活死人的人类 就这样接二连三地产生了 日本扎谎的一个高中生 因为接连三年高考落榜 再加上和女友感情破裂 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 本来想要自杀的她 采取了折中的方法 她找到一个丧失病毒感染者 抽取她的血液 保加利亚 埃尔霍沃的一个商人 因公司破产而欠下巨额债务 最后选择以变成活死人的方式 来逃避人生 最糟的埃塞俄比亚的一家人 这一家四口居然集体变成了活死人 原因只有一个 太过贫穷 在长期缺乏食物的情况下 他们干脆选择了永远都不吃饭 据说 这家人在千辛万苦 找到当地的一个活死人后 表现得异常激动 为他们即将迎来的新生 欢呼雀跃 一开始 选择主动变成活死人的 都是这些有着某种悲惨和痛苦经历的人 后来 一些生活忧郁甚至是令人称献的人 居然都以旁人难以理解的 莫名其妙的理由加入到了活死人的阵营 英国利兹 一个七十多岁的亿万富翁 意识到自己在人世的日子也许不久了 他以前就幻想能和自己的庄园和财富 永远厮守在一起 很明显 活死人出现之后 他找到方法了 如果说这个富翁的想法 我尚能理解 那么巴西那个著名女模特的想法 就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了 他才47岁 没有任何疾病 他选择变成活死人的唯一理由是 想永远留住自己的美貌 在此之前 他曾经在电视节目上说过 他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 就是看着自己日益衰老 当他变成活死人之后 人们才明白 原来 这就是他实现梦想的途径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无法一一列举 从第一个主动变成活死人的 那个突尼斯人开始 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 相继加入了这个行列 毫无疑问 各个国家的政府手脑都慌了 当他们发现 自发变成活死人的势头 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时 意识到 必须采取强制措施 来控制事态的发展 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国家 因为活死人的逐渐增多 而最终陷入瘫痪 于是 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 限制活死人增加的强制手段 各种武装力量 把国内的所有活死人 包括感染上丧失病毒 还没有变成活死人的人 全部集中隔离 关闭了起来 使人们无法接触到他们 但此举显得太过专制强横 激起了民愤 所以才出现了 后来国际上 一连串的大型游行示威活动 现在 全世界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政府必须马上出台一套 关于活死人的政策或者法律 摆在当局面前的难题是 要在掌控和妥协之间 做出权衡 说了这么一大通 关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整体状况 现在我觉得该把话题缩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三十九集 我生活在中国 北京 我的家庭是一个学者之家 我父亲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我母亲是著名的法律学家 两个人都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还有个哥哥 在国内一流大学读研究生 专业是生物学 这个学期就要毕业了 我这么说 也许你还没意识到 我这个家庭的特殊之处 那就让我说明白一点 中国是否成立活死人法案 或者说这套法律的内容和规定究竟如何 我父母的意见将会占很大的比例 但是我父亲常说 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从这句话里 你就能看出他的倾向 没错 他是一个坚决反对人类变成活死人的人 在他的影响下 我和母亲 哥哥也对这件事情持否定态度 我父亲认为 人不管处于何种逆境 都应该保持作为人最基本的人性和尊严 他觉得 人如果变成了活死人 固然摆脱了一些痛苦和困扰 但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人的乐趣和意义 从那一刻起 他就不能再算是一个人了 而是一种退化了的低等动物 那是一种应该受到鄙夷的生存状态 而且他还有一种理论 或者说是预感 这话他只在家里跟我们说起过 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 他害怕这番言论会引起社会恐慌 我父亲认为 活死人的出现在目前来看 似乎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和混乱 甚至还被某些处于困境中的人视为福音 但是 他隐隐觉得 这只是一个序曲 是某种毁灭性的大灾难 来临之前的短暂安宁 就像暴风雨之前的平静一样 说实话 我不明白我父亲的这种担忧 有何来源或者根据 甚至 我并不关心未来会不会发生什么大灾难 或者可怕的事情 我现在关心的只有一样 我自己 有一个秘密 我瞒着我的家人已经好几天了 前天吃晚饭的时候 我在饭桌上假装随意的问起一个问题 活死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父亲回答说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就像你试图去体会一条金鱼 或是一只蚂蚁的生活一样 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先说的是一条狗 后来又改成了蚂蚁 可能他觉得 狗比活死人还要高级一些 我母亲则简短的回答说 不知道 而我哥哥 当时正用手机发着短信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的问题 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 我问这个问题不是无聊 也不是好奇 更不是没有意义 事实上 我在问的时候 心中恐惧极了 因为这个问题 与我未来的命运 气气相关 也许 也许 几天 或者十几天之后 我就会变成一个活死人了 事情得从上个星期天说起 那天中午 我接到冯伦打来的电话 让我下午去他家里玩 当时我正在家里待得无聊 告诉他不用下午 我现在就可以过来 他显得很高兴 作为我仅有的几个好朋友之一 冯伦算是其中最有特点的一个 我之前也提到了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丧尸迷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这是世界还没迎来丧尸时代之前 就已经确定的事情 在我的印象里 他除了看丧尸电影 和玩丧尸类游戏 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娱乐 在他的强烈推荐之下 我也看了不少经典的丧尸电影 火死人黎明 惊变二十八天 行尸走肉 我是传奇等等 当然也看了不少烂片 片名我就不列举了 和冯伦不同的是 不管看的再多 我也只会把这当成是一种消遣 而不会像他那么热爱 我一直不明白 丧尸这种恶心的东西 怎么可能令人如此着迷 也许是我的家庭原因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 大概只允许我喜欢 海上钢琴师和朗读者这一类 格调高雅的影片 可以想象 像冯伦这样的人 发现自己真的迎来了丧尸时代的时候 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一个 疯狂迷恋电影的人 一觉醒来之后 竟发现自己置身好莱坞 我现在都能回忆起 五年前冯伦那欣喜若狂的模样 但是有一件事 似乎是上天在故意和他作对 直到现在 五年多了 冯伦都没有看到过一次 真正的活死人 电视里的不算 当然我也没看到过 但不同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 而他却觉得是种莫大的遗憾 这也成为他向我抱怨最多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并不奇怪 我之前也说了 现在政府对活死人的控制和防范 简直超过了一切 只要某地出现一个 哪怕是具有一点丧尸病毒特征的疑似病例 那个人都会立刻消失在公众的视线范围 至于他还能不能回来 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染上了病毒 所以说 尽管我们生活在丧尸时代 但现在要在大街上真正碰到一个丧尸 概率简直比出门逛街 遇到布拉德皮特还要低 思考这些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冯伦家所在的小区门口 他家离我家很近 拐过几个街口就到了 我们俩经常互相串门 彼此都是对方家里的常客 冯伦的家就在一楼 我按响了门铃 很快我听到房间里的回应 门没锁 你推门进来就行了 我进入他家的门厅 自己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换上 我们之间的拜访 一向是如此随便 走进客厅 我看到冯伦光着膀子 盘腿坐在地板上 正玩着Xbox上 一款游戏 丧尸围城3 我翻了下眼睛 觉得他的娱乐方式 简直没有任何新意可言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哪天我到他家来玩 发现他正捧着一本双城记 在阅读 反而会被吓一跳 认为他本人可能被绑架了 而眼前是一个幻觉 冯伦转身 跟我打了个招呼 洛晨 你来了 我环顾他家偌大的装修豪华的房子 你爸妈呢 又没在家呀 他们一天到晚都不在家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 冯伦耸了下肩膀 不过这样最好 自在一些 冯伦的父亲 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 生意做得很大 而且经常在外应酬 他妈妈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 也没多少时间待在家里 冯伦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所以比一般的17岁少年 要独立自主的多 他父母不知道是出于 想从物质上弥补一下儿子 还是确实太不把钱当钱了 他们给他办了几张银行卡和信用卡 金额超出一般高中生的想象 说实话 我多少还是有点羡慕的 但是我爸爸多次表示 他对于这种教育孩子的方式 不敢沟通 你要玩吗 冯伦把无线手柄递给我 我不会玩 还是看你玩吧 有水吗 渴死了 冰箱里有可乐和啤酒 你要喝什么自己拿吧 我去拿了一厅冰镇的菠萝啤酒出来 喝了一口冰爽的滋味 沁人心脾 其实我平时几乎是完全不喝酒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冯伦的家里 我总是觉得应该让自己放纵一些 我坐到冯伦的旁边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看着电视屏幕 一批批向主角袭击而来的丧尸 被枪枪爆头 解决的可谓是干净利落 闲熟的技术显示操纵者 对游戏早已加轻救赎 看了一阵 我忍不住问道 有意思吗 冯伦按了手柄上的暂停键 扭头望着我 没意思 真没意思 这游戏我都不知道通关多少遍了 那你还玩 冯伦叹了口气 没办法呀 现在又没有出新的丧尸游戏 电影也是 好像这一类题材 很难有突破了 我猜啊 是因为现实里出现丧尸之后 大家就不想再在虚构的世界 看到这类东西了 也许吧 要是我能生活在游戏中的世界就好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提醒道 你本来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冯伦晃了晃脑袋 表示我没懂他的意思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 但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现实中的丧尸跟游戏和电影里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他们既不会袭击人类 也不会出现在大街小巷吓人 真是没见 我皱起了眉头 难道你希望变成这样 冯伦做了一个 抡起球棒打丧尸的头的动作 你不觉得这样会很刺激吗 我会觉得很恶心 冯伦撇了下嘴 你啊 真是个书呆子 他捏起拳头 鼓起手臂上的肌肉 你应该像我一样 渴望一场战斗 是吗 我讥讽道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 你变成丧尸的话 还会保持这样的想法 他拖着下巴 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说实话 如果真的变成丧尸 还挺酷的 我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 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冯伦盯着我看了几秒 哈哈大笑 当然不是了 我是开玩笑的 瞧你 怎么这么容易就当真了 我有种被他耍弄的感觉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好了 我们出去玩吧 我请客 怎么样 冯伦拍着我的肩膀 从地上站起来 关闭了电视和游戏机 这么热的天 到哪去玩 现在是六月 北京城就像一个大烤箱 找凉快的地方玩呗 走吧 冯伦套上了T恤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四十集 出了门 我实在想不出来 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玩 总不可能我们两个大男生 去游颐和园吧 本来我以为冯伦有什么好的提议 但是我早该想到 他是没什么创意的人 结果是 我们从一个游戏场所转移到 另一个更大的游戏场所而已 在一家大型电玩城里 我们耗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看着我垂头丧气的从电玩城里出来 冯伦意识到 他似乎安排了一个乏味的下午 为了补偿 他提议说 我们去哈根达斯吧 我请你吃冰激凌 哈根达斯 去那种地方会使我们看起来像一对恋人 不过管他呢 这种奢侈的东西 如果不是有富少请客 我才舍不得自己花钱去吃呢 既然他要请客 我凭什么不去 我们打了辆车 来到充满小资情趣的冰品店 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之后 冯伦对女服务员说 一份冰激凌火锅套餐 我们两个人吃得完吗 吃多少算多少呗 过了一会儿 美味诱人的冰激凌火锅端到我们面前 当这些占着巧克力酱的可爱小雪球 滑到我的嘴里时 我不得不承认 这确实是种绝妙的享受 冯伦一眨眼就吞了好几个冰激凌球 看上去吃得十分过瘾 我调侃道 如果你变成丧尸 就没法品尝这些美味了 没错 但是我最在乎的不是这个 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呀 我插起一块像小蛋糕一样的双色奶油冰激凌 把它送进嘴里 冯伦用手中的小叉子指了指我的鞋后方 在那 我扭头望过去 看到靠窗的一张小桌子上 一个穿着短裙 露出一双纤细修长玉嘴的妙龄少女 独自一人坐在那边 翘起兰花纸 优雅地吃着迷你杯 哼 你简直是个禽兽啊 你可别说 你对这样的美人没兴趣 在冯伦这样的家伙面前 我总是要尽力维持一种正人君子的形象 否则我们两个人都会被旁人当作顽固子弟的代表 我跟你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我是用大脑思考问题 而你是用其他部分 行了 别这么一本正经的 她完全被美女吸引了 居然没听出我话里的讽刺意味 低声说道 我也不是那种花痴啊 但这妞确实是个鸡皮 我敢说她这双腿 我们学校的女生无人能及 我发现她的目光居然一直停留在那美女的玉腿上 提醒道 你能含蓄点吗 这样一直盯着人家看 要是被她注意到了 是很失利的 那有什么关系啊 说不定她注意到我之后 也会被我所吸引呢 一个美女独坐在哈根达斯这种地方 也许本来就是在等待一场浪漫的邂逅啊 我的天哪 我猜她心里已经在幻想和这女生约会的画面了 为了表示我和她不是同一类人 我把视线集中到了与她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候我才看到那边坐着一个我认识的人 不一会儿 那美女果然注意到了冯伦对她持之以恒的关注 和设想的不同 她站起来走出了冰品店 冯伦失望的叹了口气 这时候她发现 我目不转睛的盯着斜前方 已经停止了吃冰淇淋 啊 你不会又发现某个美女了吧 她一边说着 一边转过头 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 发现我一直注视着的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她是谁啊 冯伦问道 我常去的一家书店老板 你老盯着她干什么呀 我觉得她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 冯伦又望了那男人一眼 看到她垂着头面色苍白 身情呆滞 刚才服务员过去问她要点什么 她一句话都没说 甚至看都没看那服务员一眼 就这么呆呆的坐着 已经好久了 她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 你要过去打个招呼吗 本来我是想这么做的 但是 此刻我不得不把自己 害人的发现说出来 她的样子和平常差别很大 而且 如果我没眼花的话 我停了下来 神色迷茫 冯伦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脸色也变得肃然起来 她盯着我说 你观察到什么了 我咽了口唾沫 她好像已经有好几分钟 没眨过一下眼睛了 我能感觉到冯伦的身体一下子绷紧 她的眼睛疏然瞪大 我们俩对视了足足半分钟 没有说话 喂 洛晨 冯伦终于开口说道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不知道啊 我惶恐地说 应该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吧 没错 我们不会这么容易 遇到一个真正的 她又扭头望过去 身体在微微颤抖 可是我却不得不朝那方面想 知道吧 我以前几乎每天都会光顾她的书店 可是大概一个多月前 她的书店就没有再开过门了 而店面也没转出去 我本来就觉得有些奇怪 现在看到她这副样子 我的天哪 冯伦嘀唬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完全可能就是那么回事 我的后背慢慢浸出了冷汗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这家书店的老板和我不仅仅是 卖家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他人很好 由于我经常光顾 他主动给我打折 还请我在书店的休闲区 免费看书和品查 我们都是爱书之人 常常一起谈论某本书里的精彩章节 就像忘年之交的朋友 但是现在 我怀疑他遭遇到了可怕的状况 却连招呼都不敢过去打一个 不仅是由于害怕 还担心那恐惧的猜想得到证实 我现在只有心存侥幸 希望一切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 就在我思索这些的时候 哈根达斯的玻璃门被推开了 几个男人走了进来 一看就不像是来品尝冰淇淋的 他们神色严肃 目光在店内迅速的搜索着 当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书店老板身上时 一起走了过去 试图把他请出门 我用请这个词 完全是对他们那 胁迫般的抓人方式的讽刺 事实上 他们中的两个 一人抓住书店老板的一只胳膊 脸上却假装露出微笑 就像他们是在扶自己的外公过马路 但是这招骗得过店里的其他人 却骗不了我 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冯伦也看出来了 他惊慌的压低声音对我说道 诶 洛晨 看哪 他们要把他抓走了 我咬着嘴唇 目睹那几个男人把我的朋友架走 感到无所适从 冯伦忽然站起来对我说道 我们跟上去看看 有什么意义吗 我茫然地问 听我说 他的语速很快 像是害怕因为多说一会儿话 就把那几个人放跑了一样 我早就听说 在北京城的边缘 有一个集中关闭和研究 火死人的秘密场所 但这是政府机密 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我想 他们现在就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 你想干什么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你不想知道 这个神秘的地点在哪吗 你不想亲眼看看 火死人的聚集之地吗 他激动地浑身发抖 我看着那几个人 带着书店老板已经走到门口了 心中砰砰乱跳 但我还保持着一分理性 就算我们跟去了 也不可能看得到什么呀 那里又不是对外售票的动物园 别管这么多了 总之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是不会放过的 冯伦焦急地望着那几个人 你要去吗 听上去 他是无论如何都要去了 哪怕是一个人 我短暂地犹豫了一下 站起来对他说道 走吧 我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我只是关心那些人 要把我的朋友怎么样 我们俩快步朝外面走去 冯伦掏出三百块钱 递给女服务员 说了一句 不用找了 来到门外 我们看到那几个男人 把书店老板带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电影里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驶风格 我们的运气很好 几乎那辆车还没关上车门 冯伦就已经招到了一辆迪士 跟着前面那辆车 冯伦对司机说道 我们的车一直紧跟着那辆黑色轿车 车子开了很久 一直出了六环路直奔郊区 行驶到郊区公路的时候 路面上的车辆和行人渐渐变少了 冯伦这时候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对司机说道 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别让这辆车发现 我们在跟踪他 我看到司机通过后视镜 瞥了我们俩人一眼 我怀疑他认为自己 陷入了某种叠战情节 大概五十分钟之后 那辆车在郊区的一条岔路口 拐了个弯 驶进一条小路 它的正前方是一排废弃的工厂区 冯伦在我们的车 开到岔路口的时候喊道 好了 就在这里停车 迪士在路边停了下来 冯伦把车钱给付了 另外还多给了司机五十块钱 我们暂时不下车 在车里观望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 还是对司机说 但我确实佩服他冷静而谨慎的处理能力 坐在地势里 我们透过玻璃车窗看到 那辆黑色轿车朝一所由高墙大院围起来的秘密机构开去 那机构的大门口没有任何标牌 一个老头从里面的门卫士走出来 把铁门打开 在一大片的废弃厂房中间 这个地方显得极具隐蔽性 冯伦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看来这里就是丧尸集中营了 我忘了他一言 没对他急性所取的这个名字做出评价 黑色轿车完全开进去之后 我们俩才从低势里走出来 这个地区以前显然是一片工业区 后来荒废之后变得人际罕至 毫无疑问是建立丧尸集中营的最佳场所 我们站在离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 冯伦用手肘碰了碰我 看见了吗 那道铁门旁边 有一扇打开的小门 这儿的戒备并不森严 这儿又不是监狱 没错 所以我们要混进去并不难 冯伦说 这种事情我很有经验 每次迟到的时候 为了躲过学校那个记录名字的门位 我都会 等一下 我望着冯伦 我们干嘛要像做贼一样 偷偷摸摸地混进去 冯伦用一种恶然的眼光望着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会是想要光明正大的走进去吧 当然了 遗传自家庭的高傲血液 使我正色的 我要去要求 见他们的负责人 问问他们 把我的朋友带到这儿来的原因 这可能吗 他们会同意让我们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一集 老实说 我心里并没有把握 但我知道 这是唯一的途径 不管能不能进去 我都要他们给我一个解释 混进去是肯定不行的 如果这里真是你说的丧失集中营的话 里面不可能没有监控系统 如果被人发现我们偷偷进来 那我们反而被动了 有道理啊 冯伦点头 然后迫不及待地说 那我们过去试试吧 我们俩快走进大门的时候 门卫室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们 他从小屋子里出来堵在门口 冲我们喊道 你们两个 这里不准进去 我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面前 问道 是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反正不是你们学校 他像碾流浪狗一样 像我们挥着手 快走吧 面对他这种无理的态度 我倒是蛮沉得住气 我对这种人的素质 向来不抱什么希望 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我刚才看到几个人 把我一个朋友塞进轿车 然后开到这里来 我想问问 这是怎么回事 那老头的反应之快 表明他显然接受过专门的培训 或者是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屡见不鲜 我不负责回答这种问题 我只是守门的 那谁能回答我呀 你去问你那个朋友的家人吧 他们会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的 话说到这里 其实双方都已经是心照不炫了 我和冯伦对视了一眼 对于这老头滴水不漏的回应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看到冯伦的眼神在对我说 看看 我刚才就说 这样是行不通的 想了想 我觉得我们大老远跟踪到这里来 就被这老头两句话打发走 确实让人心有不甘 我能见见这里的某个负责人吗 说完这句话 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在死缠烂打 不行 他们没时间 见任何人 老头不耐烦地说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走吧走吧 我考虑着 要不要使用之前我想好的最后的手段 报出我父亲的大名 一般情况下 我很少这么做 我不希望别人认为 我是那种活在名人父亲光环下的人 但是 必要的时候 不过我怀疑 这个守门的老头 压根就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门卫室的电话响了 老头又冲我们挥了下手 快走 然后进屋去接电话 冯伦有些懊恼地看着我 现在怎么办呢 我正要把我的想法告诉冯伦和他探讨一下这办法的可行性 却意外地发现 老头接的这个电话似乎与我们有关 啊 是的 您在上面看到了呀 门卫老头说话的口吻在此刻谦卑而恭敬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就让他们走 停顿了一会儿 他们说 看到自己认识的人被带进来了 电话里的人不知道对那老头说了些什么 令他汗眼道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告诉他们 放下电话 他走出来对我和冯伦说道 你们不是想进去吗 我们副院长让你们等着 他马上派人来 接你们到他办公室去 我感到很奇怪 副院长为什么要见我们呢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老头板着脸说 我和冯伦面面相去 为着突然的转折感到大惑不景 大概两分钟之后 正前方一栋大楼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来到门口对我和冯伦说道 两位请跟我来吧 人就是这么奇怪 似乎对一切事物都具有逆反性 刚才我们还纠缠不休的非要进去 见他们的负责人 现在被正式邀请进去 却反而迟疑起来 本能的害怕遇到什么陷阱 不过我亮他们也不敢光天化日的 把我们两个人怎么样 所以短暂的犹豫之后 跟着那男人朝里面走去 途中 我注意到中间大楼两侧的楼房分别标注着 A区 B区 C区等字样 这些楼房面向我们的每一扇窗户 都无一例外的关拢着并拉上了窗帘 其中的神秘性令人浮想连翩 冯伦在我面前轻声说道 我打赌 活死人就在这些房子里 我扬了下眉毛 表示赞同 进入中间那栋大楼之后 我们乘坐电梯上了六楼 在路上一言不发的男人 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门口 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 副院长在里面 我把虚掩着的房门推开 和冯伦一起走了进去 看到室内一张办公桌的面前 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显然就是这儿的副院长 他看到我们之后 放下手里正在看的那叠纸 指了一下办公桌旁边的皮沙发 请坐吧 我和冯伦坐下来之后 副院长直视着我们 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和冯伦对望了一眼 然后坦白地说 我猜这里是关闭活死人的地方 对吗 副院长摇了摇头 方向是对的 但表述不准确 我们只是提供 适合他们生活的居住区罢了 冯伦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就是全市活死人集中居住的地点 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每个城市都设有这样的机构 这没什么奇怪的 副院长平淡地说 顿了一下 不过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地点向外界宣扬 因为这里不是观光区和游览地 能够进入这里的 除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是被送过来的活死人 其他人是一概不准入内的 我感到好奇 那你怎么会允许我们进来呢 副院长离开办公桌 绕到我们跟前 双手交叉注视着我们 令我们感到有些不自在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刚才送来的那个男人 是你们的熟人 是的 我回答说 他是我的朋友 他看起来 比你大二十多岁啊 没错 他是一家书店老板 而我是他的老主顾 我们关系很好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是朋友 副院长略略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接触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他的话 你们有没有一起吃过饭 或者是共用过水杯之类的 我慢慢的张开嘴 一瞬间 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这么说 罗叔真的变成活死人了吗 好办上 我才问出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 但即将变成活死人了 我们的医生检查过了 估计就是这两天 副院长提醒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心里突然有些发慌 冯伦此刻也瞪大眼睛注视着我 我仔细回想 和书店老板的接触 好像仅限于交谈和喝茶 除此之外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 突然 我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心中一惊 嗯 我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和他一起吃过饭 我吞吞吐吐吐地说 说来听听 具体点 一个多月前 我到他书店去看书 那天我发现了一本很好看的书 一直看到吃晚饭的时候 还不想离开 当时罗叔正在楼上涮羊肉 就热情地邀我一起吃 我本来有些不好意思 但禁不住他的再三邀请 和羊肉散发出香味的诱惑 就上楼去和他一起吃了一些 你们是在同一个锅里涮的吗 副院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让我产生了不好的感觉 我回答说 是的 站点也是用的同一个 好像是的 我要肯定地回答 我仔细回想 得出的结果我自己都不愿听到 是同一个 副院长深吸口气 皱起了眉头 这样的话就有些糟糕了 我不安地望着他 副院长把身体 退到办公桌边倚靠着 如果你们是在一起吃的稀残 我指的是那种分餐制 那就会好很多 但如果是在同一个锅里烫东西吃 那会染上丧失病毒吗 我着急地问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你知道吗 索拉难病毒 是能够通过唾液传染的 但是我那几天 并没吃几块子 我的声音变得很虚弱 这跟你吃了多少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如果你幸运的话 可能吃完一整锅都没问题 但如果运气不好 只吃一筷子也能被感染上 全看你有没有接触到那锅里 或战碟里 可能出现的病毒 我脑袋里嗡嗡作响 我还年轻 我还有很多没尝试过 没经历过的事 我不想成为这个地方的新成员 我的胃在恐惧和忧虑中 紧缩了起来 坐在我身旁的冯伦也被吓到了 他替我问道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对了 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吃过饭吧 副院长指着我问冯伦 我惊讶不已 几分钟之前 他担心我是丧失病毒的感染者 现在就已经怀疑 我是传播者了 我的身份在他的猜疑里 变得越来越糟糕 冯伦咽了口唾沫 我们 刚才还一起吃过冰激凉 你们用的不是同一把勺子吧 冯伦的脸红了 当然不是了 我们用各自的叉子 那问题不大 你们在一起还吃过别的东西吗 我和冯伦一起思考着 我们俩一起吃过的东西简直不计其数 但仔细想起来 多数都是分开各吃各的小吃或西餐 我跟他一起吃中餐的机会好像不多 过了几分钟 冯伦说道 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吃的那些东西 会不会导致互相传染 太多了 我实在是难以判断 算了 没关系 我们会帮你们得出结论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这个机构的名称叫做 活死人预防和研究中心 对所有可能感染上索拉难病毒的人 提供免费检测 一个星期之内 你们就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二集 我一直以为 听到这句话 会是在我即将得知高考成绩的前夕 没想到 竟然会是在这种诡异的状况之下 冯伦显得比我更加惊讶 你是说 我们两个人都要接受检测 对 任何可能接触到索拉难病毒的人 都要进行严格检测 以排除变成活死人的可能性 这是对你们 也是对你们身边人的负责 如果 我是说如果的话 检测出来我们感染上了丧失病毒 那会怎么样啊 冯伦战战兢兢的问 副院长盯着我们看了一阵 我觉得你们都是大人了 应该可以接受实话相告 如果你们没有被感染 当然就可以回家了 但如果真的染上了丧失病毒 那么很遗憾 你们这辈子剩下的时光 可能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度过了 他的话令我和冯伦呆若目击 后背进出一身冷汗 副院长看我们俩都吓呆了 安慰道 我觉得你们不用太担心 相信你们也了解现在的状况 很多人对于变成活死人 还求之不得呢 但是我不想啊 我沮丧地说 我只想当个普通人 体会各种事情带给我的欢愉 或者刺痛 那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说完这话 我望了一眼风轮 看到他低着头若有所思 并没有对我的话做出附和 我不知道副院长 是不是还在想办法安慰我 他说 我希望你能暂时保留意见 也许你在真正了解 活死人的生活状况之后 会产生改观 他的话意味深长 我一时难以理解 而副院长看到我没说话 以为我已经平静下来 准备接受一切可能出现的事实 他吐了口气 一会儿你们就打电话告诉家里吧 学校方面也要请至少五天假 其他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让人安排好 你们在这儿的食宿 和住旅馆没有太大的区别 等 等一下 我惊愕地张大了嘴 你说什么 要我们从现在起就留在这里 不回家了 副院长歪着头看我 好像我说了这么久 你们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 你们现在已经被怀疑 感染上了索拉难病毒 在没有彻底排查之前 贸然让你们回去 那岂不是有可能导致更多人被感染 所以你们应该充分理解才对 就像那个书店老板的家人 不用我们请 他们就主动要求来这里接受检测 尽管他说的有理有据 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不行 我的父母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我担惊受怕 恐怕这不是你能选择的 副院长遗憾地说 我看了一眼冯伦 他倒好像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是我不行 我在乎我的家人 想到家人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副院长 据我所知 现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出台任何一套 关于活死人的法案 你把我们强行留在这里 是有法可依的吗 副院长一愣 好像没想到一个高中生 竟然能说出这种 将他义军的话 他有些尴尬地说道 你对于这些事情 好像还了解得蛮清楚的 是的 我很了解 我终于抛出了王牌 关于出台活死人法案的事 我经常在家里听我父亲说起 哦 你的父亲是 就是那个 著名的社会学家 洛传明 冯伦抢在我之前回答 似乎认为由他来介绍更加合适 看得出来 副院长听到我父亲的大名之后 有所震惊和敬畏 他微微张了张嘴 过了好一会儿 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可以打电话 征求令尊的意见 不用了 我爸爸肯定希望我能回去 而且他也跟我一样 不希望让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母亲着急 但就算如此 我们也必须对你进行彻底检测 这是对你负责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我愿意配合接受检测 我也想弄清楚 自己到底有没有被感染 所以 你看这样行吗 我每天保证到这里来接受检测 完了之后我就回家 第二天再来 直到所有的检测项目结束 副院长仔细考虑着我的提议 好吧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 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 严格避免 一切可能导致传染的行为 不用你说 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说着 冯伦也跟着表示同意 你们明天什么时候来 我想了想 只能是晚上 我们请假不上晚自习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你们直接到这个办公室来找我 门卫那里 我会打招呼的 副院长凝视着我们 我相信你们会准时来的 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着想 当然 我不失礼节地说道 谢谢了 副院长 他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我们可以离开了 我和冯伦忘了坐电梯 几乎是跑着下了楼 出了活死人中心 我们俩走在路上 有好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冯伦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这真是个莫名其妙的下午 我本来是凭着对朋友的关心 来到这鬼地方的 没想到最后居然把自己都套了进去 真不知道这是货还是福 洛晨 冯伦终于开口说话了 但是显得很沉重 你想说什么 我同样凝重地望着他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只能向你保证 如果你变成了丧尸 我不会用球棒打烂你的头 我翻了一下眼睛 说话的同时 惊讶于自己居然还能配合着 把黑色幽默进行到底 谢谢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我们俩都变成了丧尸 我尽量不把你的头当做球棒 星期一的下午 我和冯伦分别向自己的班主任请了晚自习的假 放学之后 我们在一家西市快餐店 随便吃了点东西 然后打车前往活死人中心 门口的老头 显然已经接到了副院长的通知 他看到我们俩人之后 把左侧那扇小门打开 说了一句 直接到副院长办公室去啊 别乱挂 他好像猜到了我们的心思 因为冯伦之前提议 进入这里之后 先到那些活死人生活区去瞧一瞧 以满足一下好奇心 但是我们看到那老头开始拨打电话 估计是向副院长通报 我们已经到了的消息 只好作罢 到副院长办公室的时候 差十五分钟到七点 嗯 你们很准时 副院长坐在办公桌后的皮椅上 满意的说 他指了一下沙发 先坐一会儿吧 给你们做检测的医生 七点就到 我和冯伦坐到昨天的沙发上 靠背柔软而舒适 但是我无法轻松 副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情绪 笑道 不用紧张 检测索兰难病毒 和做一般的体检没有太大区别 我可以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忽然觉得这个副院长人挺好 和蔼 善解人意 没有架子 我对他增加了几分好感和信任 哦 对了 我姓吴 之前忘了自我介绍 索兰难病毒的检测 主要是针对人体血液 体液 细胞组织和器官 进行病毒抗体 及相关免疫指标检测 检测时间为四天 第五天就能得出结果 另外 根据我们研究院的新规定 在这四天的时间里 会让所有疑似感染者 进行实践性体验 我和冯伦都没听懂 一起问道 什么意思 副院长皱了下眉毛 你们知道 现在人们对于变成活死人的看法 迥然不同 一些人想方设法 想要变成活死人 另一类人 却对于感染索兰难病毒 抱有过度的恐惧心理 他们发现自己染上 索兰难病毒之后 还没等到并发就自杀了 这种态度 未免太过极端 于是 我们提供观察 活死人生存状态的机会 以这种方式来告知人们 其实 变成活死人没有那么可怕 只是生命转成 另一种形式而已 冯伦激动地问道 就是说 你会带我们去看真正的活死人吗 副院长不禁笑了起来 你说的我好像是要带你们去参观动物园的狮子 或鳄鱼 不 不是单纯去看这么简单 我们机构希望 通过这种形式 让你们真正了解活死人的生活现状 和各种特性 消除心中的恐惧感 我想告诉副院长 他应该从冯伦身上消除的 不是恐惧感 而是兴奋感 和不正常的喜悦感 这些东西 现在分明就摆在这家伙的脸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三集 昨天带我们来这儿的那个 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这时候从门外进来 吴院长 负责检测的医生来了 我这就带他们过去 副院长说着 望向我们 怎么样 走吧 我们两个人跟着副院长坐电梯下到二楼 电梯门一打开 我看到这一层楼大厅的墙壁上 有一张标识牌 上面写着 索拉难病毒检测点 副院长在一个打开着的窗口处 帮我们领了两张表 叫我们把一些相关的个人资料填好 然后带我们到一间血液化验室 告诉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抽血检查 确实如他之前所说 抽血的过程和普通体检没什么区别 我和冯伦很快就配合着医生完成了 接下来是重点 副院长要带我们到活死人生活区去了 别说冯伦 连我都有些激动 毕竟这么久了 我终于要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活死人 离开这栋大楼 我们朝旁边的B区走去 我问道 副院长 这些A区B区有什么区别吗 居住在里面的活死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基本上是按照入住的时间来划分的 A区是最早来到这儿的一批活死人 时间大概是五年前 B区则是四年前来的 以此类推 现在我们一共有五个活死人生活区 平均每个生活区里 有六百个活死人 就是说 这个地方 一共有三千多个活死人 我感到震惊 这么多吗 北京是个大城市吗 小一点的城市 就没有这么多 说话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B区楼下了 副院长下门口的工作人员 说明来意 其中一个从房间里出来 看样子要与我们同行 副院长把脑袋朝里边扬了一下 示意我们朝离走 我们 就这么直接进去啊 我迟疑着 要不然怎么样啊 你要穿上防暴服装吗 放心吧 他们不会袭击人 可是 我还是觉得 我不想把害怕两个字说出来 但是他们 已经写在了我的脸上 活死人 现在全都在各自房间里 不用担心 副院长鼓励着我 好了 洛晨 别丢脸了 冯伦看上去迫不及待 没什么好怕的呀 我不想被他们笑话 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进入B区的内部 我发现他看起来 就像是某家医院的住院部 半圆状的楼房把底楼中间的活动场所圈了起来 楼房一共六层 每层是若干个小房间 现在才七点半 但这里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提前进入了半夜 每个房间都黑漆漆的 没有一丝灯光 而且整个区域听不到一丝的声音 简直像是一栋空楼 冯伦诧异的问道 这里面真的住着活死人吗 当然了 每个房间里都有 不信 你们到门口去看看吧 冯伦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房间门口 试探着朝里面望去 那扇门跟病房的门一样 上方安置一块玻璃 可以看见里面的情景 但冯伦的表情显示 他什么都没看到 我跟副院长 和那个工作人员站在一起 谨慎地注视着冯伦的反应 暂时不敢靠过去看 这时候 我看到副院长悄悄地 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句什么 那工作人员从衣服口袋里 摸出一个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 递给他 冯伦瞪大眼睛望着室内 但里边太黑了 根本看不清什么 就在他努力想要看出个究竟的时候 室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一张活死人的脸赫然出现在门口 若不是隔着那块玻璃 简直就和冯伦的脸贴在了一起 啊 冯伦吓得惊叫一声 亮呛着朝后退去 他被吓得不轻 就连隔着两三米远的我 都被吓了一大跳 副院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走过来拍着冯伦的肩膀说 对不起 每回我只要和第一次来这里参观的年轻人在一起 总是忍不住想开个小玩笑 希望你不要介意 冯伦非但没有介意 反倒觉得这个副院长的脾性很对他的胃口 他俯着胸口笑着说 哼 老实说 我确实被吓坏了 不过真是太刺激了 这些活死人都不需要灯光吗 我站得远远的问 对 不需要 灯光对他们没有意义 你是说 他们已经没有视觉感应能力了 不 恰好相反 活死人拥有夜市能力 就像猫科动物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 真的 是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异的现象 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研究结果 副院长指着室内那个活死人 对冯伦说道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玻璃窗前看着你了吧 刚才你靠近门口朝礼望的时候 虽然你看不到他 但他却早就注意到你了 冯伦做了个表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个房间是必须的一号室 里面住着两个活死人 都是男的 副院长介绍说 现在站在门口瞪着我们的这个 可能由于他接待外来人员的次数最多 导致特别喜欢站在门口向外观望 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什么 复仇的屠杀者 我使劲咽了口唾沫 副院长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对不起 我无法控制自己 其实是麦田的守望者 我掩饰着自己的不安情绪 真有意思 你们就打算这样远远的观望吗 不打算靠近一些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你们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活死人 他说的没错 这确实是难得的机会 我和冯伦一起靠近那扇门 我第一次站在这么近的距离 看到真正的活死人 这种感觉难以形容 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 皮肤苍白 双眼空洞 那双眼睛失去了瞳孔和光彩 整体呈现出灰白色 室内的两个活死人 现在都站在门口 我们在观望他们 他们也在注视我们 区别仅仅在于 我们需要不时的眨眼睛 而他们却完全不用 我无法与活死人对视太久 总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我转过头去问副院长 为什么他们不用眨眼睛呢 活死人的神经感应系统已经死了 控制眨眼睛的反应神经 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真可悲啊 我叹息道 看你怎么理解 对正常人来说 这当然是种缺失 但对于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 却无异于一剂 对抗痛苦的良药 神经系统的丧失意味着 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疼痛 这是现在很多人 主动变成活死人的原因 我思索着 除了不会感受到疼痛之外 恐怕别的任何触觉也没有了吧 是这样的 我在心里设想 手里捧着一本书 却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重量或触感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不过我又立刻想到 如果我真的变成了活死人 也就不可能再看书了 事实上 是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 因为我注意到 活死人的房间内 几乎空无一物 连床都没有 只有两张椅子和一台电视 活死人会看电视吗 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 恐怕只有活死人自己才回答得了 如果他们会说话的话 我只能说 他们对正在播放的电视有反应 会盯着屏幕看很久 至于有没有真正把节目看进去 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 活死人到底有没有质力呢 有 但是很低 副院长肯定地回答 我们的实验研究表明 他们的质力水平 和部分镊齿类的动物相近 就像老鼠 兔子那样 我皱起了眉头 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在活死人刚刚出现的时候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他们的质力比昆虫还要低 我发现 我遇到了迄今为止 最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进步 难道活死人从产生到现在 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对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们和国外的研究者们 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忽然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们 你们听说过 美国人在活死人刚刚出现的时候 做过的那次试验吗 我和冯伦一起摇头 是这样的 研究者带领着几十个活死人 来到一座断桥 走到边缘的时候 那个人利用空中的绳索 滑到断桥的另一边 但活死人们 却一个接一个地在边缘摔下 整个过程 他们中没有一个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或试图改变前进的方向 说明活死人在初期的时候 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 没错 但是四年之后 也就是去年 同样的事业再一次进行 这次的结果与上次大相径庭 那些活死人 没有再傻傻地摔下断桥 而是全部停留在了断桥的边缘 短短的几年时间 他们的智力 就已经有了如此发展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能不能 把这理解为一种进化 假如活死人们 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发生着进化 那将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副院长捏着下巴 大拇指轻轻摸缩着胡茬 似乎在仔细考虑我说的话 好一阵之后他说 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但我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进化的话 那这个进化的速度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要知道 人类从古元进化成智人 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 而活死人 如果在区区几年的时间里 就办到的话 这是违反进化理论 那你怎么解释 他们智力的进步呢 我只能说 这种现象 目前来说 还是个谜 活死人的出现 本身就是个谜 所以围绕他们的一切 都是未解之谜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有这种进步 总是好的 是吗 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难道不是吗 起码对于活死人来说 未来能有发展进步 总比永远一成不变 要好得多呀 我没有说话 暂时找不到什么 可以反驳的内容 但是我想起了 爸爸说过的话 他认为 活死人的出现 是某种大灾难 来临前的序曲 而他教导 并影响我的哲学观点 也令我对此事感到不安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一件事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就意味着 它可能会带来某种坏的结果 同时我又想起了 母亲的人生哲学 好和坏 是没有绝对定义的 比如丢了钱 对于丢了钱的人来说 是件坏事 而对于捡到那笔钱的人来说 就是一件好事 活死人的出现 以及他们的进化 对于人类来说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很久之后 才终于明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次集 离开一号市 副院长带我们来 B区二楼的七十二号市门前 跟随我们同行的工作人员 用遥控器打开了室内的电灯 我和冯伦通过门口的玻璃看到 这间屋子里住的两个活死人 是一男一女 和麦田的守望者不同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 而上前迎接 而是坐在两张靠在一起的椅子上 看上去像是在发呆 不过活死人 也许任何时候的表情都是这样 这是一对夫妻 很不幸 他们中的一个 感染上索拉曼病毒之后 传染给了另一个 于是 两个人都变成了活死人 根据他们变成活死人之前的意愿 我们把他们安排在了同一个房间 这样做 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吗 一开始 我们以为没有 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安排 但是现在 经过四年之后 我们发现 这是有意义的 我望着副院长 他们也出现变化了 是的 想起四年前 他们刚刚入住这里的时候 两个人没有丝毫的接触和交流 因为变成活死人之后 以往的记忆和感情就完全丧失了 他们看上去 和其他房间里的活死人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半年前 我们观察到 他们会时不时的轻抚对方的脸颊或头发 似乎在传达某种感情 这令我们感到吃惊 我也很吃惊 他们不会是认出彼此是谁了吧 从理论上来说 是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研究表明 活死人已经丢失的记忆 还有复苏的可能 但也许 只是研究不够透彻而已 借用你刚才提出的概念 也许 这真的是一种进化吧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会不会 他们在相处几年之后 出现的这种变化 与他们曾经是夫妻无关 我的意思是 如果让两个之前完全陌生的 异性活死人居住在一起 也许他们 也会在几年之后 慢慢地产生感情 傅院长有几分赞赏地望着我 我觉得你完全具备 当一个科研人员的潜质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啊 对了 你的父母都是著名学者 肯定对你有一些 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这么说 你们也这么认为 不只是这么认为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在疫区 我们就把一些年龄相仿的 异性活死人 安排在同一房间 试图检验你刚才提出的 那种可能性 但是 这项研究是从半年前才开始的 要看到结果的话 恐怕要到几年后才醒 这时候 冯伦指着室内那对 活死人夫妻说的 看啊 他们挨在一起了 我们凑到玻璃窗前观察 看到他们俩互相把头 朝中间靠拢 依偎在一起 像一对幸福的情侣 真是太奇妙了 副院长感叹道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表现出这种亲密举动 但是每次看到 还是会感慨不已 他们看上去就跟一般的夫妻一样恩爱 除了 他停下不说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冯伦问道 除了什么呀 除了不能发生性行为之外 活死人是没有性能力的 我和冯伦微微有些脸红 如果忽略这点的话 我想他们的这种状态 大概是真正的长相厮守吧 副院长望着那对活死人夫妇 若有所思 活死人真的能够永存吗 从医学角度来说 他们其实已经是死人了 为什么身体不会腐烂呢 这个问题涉及很强的专业性 我只能简单说明一下 你大概知道 导致尸体腐烂的主要因素 是微生物的袭击 人活着的时候 免疫系统在微生物和他们的目标之间 建立起了一道屏障 人死之后 这一屏障就消失了 微生物们在进食的同时 开始指数性的繁殖 并因此在细胞层面上 使尸体解体 看到我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 副院长知道我听懂了这段表述 他继续说 但是当一个人变成活死人之后 几乎所有和普通人类尸体的分解 有关的微生物 都会本能地避开 被病毒感染的细胞 从而有效地使丧失防腐 这就是活死人为什么身体不会腐烂的原因 我点头表示明白了 又提出新的问题 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除非一些微生物 能够忽视有索拉难病毒导致的排斥效应 否则的话 活死人就能实现永存 起码目前来说 我们这里从开始到现在 接纳的每一个活死人 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 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假如活死人能够活到天荒地牢 而他们又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 那么活死人的终极形态 会是什么样的呢 而未来的世界又会变成怎么样 冯伦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已经八点五十了 快到晚自习下课的时间了 你们要回去了吗 嗯 我们是瞒着父母和学校到这里来的 我知道了 那么今天晚上的实践性体验 就到这里吧 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 我仍然在办公室等你们 我们向副院长告别 在夜色中离开了活死人中心 回到家里 时间刚好和以往下晚自习接近 我像平常一样走到客厅 把书包甩到沙发上 跟正在看电视的父母 打了个招呼 回来了 洛晨 妈妈对我说 吃点水果吧 他把茶几上装着荔枝和葡萄的水果篮 移到我的面前 哥哥呢 我拨着荔枝壳问 他在楼上写一份研究报告 明天要交给单位 那家生物科学院很器重他 他是高材生吗 我把荔枝塞到了嘴里 我的哥哥洛森 是我认识的最趋近完美的一个人 我这么说 完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哥 就算他是我讨厌的一个人 我仍然会对他做出此种评价 不过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很难有人会不喜欢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他长相英俊 身材匀称 头脑聪明 待人真诚 天哪 用于概括他优点的形容词 我还能说出二十个来 再说下去 恐怕连我这个当弟弟的 都会忍不住忌妒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 上帝是偏心的 怎么会把如此多的优点 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还好 我的父母不是上帝 他们对两个儿子从不偏心 总是给予同样多的爱 我哥哥读的研究生 这个学期就要毕业了 现在 他在一家赫赫有名的 生物科学院实习 晚上就住在家里 我妈妈现在正看着 一个法治方面的节目 这是她每晚的惯例 这节目最后邀请法律专家 进行点评这个环节 有一半时候 都是请的我妈妈 她等于是 在关注自己 在电视上的表现 十点钟的时候 法治节目结束了 我爸爸说 看晚间新闻吧 用遥控器切换了频道 前面的新闻都很普通 我一边吃着葡萄 一边随意地看着 直到一则国际新闻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关于成立活死人法案的游行 于昨日再次爆发 这次的地点 是荷兰政府所在地海牙 数万游行者聚集在 国会大厦中央的 骑士厅门前 要求政府尽快出台 承认自愿变成 活死人者的合法性的政策 或法案 荷兰政府发言人表示 参加这次游行的民众 极有可能是受到了 驯鹿组织的煽动 什么是驯鹿组织啊 我问他 看来你没关注 最近的新闻呢 这是一个成立于国外的组织 开始只是一个小组织 经过几年的时间 已经发展壮大成 一个国际性团体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有驯鹿组织的干部 或者成员 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呀 强烈主张和支持 个人自主变成 活死人的激进派 据说 全球一半以上的游行活动 都是由这个组织策划的 为什么我以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我感到纳闷 因为以前这个组织 都是秘密进行各种活动 但现在随着声势的壮大 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种组织 一定是政府的敌人 毫无疑问 但是 由于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 违法举动 所以 政府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中国有驯鹿组织的成员吗 不知道 目前没有确切的官方报道 表示有还是没有 不过很多人猜测 驯鹿组织早就渗透到中国来了 只是目前还没有明显举动而已 为什么这个组织要取名为驯鹿呢 听起来 好像和圣诞老人有关系 妈妈参与到谈话中来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声称 组织的宗旨 是为人类送来礼物 真是可笑 在我看来 只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罢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话题开始朝对我不利的方向发展了 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还没有被确定 是不是会变成活死人 立场就已经不知不觉 站到了活死人这一边 我不想听我父亲高谈阔论 关于活死人是低等生物 或灾难象征这一类的话题 这只会使我本来就不安的心绪更添紊乱 我提起书包 对父母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 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五集 从旋转楼梯走上二楼 这里的两间卧室分别属于我和哥哥 我并没有走到自己的房间去 而是打算先到哥哥那边去打个招呼 推开哥哥的房门 我看到他双手平举着哑铃正做着锻炼肌肉的运动 他穿着一条平脚内裤 光着上身 细密的汗珠分布在他健美匀称的身体上 看上去令我羡慕不已 和哥哥相比 我显得有些瘦辱 这是因为我缺乏坚持锻炼的恒心 但哥哥却能做到坚持不懈 哥哥看到我之后 放下哑铃呼了口气 回来了 骆尘 早就回来了 妈妈不是说你在写什么研究报告吗 已经写完了 他颇有兴趣的说道 骆尘 你不知道生物研究 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 我能想象得到 不 你想象不到 这种事情 只有切身体会 才能感受到无限的乐趣 就拿我上周做的研究来说吧 我观察到艾姆登娥 他停了下来 捂着嘴一阵咳嗽 怎么了 你感冒了 这么热的天 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都有点咳嗽 也许是有点支气管言吧 管他呢 接着刚才的说 我观察到艾姆登娥 在交配的时候 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 他绘声绘色的向我描述着 关于动物们的趣闻一失 我承认 即便是在我心情如此低落的情况下 他风趣幽默的讲述方式 仍然使我感到兴趣盎然 我哥哥就是这样有魅力的一个人 有趣的谈话 一直持续到接近十一点 哥哥说 好了 该洗澡了 你要和我一起冲凉吗 我等会儿再洗吧 那好 我先去洗了 哥哥拿了一条短裤 走出了房间 我并没有立刻离开他的房间 而是捂着脸 深深叹了口气 胃里一阵剧烈的灼痛 我默念着 祈求着 上帝 请让我继续当一个普通人吧 我实在不想离开我亲近的家人 然后住进活死人中心 与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陌生女丧尸 朝夕相处 第二天晚上进行的是尿液的检查 我和冯伦自然问起了 昨天所做的血液检查结果怎么样 但副院长拒绝透露 他说要综合几项检查的结果之后 才能得出准确判断 今天晚上的实践性体验 我要带你们去A区 见一个特别的活死人 特别在什么地方 我问他 去了再说吧 我们来到A区 根据副院长之前的介绍 居住在这里的 是最早的一批元老级活死人 我带他们来看看盘古 副院长对A区门口 职业班的工作人员说 他现在还好吧 那个四十多岁的工作人员 显然是个没什么幽默感的人 他从门卫室里走出来 一本正经的回答 吴院长 活死人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真是太好了 副院长扬了下眉毛 转头对我和冯伦说 我们进去吧 我们四个人进入A区内部 这里的整体结构和B区一模一样 副院长说 我们要建的盘古在三楼 不介意的话 我们从楼梯上去吧 没问题 你们是不是给这里的每个活死人 都取了个绰号 我问他 他笑起来 没有 我们只给那些 有代表性的活死人取 这样会让人印象深刻一些 我点了下头 心里却觉得 可能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工作 太无聊了 所以才不放过任何可以取乐的机会 到了三楼149号室的门前 同行的工作人员 用遥控器把房间的灯打开 我和冯伦站在正对着门的地方 透过玻璃看去 没有看到里面有活死人的身影 这个房间里没有人 冯伦诧异的问道 也许他们是在玩躲迷藏 副院长眨了下眼 让我们把他们找出来 他走到门的右侧 侧着身子朝里边望 哼 我找到他们了 我和冯伦也朝那个方向走去 原来这间屋子的两个男性活死人 都在房间的左边角落 他们面向墙壁 微微仰视 好像是在注视着上方的什么东西 看了一会儿 冯伦说道 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活死人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错 我说的特殊 不是指他本身 而是指某种意义上的特别 我扭头望着副院长 等待他做出解释 其实特殊的 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副院长指着其中一个矮小一点的活死人说 墙角那个 看到了吗 他就是我说的盘古 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 恐怕也是全国第一个 主动变成活死人的人 啊 我低呼一声 我想起来了 几年前我曾经在新闻报道中 看到过关于他的报道 那你现在对这则新闻内容 还有印象吗 记不起来了 你呢 副院长问风轮 他也摇头 他变成活死人的过程 颇有些戏剧性 副院长开始介绍 五年前 这个男人大概二十五六岁 从外地来北京找工作 没想到很快就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当时几乎所有不幸的事都一起向他涌来 连续失业 被人欺骗 穷困潦倒 感情受挫 最后几乎到了三餐不济 流落街头的悲惨境地 于是他就想到了主动变成活死人 以寻求解脱对吗 冯伦问道 不是这样的 没这么简单 副院长摇着头说 当时全国还没有主动变成活死人的先例 恐怕他也没想到这一点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男人得到了一个认识不久的朋友的帮助 那个朋友让他住到自己那里去 提供他食宿 还帮他联系工作 这个男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这个说实话 我不敢保证 那个帮他的人动机是否单纯 为什么 副院长顿了片刻 那个帮他的人 是一个同性恋者 我微微张开了嘴 不过 重点并不在这里 不管他那位朋友的动机怎么样 事实上 都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极大的帮助 我有些困惑 既然这样 他已经摆脱了困境 为什么还会主动变成活死人呢 因为他那个同性恋朋友 恰好是一个感染上了索拉难病毒的人 哦 我的天哪 我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暗示我猜到其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不不不 副院长轻轻地摆着手说 我就知道你们会朝那个方面想 每个人听到这里都是这种反应 他显得有些无奈 别把同性恋者想象的那么可怕 实际上 那个朋友没有对他做出 任何侵犯或者越轨的事情 他们只是像普通朋友那样 生活在一起而已 另外 注意我之前强调的 如果他是由于和那个朋友 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而感染上病毒的话 那就不是主动变成活死人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冯伦好奇地问 他们在一起住了几个月 开始很正常 但是渐渐的 这个男人发现 他朋友的身体状况 开始不断地恶化 一开始是突然出现的高烧 虚脱 腹部疼痛和头痛的症状 后来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为 呕吐 腹泻 器官损坏 以及内外出血 这个男人 本来没朝丧失病毒 这个方面下 以为他的朋友 只是得了某种普通疾病 曾经强烈建议他 到医院去检查和治疗 但是 他那个朋友 却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为了不被隔离起来 他拒绝 去医院自投落网 结果是 丧失病毒一旦发病 比想象中能拖延的时间要快得多 大概不到三天 这男人中午从外面买了饭食回来 就发现他的朋友已经死在床上了 他悲痛不已 正打算通知医院 却看到他朋友的尸体坐了起来 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 副院长停了下来 冯伦显然被这男人的遭遇所吸引了 急切地问道 后来呢 他又是怎么变成活死人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 值得玩味 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男人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发现朋友变成活死人之后 他既没有报警 也没有通知医院 或像我们这样的相关机构 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 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选择和这个活死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冯伦惊讶地张大了嘴 而且你难以想象 他居然和那个活死人 一起生活了将近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里 这个男人通过和他这位活死人朋友的近距离接触 发现他的朋友变成活死人之后 过得安宁 平静 闲适 日子似乎比中日忙忙碌碌 为生计奔波的他 还要舒服得多 他开始羡慕起来 终于有一天 他忍不住了 主动变成了活死人 所有的一切 都是通过他的日记本得知的 这就是 我所了解的整个过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六集 冯伦长长的吐了口气 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感到唏嘘 他不自觉的朝房间内故事的主角望去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他是怎么主动变成活死人的 副院长摇着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想想看 他每天和一个活死人生活在一起 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几乎可以尽自己的一切想象 来猜测 他是怎么变成活死人的 冯伦低头沉思 好像真的思索起这个问题了 这个时候 副院长注意到 我从刚才开始就没有说话 一直低着头 他问道 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来望着副院长 过了半晌才问道 刚才你说 人在变成活死人之前 身体会有一些恶化的表现 没错 你为什么会在意这个 难道 副院长盯着我 我昨天晚上 隐隐感到有些腹痛 我的声音在发抖 副院长神情严肃地问道 还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比如头痛 发热什么的 好像 没有 你会莫名其妙地产生想要呕吐的感觉吗 我不能确定 实际上 我现在就想呕吐 但我愿意相信 这是恐惧所致 副院长盯着我看了好一阵 然后说道 别担心 我觉得你只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已 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变成活死人之前的先兆呢 如果你真的被索拉难病毒感染 并且已经发病的话 症状不会只是腹痛这么轻 我刚才说了 症状出现之后 他能在三天之内夺去人的性命 并完成像活死人的转化 我心里略微放松了一些 随即问道 丧失病毒 有多少天的潜伏期啊 一般来说 三天到两个月不等 潜伏期内 会不会有什么表现呢 也许会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免疫能力下降的体现 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只有等到病发的时候才知道 我的脸色大概又发白了 冯伦看到我这副紧张的模样 说道 洛晨啊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你要是真的发病了 恐怕就不能好好站在这里 跟我们说话了 他说的没错 副院长笑着说 索拉难病毒的症状 要严重得多 我勉强笑了一下 心里仍然悬着 也许是为了岔开话题 副院长指着房里的另一个活死人说 不知道你们猜到没有 这个和盘古同住一室的活死人 就是他的那个朋友 我猜他们俩谁都想不到 他们竟然会成为永远的室友 我和冯伦显然是没想到这一点 都瞪大了眼睛 真难想象 这个男人 当初和一个活死人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 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冯伦望着房间里的盘古 若有所思 副院长盯着那两个活死人看了一阵 突然转向我们问道 你们想试一下这种感觉吗 我和冯伦同时一愣 我不确定我所理解的 是不是他说的意思 是什么 副院长的大拇指朝着门内一指 到里面去 和活死人近距离接触一次 我震惊地张口结舌 冯伦却显得很兴奋 真的吗 我想试试 副院长望着我 你呢 我摇着头说 算了吧 怎么 你担心他们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吗 相信我 不会的 如果有危险的话 我就不会让你们进去了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胆小 我只是觉得 他们一直得待在室内 如果现在把门打开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副院长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每次来都是晚上 所以看到的都是活死人们待在房间里 就以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指着身边一直一言不发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可以问问他 我们这儿的活死人是怎么生活的 每天的上午和下午 工作人员都会让各个楼层的活死人们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出来活动 那个老师的工作人员配合的点着头 副院长又指着楼下的那片花园说 下面这块空地 就是活死人们活动的地方 我们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要和几百个活死人接触 他们恐怕比绵羊还要温顺 否则的话 谁敢来做这个工作呀 怎么样 你现在还担心会被活死人袭击吗 他说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为了不被冯伦笑话 我点头说 好吧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冯伦在我的后背上拍了一下 洛晨 好样呢 副院长对工作人员说 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吧 他点了下头 从裤包里拿出一张磁卡 在149市门口的一个凹槽处 滑了一下 门开了 尽管之前被告知了安全性 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揪紧了 别怕 我和你们一起进去 副院长带着我们走进活死人的房间 我注意到 这么久过去了 那两个活死人还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贴着墙壁朝上方仰视 这多少让人有些费解 不过倒是缓解了我的紧张感 我可不希望一走进来 就成为他们关注的目标 但是副院长的想法和我相反 他像是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说的 嘿 你们俩在干嘛呢 有客人来了 其中一个活死人缓缓地转过身来 我看到了他的脸 除了具备所有活死人的共性之外 我能看出来 这个人以前是个斯文的帅哥 他的发型还保持着正常人时的样子 几缕刘海搭在他狭窄的额头上 看上去和一般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没什么不同 只是那双灰白色的眼睛 和像吸血鬼一样苍白的脸在提醒我们 他已经不是一个活人了 这就是盘古的那个朋友 副院长小声地对我们说 在他介绍的时候 那个活死人缓慢地挪动着脚步 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们三个人住立在屋子中间 我站在副院长和冯伦的身后 希望那活死人走到副院长面前就醒了 最好不要靠近我 但事与愿违 他偏偏绕过他们两个人 朝我靠拢过来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挪去 但是那活死人居然也跟了过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想告诉他 真正喜欢他这类生物的是我的朋友 而不是我 但是我怀疑 我能否与他交流 终于他把我逼到了墙角 我感觉自己无路可逃了 这时候我看到那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也许是要阻止这个同性恋活死人对我的过度关注 我祈求他赶紧来救我 但是我却看到副院长示意他别过来 同时对我说道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洛辰 站着别动 他不会伤害你的 相信我 我希望他真的这么有把握 但是 天哪 那活死人张着嘴 朝我的脸靠近过来 我只有把脸侧向一边 嘴里发出惊恐的低音 洛辰 别动 副院长说着 我斜着瞟过去 发现他的神色竟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上帝 不会是状况失控了吧 我的心脏都快要冲破胸腔了 眼看那活死人的鼻子快要贴在我脸上 我恐惧地闭上了眼睛 几秒钟 十几秒钟过去了 活死人并没有咬我 或做出侵犯我的行为 我睁开眼睛 看到他伸着鼻子在我身体周围游走 好像是在嗅着我身体的气味 我忍耐着 一动不动屏住呼吸 一分多钟后 他终于离开了 又走到了冯伦和副院长的身边 对他们进行同样的问候 然后 他回到刚才待着的墙角 继续仰望上方 我看到冯伦和我一样输了口气 他问副院长 这家伙 为什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闻来闻去 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当有人出现在他的领地时 他会用嗅觉来识别个体 活死人有嗅觉吗 当然有 而且比较起听觉和视觉 活死人的嗅觉是最为敏锐的 所以 当若干个活死人在活动区碰面的时候 比起观察彼此的脸 不如闻来的指节 你要是白天来 会看到一大群活死人 在楼下的花园里互相闻来闻去 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我们走进来之后 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的 副院长微笑着说 但是我观察到 你刚才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我尖锐地指了出来 他像是成功戏弄了我们一样 大笑起来 请原谅 我实在是忍不住 想看看你们被吓呆的样子 这一点都不好玩 我有些生气地说 刚才我真是被吓坏了 好了 我再次表示歉意 我只是希望 为这次实践性体验 增加一点刺激性 看得出来 冯伦和我的态度截然相反 他确实觉得很刺激好玩 颇有兴趣地指着盘古说道 那他为什么 不过来秀我们呢 是啊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副院长盯着盘古说 他们一直盯着那上面 看什么呢 说着他走了过去 顺着两个活死人的目光望去 好一阵之后 有了发现 原来是这样 我和冯伦也靠拢过去 仔细一看 才发现墙角有一只壁虎 两个活死人 就是在盯着他看 一只壁虎有什么好看的呀 冯伦不解地问道 对于活死人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乐趣吧 副院长耸了下肩膀 这时候 那只壁虎顺着墙角爬了下来 突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盘古迅急地伸出手去 一把抓住了那只壁虎 我们几个人都没料到 活死人会由此举动 全都一愣 而更令我们惊愕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盘古把那只壁虎 捏在手里看了一阵之后 竟然把他塞到嘴里 吞了下去 我们四个人 包括副院长和那工作人员 全都惊呆了 显然他们以前 也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 我看着盘古 滋滋有味地嚼着那只活壁虎 感到一阵反胃 想呕吐的感觉又来了 他真是太恶心了 冯伦皱起了眉毛 副院长问工作人员 你以前看到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 我问的 副院长 活死人是不需要吃东西的 对吗 对 他们从不进食 我指着盘古 那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只能理解为 他在进行一种新的尝试 他回答道 不是那么肯定 我促起了眉头 不安地说道 该不会 这也是活死人的一种进化 或者变异吧 嗯 老实说 我真的不知道 副院长有些尴尬 也许我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作为研究中心的下一个课题 随后他看了一下表 好了 小伙子们 今天的实践性体验就到这儿吧 我和冯伦 离开了活死人研究中心 现在想起来 我后悔极了 当时这起小小的壁虎事件 如果我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思考的话 也许会想到的 这是一个极坏的征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七集 明天下午的发言稿 你准备好了吗 星期三中午吃饭的时候 爸爸在餐桌上问妈妈 当然了 这么重要的会议 我总不能临场发挥吧 妈妈用勺子舀着汤 我反复修改过好几遍了 你的立场是什么 不支持 但是也没你那么反对 爸爸摇着头说 立法委不需要中立态度 他们要的是我们这样的专家 提出明确的意见 我的观点很明确 不支持法律赞成任何主动 变成活死人的行为 怎么 你觉得措辞不够强烈 确实不够 我觉得你应该把不支持 换成反对 亲爱的 妈妈望着爸爸 我觉得在如此 关系重大的事情上 你应该让我保持独立的见解 而不是强求我和你达成一致 爸爸轻轻笑了一下 是的 这天中午恰好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家里吃午饭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我和哥哥的好奇 我问道 你们在谈论 关于成立活死人法案的事 没错 明天我和你爸爸要去参加关于这个议案的第一次专家讨论会 是关于制定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和条款吗 现在还没到制定具体条款的时候 目前首先要通过的决议是 究竟是否有必要拟定活死人法案 立法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 需要多次讨论和审议才能确定 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 妈妈向我解释 我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愿意主动变成活死人呢 哥哥耸着肩膀说 其实并非如此 那些参加游行和表示支持变成活死人的人 不一定就代表他们希望自己变成活死人 爸爸停下吃饭来认真的说 就好像当初关于废除死刑的激烈争论一样 实际上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和死刑扯上关系 但他们还是热衷于参与表述自己的意见 作为强调人权的表现 哥哥点着头表示他听懂了 继而又望着爸妈问道 总的来说 你们俩的态度都是反对成立活死人法案 不是反对成立这个法案 而是反对主动变成活死人的行为 我支持成立活死人法案 如果它是用于限制这一行为的话 就是说 你认为法律应该规定 主动变成活死人的行为是违法的 正是如此 那如果不是主动变成活死人 而是被意外感染的呢 我试探着问道 那当然就不涉及任何的法律问题 被意外感染的人是可悲的病患 法案中会不会提到 这些被意外感染的人将怎么办呢 我用筷子夹着菜 尽量假装成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 爸爸想了想 虽说现在还没到制定具体法规的时候 但据我所知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专家们在私下谈论的时候 已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了 哦 是什么呀 一种是维持现在的状况 每个城市把活死人们集中到一个地方 隔离关闭起来 但是 有专家指出 活死人如果真是永远不死的 那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活死人的数量会不断的增多 占据越来越多的居住空间 最后使得地球不堪重负 所以 他们提出了第二种方案 将所有变成活死人的人 进行人道毁灭 我发现我无法做到继续养装随意了 我全身都变得僵硬起来 舌头都有些打结了 什么叫 人 人道毁灭 全家人都被爸爸说的话吸引了 没注意到我惶恐的真情 就是说 把活死人处理掉 现在有 令活死人死去的方法吗 他们不是永远不死的吗 哥哥的咳嗽还没好 如果放任不管 他们也许会永远不死 但是如果采取某些方法的话 当然是能消灭他们的 比如说 把他们投进高温的熔炉 或者焚尸炉 反正活死人是没有痛觉的 所以 无所谓残忍 我终于忍不住了 从刚才起就涌起的恶心的感觉 现在爆发出来 我捂着嘴冲向了卫生间 当我呕吐完 并用清水竖了口 回到饭厅的时候 妈妈正在责怪爸爸 吃饭的时候 你干嘛说这些令人反胃的话题 看到我之后 他问道 没事吧 骆尘 没什么 爸爸显得有些抱歉 真没想到 会让你这么不舒服 都怪我 一说起来 就忘记场合了 呃 没关系 我低头吃饭 掩饰着自己的不自然 但还是被哥哥看出来了 他问道 骆尘 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 这么敏感 我有些心惊胆战 没有啊 只是联想到的那个画面 让我有些反胃罢了 该死 这么一说 我又有些反胃了 我觉得你关注的问题 好像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 妈妈把话题岔开了 骆尘啊 你咳得越来越厉害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去医院检查过了吗 没有 只是咳嗽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哥哥不以为然地说 可是我注意到 你已经咳了将近一个月了 你吃什么药没有 吃了 只咳糖浆 还有 抗生素 抗生素不能随便乱吃啊 没错 妈妈叹着气说 都怪我 平时工作太忙了 才会让你拖这么久 看来今天下午 我得亲自陪你到医院去一趟才行 行了嘛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自己知道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匆匆地结束了午饭 离开了饭厅 接下来的两天晚上 我和冯伦还是按时到 活死人中心去进行检测 后面两天的实践性体验 和前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前后去拜访了 C区的巴赫先生 和施瓦辛格先生 以及义区 今年才住进来的小刺猬 巴赫先生 是一个狂热的古典音乐爱好者 据说他收藏的老唱片和CD碟 可以开一家音像店 变成活死人之后 在他妻子的要求之下 活死人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意 在他所住的房间里 经常播放古典音乐 以至于我们刚走进 他所住的那个房间时 还以为这里面在开舞会呢 值得一提的是 巴赫先生 对这些音乐 仍然保持了生前的热爱 他时常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颇为享受 施瓦辛格先生 之前是一个健美爱好者 他那身健壮结实的肌肉 虽然不能和真正的前加州州长相比 但是也足够吓人 令我们称奇的是 他发达的肌肉 在变成活死人后 竟然没有萎缩 就这一点来说 他比真正的施瓦辛格幸运 我庆幸那天副院长提出 和活死人近距离接触的对象 不是他 最令我感到震撼的 是那个叫小刺猬的男孩 他长着一头茂盛 而向上直立的短发 这个绰号由此而来 据副院长的介绍 他变成活死人的时候 才刚满八岁 而且奇怪的是 他身边的家人和同学 朋友都没有染上丧失病毒 唯独他感染上了 副院长说 这男孩变成活死人的原因 直到现在都是个谜 研究中心的人猜测 病毒也许是在他体内 自然滋生的 但这毕竟只是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撑 小刺猬 算是我看到的活死人里 最令我感到刻骨铭心的 他那么小 稚嫩的脸和瘦弱的身体 还期待着成长和发育 但他却被无情地定型了 永恒地停留在了 这八岁的时光里 无法看到自己长大后的模样 而且 他变成活死人后 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令人心酸 仍然保持着一丝儿童的天性 比一般的成年活死人 更加地好动和活跃 在他的房间里 摆放着他的父母 为他带来的玩具和图书 他拿起这些东西的画面 几乎令我心碎 我无法想象 假如有一天 必须把这样一个 仍然能让人感觉到 可爱的小活死人 丢进焚尸炉里 那会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也许 现在不是我为别人担心的时候 我所设想的所有悲惨 而可怕的遭遇 有可能 就是未来 我自己的命运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四十八集 星期五到了 这一天 是我的审判日 整整一天 我都在向上天祈祷 我这辈子 没干过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坏事 最多是小时候 打碎一个花瓶 却谎称是家里的猫咪干的 或者是用假老鼠 捉弄同桌的女生 我不认为 这够得上多么罪孽深重 需要我接受 变成丧尸这样的惩罚 假如 我能够继续 当一个普通人的话 我愿意 以后当一个 服务于全人类的人 我向上帝保证 走进副院长办公室的时候 我紧张的想吐 天哪 我最近怎么老是想吐呢 这不会是病发前的征兆吗 我是不是已经没必要 听他告诉我检查结果了 副院长已经正经危坐的 在办公桌面前等着我们了 他手里拿着两张纸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就是 我和冯伦的检测报告 我不敢问 冯伦替我们开口了 副院长 结果出来了吗 是的 出来了 中年男人一脸严峻 然后许久没有再往下说 怎么样啊 冯伦问道 嘴似乎变得很干 副院长 停顿了许久 很不幸 我的心跳 在那一瞬间停止 副院长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 很不幸 你们俩没有资格 在我们这里申请一套住房了 当我听懂他的意思的时候 我一下子活了过来 激动的浑身颤抖 你是说 我们 副院长盯着我的脸 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是的 你们没有感染上丧尸病毒 神啊 感谢你 真的 万分感谢 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激动和感恩过 我咧着嘴站在那里傻笑 像个傻瓜 但是管他呢 在这一刻 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傻瓜 好了 今晚你们用不着再和活死人见面了 赶紧回家去 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母 我能看出来 副院长也为我们感到高兴 你忘了呀 副院长 我们是瞒着父母到这里来 接受检测的 我乐呵呵地说 你们可真瞒得住啊 那么现在 你们是打算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还是把这一切告诉家人呢 还是保留这个秘密 说出来 只会让他们平添不必要地担心 我太了解我的家人了 也好 就当作是我们几个人的秘密 副院长向我们俩眨了眨眼 我觉得他真是个同心未敏的人 忽然间我涌起了许多感触 对他说道 副院长 这几天你每晚亲自陪我们进行实践性体验 为我们讲解知识 缓解压力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 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副院长拍着我们俩的肩膀说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他始终不忘开玩笑 我应该说 欢迎你们再来吗 如果这里允许的话 我们还会来找你聊天的 我笑着说 和冯伦一起 向副院长挥手告别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一身轻松 感觉今晚的星夜和月色 看起来是那么美好 我看了下手表 才七点半 按道理 我现在还应该在学校上晚自习才对 但是今晚 我决定放纵一次 我对冯伦说道 哎呀 时间还早呢 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庆祝一下 怎么样 冯伦淡淡地笑了一下 真难得你有雅兴喝酒 可惜我现在有点喝不下去 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 我本来还以为他会举双手赞成呢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从刚才听到副院长说 我们没感染上病毒的时候 冯伦就表现得很平静 完全不像我这么开心 我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了 我们没染上丧失病毒 难道你不高兴吗 冯伦缓缓吐了口气 说实话 当我发现自己没像预想那么高兴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好像我对于变成活死人这事 并不是很在乎 我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会觉得失落吧 难道你本来是想变成活死人的 没想到他的回答倒是一本正经 失落倒是谈不上 只是我确实没感到特别高兴 大概是我觉得变成活死人 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我收起语气中开玩笑的成分 你是说真的 冯伦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几天和活死人们接触过后 我发现他们的生活状况 有时真的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好 他们不用奔波和忙碌 也没有压力和烦恼 每天生活的甜淡安闲 这未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感到不解 如果一个穷光蛋或者倒霉鬼 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也许会理解 但是像你这样一个 一时无忧 人生顺畅的公子哥 怎么也会有这种想法 冯伦仰望着天空 不管是皇帝还是乞丐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烦恼 我又怎么会例外呢 他说出这样的话 简直让我有些不认识他了 这是我那个放荡不羁的朋友吗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老成持重 多愁善感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冯伦看出了我的困惑 他冲我笑了笑 好了 我也是随便说说而已 总的来说还是挺高兴的 走吧 我同意去喝一杯 我们俩打车来到后海的一家酒吧 各点了一杯鸡尾酒 举杯香庆 也许是觉得这种场合 毕竟不太适合高中生 我们没待太久就离开了 之后去附近的步行街逛了一圈 算着到了晚自习下课的时间 我们坐车回家 走进客厅 我看到父母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 但奇怪的是 电视机是关着的 他们也没有聊天或者看书 就这么呆呆地坐着 神情严肃 忧虑 我很明显地感觉到在他们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阴云 直觉告诉我 一定出什么事了 我走到父母身边 坐下来问他 爸 妈 怎么了 妈妈扭头望向我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他的眼圈发红 显然之前哭过 但是现在他努力控制着情绪 洛晨 我们再等你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 难道他们知道我去活死人中心的事了 他们认为我感染上了丧尸病毒 等我回来干什么 我困惑地问道 爸爸站起来 到书房来说吧 我们三个人走到书房 爸爸把门关上 然后示意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 他自己 则坐在书桌前的皮转椅上 我们的样子看起来 就像是要进行三方会谈 这种压抑的气氛 使我感到窒息 我只有找些话来打破沉默 哥哥呢 他在家吗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要谈的 就是关于你哥哥的事 怎么了 我小心地问 心里有很不好的预感 昨天下午 我陪你哥哥去医院检查 今天 我到医院去拿了结果 我看着妈妈的眼睛 试图从里面读到一点信息 然后呢 妈妈的眼圈又红了 他吸了口气 检查结果显示 你哥哥得的是肺癌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 张着嘴愣住了 好一阵过后 我才问道 怎么会这样 医生说 暂时还不能确定 致癌的原因 那 现在该怎么办呢 更多的检查 现在的诊断 是根据你哥哥 坛里边的组织得出来的 医生说 接下来要做切片 和其他一些检查来确定 确定 癌细胞扩散的程度 哥哥知道吗 现在还瞒着他呢 但是 他迟早会知道的 进一步的检查 和以后的治疗 他不可能意识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本来就没有必要 瞒着洛森 爸爸低沉地说 他是个大人了 他有权利知道 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再说了 并不是不能治好 是吗 医生是这样说的吗 我满怀希望的问道 但是妈妈没有说话 我明白了 那是我爸爸单方面的理解 我已经跟医院肿瘤科的 韩主任 约好时间了 星期天的上午 我们陪洛森一起 去进行复查 爸爸对妈妈说 明天 我们就告诉洛森实情吧 接着 爸爸对我说的 洛晨 我们在你哥哥知道之前 告诉你 是希望你到时候 不要表现出过于惊讶 或难过的样子 轻松一些 我们大家都要让你哥哥相信 他的病 是有救的 我明白 我胸腔里好像堵住了什么似的 星期天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星期天的上午 我们全家一起到北京最好的医院 与肿瘤科的癌症专家 韩步强医生见面 对我们而言 那是一段恐怖的经历 首先 我看到韩医生给我哥哥做了个支气管镜检查 他把一根末端带着摄像头的管子 从他的嘴里塞进支气管 试图以此观察肿瘤的采样过程 但是支气管镜 看不到哥哥肺里的肿瘤 所以他后来做了针刺检查 用一根锋利的针 在X光的指引下 穿透我哥哥的胸膛 直接刺进肿瘤 上次根据痰中的细胞检查 已经确定我哥哥得了癌症 这次采样 是为了保证不出差错 如果肿瘤还未扩散 而且医生能确切知道他的位置 他就可以通过手术摘除 但是在确定 是否值得打开我哥哥的胸腔前 还需要做另一个检查 胸镜检查 韩医生在我哥哥的胸骨上方 开了个小口 口子一直开到气管壁边 随后他把一根摄像管塞进开口 顺着气管外壁移动它 来检查两个肺的淋巴结 这次检查 取走了更多的样本 我不敢相信 这些吓人的检查 有一大半 就是在我们全家人的面前 仅仅隔着一块玻璃进行的 尽管我在心里 对自己说了一百遍 这是在做必要的检查 但我还是不敢观看 其中的一些过程 妈妈也跟我一样 最后 韩医生终于告诉了我们 他的发现 我们被这个消息击倒了 癌已经扩散到了 我哥哥的淋巴结 手术治疗 已经没有意义了 妈妈听到这句话的一刹那 就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和爸爸也接受不了 这个打击 我看到爸爸的身体 都有些摇晃起来 尽管他是坐着的 我仍然担心 他会突然栽倒 反倒是哥哥 显得比我们三个人 都要坚强和平静 我从不吸烟 为什么会得肺癌呢 这个很难说 吸烟不是引起肺癌的 唯一途径 很多因素 都是导致肺癌产生的原因 如果不能手术的话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试着 给你做放射 或是化疗 哥哥把手放到头上 摸着他的头发 有用吗 韩医生像是在安慰他 某些情况下 他的效果很好 哥哥又问道 器官移植有用吗 每年没有那么多的肺 可以用 捐献者太少了 韩医生露出遗憾的表情 并且 他也可能根本没什么好处 因为癌细胞 已经扩散了 我妈妈流着泪说 韩主任 我儿子刚刚检查出来 怎么就会是晚期了呢 肺癌 这位肿瘤专家 以平静的语调说着 仿佛在谈论最新款手机的某些功能 是最致命的一种癌症 因为他通常不能在早期发现 当被发现的时候 他一般已经扩散到了颈部和腹部的淋巴结 肺和胸部之间的胸腔隔膜 肝脏 肾上腺 以及骨髓 而且 我不认为您儿子的症状 是最近才出现的 他望向我哥哥 我猜 你的咳嗽至少已经持续有半年了吧 是的 哥哥无奈地承认 而且 有时还会渴血 也许吧 哥哥望了一眼妈妈 果然 妈妈失控地喊道 天哪 洛森 这些事 你为什么都没告诉我们 我以为 没那么严重 哥哥惭愧地说 妈妈 你知道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 对我来说尤为重要 那也没有你的命重要 一向稳重的爸爸 在此刻咆哮起来 你怎么这么不懂得 爱惜自己的身体 其实 上个学期 我去校医那儿看过一次 但当时可能我和医生 都没有引起重视 看到我爸爸又要发火 韩医生说道 请你们保持冷静 不管怎么样 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 现在 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患者 积极配合化疗 化疗究竟会起到多大作用 哥哥问道 病人 为什么会选择化疗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是希望化疗 可以治愈癌症 他先看着我哥哥 随后又看了看他的父母 最后把目光 放在我哥哥身上 但是 我必须对你说真话 你的癌症 能治愈的概率非常小 年轻人 费癌 很少能被治愈 妈妈发出一声绝望的乌液 那么 我不做化疗了 我不想在剩下的生命里 忍受这种痛苦 韩医生抿了民嘴 这当然 是你个人的决定 他说着 随后又望向了我们 很多人 对化疗有误解 他也可以减轻症状 这也是第二个 为什么要你考虑他的原因 我哥哥的嘴 做出了个 要发减轻这个音的形状 韩医生点了点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你会体验到极端的痛楚 化疗可以减小肿瘤 并减轻你的痛苦 哥哥想了想 那么 化疗有什么副作用呢 你会反胃 还有可能脱发 甚至 会全部掉过 哥哥沉默着 我的父母像阵风中的树叶般颤抖不已 我自己也是心如刀角 化疗会有效的 它可能不会延长你的生命 但可以使你剩余的时间 过得更有质量 不要急于做决定 仔细考虑一下吧 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家的 我们一家人的灵魂 似乎都丢在了医院里 哥哥躲在自己的房间 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出来 妈妈拒绝了所有电视节目的邀请 甚至连手机都关闭了 不希望别人听到她啜气的声音 爸爸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 好像一瞬间就苍老了十几岁 我就这样亲眼看着我们全家人 在残酷的绝症面前崩溃了 心痛得难以呼吸 晚上爸妈还是逼迫自己调整了情绪 除了坚强地面对现实 他们别无选择 在客厅里 他们和哥哥常谈了一次 主要是告诉他不要放弃希望 最后哥哥在他们的劝说下 做出了化疗的决定 就这样 哥哥放弃了他热爱的生物研究 住进了医院的癌症病房 那屋子里装满了鬼魂 也许一年 甚至几个月之后 我哥哥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时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哥哥留下来 直到四个月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集 现在是十月初 我已经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了 学业的繁重 并没有增加我的心理负担 最让我揪心的 还是哥哥的病 虽然父母考虑到我要高考 让我不用每天朝医院跑 但我还是尽可能多的 把空余时间安排在了癌症病房 希望在哥哥仅有的生命里 多陪陪他 此刻 我就坐在哥哥的病床前 这天是周末 妈妈在一旁削着苹果 我跟哥哥闲聊着 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趣事 和之前韩步强医生预计的一样 哥哥现在的头发掉了几乎一半 那张英俊的脸在化疗的副作用下 变得消瘦暗淡 失去了往昔的光彩 身体也衰弱了许多 但是与此相比 他所表现出的乐观和坚强 更是令我们心碎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我真的好多了 哥哥接过妈妈递给他的苹果 咬了一口 冲我们眨了眨眼 原来化疗真的有用 那是当然 我附和着 内心却是阵阵抽通 我们每周都在向韩医生了解哥哥的状况 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绝望的回答 癌细胞在逐渐扩散 意味着 哥哥的身体在不断的恶化 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 但他却还在试图安慰我们 他给我们的希望 比韩步强医生给他的 还要多 下午两点 哥哥睡着了 在这个空隙 韩步强医生找到了我妈妈 李教授 我想和您谈一谈 好的 妈妈指着我说 您不介意我的小儿子在旁边吧 当然 他也应该了解自己哥哥的病情 我们被请到了韩医生的办公室 他礼貌地请我们坐下 然后把椅子搬到我们面前 严峻地望着我们 妈妈从医生的神情里大概猜到了什么 他忧虑地问道 韩主任 是不是洛森的病情又严重了 是的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韩医生和我们家的人 多少有了些感情 他的语气不像当初那么硬邦邦的了 作为医生 我必须告诉你们实情 根据我们昨天的检查 洛森现在的状况很不乐观 挨扩散的速度十分的惊人 已经到他的胸墙 肝脏和骨骼了 如果不是化疗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恐怕他现在每天都会过得痛不欲伸 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痛苦 已经是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对此 我感到十分的遗憾 我妈妈捂着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害怕听到答案 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 还有多少事件 他望着医生的眼睛 韩步强医生终究是个人 而不是一台机器 他此刻不敢面对我母亲的眼睛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到了这种时候 八个肺癌患者中 只有一个能够活过一年 大多数人很快就走了 这就是他用的词 走了 就好像我哥哥只是溜出去 在街角的小店买个面包 尽管我妈妈努力遏制 却无法做到令他的眼泪 继续流在眼眶里 韩医生的话 就像是一颗炸弹 粉碎了他最后的希望 现在我哥哥的生命 就像我教室后面的高考倒计时 所剩不多了 默默地背弃了许久 妈妈擦干泪水 我不能失去我的儿子 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死去 我完全理解 韩医生同情地说 洛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在这几个月里 我也时常被他的善良 乐观和替人着想的美德所感动 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却要英年早逝 就算是外人 也会感到无比的痛心 别说了医生 别说了 妈妈痛苦地双手捂住脸 心如刀脚 我只想知道 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能留住我儿子吗 本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韩医生却迟迟没有说话 脸上流露出疑虑的神色 我和妈妈一起望着他 好一阵之后 他开口说道 李教授 如果 您只是想要您的大儿子留在人世 而不管他变成什么状态的话 我和妈妈都愣住了 好几秒之后 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 显然是听出了他的意思 韩步强一声 此刻显得有些局促 当然 我只是随口提那么一句 也许你们认为很荒谬 我完全理解 但是请你们相信 我从来没向任何病人 或者家属提出过这种建议 之所以对你们说起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洛森这孩子 我也跟你们一样 不想看到他就这样离开人世 不 韩主任 我不觉得有什么荒谬 妈妈盯着医生的眼睛 我想听听您的具体建议 韩医生像是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他连连摆手 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我说了 我对于这种事情 没有丝毫的经验 我刚才只是脱口而出罢了 是的 韩主任 韩主任 我知道 那么您可以把关于刚才那个提议的一些想法告诉我们吗 韩医生显得有些为难 迟疑许久之后他才说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活死人 我想 假如你们能够接受 并且也有此意愿的话 或许 我可以帮上你们的忙 听到他终于说出活死人三个字 我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钻紧 您是说 让我的大儿子变成活死人 妈妈的声音在颤抖 医院里 可以提供这种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 手在空中绕着圈子 不不不 韩医生赶紧否认 这不关医院的事 医院怎么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的建议 纯属个人想法 妈妈和我对视了一眼 眉头紧皱着犹豫了好一阵 假如 我们赞同这个提议的话 您认为 具体该怎么实施呢 韩医生不安地望了一眼 办公室的门 是关着的 但是看他的样子 就像是害怕门口有人偷听 或突然闯一个人进来似的 首先 我认为这件事 要洛森本人同意才行 假如他同意的话 那么我的想法是 让洛森出院 回到家里 然后我托人弄到 含有索拉难病毒的血清 接下来 不用再说了吧 妈妈的脸色泛白 看起来他有些害怕 可是 我们该怎么对外说呢 这当然是个秘密 韩医生忘了妈妈一眼 又忘了忘我 没有谁会把这种事情 大肆宣扬的 对吗 妈妈沉默良久 这件事 我要和我儿子和丈夫 好好商量一下 那是当然 但是 我要提醒您一点 要快 供你们思考和犹豫的时间 不是那么充裕 第一 洛森的时日可能不多了 第二 他停顿片刻 凝视着我们 以强调以下内容的重要性 你们知道 活死人法案 也许很快就要出台了 假如在你们 做出决定之前 法律就规定 严格禁止 一切主动变成 活死人的行为 那这个计划 就不可能实施了 李教授 您是法律专家 相信 您是不会公开 违反法律的 嗯 当然 韩医生微微点着头 您能引起重视就好 说得透彻一点 这几个月 也许是最后 可以钻空子的时候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一集 爸爸的眼睛 瞪得像是一对同龄 什么 作为医生 他竟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不是站在医生的立场 纯粹是从私人角度 妈妈解释道 韩主任 是真心为我们考虑 真心考虑 把我们的儿子 变成活死人 就是他这个 癌症专家的 医治办法 真是太可笑了 传明 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 看待这件事 癌症是全世界都 无法解决的问题 韩医生已经尽力了 我们没有理由 责怪他 爸爸顿了好一阵 我不是责怪他 我只是不愿看到 我们的儿子 变成一个 活死人 我不能想象那样的画面 那么 你以为我愿意吗 妈妈的眼泪又躺了下来 但凡有一点办法 或是一丝希望 我都不会去考虑 这样的提议 可是 我养育了25年的大儿子 就要死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相比起来 我宁愿他变成一个活死人 也不愿他变成一堆骨灰 起码我还能抚摸着他的脸 握着他的手 跟他说话 这就已经足够了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眼面痛哭起来 爸爸沉默了 客厅里很长一段时间 只有妈妈啜泣的声音 我坐在沙发一端 从始至终听着他们的对话 没有插一句嘴 我知道 对于他们 或任何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 尤其是我爸爸 他是那么反对 关于活死人的一切 现在却要面对自己的儿子 是否应该变成活死人这样的问题 对他来说 真是天大的讽刺 虽然我没有发表意见 但是我心中是倾向于妈妈这边的 理由一样 我希望能一直看着我哥哥真实的脸 而不是通过遗像来缅怀和追思 大概十分钟之后 爸爸缓慢的对妈妈说 我能理解你的考虑 可是 你有没有设想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洛森真的变成了活死人 或许你在见到他之后 会比看到他死去更加难受 怎么可能呢 妈妈用纸巾擦着泪水 我的意思是 当你看到往日开朗 活跃和聪明的儿子 变成一个没有思想 感情 甚至没有呼吸的行尸走肉时 也许会比看到他安宁地睡在墓碑下 更伤心欲绝 不 我不会 妈妈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 没有什么 能比洛森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更令我伤心的 你说的情况 我之前就考虑过了 我认为 我能接受 我只要他留在世上 其他都不重要 哪怕他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一个比低等动物还不如的 怪物 爸爸的声音颤抖起来 不 不是这样的 听到这里 我终于忍不住了 爸 活死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他们有基本的思维能力和智力 也有简单的情感 他们甚至还有爱好 比如听音乐 活死人的生活状况 有时可能比普通人还要好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 爸爸望着我 骆晨 你也希望你哥哥变成活死人吗 我的嘴张了好半上 才发出了声音 是的 如果在只能看着他死去之中 做出选择的话 我明白 但是在这件事上 我们全家必须十分慎重 我们不能因为理想化的猜想 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刚才说的那些 是从网上了解到的 还是你自己这么认为 都不是 我意识到 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必须讲出实情 我说的 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爸妈的眼光聚集到我的身上 你说什么 秘密终于保不住了 我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我把几个月前和冯伦一起经历的事 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出来 重点放在了 那几个晚上的实践性体验上面 我希望能使我的父母了解到 活死人真实的生活现状 讲完之后 爸妈惊讶万分 妈妈叫道 天哪 这些事 你居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对不起妈妈 我真的不想让你们担心 你确定那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吗 他仍然很担心 你没有染上索拉难病毒吧 当然没有 我肯定地说 现在都过去四个多月了 如果我感染上了的话 早就变成活死人了 爸爸按着前额不住地摇头 为什么我的两个儿子 都要和活死人扯上关系 是啊 这个问题也让我感到困惑 几个月前我担心 自己会变成活死人 现在我哥哥 又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难道 这是我们家躲不过的宿命吗 洛晨 你刚才告诉我们的 关于那些活死人的生存状况 当真如此 当然了 这关系到哥哥的未来 我怎么可能乱说呢 他们真的能认出自己的亲人 还能保持一些感情和记忆 说实在的 妈妈 我不是十分肯定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据活死人中心的副院长说 这是他们现在准备研究的课题 但从我观察 并接触到的那几个活死人来看 他们都过得安宁平和 这点是千真万确的 这样也好 这就足够了 随即他望向爸爸 传明 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爸爸猝着眉头 看来 我以前对活死人的确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 不过 这也难怪 政府不希望更多的人变成活死人 当然不会宣扬 活死人的生存状况有多好 如果不是洛晨凑巧经历了这件事 恐怕我们都无法了解到 活死人的真实现状 不过 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我 洛晨 我对于你说的一个问题很在意 你说 那些活死人可能在发生着进化 这是我根据观察到的那几个活死人 所做的猜测 得到了副院长的肯定 而且他说 有这种进步和发展总是好的 对于活死人来说 是吗 爸爸陷入了深思 过了好一阵 妈妈问道 你想好了吗 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 我们决定有什么用 得洛森自己同意才行 爸爸显然是妥协了 找个机会 跟洛森好好谈一次吧 现在 病房里没有多余的人 只有我们一家四口 我和爸爸妈妈 围坐在哥哥的病床边 神色肃穆地望着他 看起来 这是一个家庭会议啊 哥哥虚弱地说 嘴角还能挤出一丝笑意 关于什么呢 我出院之后的庆祝晚会吗 他越是这样强颜欢笑 假装随意地开着玩笑 越是让我们心痛 爸爸决定植入正题 洛森 你的病情 开始恶化了 他艰难地说道 韩医生告诉我们 你的情况 很不乐观 还有多久 哥哥似乎早有准备 平静地问道 爸爸的嘴唇 一开一合地动了几下 他的声音 好像弃他而去了 算了 别说了 哥哥的头 仰向上方 长长地呼了口气 又缓缓地吐了出来 病房里沉闷得 几乎透不过气了 妈妈打破了沉默 洛森 韩医生有一个建议 我们想征求你的意见 假如你能接受的话 哥哥望向了妈妈 妈妈却说不下去了 也许他准备要说的话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太过残酷 几秒钟过后 哥哥开口说道 妈 我知道你说的建议是什么 妈妈愕然地看着他 你 你怎么会知道呢 那天韩医生跟我闲聊 问我对活死人有什么看法 我当时就有些猜到了 那么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无所谓 但是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爸爸 似乎对活死人 有些不好的看法 爸爸垂下目光 那是以前 现在我 有些改变了 哥哥听明白了 爸 妈 你们希望我变成活死人吗 森儿 我们只是不想失去你 妈妈流着泪说 你能接受这件事吗 洛森 哥哥苦笑一声 对于我来说 变成活死人 或真死人 没有太大区别 爸 妈 我在乎的是你们的感受 如果你们希望如此 我没有意见 哥哥 哥哥又望着我 洛晨 你呢 你怎么想 我哽咽着说 不管你变成什么 你都是我的哥哥 哥哥冲我点了点头 眼圈红了 妈妈搂住哥哥的头 放声痛哭 这件事情 就这样决定下来 爸妈在一个星期之后 给哥哥办理了出院手续 把他接回了家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二季 韩布强医生 在我哥哥回家的几天之后 就找到了 含有索兰难病毒的血清 但是他提出来 这件事最好不要在家里进行 因为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家人死去 并变成活死人 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他的建议是 把我哥哥送到活死人中心的特别病房 在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是等我哥哥真正的变成活死人之后 我们再与他见面 爸妈商量之后 同意了这个提议 十一月十六日 离我哥哥的生日仅隔四铁 这铁成为了我们全家 和作为人类活着的洛森 永别的日子 哥哥挨着跟我和爸爸拥抱 每一次拥抱都很久很久 我们互相凝视着 用眼神代替了告别的话语 最后 哥哥和妈妈拥抱 几乎有五分钟那么长 虽然我们之前约好了不哭 但真正到了这个时刻 妈妈还是气不成啥 哥哥轻轻用手指擦干妈妈的泪水 柔声说道 妈妈 这只是短暂的离别 很快你就会再见到我的 妈妈紧紧地咬住嘴唇 拼命地克制 是的 我的好儿子 以后妈妈每天都会来看你 不用 一个星期一次就行 我还想有些个人空间 哥哥还是哪样 用俏皮话来驱赶着悲伤的气氛 他朝我眨了眨眼 洛晨 可以的话 帮我带点好玩的新玩意过来 我会把最好的东西带给你的 哥哥 我向他肯定地点着头 不能哭 我对自己说 那真是太好了 哥哥做出高兴的样子 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我爱你们 爸爸 妈妈 还有弟弟 我们也爱你 爸爸代表我们说道 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哥哥点点头 转身对韩步强医生说道 我们走吧 韩医生 韩医生拍着我哥哥的肩膀 和他一起朝停在路边的轿车走去 在哥哥转身的那一瞬节 我仿佛看到一串泪水 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但是我无法确认了 因为他静止上了车 没有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 洛森 妈妈的手伸向前方 肝胆剧烈 别这样 爸爸紧紧抓住妈妈的手臂 却不能使自己的身体停止颤抖 汽车开走之后 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我们身体中的某一部分 从体内抽离了出去 我们的灵魂 缺失了重要的一角 2031年6月21日 我哥哥变成活死人的第二年 这是一个具有话时代意义的重要日子 活死人法案从那天起颁布并施行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四个颁布活死人法案的国家 前三个国家 分别是美国 印度和新西兰 整套法律从总则到负责一共六章 内容和约束范围包括 对现有活死人的管理 活死人中心的法律责任 活死人病毒的预防和控制 允许特殊人群成为活死人的条件 等等各个方面 法律的所有条款 我无法一一列举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 无非是允许特殊人群成为活死人的条件 这一条 活死人法案第四章 第28条明文规定 禁止所有身体健康的公民 主动成为活死人 允许主动成为活死人的 必须是患有不可治愈的绝症公民 比如癌症 狂犬病 艾滋病 运动神经原症 败血病等等 在本人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申请 可以以合法手段成为活死人 不能够私自进行 必须由当地活死人中心实施 另外 第五章第49条规定 禁止任何贩卖 运输 持有或私自获取活死人病毒的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条款后面 附有具体量刑标准 看吧 政府对待活死人病毒的程度 已经和毒品管制差不多了 这套法律对于我们家的人来说 足以令我们心安理得 因为我哥哥当初变成活死人 是因为患了癌症 不管是在活死人法案颁布之前 还是之后 这都是合法的 当然 你可能想到了 这不是巧合 虽然这未免使我感到难堪 但我还是必须提到 活死人法案出台的两个多月前 我爸爸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上 所做的发言 当时 气质优雅美丽端庄的女主持人问道 骆教授 关于活死人的出现 和人们主动成为 活死人这一社会现象 您怎么看 我爸爸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 首先我们需要正视两个问题 第一 活死人合法死亡了吗 我的意思是 人们对死亡的定义 是不是应该在 活死人出现之后 重新调整一下 举个例子来说 几十年前 人们习惯把呼吸心脏功能的 永久性停止 作为死亡标志 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心脏复苏的普及 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 它们冲击着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 所以医学界 把脑死亡改为死亡标志 这就产生了 关于死亡概念更新的问题 那么 现在活死人的出现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概念将再一次改变 您的观点很有意思 女主持人感兴趣地问道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您认为 活死人仍然是人类 活着的一种形式 毫无疑问 是的 活死人仍然是人类中的一部分 这毋用之一 所以 我希望这个节目 在后期制作字幕的时候 能把我说的 所有关于活死人的人称代词 都写成表示人类的它们 而不是表示动物 或其他非生物的它们 爸爸笑着说道 那女主持人也跟着笑了 我想节目导演已经听到了 那么洛教授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 主动变成活死人 到底是不是每个人的权利 我们经常强调人权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人权应该怎么体现 我认为 如果承认活死人 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新形式 那么每个人确实是拥有 选择是否变成活死人的权利 女主持人坐在椅子上的身体 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 似乎我爸爸说的话 令他感到了不安 您的意思是 法律应该允许 所有希望变成活死人的人 达成自己的愿望 不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爸爸笑了 我刚才的话 只说了一半 权力是一方面 责任又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每个人 只要不是太子私 他还要为自己的 后代子孙考虑的话 都会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活死人 无节制地增加下去 那么人类社会 生老病死的平衡将被打破 未来几十年 或几百年之后 地球将变得不堪重负 我们不能为子孙们 留下这样的烂摊子 就像我们现在强调 环境保护一样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女主持人点着头 那么您认为 应该怎样在权力和责任之中 做出协调呢 我希望 那些想变成活死人的健康的人 能够把这个机会 或名额 让给真正需要的人 我指的是 那些患有某种痛苦疾病的 假如他们或他们的家人 愿意的话 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结束痛苦 同时又能以另一种生存形式 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 仅仅依靠个人的责任感或自觉性 恐怕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法律来监管和约束了 我懂了 您认为 这是成立活死人法案的 最主要的意义 是的 女主持人将头侧向一边 用几根修长的手指撑住脸颊 骆教授 他带着一种不解的微笑 据我所知 您以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 变成活死人的行为 现在怎么改变观点了呢 电视中的爸爸微微一愣 似乎这个问题他没有预料的 但随即 他迅速做出了反应 没错 爸爸无奈地摊了下手 必须承认 作为一个学者 我犯了一些主观上的错误 很显然 我以前对活死人的了解不够 导致对他们形成了一些 不够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还好 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到活死人中心 去真正接触和认识不同的活死人 这才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 毫无疑问 我爸爸在电视上的表现是出色的 而且是聪明的 他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态度和立场 也说服了那些企图盲目变成活死人的人 尽管如此 我和妈妈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都没说话 爸爸自始至终没有提到 他自己的大儿子 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 虽然这也算不上撒谎 但他的这种刻意隐瞒 仍使我和妈妈感到羞愧和尴尬 我们无法得知 爸爸说的这段话 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于个人因素 他口中的那些大道理 到底是为了所谓的全人类 还是我哥哥一个人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这段讲话所产生的效果 以及对后来成立的活死人法案的影响 都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节目播出过后 媒体的舆论和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都表示 爸爸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 虽然他不是法律的制定者 但是他的讲话却使得制定法律的人 必须从民意的方向进行考虑 于是两个月之后 活死人法案出炉了 其内容和大致规定 与我爸爸所表达的意思近乎相同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套法规感到满意 但是毕竟多数人还是能够接受的 在活死人这个问题上 总算是有法可依了 活死人法案的颁布 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在那之前 我们就已经适应和活死人相处的生活方式了 妈妈现在接的工作少了 她一周要往活死人中心跑三到四次 我和爸爸每周也至少去一次 哥哥在活死人中心受到了特别的关照 她一个人住一间房 那间屋里堆满了她喜欢的东西 甚至还有两只宠物松鼠和她作伴 妈妈每次去那间屋子 一待就是两个小时以上 不管哥哥能否听懂 她都一如既往地跟她聊天 如果不是法律规定 活死人必须生活在活死人中心的话 她早就想把哥哥接回家里去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都还很平淡 似乎一切都会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但不幸的是 人类始终不能预测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类甚至不够了解自己 又怎么可能了解活死人呢 这是后来那些可怕的悲剧发生的原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三集 六月中旬高考结束了 七月份的时候 我通过网上查询得知 自己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而且我高考时写的作文 还入选了当年的 2031年最佳高考作文艺术 爸妈非常高兴 宴请亲朋好友自不必说 还奖励了我一万元的零花钱 我拿着这笔钱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给哥哥买一件礼物 他虽然不能帮我庆祝 但是我要他分享到我的快乐 现在是暑假 我约上冯轮 顶着炎炎烈日来到数码城 花几千元买了一款 苹果最新款的平板电脑 网里面装满了电影图片和音乐 本来我打算一个人去活死人中心 但冯轮说 他反正没什么事 就陪我一起去看看我哥哥 坐在前往活死人中心的车上 冯轮说的 洛晨 恕我直言 你买这个东西给你哥哥 他玩得了吗 我耸了耸肩膀 玩应该是玩不了 但我们陪着他的时候 让他看看图片 听听音乐 总是可以的吧 冯轮不说话了 顺便提一句 他没有考上大学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他的父母花钱 让他到外省的一家贵族学校念书去了 据说以后还要出国 我们来到活死人中心 我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 但冯轮却说 自从上次和我一起检测完毕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哥哥的房间在疫区的5020 我们向门口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电子控制器 带我们到了门口 帮我们打开房门 哥哥坐在他的床上 虽然活死人不需要睡觉 但妈妈还是帮他买了一张小床 他说 这样看起来才像一个住的地方 我和冯轮走了进去 我挥手喊道 嗨 哥哥 我来了 变成活死人的哥哥 对我们的到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盯着的是笼子里的两只松鼠 我把平板电脑打开 将之前装进去的图片几乎全是哥哥喜欢的动物图片 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 然后走到哥哥身边 把平板电脑用支架立起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看看 你喜欢吗 哥哥的视线慢慢地从松鼠身上转移到电脑屏幕上 非洲大草原上的雄狮 冰天雪地中的企鹅 亚马逊流域的窝猴和猪如鸟 阿拉斯加山脉的棕熊 大海里的蓝鲸 各种各样的动物挨着从他眼前经过 我观察到 虽然哥哥表情呆滞 但他那灰色无光的眼睛却睁得很大 显然是很有兴趣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下次可以考更多动物和风景的图片来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对哥哥说 冯伦走过来挽着我的肩膀 真有你的呀 洛辰 这钱没白花 我看得出来 你哥哥真的是很喜欢 是啊 我心满意足地点着头 这时候 一个人走了进来 我回头一看 是副院长 由于我经常来这里 和他已经十分熟络了 几乎算得上是朋友 我看到他之后 高兴地说 你好 吴院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之前跟楼下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 只要你来了 就通知我 哎 冯伦 你也来了 好久不见 副院长 你好 我感到有些惊讶 吴院长 你居然还记得他的名字 嗯 是啊 当初你们俩留给我的印象 可是很深刻的呀 看起来你好像有事情找我 是啊 有些事情我想找你谈谈 关于什么 我哥哥吗 不 是其他的事情 你建议到我办公室来聊一会儿吗 我看了一眼哥哥 他保持着之前的姿态 我估计这几百张图片够他看一阵子了 好 我答应道 那我呢 冯伦指着自己说 没关系 一起来吧 我记得你是个丧尸迷对吧 那么我要说的这个话题 你一定很感兴趣 副院长对冯伦说 太好了 冯伦欣喜地说 我没有影响哥哥欣赏图片 悄悄地把他房间的门关拢并锁好 副院长带着我和冯伦 一起到了中间大楼那间 我们非常熟悉的办公室里 副院长给我们艺人 倒了一杯纯净水 他把皮椅拖过来 坐在我们面前 望着我 洛晨 你记得一年前 我带你们进行实践性体验的时候 你曾经提出过的一个 有趣的理论吗 你说的是 我不太肯定 你猜想 活死人们也许在发生着进化 副院长盯着我的眼睛 我当时就对这个设想很感兴趣 并且还称赞你 具有科学家的头脑 记得吗 嗯 是的 我想起来了 高考的压力和繁重的学业 几乎使我忘了这件事 怎么 这个问题得到你们证实了吗 恐怕是的 一年前 我们中心就把这个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现在 我们有了一些惊人的发现 哦 是什么 我关切地问道 这关系到我哥哥 我们从A区到E区 各选了两名活死人 一共十个 进行观察和比较 结果我们发现 存活了五年以上的活死人 和才产生的活死人之间 有着明显的差别 但是 请让我用比较方便的表述方式 五年的活死人 和三年的活死人之间 差别就不那么明显了 我思索了一阵 那么 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活死人的进化在三年之后 就停止了 不 五年以上的活死人 现在恐怕都还在进化之中 副院长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的结论是 一批又一批新产生的活死人 他们的进化速度 在不断地加快 我和冯伦惊愕地对视了一夜 最开始那一批活死人 需要五年才能达到的水平 后来的 仅需要三年就能达到 而最新产生的这些活死人 他们进化的速度 可能更快 副院长 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道 这种进化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副院长想了想 这么跟你说吧 活死人的进化 从某种角度来说 有些类似脊椎动物的进化史 我和冯伦都没打岔 等待着副院长继续说 从智力这个方面来说 活死人的进化 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 刚刚产生的活死人 智力非常低 可能只有鱼类的水平 大概一两年左右 就能与某些爬行动物 或镊齿类动物相等 而再往后一两年 就接近小型猫科动物了 副院长的声音 因为激动而变调了 少有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动物的进化历程 需要数亿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 而活死人居然在 短短几年内就办到 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而且这种进化的速度 还在不断地加快 我和冯伦都听呆了 好办上我才问到 那么假如活死人们 还在进化的话 下一阶段将达到 哪种动物的程度 灵长类动 副院长说着 显得有些不安 也许 天哪 他们这样一直进化下去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我感到恐惧 也许 最后会达到人类的水平 甚至超越人类 变成一种完美的生物 冯伦猜测着 眼睛里有一种期待的神色 我问副院长 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不知道 全世界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 但是 如果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思索了许久 难难地说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 人类 也许会被活死人 所取代 起码 现在还在我们掌控之中 副院长的话 听起来 像是一种安慰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对于 活死人的研究 肯定不会只有我们国家吧 全世界的科研机构 应该都不会放过这个课题 为什么我们根本没在任何媒体上 了解到这些信息 世界各国 都把活死人的研究当作国家机密 根本不会把研究成果发布出来 供别的国家参考 就像我们现在掌握了这些 关于活死人进化的信息 也不会对外公布 只会把研究成果 上报到政府的高级机构罢了 但是 你说给我们听了 那是因为 我把你们当作朋友 副院长凝视着我和风伦 我相信 你们不会把这些传播出去的 不过话要说回来 就算你们说出去了 谁又会相信 两名高中生的话呢 大学生 我纠正到 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把国家机密泄露出去的 我带着一点戏谑的口吻说 那我就放心了 知道吗 洛辰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另一个原因是 当初是你 启发我们做出这项研究的 我点点头 忽然意识到 一个与我和我的家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吴院长 我哥哥也出现这种变化了吗 你觉得呢 你们和他的接触时间 应该比我多 我想了想 我觉得现在过去一年了 他好像和当初没什么区别 是吗 也许是时间太短了吧 可是你说 新一批的活死人进化速度才加快啊 副院长耸了耸肩膀 我也不明白啊 我思索了好一阵 活死人的这种进化 是否具有普遍性呢 我是说 是不是每一个活死人 都在发生这进化 啊 洛辰 副院长突然大叫一声 把我和冯伦都吓了一跳 他激动万分地说道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天才 一个标准的科学家苗子 每次与你交谈 我都会获得新的气体 我茫然地问道 怎么了 知道吗 经你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之前只选择十个活死人 作为研究对象 也许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活死人 实际上 就是那十个活死人 测验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副院长摩拳擦掌 我决定了 扩大研究范围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将是我们中心的下一个重点研究课题 别把我哥哥作为研究对象就行 那是当然 不过 即使是作为研究对象 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观察和测试罢了 我知道 但是我妈妈可能从心理上不好接受 好的 我明白了 接下来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 离开之前 我到义区哥哥的房间去跟他道了个别 他真的被那些动物图片迷住了 理都没理我 不过 这反而使我高兴 在副院长的关照下 工作人员答应 每天帮我哥哥的那个平板电脑充电 我和冯伦打车回家 现在是七月中旬 四个多月之后 出事了 这起事件 与我们这次交谈的内容 密切相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集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四集 我踏进大学校门不到三个月 一起震惊全世界的事件发生了 11月26日 委内瑞拉的梅里达 一个活死人 咬死了自己的妻子 并使这个女人在几个小时之后 变成了活死人 这则新闻第一次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 我刚好在上晚上的课 没有看到 但是很显然 这种新闻会像炸弹一样爆开 各种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转述 能做到几个小时内 全世界无人不小 我在上晚课的时候 就听到同学说起了这事 回到宿舍之后 我立刻打开电脑 在网上了解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那个委内瑞拉活死人 名叫安德烈斯卡维略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活死人中的一个 他当初不是自愿变成活死人的 而是被身边的人传染了 在活死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待了四年之后 他的妻子向医院提出申请 想把他接回家住 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 当地政府只是规定 活死人必须待在自己家中 不能外出 当时全世界都相信 活死人是没有威胁性的 但是谁都没料到 安德烈斯回到家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悲剧就发生了 出事的那天 安德烈斯的妻子像往常一样 做好了早餐 端到阳台的玻璃茶几上 和他的活死人丈夫坐在一起 与往常不同 他注意到 丈夫的视线一直集中在自己身上 刚开始 他还以为活死人丈夫突然有了食欲 想品尝一下他盘子里的煎火腿和沙拉 把盘子就递过去了 结果事实证明 他的猜测没有错 唯一不同的是 在他的活死人丈夫看来 食物不是盘子里的东西 而是他本身 活死人把他按倒在地 可怜的女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颈动脉就像被猛兽袭击一样 遭到了撕咬 鲜血鼓鼓的往外流泻 他挣扎了几分钟之后 躺下不动了 这一切因为发生在阳台上 所以被对面邻居目睹了整个过程 那人吓坏了 赶紧报了警 几名持乡警察把房门撞开 来到阳台 看到了恐怖而恶心的一幕 活死人还在继续着他的早餐 津津有味地啃着妻子的一只手臂 警察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也不敢贸然靠过去实施逮捕 直到那活死人站起来朝他们走过去 警察们不敢冒险 谁都不想为活死人提供餐后甜点 一个警察举枪射击 引发另外几名警察全都开了枪 前面几枪射中了活死人的身体 没能阻止他的脚步 直到一颗子弹轰爆了活死人的头部 他才终于倒了下去 变成一个真死人 这件事情到这里居然还没结束 警察通知医院把活死人的 妻子的尸体载走 结果 三个多小时之后 摆在停尸房内的这具尸体活了过来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丧失袭击 而产生转变的活死人 也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 被活死人咬死 假如还没吃完的后果是什么 可以想象 这则新闻给全世界的人带来的冲击和震撼 有多么强烈 丝毫不亚于几年前活死人的第一次出现 这件事颠覆了人们对于活死人的认识 同时也带来了疑问 这个活死人为什么会突然袭击人类呢 他前面几年不是都好好的吗 这些问题才刚刚提出 任何权威机构或个人都没来得及 做出回应 类似的惨剧 又在波兰的克拉克夫发生了 接着 全世界每一个有活死人的地方 都发生了这种活死人袭击人类的事件 被攻击对象是无差别的 不管是活死人的亲属还是普通工作人员 只要是丧失袭击者们当时能接触到的最近的那个人 几乎都遭死厄运 人们这才惊恐地意识到 之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并非特殊情况 而是活死人们集体疫变的一个信号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在一天之内总共发生了两万多起活死人袭击人类事件 这意味着有两万多人被迫加入了活死人的阵营 还好事情并没有失控 大多数活死人都是被集中管理起来的 现在为了杜绝惨剧再次发生 所有的活死人都被关闭在室内和人们断绝了接触 自然 我在关注这些新闻的时候 比别人要紧张得多 我不是一个旁观者 我的哥哥就是活死人 我跟爸妈通了电话 听出来他们更加焦急不安 他们敏锐地感觉到 现在出的这些事情会改变我哥哥的未来 后来的一段时间 我几乎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上网关注 有关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 各个国家的活死人研究者们 先后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 美国的科研人员最先发现 所有活死人袭击事件的共同点是 袭击人类的活死人 全是第一批活死人 也就是存活六年以上的活死人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发现的 并不是所有存活六年以上的活死人 都会袭击人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 直到现在还保持了以往那种温顺的状态 这一点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他们试图找到那批袭击者 异变的原因 全世界的科研人员研究同一个问题 进展是惊人的 几乎在瑞典科学院提出这个问题 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德国的学者们就找到了答案 存活六年以上的元老及活死人中 没有袭击行为的全都具备一个共通点 他们在变成活死人之前 患有某种绝症 也就是说 具有攻击行为的都是那些 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 染上丧失病毒的活死人 这一结论公布之后 全球一片哗然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场来解读这一现象 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各持己见 在此我不想赘述 我愿意相信的 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科学论断 那一部分没有产生变异的活死人 是由于体内的绝症病毒 与丧失病毒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延缓或停止了变异 我想 这一论断解释了我和副院长之前 探讨过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每个活死人都在发生进化 对 我始终认为 与其说活死人是突发性的变异 倒不如说是一种持续性的进化 也许 现在活死人袭击人类这一现象 就是这种进化的表现 活死人的思维和智力在不断的进步 那么他们袭击人类的目的 会不会是想把异类消灭 或者使更多的人变成他们的同类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爸爸之前所预感的毁灭性大灾难 就真的成为现实了 不过 人类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很多国家的民众 包括当权者 都产生了危机感 所以 新的活死人法案 或者活死人法案 修正啊 很快就在各国出台 具体法规有所区别 但是 有一条却是相同的 将所有要袭击人类 或者具备袭击人类条件的活死人 进行人道毁灭 可是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对于那些 目前没有袭击人类的活死人 该怎么处理呢 谁都不能保证 他们体内病毒的平衡性 会永远地维持下去 也许 总有一天 他们也会变异的 毫无疑问 如何处理这批活死人 是我们全家最关心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父母可谓煞费苦心 他们尽了一切努力 只为留住我哥哥 他们不能看着他 被送进焚尸炉 一个月后 中国的活死人法案 修正案一出台了 取消了第四章第28条 允许特殊人群成为活死人 这一规定 改为 禁止所有公民 以任何形式成为活死人 当然也补充了 将所有要袭击人类的活死人 进行人道毁灭 这一条法规 对于目前没有袭击人类的 那部分活死人 修正案规定 暂时保留 由于绝症而转化的 这一部分活死人 但后面有一个补充 如果这些活死人 出现了袭击人类的倾向 就立即执行人道毁灭 这已经是我父母 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 但是这件事情 远远没有结束 可怕的事情 在此之后 接踵而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五集 星期天 我和妈妈一起去 活死人中心看哥哥 出了这些事情之后 这里的气氛明显 和以往不一样了 多了几分肃杀之气 刚走到门口 保安居然拦住我们 不准我们进去 保安已经不是 那个老头了 换成了两个中年男人 我只好向副院长求援 掏出手机来 给他打电话 他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基本上不准亲属来探望的 不过对于我们 还是可以破例 但只能在他全程 陪同的情况下才行 过了一会儿 副院长亲自到门口 来接我们 我和妈妈向他表示感谢 副院长带我们步行到义区 走在路上 我们看到了左侧 A区前面惊人的一幕 几个戴着钢盔和玻璃面罩 手持轻机枪 全副武装的人 将一串用透明塑料布 罩住头的活死人 像驱赶牲口一样 压到一辆军用卡车面前 强制把他们赶进后车厢 看到我们惊呆了 副院长显得有些难堪 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这段时间 都不能让亲属进来探望了吧 这里正在执行政府的任务 是处理活死人吗 我站立的问道 这么说 这些都是要袭击人的活死人 有些是 有些是可以预计 以后会袭击人的 根据法规 必须全部处理 这里到底出了多少个袭击者 我们这里 算是警觉得很快的 委内瑞拉那起事件之后 我们就立即采取了措施 严格控制所有人 与任何一个活死人接触 所以还算好 我们中心没有发生 人被活死人袭击的事情 不过 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 蠢蠢欲动的袭击者 都处在A区 可能有好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妈妈微微点着头 你们的举措很及时 而且有效 我望着那些 被装进后车厢的活死人 这些活死人 会被送到哪里 副院长停顿了片刻 火葬场 他们要被怎么样人到会面 我认为 你不会想知道的 副院长撇着嘴说 我倒吸了口凉气 天哪 该不会就这样 把他们直接丢进焚化炉吧 就算活死人没有痛觉 但是也太残忍了 不不不 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他们会先被一枪爆头 然后才送进焚化炉 哦 这样还稍微好一些 政府也会考虑到 这些活死人家属的感受 他们的家属 会来见他们最后一面吗 之前已经见过了 真正执行那天就不用了 会很残酷 妈妈叹了口气 是啊 很残酷 接着他又问道 必须像驱赶牲口那样 把他们装进车里 带走吗 有没有更能尊重 他们的方式 对不起 没有 真的想不出来 副院长无奈地说 我们之前和执行的人 探讨了多种方式 但只有这种最保险 您知道 谁都不敢掉以轻息 要是被他们咬上一口 可不是闹着玩的 妈妈表示理解的 轻轻点着头 走吧 我们去看您的儿子 只不过 方式会有些改变 什么改变 您知道 现在是特殊时期 恐怕您不能进入房间里去 和您儿子接触了 只能在门口看看他 我儿子不会袭击人 他当初是因为患了肺癌 才变成活刺人的 妈妈战红了一张脸 我知道 李教授 您别生气 但这个规定是上边下达的 我们只能执行 请您理解 你的意思是 我以后都只能以这种方式 来探望我的儿子了 当然不会 这是暂时的 等我们做好防护措施 你们就又可以进入房间里了 防护措施 什么意思 这也是上边的规定 所有保留下来的活死人 必须在他们居住的房间里 安装铁栅栏和监控器 就是说 以后你们进入房间 只能隔着铁栅栏和洛森见面了 妈妈惊呼道 这不等于是坐牢吗 而且是终生监禁 没办法 这是为了保证来访者的安全 副院长显得很遗憾 其实我也觉得 这样的规定有些过分 但是无能为力 李教授 您是法律专家 也许只有通过您的呼吁 才能使未来的状况 有所改变了 妈妈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眉头紧簇 我们走进义区 正如副院长所说 我们是特例 整个义区的楼道里 除了我们之外 没有别人 我们来到哥哥住的5020 隔着门口的玻璃 我和妈妈看到 哥哥呆滞地坐在椅子上 我给他买的平板电脑 因为没有工作人员 敢进入里面去帮他充电 早就看不了了 哥哥的神情 显得很失落 妈妈看到哥哥的现状 忍不住黯然神伤 眼泪又溢满了眼眶 他把手贴在玻璃上 轻声地呼喊 洛森 哥哥的眼睛 没有望向门口这边 妈妈轻轻拍了拍玻璃 又喊了一声 哥哥听到了响动 缓缓抬起头来 看见了门口的我们 过了一会儿 他居然站了起来 朝门口走了过来 妈妈显得有些激动 哥哥对他的呼喊有了反应 而我却感到十分诧异 看到哥哥走到门口 和妈妈隔着一块玻璃相望 我心中的惊骇更甚了 我悄悄把副院长 拉到旁边问道 吴院长 你上次说要研究的那个课题 活死人的进化 是否具有普遍性 得出什么结论了 我正想找机会跟你谈谈呢 结论出来了 跟美国学者提出的观点类似 之前患有绝症的活死人 几乎不会进化 也许真的是他们体内的病毒 与丧失病毒达成了某些平衡 从而阻碍或延缓了计划 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现象 我私存了片刻 小声说道 这么说 我哥哥也是不会进化或变异的呀 可是我觉得有些奇怪 按理来说 他的治理应该保持最初那样的低水平 但是刚才我妈妈在门口叫他 他居然走了过来 好像听懂了一样 这怎么可能 副院长显得有些困惑 是啊 我也不明白 也许他并不是认出你们来了 只是看到有人出现 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吧 是吗 你看 我指着502室的门口 副院长转过身去 看到我妈妈把手按在玻璃上 而我哥哥也把他的手 按在同样的位置 他们的手隔着玻璃贴在了一起 感觉就像是在默默的交流 副院长也显得吃惊了 他摇着头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 会不会 患有绝症的活死人 也开始进化了 我胆战心惊地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对你们来说真是太糟了 不过 现在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我得再观察一下别的活死人 副院长迷茫地挠着头 但是我们之前选择的那些研究对象里 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难道 只有我哥哥是特立 不一定 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我们之前没有发现 总之 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 我心里有些矛盾 我可不希望他们注意这个问题 假设真是我猜测的那样 就意味着 我哥哥也躲不过 被人道毁灭的命运 可是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保留下的那些活死人 岂不是会成为极大的隐患吗 这时候 我妈妈扭过头来对我说的 吴院长 您能不能再为我们破个例 可以把门打开吗 不行 李教授 这是院方统一规定 我不敢擅作主张啊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儿子不会伤害任何人 副院长显得十分的为难 对不起啊 李教授 请恕我直言 您什么也保证不了 全世界现在没人敢对 活死人的举动 做出保证 妈妈 别为难吴院长了 他能亲自带我们来看哥哥 已经破了很大的理 按道理 这段时间我们是进不来的 李教授 请您暂时忍耐一段时间 相信我 不会太久的 妈妈只好作罢 她隔着玻璃跟哥哥 说了会儿话 才依依不舍地 和我们一起离开了 走到疫区门口 工作人员从门卫室里面 探出头来说 副院长 麻烦你请来访者登记一下 哦 差点忘了 副院长向我们解释说 非常时期的新规定 原则上 是不准亲属探访的 对于特殊的来访者 需要进行登记 真麻烦 是啊 没办法呀 副院长耸了下肩膀 我们走进门卫室 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登记册 妈妈接过钢笔问道 怎么登记呀 您看前边的人 是怎么写的就行了 我们大致浏览了一下 这个登记册 看来特殊来访者很少 这个本子上 一共也就登记了 二三十个来访者的资料 记录的很细致 来访者的姓名 访问的哪个房间 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时候离开的 来访的原因等等 看得出来 活死人中心 对此十分的慎重 妈妈简略看了几秒 提笔开始填写 突然 登记册上的一段记录 映入我的眼帘 来访日期 一月十三日 来访者姓名 韩布强 访问房间 五零二时 洛森 访问时间 下午两点三十到三点十五 来访原因 探访朋友 我忍不住叫道 韩布强一声 在两天前来看过哥哥 什么 妈妈疑惑的抬起头来 我指那一段来访记录 给他看 妈妈看完之后 惊讶的说道 真的呀 韩主任两天前来过 副院长问道 是谁呀 你们的熟人吗 是当初 为我哥哥治疗的 肿瘤科主任 他怎么会来看我哥哥呢 不知道啊 我望着妈妈说 这上面写的原因 是探访朋友 韩布强医生 跟哥哥的友谊 有这么深吗 沉默了一刻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规定亲属都不能探访 那韩医生怎么进来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工作人员说 你们说的是一个戴着眼镜 个子不太高的 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吧 这段描述符合 韩医生的外貌特征 我和妈妈点头说 是的 那就是韩布强医生 你们为什么准许他进入探访 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副院长问道 工作人员说 当时他拿着医院的介绍信 还有许院长批准了的探访单 我们就同意他进入了 他就说是来探访朋友 没有多说什么吗 没有 妈妈和我对视一眼 我们都对韩布强医生的行为模式 感到不解 过了一会儿 我猜测到 韩医生既然拿着医院开的介绍信 那他会不会 是来了解癌症病人 变成活死人后的生存状况的 也许吧 妈妈低声说的 你们何不打个电话 去问问这个医生 副院长建议 算了 没这个必要 吴院长 我们走了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别客气 副院长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我们再次道谢之后 离开了 就这样 我们忽视了这件事情 现在想起来 我真是后悔极了 对于我妈妈来说 她说的那句 没这个必要 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火死人 第五十六集 两个多月后 火死人中心的防护措施做好了 保留下来的那批 火死人的房间里 全都安装了铁栅栏和监控器 火死人中心这个名字 或许应该改成 火死人监狱 在这一段时间里 这里的火死人有接近一半 被人道毁灭了 非常时期 随之结束 妈妈又恢复了去 火死人中心的频率 一周三到四次 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 和我哥哥坐在一起 抚摸着她的手和脸庞 如今 她只能隔着铁栅栏 对我哥哥说话 这些铁栅栏 让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相距更远 但是 妈妈却一直在 试图拉近这段距离 身为母亲的慈爱 和期许 令她放松了戒备 从而忽视了 火死人中心的规定 最终 悲剧酿成了 我现在已经在读 大尔下学期了 一个下午 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 他的声音近乎虚脱 告诉我的事情 犹如晴天霹雳 洛晨 你妈妈 在火死人中心 看望你哥哥的手 被你哥哥 给咬了 我脑子里 嗡的一声就炸了 整个世界开始天旋地转 我在恍惚中 听到爸爸说了一句 我在火死人中心 你也赶快过来吧 我像发了风一样 赶到火死人中心 在特殊病房里 爸爸 副院长 守在妈妈的病床前 他们看到我来了 默默地站开 让我走到妈妈身边 妈妈现在昏迷不醒 我看到她的右手 缠着绷带 我颤抖着问道 是这只手 被哥哥咬到了吗 是的 副院长悲哀地说 怎么会呢 房间里不是有铁栅栏吗 我妈妈怎么会被咬到呢 房间里的监控录像 记录下了一切 洛晨 我可以带你去看 我跟着副院长 走到疫区的监控室 副院长让工作人员 调出两个小时前的监控录像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妈妈和哥哥面对面地坐着 铁栅栏阻隔在他们之间 开始 妈妈只是跟哥哥说着 最近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哥哥并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过了一阵 他有了一些举动 哥哥站起来 把手臂伸出铁栅栏 向妈妈伸展 仿佛期待与他接触 妈妈愣了几秒 随之喜出望外 他欣喜地喊道 洛森 妈妈伸出右手 握住哥哥冰冷的手 两只手紧紧抓在一起 随后食指紧扣 妈妈认为哥哥第一次表现出 想要主动与他接触感动的热泪盈眶 但是十几秒之后 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哥哥抓着妈妈的手猛地一拖 将那只手连同妈妈一起扯到自己面前 妈妈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但是来不及了 哥哥张开口 狠狠地咬了下去 妈妈发出惊恐的嘶喊 几秒钟过后 房间的门被猛地推开 两名工作人员闯了进来 一起抱住妈妈的身体 将他往回拖 终于 他的手从哥哥的嘴下脱离出来 但是手背的一大块皮肉被撕下来 鲜血淋漓 我看不下去了 对副院长说的 够了 关掉吧 洛晨 我很抱歉 副院长带着歉意说 如果我们安排一个工作人员 守在他身边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 你妈妈来了很多次 我以为她早就清楚我们这儿的规定了 是绝对不能跟活死人 有任何身体接触的 没想到她一激动 就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不想追溯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了 我只关心眼前最现实的问题 副院长 我妈妈 她还有救吗 你是说 她能不能避免变成活死人 对 我恐惧极了 我害怕听到这个答案 但我还是听到了 她令我掉进了绝望的深渊 很抱歉 洛晨 副院长再次表示歉意 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错 所有被活死人袭击过的人 无一例外 都会在几个小时之内 变成活死人 几个小时 我仿佛灵魂出窍了 我听见我机械的重复着 几个小时之后 我妈妈就会变成活死人了 副院长没有说话 我望着她 几秒钟之后 我浑身抽搐 捂着脸 哭了起来 副院长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悲伤地叹了口气 我想 她跟我一样 意识到了 这起事件所形成的悲剧效应 很显然 我哥哥是肯定会被人道毁灭 而更可悲的是 即将变成活死人的妈妈 她身体健康 别说是绝症了 连蓝尾炎都没得过 这意味着 她最终也会迎来 和我哥哥一样的命运 上帝 我的挚爱亲人 眼看着就要失去两个 我胸中的刺痛 在不断加剧 我从来没体会过这种 天都快塌下来的感觉 为什么 我哥哥当初得了癌症 他为什么还会变异 或者说是进化 他为什么会袭击我妈妈 我泪流满面地望着副院长 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 副院长显得有些欲言又止 他迟疑了好一阵 对我说的 洛晨 有些事 我本来是打算弄清楚之后 再告诉你的 但是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我想有必要告知你 和你的爸爸 我们回到特殊病房 爸爸仍然守在妈妈床边 双手撑住额头 我能感受到 他正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而副院长接下来所说的事情 几乎要了我们的命 洛教授 还有洛晨 副院长郑重其事地说 我不得不把一些事情告诉你们 爸爸缓缓地抬起头来 满脸憔悴地望着副院长 几个月前 由于我跟洛晨谈到了一个问题 患有绝症的活死人 是不是也会进化 其实 这个问题的起因就是 洛森所表现出的一些反常举动 之后 我组织了医生 来检查洛森的身体 主要是想了解癌细胞和肿瘤 有没有在索兰难病毒的影响下减少 或产生变化 医生带来了小型的三维X光机 对洛森的身体 尤其是肺部 进行了仔细的扫描 结果 有令人吃惊的发现 副院长停了下来 咬着嘴唇 显得有些难以启齿 爸爸凝视着他 什么发现 过了好一会儿 副院长才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没有在拍出来的X光片里 看到洛森的肺部 有肿瘤 病房里的时间仿佛凝滞了 好像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对我和爸爸来说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半分钟之后 爸爸问了 什么意思 一切出错了 不 三维X光机很正常 我们后来测试过很多次 那是怎么回事 我的头脑麻木地转动着 索兰难病毒 真的能令肿瘤减小 或者消失 我们一开始也有这种疑问 但是 后来挨着给好几个 有癌症的活死人进行扫描 我们发现 他们体内的肿瘤都仍然存在 所以 我们只能认为 他说不下去了 我爸爸从座椅上站起来 眼睛几乎都要瞪裂了 你们的结论到底是什么 副院长终于艰难地说出口 我们认为 洛森当初的诊断结果 会不会出错了 他真的患了肺癌吗 当然是真的 爸爸失控的大叫道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模样 我仔细看过他的诊断报告 还有当时拍的X光片 那上面清清楚楚的显示 肺部的确有肿瘤 这怎么可能出错呀 洛教授 您别激动 我想 您可以找当初给洛森诊断和治疗的医生 问个清楚 副院长像是有所暗示 据我所知 两个多月前 他到我们这里来 看过洛森一次 爸爸愣住了 他瞪大的眼珠在眼眶里转动了几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全身颤抖起来 他一句话不说 冲出了病房 爸 你要到哪儿去啊 问出这句话 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白痴 他还会去哪儿 肯定是去医院找韩布强医生 我着急起来 冲爸爸的背影喊道 爸 妈妈 你不要陪着他吗 不 洛晨 副院长走过来快速地说道 即使你爸爸不去找那个医生 我也不会同意你们一直守在这里 眼睁睁看着你妈妈变成活死人 他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然后 总之 十分残酷 没有人能亲眼面对挚爱的人 经受这样的过程 所以 你还是赶紧追上你爸爸吧 别让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我的头脑无比的混乱 听他这么说 好像已经能肯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天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简直太可怕了 我不敢细想 奋力朝爸爸追赶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爸爸开的车猛地甩到医院门口 这一路上 他几乎忽略了所有的贵账 像发了疯一样 急驰而来 我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话 也没有劝阻 我和他的心中 都有着同样的一个恐惧猜想 必须立刻得到证实 通的一声 爸爸推开肿瘤科的大门 大声喊道 韩不强呢 办公室里有几名医生走出来 其中一个认出了爸爸 您是 洛传明教授 您找韩主任呢 对 他在哪 爸爸压着怒火问道 韩主任这两天请假 没有来上班 为什么要请假 他的妻子死了 那医生遗憾地说 肿瘤主任也没有办法留住自己妻子的性命 爸爸听出了一些什么 他妻子是怎么死的 肺癌 这两个字像炸弹 在我们的头脑里爆开了 一瞬间 我和爸爸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韩不强家里的坐机号码是多少 爸爸咬牙切齿地问道 我们刚才打了他的手机 关机了 那医生好像察觉到我们来意不善 警觉地问道 洛教授 您找韩主任 有什么事吗 爸爸贴紧那医生的脸 鼻子对着鼻子 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告诉我 韩不强的坐机号码 他吓着了 说出了一串数字 爸爸立刻用手机打了过去 过了好一阵 电话才被对方接起来 爸爸愤恨地说道 韩不强 我是洛传明 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 我贴近手机 听到另一边沉默了一阵 好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多说 直接告诉我们他家的地址 爸爸掐断电话 脸色铁青地离开了肿瘤壳 三十多分钟后 我们开车来到韩不强家的楼下 并很快来到他家门口 房门是打开着的 他已经为我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我们静止走进客厅 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韩不强 他斜靠在沙发靠背上 衣衫不整 一双眼睛无神地注视着我们 他面前的玻璃茶几上 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瓶上等洋酒 现在只剩空酒瓶了 我特别注意到 茶几上还有一个空的小玻璃瓶 和一支注射器 真正面对韩不强之后 爸爸反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冲动 他慢慢移到这颓废的男人面前 盯着他问道 你已经没什么好辩解的了 是不是 没错 韩不强双手一摊 爽快地回答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我知道最终还是瞒不过你们 一股血涌上我的脑门 令我眼前出现了一层红木 我不敢相信 他竟然承认得如此坦然 就好像他做过的事情 仅仅是摔碎了一个瓷瓶而已 我捏紧拳头 想冲上去把茶几上的空酒瓶 砸在他头上 但是爸爸把我的手抓住了 我感觉他的手在剧烈颤抖 我知道他在拼命地控制自己 他问道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对不对 令我儿子变成活死人 就能使我变成支持活死人的一方 从而使活死人法案 呈现出你们想要的倾向 你为谁做事 就是这样 韩不强说 但活死人法案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关系 我不是为他们做事 我只是看上了 他们答应我的条件 他们是谁 你们还想不到吗 训路组织 我和爸爸张口结舌 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以前只在新闻里看过的 训路组织 居然早就渗透到了中国 甚至渗透到了我们家 我的家人 竟成为他们为达到目的 而阴谋算计的对象 他们答应给你多少钱 让你这个医生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爸爸鄙夷的说 不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救我的妻子 为了他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韩不强搭了着脑袋 眼神空洞 他得了肺癌 我知道 没有任何办法能留住他的性命 除了冒险进行肺移植 但和氏病匹配的肺 全世界都难找 训路组织答应我 只要我帮他们达到目的 就能找到适合我妻子 进行器官移植的肺 让他到国外进行手术 之后 再让我们远走高飞 说到这里 韩不强苦涩的干笑两声 可惜的是 我想得太天真了 我早该知道 肺移植手术 在全世界范围来说 都尚不成熟 结果 我妻子的手术失败了 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么说 你给我们看的 所有关于洛森的检查报告 病例资料 包括X光片 都是经你偷梁换住之后 你妻子的 韩不强垂下头去 默认了 那么 我儿子当时出现的那些症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洛森得的是肺结核 不是肺癌 两者的早期症状有些相似 所以 所以能让你们有机可撑 他满脸胀的通红 痛苦的咆哮 我儿子只是肺结核 是完全能够治好的 结果被你这个狗娘养得说成肺癌 让他去接受化疗 折磨他 最后还把他变成了活死人 爸爸再也控制不住 他冲上前去扯住韩不强的衣领 拳头带着满腔愤怒 一记一记砸在他的脸上 现在 我妻子被变成活死人的儿子给咬了 他也会变成活死人 你这个人渣 我们一家就这样被你给毁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还保持着最后一分理智的话 恐怕我会冲上去和我爸爸一起将韩不强当场打死 但是我忍住了 为了不使爸爸为此付出代价 我把他脱开了 韩不强被我爸爸揍得鼻青脸肿 皮开肉绽 像只死狗一样 瘫在沙发上 喘着粗气 爸爸 他像个无赖一样的说道 让我最后体会一下疼痛的滋味 很快 我就永远都不会有痛楚了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我一直为我做的这些事 感到内疚 我今天之所以能面对你们 是因为我认为我已经惩罚了自己 就当作是向你们赔罪吧 他有气无力地指着茶几上的小玻璃瓶和注射器 这是当初给洛森找的 含有索拉难病毒的血清 我流了一些 大概是预感到会有这么一点 在你们来之前 我已经注射到自己身体内了 爸爸冷漠地望了他几眼 对我说道 多尘 我们走 我望着那只空注射器 他说的是真的吗 那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他那副样子 现在就已经是个活死人了 爸爸没有再望向那死狗般的男人 静止朝外走去 我们回到活死人中心 从副院长的口中得知 妈妈已经变成活死人了 副院长说 他并没有受太多的苦 在昏睡中死去 然后变成了活死人 我觉得他是为了安慰我们 但是我愿意相信他说的 哪怕是谎话 妈妈住进了义区 在哥哥的楼上 几天之后 韩步强也住进来了 副院长考虑到我们的感受 将他安排到了地区 他知道我们不想看见这个活死人 我和爸爸几乎每天都去看妈妈和哥哥 我们知道 他们留在这世界上的时日不多了 我们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二季 新房客和活死人 第五十八集 发生在我们家的这起悲剧事件 经过媒体曝光 成为震惊全国的热点新闻 我和爸爸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但神通广大的记者 还是把事件始末弄得一清二楚 这起事件令人们感到震惊的 有三点 第一 著名法律学家李元琴 被活死人儿子攻击 并且自己也变成了活死人 第二 肿瘤科主任为了医治自己的妻子 竟然与训路组织勾结 欺骗病人及其家属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 训路组织作为此事件的始作俑者 其阴险卑鄙的手段令人发指 这种组织显然是不合法的 一个星期之后 政府将训路组织正式定性为非法组织 要求查处拘捕训路组织的 在国内的头领和相关成员 不久 训路组织的行径再次曝光 其不法行为可谓变本加厉 不断升级 某地活死人中心院长 被训路组织买通 将本来要实施人道毁灭的 14名活死人秘密运输出境 不久事情败露 该院长被捕 但被运走的14个活死人 和训路组织成员 却杳无音讯 不知所踪 被捕的院长接受审问时说 并不清楚训路组织 将这些活死人带走的目的 这回答令人不安 使人们对此衍生出各种猜测 有人说 训路组织是由一些疯子 组成的反社会分子 他们要从这些活死人身上 提取索兰难病毒 用于制造混乱 也有人说 训路组织是国外军方的 秘密情报机构 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 丧失病毒制造生化武器 更有人表示 训路组织就是新的 国际恐怖组织 这些被带走的活死人 将被改造为 极具攻击性和破坏性的 恐怖袭击者 刺激对某些国家 发起进攻或偷袭 一时间 关于训路组织的所有话题 都使得人们惶惶不安 忧心忡忡 在人们谈论训路组织 以及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时 我和爸爸 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我们既要忍受失去亲人的悲痛 又要想方设法 避免被周遭的人 问及此事 对于别人而言 训路组织 只是一个社会热点 但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场灾难 和永远的致命伤 我和爸爸都变得沉默寡言 敏感而阴沉了 正如他所说 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 被彻底摧毁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家里没有任何欢笑和生气 我甚至不敢和朋友和同学联系 总是一个人待在图书馆或房间里 默默舔尸心灵的伤口 我本来以为 我会一直这样下去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令我再次遭受如雷轰顶的打击 我心中愈合了一些的伤口 被再次撕裂 那是一则电视播报的新闻 根据被捕的训路组织成员透露 以及之前掌握的材料 公安部现在已经正式确认 训路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部分领导者名单 以及相关资料 立即对以下训路组织领导者 发出A级通缉令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里 当介绍到训路组织的一个领导者时 我呆住了 训路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头领中 最具隐蔽性的 是一名年仅19岁的男孩 名叫冯伦 此人13岁时加入训路组织 几年之后成为隐藏在国内的 训路组织高级干部 目前已逃往国外 下落不明 后面电视里说了些什么 我都没有听到 我的脑子里只有嗡嗡的声音 我敢肯定 足足有五分钟 我坐在原地纹丝不动 几乎变成了 没有呼吸和心跳的视角 没有停止运转的 只有我的大脑 一系列往事 像电影片段一般浮现在我的面前 冯伦约我去哈根达斯吃冰激凌 书店老板在我们面前 被活死人忠心的人带走 副院长询问我们的情况 之后带着我们进行实践性体验 我告诉父母 活死人的生活状况很好 帮助他们做出了 让哥哥变成活死人的决定 上帝 我情不自禁捂住了嘴 感到阵阵的眩晕 这个时候 我才算是彻底明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局竟然设得这么大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事情 冯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丧尸迷 他对我说过 他希望生活在丧尸的世界里 而且他早就告诉过我 他以后要到国外去 看来他早就计算好 有这么一天了 天哪 我这个白痴 我猛然想起来 我和冯伦很久都没联系了 我居然没发现 这有什么不对 他不可能不知道 关于我们家的事 而他居然没给我打个电话 我怎么没意识到 这太不正常了呢 这个利用了我的人 设计把我的哥哥和妈妈 变成活死人的人 毁坏我们整个家庭的人 竟然是被我 视为最好的朋友的人 我心中躺住的血 凝结在了胸口 被出卖和利用的感觉 令我遭受到一阵 撕心裂肺的剧痛 这时候 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活死人中心的副院长 他也是这个连环局中的一环吗 我必须找他问个清楚 当面对质 如果他和韩步强是串通一伙的 我要和他拼命 我狂奔出门 打车及时到活死人中心 门卫要求我出示探望证 我心急火燎地赶过来 根本没带着东西 只能顾忌重施 给副院长打电话 反正我要找的就是他 但电话中的提示音告诉我 这个号码已经停机了 我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 那门卫盯着我看了一阵 问道 你是不是叫洛晨呢 对于他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并不感到奇怪 我到这里来过很多次了 是的 吴院长留了一封信给你 门卫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 我愣愣地问道 留给我 他到哪里去了 一个多星期前 吴院长辞职了 他临走之前把这封信交给我 让我转交给你 他知道你一定会来找他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撕开信封 将那封信拿了出来 信的内容如下 洛晨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找我 所以留下了这封信 我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我相信 现在你已经大致明白 你所经历的是怎样一回事 没错 我和冯伦都是迅怒组织的成员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 冯伦是我的上级 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 当初那个把你引诱到 活死人中心来的计划 是他一手策划的 我只是配合着执行 不过请你相信 我不知道他的整个计划 我以为他只是想以这种形式 来让你了解活死人的限度 然后回去影响你的父母而已 我没想到 这只是一部分 后面还有这么可怕的阴谋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事我一开始不能预料 我没想到你有如此聪厚 和敏锐的科学感 我会和你如此谈谈 和你在一起探讨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快乐 我真心地把你当作朋友 和一个交流伙伴 后来 当你提到你哥哥 在发生变异的时候 我开始猜到冯伦的整个计划 是怎么回事 所以组织医生 来进行确认 事实证明 我的猜测是对的 这个可怕的阴谋 令我感到不安 我活在自责和内疚之中 接着发生了更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妈妈 被你哥哥袭击了 我终于忍不住 暗示你们去找韩渡天 希望你们能借此了解真相 但是我的这种做法 等于是背叛了讯怒组织 组织里的人 不会放过我 所以 我只有离开这 躲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 整件事的过程就是这个 作为朋友 哪怕是我单方面这样认 我想提醒你的是 据我了解 讯怒组织想创造一个活死人的事情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我不得而止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讯怒组织的头领和成员 绝不是一群疯狂 或单纯的反社会分子这么简单 他们对活死人热衷和掌控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恐怖而惊人的秘密 我自己不是一个邪恶的人 我当初加入讯怒组织 只是因为对活死人感兴趣 没想到后来会被迫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冯伦 可能你现在对他恨之入骨 但我确实不知道 他对你做出这样的事 究竟是他本人的意愿 还是他也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 凭我的感觉 他尚未彻底泯灭人性 他曾多次对我说 要特别关照你哥 并且他强调过很多次 要确保你的安全 因为你是他的朋友 洛晨 我无言向你道别 或说出再见一类的话 我只希望你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把信思的粉碎 和我的眼泪一起丢进了风里 两年之后 我大学毕业了 我放弃了继续读研究生 和出国留学的机会 加入到对抗训怒的国际组织 我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愿 如果我没有变成活死人的话 我愿意服务于全人类 同时我发誓 哪怕用尽一生 我也要找到风轮 如今 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爸爸退休了 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山庄里 过着不被人打扰的幽静生活 而我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活死人亲人 妈妈和哥哥 都不在这个世界了 现在世界上 没有大批主动想变成活死人的人 人们摒弃了 期望转换成另一种生存形式 从而达到永存的 不切实际的想法 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 我们的救赎 还有很长一段路 人类犯了一个大错 又回到原点 终究回归了人的本性 但一切并未因此而停止 驯鹿组织还在进行着 他们不为人知的恐怖计划 那些被秘密隐藏起来的 活死人 还在继续进化 不停的进化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我和关于活死人的故事 没有结束 它会一直持续到 下一个世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